我后妈对我真的太好了 亲手把我送进零号监狱 这里关押着一千个世界上最恐怖的犯人 有权倾天下的太师 富可敌国的首富 杀人的拥衣扁鹊 养恶鬼的林正英 黑化的战神 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离开都会造成世界的恐慌 但这些人却唯独没有对我动手 反而将毕生所学都传授于我 五年后我身怀绝技 出狱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复仇 刚走出监狱 突然间一道破空声飞速起来 我下意识挥手搁挡 一块巴掌大的鹅卵石被我捏在手中 甚至石头飞来的方向扭头一看 只见不远处停着一辆越野车 车前站着两个窈窕的身影 其中一人见十块没能击中 干脆拔枪向着这边击步冲了过来 你这个杀人犯 你凭什么还能活着出来 我要杀了你 是他 金律一 五年前我被人吓套 成为了一场惨烈的车祸的肇事者 死者的女儿正是金律一 她看我的眼神充满杀气 手持九十二十手枪 如同复仇天使步步逼来 大人别冲动 一旁的女副手连忙追了上来 伸手压住金律一的手臂 为了这种垃圾不值得 金律一冲着我怒吼 撑怒欲裂 握枪的手也因愤怒而颤抖着 为什么像你这种杀人犯 只做了五年的牢就能重新开始 而我的母亲却永远都活不过来 凭什么总是好人受到伤害 而像你这样的恶人却总能逍遥法外 凭什么 但同样身为受害者的我 也很想要知道答案 不过从出狱的那一刻 我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 放心 正义不会缺席 如果缺席的话 我会补上 听了我的话 金律一更加恶火 你这样的垃圾 也配谈正义 别以为出狱你就自由了 我加入燕精卫 就是为了要将你这种恶人赶尽杀绝 你给我等着 我会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随时将你再抓回来 在金律一的诅咒和叱骂声中 我上车绝尘而去 在一阵颠簸过后 车子竟来到了一片荒芜人烟的山区 停下后为首的男子表情阴冷 太太吩咐了 拿了这些钱 滚出国去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随后把一本护照和一张银行卡丢进车内 我没有接 反问如果我不走了 外面的那些人都笑了起来 那我们就在这里直接送你上路 听到这我弯腰从车上走了下来 那群大手纷纷抽出了甩棍 是你自己跳下去 还是让我们动手 我站在悬崖边 冷眼望着这群人 真是一群忠诚的狗腿子 定是许如云给了他们一个合法身份 让他们甘愿卖命 反正你也死到临头了 就在告诉你一个秘密 让你当个明白鬼 五年前的那场车祸 也是我们一手策划 然后嫁祸给你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惊喜 是不是很意外 可笑的是刚才金律一那小丫头 杀母仇人就在面前 她连看都没看一眼 当年就是老的开车 撞死的她母亲 那群人得意地大笑起来 想要欣赏叶峰在得知真相后 无能狂怒的样子 你们不说 我也会查清楚当年之事 不过既然你们不打字招 那我也不用客气 面对这群人的步步女逼 我不计不徐 缓缓抛出了一把无谱的匕首 九师傅说过 他的这把匕首 每天都得见血不然会生锈 我说着 手中的匕首已横迹而出 今天就从你们开始 话音未落 横扫残余 再看那群大手 一个个捂着喉咙面露惊恐相继倒下 他们至此甚至都没能反应过来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轻松解决完这些人以后 我又将他们的尸体装进车内 然后连车带人一脚 全部传下了悬崖 然后潇洒转身下山去了 没走多久 突然身后传来的 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犹如咆哮的音声 就迅速逼近 我停下脚步回头一看 只见一辆白色的奥迪 竟横冲直撞 向着我这边冲了过来 又来 我误以为 这又是继母派来的人 但下一秒却听到车内 传来一个年轻男子的惊呼声 快让开 车子失控了 见状我不慌不忙 一步跨出 竟主动挡在了 车子行进的路线上 卧槽 车内司机见状顿时惊呆了 你小子找死啊 完了完了 这下要出人命了 电光是 一瞬 车头重重地撞向我 而我只是轻轻一抬手 挡住车头 然后奇迹一般地 令车子停了下来 咦 好险司机惊一声 本以为会将人给撞飞出去 结果万万没想到 车子在关键时刻 竟然停下来了 司机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轻幸不已 他以为是失控的车子 突然又恢复了正常 但实际上 却是我一力降试毁 将车子应声声地给逼挺 以我现在的力量 我要说一辆轿车 即便是一辆坦克 也能直面抵挡 然后 我掀开了车 再看了一眼 原来是车子被人动了手脚 我简单修理了一下 好了 司机也发现 车内的警报声停止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真的好了 谢了 兄弟 运气真好 遇到都会修车的 司机将我误认为是修车的行家 这么说到也没错 我的确是行家 因为我的第八位师傅 可是世界顶尖的机械天才 因制造的武器杀伤力 过于恐怖而被全球封杀 相关技术也全部销毁 后来倒败航母 又被全球通缉 最终在大夏落网 被关进零号监狱 我获得这位师傅真传 不要说修理一辆车 即便是徒手装卸坦克 或飞机都不在话下 随后我直接拉开车门 坐了上去 走吧 送我去玉龙山庄 司机一正 看着坐在副驾驶的我 心说你倒是不客气 我让你上来了吗 华少 快点开车吧 坐在后座的一位妙龄少女催促道 这位先生帮我们修好了车 在他一路也无妨 好吧 司机也不再多言 一踩油门继续赶路 但刚开出去没多远 后方突然冲上来 好几辆黑色越野车 左右驾机将他们的车 又给逼停下来 司机惊动 是黑龙的人 难道他们反魂吗 妙龄少女的脸色也微微一变 黑龙 我闻眼眉头一皱 难道是弃师傅的手下 两人下了车 立即被一群黑衣人给包围住 为首一鸣光头男子冷笑道 赵小姐 你们的运气还真好 车子这么快就好了 果然是你们暗中动的手脚 赵婉婷惊怒不已 刚才她就曾怀疑 来时车子好好的 怎么离开后却突然失控了 果然有人从中搞鬼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司机愤怒的质问 连我的车都敢动手脚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爹是谁吗 华之府的公子华国多 赵家千金 赵婉婷二位尊贵的身份 你们当然清楚 那你们还敢这样对我们 谁给你们的勇气 刚才我们与黑龙交易 钱或两清 难道你们还敢反悔 不错我们老大是反悔了 钱我们留下了 东西我们也得带回去 二位东西交出来吧 文言华国栋和赵婉婷又惊又怒 没想到黑龙这么不讲道 华国栋怒道 我们要是不交呢 嘿嘿 那我们就亲自动手来去吧 我看着外面的冲突 本不想参与 但就在这时又有一名黑衣男子 敲了敲车窗 命令道 小子你也滚下来 刚才就是你小子 帮他们修好的车吧 我下了车 问道 你们是地下龙门黑龙的人 有 你小子还知道地下龙门 光头男子嚣张道 不错 我们的老大就是大名鼎鼎黑龙 我文言暗暗点头 果然是七师傅 明镜的下手 回首的光头男子继续威胁道 刚才你敢多管闲事 那就废掉你一双手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修车 说着那人逼到镜前 甚至偷刀威胁 哼的一声 我一拳击出 不及反应 就见那明石刀的光头男子 已经被打飞了出去 顿时现场一片死寂 这 这是高手吗 华国洞金的目瞪口呆 在众人惊恶的注视之下 我又一步步向着那人走不过去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光头男子勉强地从地上坐起身来 满嘴是血 用手一擦半边 牙齿都悉数脱落下来 不经惊恐不已 认不认识这个 我走到镜前 掏出了一枚巴掌大小的台子 见到那枚令台那人 更是达经诗词 龙 龙王令 你怎么会有龙王令 那人如同见鬼的一般 要知道随着老龙王的失踪 龙王令也一同消失了七年 现如今地下龙门 已经是分崩离析 各立为王 以此约定谁能找到龙王令 就能成为新一任的地下龙王 那人做梦也不敢想 传说中的龙王令 竟然出现在了这名年轻人的手中 我收起龙王令冷声道 回去告诉黑龙他们 你们的龙王回来了 让他立即召集其他的龙崽子 明晚到龙门大厦来见我 在目送三人乘车离开后 光头一伙人才从方才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老大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 废话 不让他们走 你能打得过那人吗 光头男子捂着自己的半边 高高中起的脸颊 心中惊骇不已 他这还是头一次被人打得这么惨 更要命的是那人手中 竟然还持有龙王令 走 我们也得赶紧回去 必须得尽快将龙王令的事 告诉黑龙大老才行 龙王令再次现世 肯定会令整个地下势力风云突变 大侠 你真是太鸟了 车上华国栋一手握着方向弹 一手冲着五数人的大拇指 能够一拳震慑住黑龙的手下 这可不是一般的牛逼 要不是第一次见面还不熟悉 华国栋差点就想要当场败事 叶先生 这次多谢你出手相助 赵婉廷内心也十分感激 要不是有幸遇到我 他们这一趟怕是要货财两空 面对二人的道谢 我不以为然 不过有一点我比较好奇 他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赵婉廷从背包中拿出了一尊玉制的佛 就是这个玉佛 一周前我在一场拍卖会上 看中了这个玉佛 想要拍下送给我爷爷作为兽 但没近拍过地下世界的大宝黑龙 但前几日 黑龙突然又联系我 说愿意原价卖给我 交易地点必须来他这边 我一个人来不放心 就邀请了华少一起 但乱乱没想到 还是被黑龙给算解 华国栋也气愤的一锤方向盘 路道 这个黑龙真是无法无天 早知道就从我爹那里 带点人一起过来 这要是在燕京城内 给他使得胆子也不敢 我看了一眼那块玉佛 发现玉虽然是快红 但玉佛内似乎被什么人给施了种 半藏拳机 这块玉佛乃是邪物 最好处理点 以免害人害己 什么 邪物 二人一听都有些难以置信 拍卖会上介绍说 这块玉佛可是有高僧开过光的 赵婉婷笑着补充 我见他们不幸便不再多言 二人见我就此沉默 也自以为我刚才是在开玩笑 虽然他很能打 但隔行如隔山 哪能懂什么玉石 却不知我在监狱的第三十三位师傅 就是补完玉石的行家 拎到帝王部间 倒败国宝被判终身监警 我从他那里 练就一双明练真伪的黄金眼 郑玉佛的古怪之处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总之 这一次多亏了能遇到叶先生 赵婉婷笑着说道 真不知道该如何谢你才好 你们也不必谢我 我本没打算帮忙 是那群人非要让我下车的 不过我的忙也不是白帮的 刚才我先后出手帮了你们两次 得加钱 顿时 车内一阵寂静 华国栋和赵婉婷二人 面面相去 没想到我竟如此之间 哈哈 大侠还真是快人快语啊 华国风笑了笑 嗯 叶先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的确不能让你来出手 赵婉婷也开口问道 叶先生想要多少筹金 钱对于他们两家 都是不缺的 我想了想自己出来炸倒 身无分文 于是随口报了个数 那就给两百万吧 赵婉婷二话没说 红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卡里有一百万 下次见面我再把剩余的钱给你 很快华国栋驱车 来到了燕京的御龙山庄别墅区 大侠 你住在这里吗 华国栋停下车 我看向窗外熟悉的景 五年了物是人非 曾经这里的确是自己的家 但是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望着我远去的背影 赵婉婷猛然想起一则新闻 啊 我想起来了 说着 赵婉婷连忙拿出手机 翻找出了今早的一条新闻 赵婉婷后知后觉 此时御龙山庄一栋豪华别墅内 一个雍容华贵的中年妇人 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一则新闻 本台快讯 燕郊黄牙山附近 发现坠崖车辆 阿抱他们干得不错 许如云满意地点头 回来重重有赏 嘿嘿 我大哥的命还真是硬 在那种地方待了五年都没死 不过这次 怕是没那么幸运 但这是电视画面一种 对着了车内的惨犯 记者继续播报 车内共有七名死者 全部遇难 什么 许如云一步冲到了电视前 紧紧盯着上面死者的画面 这怎么可能 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以及死不明目的死者 都直记他的内心 他做梦也没有想 死的竟然都是自己的人 报数他们都死了 叶泽也惊得丢下手机 那我大哥呢 轰隆 这是家里的大门 被人一眼揣开 一阵狂风 席卷来 门外一众庸人拦堵不下 只能力圈到 大少爷息怒 有什么事 等老爷回来再说吧 大少爷 听到这个称呼 母子二人如触电一般 惊恶地回头 见到我如鬼神似的 出现在了自家门口 都不禁打了个冷战 是你 许如云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你竟然还活着 我不仅还活着 而且还活得很好 是你杀了报数他们 叶泽追问他 你是说接我出狱的那些人吗 放心他们走得很安详 一任风吼 他们甚至都来不及感受到头 叶泽气得咬牙切齿 虽然阿报他们是大手 但却能帮叶泽在学校里立威 因此叶泽对阿报的这些人 还是很依赖 甚至亲切地称呼为报数 许如云很快镇定下来 怒斥道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这个家族的耻辱 百类 说着许如云丢出一张暴楼 今早叶家已经对外发出声明 让你永久逐出家门 你再也不是叶家人吗 我们也没你这个儿子 识相的就快点滚吧 许如云刚昂着头颅 用看丧家之犬一般的眼神蔑视者 快滚 我也没你这个蹲过监狱的恶 说出去多丢人 叶泽也鄙夷的驱赶 我来此 还有未完之时 我有力地说着 继续迈步前进 你要干什么 面对步步逼近的我 许如云有些胆怯 大少爷 你快走吧 不要再闹了 是啊 你都已经蹲过一次大牢了 难道还想再进去吗 管家呢 快点拿点钱送大少爷出来 家里的佣人们见状一拥而上 想要拦住我替体分忧 你看 我一声怒斥顿时喝退众人 此时的我仿佛化身为一柄利捷 令旁人不敢接近 你想干什么 弟弟叶泽挡在了母亲身前 指着我施骂道 你已经不是叶家的人了 这里也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我一手伸出犹如死神一般 紧紧攥住了叶泽的咽喉 掌胸如腹 在我面前拿有你说话的粉 刷的一声 我随手一甩就如同丢弃一件垃圾 将叶泽重重地甩飞出去 则二 许如云见状不惊又惊又怒 你敢打我儿子 我不光敢打他 我还敢打你 我一个耳光甩了过去 顿时将许如云重重地打倒在地 这一巴掌 打你教祖无方 清脆的耳光声也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众人没想到我出于刚回来 就能掌规记忆 这真是翻天了 你敢打我 许如云也被打懵了 捂着脸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回答他的是第二剂又重又急的耳光 再次将他打翻在地 这一巴掌 打你挑拨了一件乱舞业家 许如云感觉脑子嗡嗡的 小畜生 又是一剂响亮的耳光 这一巴掌 打你蛇蟹心肠 害我五年牢狱之苦 许如云又一次被打翻在地 已被我的气势给震慑住 说不出话 这一巴掌 叶峰想到了金允一 以及当年车祸的所有受害者 这一巴掌 是为当年那场车 一死欺伤的所有受害者罢了 许如云的嘴角鲜血直流 这一巴掌是让你记住 我叶峰 回来了 许如云的脸颊高高冢起 众目睽睽之下竟被妻子反复抽打 这对许如云这种豪门阔态来说 简直是奇迟大人 他怒过无心气的浑身发抖 说不出话来 你让我做了五年牢 我先还给你这五个耳光 但别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这只是一个开始 你还敢怎样 许如云怒视我冷冷的回应 你要有种就杀了我 杀你 哈哈哈哈 现在的我杀你如杀猪狗 我会亲手拿回属于叶家的遗弃 我也会将我所受到的苦难 十倍百倍的奉还到你身上 你给我好好看着 等着吧 我转身离去留下一众佣人们面面相许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大少爷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刚才的气势好吓人了 太太 小少爷 你们没事吧 母子二人被众人搀扶起来 妈 他打我 叶则感觉浑身酸痛 扑丧着脸长这么大 还没人敢打我 许如云也捂着火辣辣的脸颊 惊怒交加 都给我滚出去 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你们要是敢传出去半点 我割了你们的舌头 许如云咆哮着将佣人们都赶出去 而后许如云拿出手机 拨出一个号码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扑服 大哥 那个小畜生回来了 他还打了我 你要为我报仇啊 就是叶峰那个小畜生 他还活着 你快找一些狠人 替我弄死他 此时 电话的另一段一个中年男子 正躺在一张奢华而宽敖的大床上 左右有两位妙龄美女 此人正是许如云的大哥 许如海 许家在燕京位列时大豪福 许如海身为家族的继承人之一 更是首眼通天 在听完妹妹的哭诉后 许如海的脸色也逐渐阴沉下来 吓得两旁的美女们也失去的推行 那个小畜生竟然还没死 还真是命大呀 妹子别哭了 哥替你做主 我马上派人去抓那小子 一点一点火光了他 夜晚凉风阵阵 月色一人 在离开叶家后 我预计在胸中多年的一口闷气 终于得以师父 整个人也不由得轻松了许多 不过 自己现在 一没有金钱 二没有权势 三没有势力 单枪匹马面对叶家 无异于皮肤和大叔 但 这些马上就会有了 那就先去见一见三师父的人吧 我的三师父 是曾经的世界神父 虽然如今家世中落 但仍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可助自己城市 这时突然手机一震 是赵婉婷打来的 夜先生 今晚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顿饭 顺便把剩下的那一百万筹谢一并给你 好 见天色以往我也有点饿 于是答应下来 来到约定好的一家七星级大酒店 我走进一楼大厅内部装潢奢华 灯红酒绿 叶峰在用餐的人群之中 没有看到赵婉 反而见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 苏珊 我主动上前微笑着打招呼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苏珊漫不经心的抬头 但在见到我的一瞬间眼眸中流露出惊讶 叶峰 苏珊激动地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对方 确认没有认错人才开口追问 你出来了 我点了点头 今天刚出来 太好了 苏珊由衷地替叶峰感到开心 两人曾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 甚至还做过一学期的工作 毕业后我锒铛入狱 苏珊也是唯一去监狱里看望过我 这一扇举令我永远铭记于心 因为这对内侍正深处痛苦与绝望中的我而言 无亚于一束光给了我堅持下去的勇气 当时我就在心中发誓 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活着走出监狱 一定要报答这份恩情 只是没想到今天出狱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她 苏珊招待我坐下两人相谈甚快 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吗 怎么还不点菜 我见桌上空空 刚要叫服务员点菜 苏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来跟我相亲的吗 怎么还有其他男人在这里 这时突然走来一个大富贤贤的男子站在桌旁 就像发现妻子出轨的丈夫一般 恶狠狠的邓氏主 我抬起头 见到该男子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人高马大 一身名牌 富贵逼人只不过年纪轻轻的她 这有些微粗脚步虚弱 眼眶泛黑显然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苏珊要跟这个男人相亲 我眉头一皱很显然眼前之人 绝非良配 对不起 谢少 苏珊尴尬的起身连忙解释 这是我的同学 我不管她是谁 谢少指着我用命令的口吻道 马上给老子滚蛋 苏珊是我的女人 最好也有什么非分之下 快滚 我对此人第一印象就不好 又见她无言会辅 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苏珊 要不是看待苏珊在场 我早就一巴掌将她抽飞了 苏珊 咱们也有好些年没见了 今天我请客你就不要消什么气了 再说了 这种人也配不上 此话一出一逃的谢少顿时诈服 我不配 难道你这样的穷小子就配了 谢少打量着我见我一身的地摊货 浑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五十块钱 认定是穷光弹衣 怎能跟一身名牌的自己相提并不 你还想打肿脸虫胖吗 请客吃饭 哈哈 你也不看看菜单上面的饭台 是你能消费得起 这顿饭我来请 你请 谢少见苏珊静开口主动维护那穷小子 跟自己作对 心中更加不爽 服务员 谢少立即招来了服务员 训斥道 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是妈妈狗狗放起来 这种臭药饭的 也配跟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吗 我们的会员费白交了吗 服务员被劈头盖脸的臭骂一顿 也只能不停地道歉 因为谢少可是酒店的高级会员 每年都要在这里消费几十万 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再看作者的夜风衣着平底 服务员也不免以一曲人准备将其劝 这位先生请问你准备点餐吗 我们正要点 苏珊抢先一步道 拔菜单来 服务员并没有动扇扇一笑道 因为我们接到客人的投诉 所以在点餐之前 需要对二位进行验资 看是否有在这里消费的 听到验资苏珊一下子也老火了起来 怎么 怕我们掏不起饭钱吗 真是狗眼看人低 苏珊对夜风道 走 我们换个地方吃饭 我平静地摇头示意苏珊烧安勿躁 不就是验资吗 那就让他们验好吗 说着我拿出赵婉婷给自己的银行卡 让服务员随便去言 装枪做事 谢少没想到我还真敢验资 不禁冷笑连连 我倒要看看你卡里能有多少钱 敢在我面前装 这边的吵闹声也引来了周围客人的关注 有不少认识谢少的熟人也跟着帮枪请 谢少 什么事要发这么大的话 要不要我帮忙叫人 小事而已不必诸位费心 这小子不识好歹 我已经让服务员对他验资了 马上就能将他赶走 众人一听验资 也立即来了兴致 一看就是个穷小子 卡里能有几个钱 省吃俭用在这里吃一顿回去 得吃一个月泡面吧 要是能超过十万 我当场把这张桌子吃了 就在众人都等着想要看我笑话的时候 服务员也急匆匆地走了回来 怎么样 他卡里是不是没几个钱 连交会员费的资格都没有 谢少冷冷地闹 快点将这小子撵出去 不料这次服务员并没有理会谢少的无理取消 反而将银行卡双手奉上环表 叶先生这是您的卡 这是菜单 刚才有一点误会起零件的 二位可以点餐了 祝您用餐愉快 周围人见状暗暗称奇 这和他们预想的情况不太一样 怎么回事 谢少一瞪眼质问服务员 一验完资不应该赶他走吗 怎么反倒伺候起来了 谢少 我想您是误会 这位先生卡里的余额 足够在这里消费的 他有多少钱 谢少不信 一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众人不由的一惊 纷纷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 要知道一百万虽然不多但也不少 即便是在场不乏有千万富翁 甚至身价上瘾 但他们大部分的资产 也都在不动产户 先有卡里会有上百万的余额 就拿谢少来说 此时让他拿一百万出去 他也掏不出来没那么多钱 谢少眼中的穷小子 没想到随手掏出来的钱 比自己还多 这下就干大了 不可能吧 你有没有厌对啊 谢少紧紧盯着我仍有些难以置信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拆迁户 不对 我怎么看这小子有些眼熟啊 谢少仔细观察着 我越看越觉得好在哪里见 我想起来了 你是 你是今早新闻上说的那个 刚刚出狱又被逐出家族叶家大哨 叶峰 叶家大哨 叶峰 这个称呼一出口 顿时又引起了在场份人的主意 就算没看过今早新闻的 但是身在燕京 谁会不知叶家的威名 自从与十大豪族之一的许家联姻后 叶家发展去比 也已跻身进入了十大豪族的行列 生事显赫无人不知 谢少顿时明白过来 我卡里的钱是怎么回事 于是冷笑道 看来你卡里的一百万 是被逐出家门的分家费 一百万就把你给打发走了 真是廉价呀 来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卡里有一百万的客人 就是曾经的叶家大哨叶峰 原来他就是当年开车 撞死人的叶家大哨 那件事可是闹得沸沸扬扬了 呵呵 有钱就是好 撞死了人才怕五年 怎么没枪毙了他呢 怎么高档餐厅 能允许一个有钱科的劳改犯金 万一他发起风来 在商人怎么办 一时间针对我的声音 又逐渐大了起来 谢少顿闹够了没有 苏珊看不下去了 立即出声制止 我要和我的同学吃饭 请你离开 苏珊你最好搞清楚 你面前坐着的 已经不是什么业家大哨 而是被家族逐出 并且撞死过人 蹲了五年牢的劳改犯 你跟这种人在一起 不觉得丢人吗 就算你图他那一百万 那也不过是坐视山空 像他这样的纹固大哨 很快就会恢婚的空 苏珊道 我跟什么人在一起 不用你管 请你离开 我离开 谢少不服气地冷哼一声 苏珊 你别忘了今晚 可是咱们俩相亲的日子 跟你相亲 不过是为了应付我父母而已 苏珊冷声道 我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上你 什么 听了苏珊的这番大实话 对一项自我感觉良好的 谢少不亚于当头棒 竟然为了这小子而拒绝我 谢少彻底怒了 别忘了 你父母还求我帮忙 想让你进入到 赵氏集团的总公司工作 我是人事部的经理 你得罪了我 这辈子也别想进入 这种大公司了 我会在全行业绷杀你 文言 苏珊的脸色微微一明 她紧抿嘴唇 也有些后悔刚才的言行 不去就不去 苏珊倔强地道 燕京有的是公司 我不信还找不到工作 我听到赵氏集团的字眼 心想不知赵婉婷 跟这家公司有没有关系 是否能帮上忙 不用担心 你工作上的事情 我可以帮忙 我出声安慰 毕竟苏珊是为了自己 才得罪了小人 但一旁的谢少文言 却忍不住讥笑 帮忙 你能帮什么忙 你以为自己 还是从前那个叶家大少王 就算你那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这里 也不敢说这种大话 因为赵家克 比你们叶家厉害多了 我看在苏珊的面子上 一再隐忍 可对方哪壶不开梯哪壶 竟又提到了 同父异母的叶子 说够了吗 我问道 怎么 管我 谢少不谢 说够了就马上给我滚 我冷声警告 我今天不想打人 谢少对我的警告 当作耳旁风 甚至还在一旁 张牙舞爪继续挺行 打人 我看你敢动我 一根汗毛试试 离开了叶家 你连个屁都不是 还想打我 来 打我试试 说着谢少还主动 将自己的脸送了上去 以为我也就是口头上逞强 根本不敢动手 我从未见过如此要求 只好如他所愿了 我一个耳光 顿时将谢少抽飞出去 荒荡 又是一声巨响 谢少撞到了身后的一张餐桌上 剩菜剩饭又撒了他一身 顿时 除了挨打的谢少 发出阵阵哀号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笑我 没想到他竟然 还真的敢动手 苏珊也被我这一举动 吓了一滴 脸色大变 遭了这下麻烦大了 我 你快逃吧 苏珊不知该如何是好 第一个念头 就是让我先逃出去 避避风头 为什么要逃 我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是他主动伸过脸来让我打的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逞强了 苏珊都快要急死了 不用担心 没事的 我一边安慰苏珊 一边催促服务员 快点上菜 周围客人见我打了人 还这般有恃无恐 但无不泽泽成喜 这叶少不会是 蹲过一次大牢的人 看来已经是不在我面 今天刚出狱就敢打人闹事 这下怕是又要进去 待一段时间了 听说这谢少的父亲 就是衙门里的人 没了家族撑腰 这姓叶的再进去 至少也得蹲个一年半岁 哗啦 又是一阵碗碟摔碎的声音 谢少亮亮呛呛地 从地上爬起身来 捂着半张高高肿起的脸颊 惊怒交加 一连吆喝了几声 结果餐厅里的服务员和保安 只是站着 没有人行动 怎么 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啊 我爹可是府衙的主部 你们要是不协助我抓人 待会儿也给你们治罪 在谢少威逼的诱之下 服务员只能带着保安 围了上来 臭小子 你死定了 谢少恨得咬牙切齿 等你被抓到府衙大牢里 我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宣闹间 叶峰仍平静如常 大有一副 泰山崩于前 而窥然不动的态势 叶先生 抱歉 你在我们这里打了人 我们也有责任 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服务员现场调解 你还跟他费什么话 谢少催促道 快把这新叶的抓起来 这时 就连周围的客人们 也纷纷起哄和附和 我们可以给谢少做人证 没错 我看见是叶峰先动手打的人 这种顺水人情 谁不乐意 我看谁敢动叶先生 就在这时 二楼突然传来一声娇翅声 伴随着一阵高跟鞋 踩踏地面的声音 只见从二楼 走下来 一位华裔盛装的美女 赵大小姐 这位赵婉婷大小姐 就是赵老爷子 最宠爱的小孙女 如今赵氏集团的副总裁 听说赵家的老爷子 今晚就在楼上过八十大寿 赵婉婷的现身 立即压住了 有些混乱的场面 不仅令现场的客人们 闭嘴肃穆 就连谢少本人 也有些傻眼了 赵副总 这可是他的顶头上司 赵氏集团的副总裁 谢少做梦也不会想到 赵家的大小姐 竟然会为叶峰 这个丧家之犬说话 赵婉婷走下楼来 站到了叶峰的桌前 再次宣布道 叶峰是我今晚邀请来的贵客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一句话 吓得服务员和保安们 迅速推散 而其他看热闹的客人 也纷纷埋头干饭 不敢再多言 谢少 最后 赵婉婷的目光 又落到了谢少的身上 虽然不清楚 二人因和结怨 但叶峰是自己请来的客人 所以他保定了 没 没事 谢少善善一笑 刚刚只是一点小误会 没事了 我先走了 说着 谢少不敢跟赵家为敌 只能认栽 灰溜溜地离开 但走出大厦后 谢少的脸色 也逐渐阴沉下来 被人当众打了耳光 那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 谢少又怎么可能 咽下这口恶气 虽然他不敢得罪赵婉婷 不敢当场跟赵家为敌 但是再找机会抓叶峰 还是很容易的 谢少站在大厦外 拿出手机 给父亲打去了一个电话 爸 你快派几个差人过来帮忙 我被人给打了 第九章 亲自敬酒 叶先生 真是抱歉 我来晚了 赵婉婷向叶峰表示歉意 今晚 是他爷爷八十大寿的生日 宴会就在楼上 而赵婉婷邀请叶峰来这里吃饭 也是为了顺便带他参加爷爷的生日宴 让爷爷见一见 毕竟 今天多亏了叶峰 他才能带着那块玉佛 平安归来 爷爷对那块玉佛 爱不释手 在听闻了他们半路的遭遇后 也说要好好谢谢人家 叶先生 今晚我们赵家在这里宴请 为我爷爷祝寿 我爷爷就在楼上 他也很想要见你 想当面为你道谢 请跟我来吧 赵婉婷主动邀请道 能够得到赵家的邀请 对大多数人而言 都是无上的荣耀 因为那种圈子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挤进去的 周围的客人们听闻 都不禁羡慕不已 同时又好奇 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叶家大少 不是已经被叶家除名了吗 为何赵家大小姐 还像是八姐讨好她似的 这不科学啊 不必了 叶峰婉拒 今晚正巧在这里 遇到了一个老同学 我们就在这里随便吃一顿饭 就不上去打扰了 闻言 赵婉婷看了苏珊一眼 发现对方的美貌 不在自己之下 心想这或许是叶先生的女朋友吧 那好吧 赵婉婷点头 也不再强求 你们随便点 账我来付 哦 对了 说着 赵婉婷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拿出了一张卡 递了上去 这是剩下的一百万 叶峰看了一眼卡 并没有收 而是想到了另外一桩饰 刚才那个谢少 你认识吗 赵婉婷点头 她是我们公司的人事部门的经理 刚才不知她 怎么得罪你了 我代她向你道歉 这钱 我就不要了 叶峰又将银行卡 推了回去 但我希望你 也能帮我一个忙 叶先生请说 把那个谢少 从你们公司开除 然后让我这位同学 去顶替谢少的经理职位 你看可以吗 文言 赵婉婷一正 然后又看了一眼苏珊 同时 苏珊也是一惊 她甚至还没有 从刚才的事情中 缓过神来 结果就听到叶峰 要给自己安排工作 还是去顶替谢少 在公司里的职位 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 你是什么文凭 有相关工作经验吗 想来我们公司上班吗 赵婉婷简单询问了几个问题 苏珊都一一回答了 好 那你明天 就来公司报道吧 赵婉婷答应了叶峰的要求 并收回了银行卡 倒不是她不舍的这一百万 而是她清楚 叶峰刑事原则 既然她将这卡退回 就绝不会再收的 既然是叶先生开口 这点小忙 当然是没问题 多谢 叶峰出狱 终于能帮上苏珊一点忙 也算是举手之劳了 随后 两人又闲聊几句 赵婉婷返回楼上去了 直到赵婉婷离开后 寂静的大厅 这才终于有了声响 众人震惊地频频回头 望向叶峰 仍有些难以置信 这叶家大少 真的被家族给赶出来了吗 怎么感觉 还是那么牛逼啊 连赵家大小姐 都要给她面子 真是不得了啊 一句话就能把谢少 给开除了 谢少还以为捏了个软柿子 没想到却碰到硬茶了 关键是 刚才赵大小姐邀请的小子 上楼参加老爷子的生日寿宴 她竟然还直接拒绝了 价台真大 客人们一番焦头接耳 嘖嘖称奇 叶峰 你 你是怎么认识赵大小姐的 苏珊也有些惊得合不拢嘴 你们很熟吗 她说 让我明天去公司报道 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叶峰笑道 既然是赵家自己的公司 她当然不会玩笑 你明天尽管去好了 说话间 服务员也已经陆续 端上了美味佳肴 其中有许多是叶峰 根本就没有点的 显然是赵婉婷专门安排的 二人一边闲聊酗旧 一边用餐之际 突然现场 又传来了一阵嘈杂之声 天哪 快看是谁来了 是赵家的家主 赵老爷子 真的是他老人家 叶峰抬头一看 只见从二楼 走下一行人来 为首的一名老者 鹤发童年 精神绝朔 端着一杯红酒 率众向叶峰这边走来 你就是叶峰吧 多谢你今天救了我的小孙女 我来给你敬一杯酒 略表谢意 赵家老爷子 竟亲自下楼 来向叶峰敬酒 这一幕 顿时惊得在场的所有人 下巴都快要掉地上了 第十章 将死之人 赵家老爷子 何许人也 何等身份 曾经六部之一的户部尚书 官居良品 掌管全国的土地 赋税 户籍 军须 俸禄 良享 财政收支等 在位期间又有赵财神的称号 后 吉留永退 结甲归田 又投身进入商界 一手打造出了赵氏集团这样的商业帝国 义军突起 并迅速击身 进入世界一百强的行列 如今 赵家所掌握的财富 不敢说富可敌国 但放眼整个大厦 那也是位列前三甲的存在 为官时 位及人臣 为伤时 又能富甲一方 纵观赵老爷子的一生 充满了传奇色彩 是少有的在官运和商运上 都能哼通地弄潮 今日 是赵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本就是喜庆的日子 又得到小孙女赠送的一块玉佛 爱不是手 而且不是怎店 拿到玉佛以后 赵老爷子的精神头更胜 红光满面 一下子像是年轻了十岁似的 又听闻小孙女赵婉婷 讲述争夺玉佛的一波三折 这个黑龙王 真是无法无天 连我赵家都敢坑 看来得找个人 去敲打敲打了 赵老爷子既恨黑龙王的反复 同时又对出手帮忙的叶峰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叶家的那小子吗 当年的那场车祸 闹得沸沸扬扬 我倒是也有所耳闻 那小子坐了几年牢 反而变得更厉害了 还真是天下奇事 若真能如此 以后我赵家不成器的小辈 也都丢进监狱锻炼去 于是赵老爷子亲自执酒 率众走下楼来 一来是他心情大好 再者 也是为了表示感谢叶峰出手 相救孙女婉婷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当然是 想要亲眼见一见蜕变的叶家小子 而与此同时 再见到赵老爷子 竟亲自下楼来敬酒 另一楼大厅里的众人 都是惊恶不已 大家想不明白 这信叶的何得何能啊 能让赵老爷子这样的人物亲自 别说叶峰这样的家族弃子 即便是叶家的老爷子来了 那也只有上楼敬酒的份 现场也唯有叶峰一人 神色如常 而且观赵老爷子的气色 不禁暗暗摇头 原本 老爷子年老体衰 又患有不少慢性病 生命已快走到尽头 而今日 又得了欲佛那邪物 邪气入体 虽看上去红光满面 但实则不过是回光反照而已 入体的邪气 正加速燃烧老人的寿命 只不过本人并不自知 反而感觉良好 叶峰预估 不出三日 老者必轰 小伙子 你就是叶峰吧 嗯 不错 挺有精神的 赵老爷子阅人无数 像他这样的上位者 一般小辈们健老 无不垂手低头 态度紧张又谦卑 但叶峰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竟宠辱不惊 神态自若 不由得令人刮目相看 这下 就连赵老爷子 也不禁心中疑惑 好奇到底是怎样的监狱 他已经跟我说了 要不是有你 出手相救 他现在恐怕得出车祸进医院了 连这玉佛 也要被拿黑龙劫走 说着 赵老爷子竟掏出了 随身携带着的玉佛 爱不释手 来 小伙子 我敬你一杯 多谢赵老 叶峰也同意你一杯 饮完酒后 赵老爷子又洋装生气的责怪孙女 婉婷 这就是你办事不周了 今天是我八十大寿 小叶竟然都已经来了 为何不请上去 一起热闹 我请了呀 赵婉婷委屈苦笑道 叶先生在这里 正巧遇到了一位同学 要陪同学吃饭来着 所以就没来 赵老爷子笑道 这有何难 把他们二人都请上来就是了 人多也热闹吗 赵婉婷笑了笑 他当然也想过 不过相比于跟一群陌生人吃饭 赵婉婷觉得 叶峰应该更愿意跟同学在一起聊天吧 所以才没有强求 二位 赵老爷子再次发出了邀请 今晚是我八十的大寿 既然都已经来了 就一起上来吧 在场中人见赵老爷子 竟亲自邀请 无不羡慕地发狂 这份殊荣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 这姓叶的 还真是走了狗屎运啊 也不知道帮了赵家什么大忙 先是赵大小见 接着是赵老爷子 先后邀请他参加寿宴 这一下 他总不能再拒绝了吧 虽然被叶家逐出家门 但却因此 抱上了赵家这条大腿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苏珊在接到赵老爷子的亲自邀请 虽然是跟着叶峰沾光 但也是受宠若惊 激动不已 先是被赵氏集团破格录取 接着又能参加赵家家主的寿宴 感觉自从见到叶峰后 自己的人生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就在苏珊刚要起身答应下来之时 却不料 叶峰先一步开口拒绝 不必了 我从不与将死之人一起吃饭 什么 将死之人 此话一出 现场的气氛顿时一变 煞时间 鸦雀无声 将死之人 赵老爷子的脸色 也变得阴沉无比 你这话 是指老夫吗 叶峰不答 显然是默认了 哼 赵老爷子也不再多言 拂袖而去 臭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赶在老爷子的寿臣 胡言乱语 赵家众人也都勃然大怒 指着叶峰呵斥一番 而后又纷纷随着老爷子上楼去了 爷爷 叶先生 哎 赵婉婷也没想到 事情竟急转直下 变成这样 他很想要弄清楚 叶峰到底为何说这番话 但又见爷爷动了真怒 于是只好先追上去安慰解释 哗 当赵家众人离开后 现场顿时哗然一片 这小子死定了 他不是疯了吧 敢在赵老爷子的寿臣上 说这种话 万一老爷子真被气出个好歹来 别说这姓叶的 就连整个叶家 恐怕都要跟着遭殃 此刻 苏珊也从刚才的混乱中 回过神来 面露惊恐与不解 叶 叶峰 你刚才那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跟赵家有仇吗 叶峰笑了笑 当然没仇 实话实说而已 算了 我们也走吧 二人刚来到外面 立即被两个穿着制服的官差 给拦住了 你就是叶峰吧 刚才有人报官 说你打人 跟我们回去做个调查吧 第十一章 云上风华 糟了 看到这两人 苏珊顿时一惊 刚才还在担心赵家一事 结果没想到 眼前又遇到了麻烦 很显然 报官之人 自然是那谢少 而那谢少的父亲 就是府上的主部 这两人肯定也是 谢少父亲派来的 一旦真被抓进去 怕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更何况 还是叶峰先动手打的人 就更加难办了 二位大哥 这里面可能有点误会 苏珊还想要帮忙解释 误不误会的 我们不管 总之有人报官 我们只负责拿人 如果是误会的话 一番问询 自然会还你清白 上有三思 下有青天大老爷 难道还怕冤枉你吗 那二人不由分说 要强行抓人 苏珊 你先回家去吧 叶峰平静地道 我跟他们走一趟 把事情解释清楚就行 不用担心 没事的 见叶峰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 苏珊就更加焦急了 心想 怎么可能没事 这可是谢少父子二人 专门给你下的套 你被抓进去 可就难出来了 免不了要挨一顿杀威棒 可是这些话 苏珊又不能明说 搞不好连自己也要被抓去 最终 苏珊只能眼睁睁看着 叶峰被带上了巡逻车 送去了府衙 怎么办 怎么办 苏珊急得团团转 她很想要回到大酒店 去向赵家求助 如果赵家肯帮忙的话 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谢家不敢不放人 但是 当才叶峰一句话 又狠狠地得罪了赵家 如今落得这般下场 赵家恐怕不会再帮忙的了 唉 看来只能去找父亲帮忙了 苏珊的父亲 也在官府里当差 不过只是小小一疏离 虽然希望渺茫 但苏珊也只能先回家 看父亲是否能脱关系了 话分两头 叶峰坐上巡逻车 很快就被押送至官府 快进去 哼 敢打谢哨 待会儿有你好果子吃 一行三人 刚从旁门进入 突然 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公子哥 哟 隔几个 这么晚了 还在忙呢 那二人见了 连忙鞠躬问好 牙内 晚上好 抓了个打人的嫌犯 正要送去审问 公子哥点了点头 道 行 快送进去吧 就在双方擦肩而过之际 那公子哥好奇地 打量了一眼嫌犯 顿时脚下一个亮枪 惊得险些跌倒 叶大侠 真的是你吗 那公子哥一步跨出 挡在了叶峰的身前 呵呵 华少 别来无恙啊 叶峰也早已认出 那年轻公子哥 正是下午开车 送自己回来的华国栋 呵呵 大侠 真的是你啊 华国栋十分开心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那二人见状 不由得一惊 没想到这嫌犯 竟然跟牙内认识 这下可麻烦了 哎 大侠 这是怎么回事啊 寒暄几句后 华国栋又盲问缘由 哦 是这样的 叶峰如实道 刚才有人 主动伸脸过来 让我打 我就打了 没想到他这么小心眼 为这点小事 报官来抓我 华国栋先是饶有兴致地听着 心想 大侠果然还是老样子 也不知 谁这么倒霉 竟栽在了他手上 可是当听闻 叶峰所打之人 竟是谢主布的儿子 而抓叶峰来此 也是谢主布擅自做主 并没有经过正规的流程审批 华国栋不禁大怒 这个谢主布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公器私用 以权谋私 我定要将此事 告知父亲 听他的职 接着 华国栋又对那二人道 回去告诉谢主布 这个人我保了 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 是 呀 见华国栋都这么说了 这二人哪敢再多言 只能放人 大侠息怒 我先送你回去 华国栋又亲自护送叶峰 向外走去 下午的时候 华国栋就敬佩叶峰的身手 羡慕不已 而如今能帮叶峰一个小忙 也显得十分开心 还是回玉龙山庄吗 两人上了车 华国栋问道 不 叶峰爆出了另外一处地名 去丰华山庄 哇 大侠 你去的地方 一个比一个好啊 华国栋嘖嘖撑起 丰华山庄 位于丰华山脚下 依山傍水而建造的别墅群 是燕京赫赫有名的富人区 玉龙山庄比那里一比 简直就是平民窟了 约莫半个小时后 华国栋驱车 来到了群山环绕的别墅区 大侠 这里真的是你家吗 华国栋也跟着下了车 站在山下 看着一栋栋的别墅豪宅 惊叹不已 你住哪边 叶峰放眼望去 记得三师傅说过 最高处的那栋别墅 就是自己的 于是 叶峰顺手一指 道 应该是那个吧 那一栋 华国栋也注意到了 仿佛处在云端之上的独栋豪宅 忽然想到 那不就是前世界首富居住过的云上风华吗 也不知叶峰是在开玩笑 还是说真的 谢了 叶峰跟华国栋挥手告别后 独自向半山腰走去 华国栋在驾车回去的途中 忽然又接到了赵婉婷的电话 赵大小姐 真不好意思啊 今晚我值班 没能参加你爷爷的寿宴 刚一接通电话 华国栋就表达歉意 甚至还想要在电话上 向赵老爷子贺寿 但 赵婉婷却焦急地问道 华少 你知不知道叶峰在哪里 刚刚他还在这边吃饭 结果在下楼找他就不见了 你能不能帮我调一下附近的监控 看看叶峰他去哪里了 嘿嘿 不用掉监控了 你算是找对人了 华国栋笑道 我刚送大侠回的家 怎么了 这么晚 你要找大侠 有什么急事 难道黑龙又派人来捣乱 抢抢那块玉符 不会吧 在燕京 城内 黑龙应该不敢如此放肆 刚才叶峰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我们都没听 结果 结果 赵婉婷越说越急 最后禁哭出声来 这边收演还没有结束 我爷爷突然就昏迷不醒了 华少 你说 你当送的叶峰 快 告诉我他在哪 第十二章 你到底惹了什么人 此时 寿宴现场 已经是乱作一团 刚才老爷子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昏迷不醒了呢 是啊 没有一点迹象 酒也没喝多啊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一定是被刚才那个新叶的小子 胡言乱语给气的 真是晦气啊 看着昏迷不醒的爷爷 赵婉婷急的团团转 不知该如何是好 直到有人提到了叶峰 而后世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对叶峰的声讨 一致认定 是叶峰的那句话 把老爷子给气出了内伤 今天大喜的日子 大浑小子说 那种怪话 来诅咒老爷子 其心可诛 老爷子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赵家 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哎呀 行了 先别抱怨了 快点交救护车吧 很快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将赵老爷子送去了医院 叶峰 赵婉婷也不禁回忆起了 当才叶峰说过的那句话 我从不与将死之人 一起吃饭 将死之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看出来什么了吗 或者 他有办法救爷爷 赵婉婷后悔当时没问清楚 而此时在去楼下找人 哪里还有叶峰的身影 于是 赵婉婷这才跟华国栋通了电话 想要让他帮忙 调附近的监控 寻找叶峰的去向 没想到这要巧 华国栋刚送叶峰回家 风华山庄吗 赵婉婷想要立即动身 去找叶峰 赵大小姐 我看你 还是先不要来了 这时 电话那头的华国栋 在简单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劝道 你就算来找叶峰 又有什么用 大侠只是打架比较厉害 又不懂什么医术 你还不如先去医院 看看老爷子的病情 华国栋是担心 万一今晚老爷子有个好歹 赵婉婷这么来回忆折腾 再见不到老爷子最后一面 今天太晚了 你就算赶过来 叶峰也不一定会见你 而且我也没具体弄清楚 叶峰到底住哪一栋别墅 要不这样吧 等明天你爷爷的病情稳定后 我再陪你来找叶峰 问个明白 文言 赵婉婷也觉得 华国栋的话有道理 十分轻重缓急 还是先去医院陪护爷爷 明天再找叶峰也不迟 对了 华国栋又提醒 大侠的为人 你也是知道的 他的忙事 不会白帮的 你看明天该准备些什么礼物 登门拜访 是啊 赵婉婷突然想到 自己的确不能两手空空的去求人问话 那么 该准备点什么东西呢 总不能再给钱吧 刚才叶峰正请他的同学吃饭 还让我帮忙安排工作 赵婉婷提到这件事 那不是正好 华国栋笑道 你帮了大侠这个忙 作为交换 明天也能再开口 找大侠帮忙了 好 赵婉婷马上打电话 连夜安排苏珊的入职 与此同时 府衙的大堂上 谢少父子二人 正等着派去的官差 将叶峰抓来审问 结果左等右等 都没能等来叶峰的人 人呢 让你们去抓的人呢 谢少的父亲谢安 换来刚才派去的差人一问 才知道 人已经被衙内给带走了 衙内 谢少一惊 没想到信业的那小子 人脉这么广 不只是赵家的大小姐 连知府的大公子华国栋 都认识 你到底惹了什么人 谢安也有些紧张起来 怎么会跟衙内相熟 万一衙内追究起来这件事 恐怕连主部谢安 都要吃不了多着走了 就在谢少不知所措之际 突然公司也打来了电话 奇怪 这大半夜的 公司怎么会打来电话 谢少纳闷 难道要加班 谢经理 抱歉这么晚打扰 对面平静地说道 很遗憾地通知您 董事会突然临时决定 您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是 什么 谢少一个机灵 你再说一遍 你被开除了 具体原因 我也不清楚 明天你可以来收拾你的东西了 啪 谢少的手机落在了地上 整个人手脚冰凉 怎么了 谢安见儿子 神色异常 连忙询问 我突然被公司给开除了 谢少喃喃自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啪 谢安一个耳光 就抽了过去 将儿子打倒在地 你这孽子 还问为什么 这分明就是你 得罪了不该得罪 也得罪不起的人 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今晚要抓的那个叶峰 弄不好 我也要被你给害死了 就在这时 堂外又是一阵喧闹 大人 你要的人 真的不在我们这里啊 说话间 一群身着飞于服的人 冲了进来 外面的牙医 根本无力拦阻 谢安一看 心下一惊 这可是燕京卫啊 慌得他连忙起身下摆 不知指挥室大人驾到 有失远迎 为首一名女子 英姿飒爽 傲气逼人 正是燕京卫指挥室金吕一 谢主布 金吕一冷声道 听说你们抓来一个叫叶峰的犯人 人呢 交出来 以后 这个人的所有案卷 都将交由我们都尉府 来审理 谢安一听 又是来要人的 先是牙内亲自放人 接着就连燕京卫指挥室 也来亲自要人 这个叫叶峰的 到底是何方神圣 人脉尽如此之广 谢安越想越是后怕 不知这次胡乱抓人 竟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 不觉间冷汗射了后背 大人饶命 人已经放走了 是画国动画牙内亲自放的人 小的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被人放走了 金吕一文言 秀眉微醋 心中不爽 竟扑了个空 叶峰 这次算你好运 下次可别落在我的手上 走 金吕一一转身 率重离去 谢安下的半天 才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对着儿子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看你闯的大祸 都惊动燕京卫指挥室了 你想害死老子 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孽子 第十三章 被录用了 另一边 苏珊家中也爆发了一场争执 爸 你就帮我打个电话问一问 我那个同学 到底怎么样了 苏珊要求自己的父亲 动用关系 打听一下情况 不行 在得知了被抓的人是叶峰后 苏珊的父亲 说什么也不肯帮忙 并且勒令女儿 必须跟那小子划清界限 当年车祸之时 苏珊就曾拜托过父亲 帮忙调查真相 因此 苏珊的父亲 对这个叫叶峰的 还有些印象 他一个蹲过监狱的垃圾 你跟他联系什么 他被抓进去 也是活该 身是狗改不了吃屎 才刚放出来又打架 而且还打了谢主布的儿子 真是胆大包天 他以为自己还是从前 那个无法无天的叶家少爷 一旁 苏珊的母亲也帮腔道 珊珊啊 不是妈说你 今晚你不好好相信 还帮着你那同学 把人家谢主布的儿子 给打了 这项花吗 你爸还是谢主布的手下工作 出了这档子时 以后还怎么见面 这不是成仇家了吗 搞不好还会被针对 苏珊的父亲 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力 说破了天 也只是个例 而人家谢主布 可是这儿八经的九品官 就算芝麻力大小的官 也在立上头 哎 我被针对 倒也没什么 苏珊的父亲 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只是这么一闹 珊珊你的工作就别想了 人家谢主布的儿子 可是赵氏集团总公司 的人事部门的经理 原本想着 借这一次的相亲 让你们两人认识一下 就算亲事不成 也能拖他这一层关系 顺利进入赵氏集团 这种大公司工作 现在 你得罪了他 别说赵氏集团 人家随便一个电话 燕京这些个大公司 恐怕都不会要你了 提到工作 苏珊忍不住反驳道 工作上的事 叶峰已经帮我安排好了 正巧她认识 赵家的赵婉婷大小姐 赵大小姐亲口说的 让我明天去他们公司报道 只不过 后来叶峰又一句话 得罪了赵家 不知道这份许诺 是否还能兑现 因此 苏珊说着说着 声音越来越多 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再看父母的眼中 那就是在撒谎 啊 你维护那小子 也找个好点的借口 他自身都难保了 还帮你安排工作 苏珊的父亲冷笑道 就是 还认识赵家大小姐 你干脆帮她说 认识赵家的老爷子 不更好 一句话 让你顶替谢少 去当人事部的经理 苏珊的母亲 也摇头苦笑 文言 苏珊心说 赵老爷子还真认识 人家今晚 还向叶峰敬酒来着 只不过这种真话 说了反而也没人会信 苏珊干脆转移话题 继续要求父亲 爸 你就打电话问问吧 说不定现在快要用行了 你也帮忙求求情啊 想都别想 苏珊的父亲厌恶得到 像他这种人 早点断了关系为好 我怎么可能再替他求情 你要不打电话 那我就亲自过去看看 苏珊赌气道 你敢 苏珊父亲怒道 你敢踏出这个门 我打断你的腿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苏珊的母亲打开门 竟然是一份加急的快递 奇怪 这么晚了 谁送快递过来啊 打开快递 一家三口都惊呆了 那竟然是一份入职通知 同时还送来了 工作的制服和公牌 苏珊的父亲 打开入职通知一看 顿时惊呆了 赵氏集团总公司的 入职通知书 职位竟然是 人事部的经理 怎么可能 苏珊的母亲也难以置信 那个职位 不是谢少的吗 这是恶作剧吗 苏珊父亲摇头道 上面带有赵氏集团的公章 怎么可能有假 谁敢随便伪造公章啊 这可是犯法呢 然后 夫妻二人 同时看向女儿 虽然有些不敢相信 但事实胜于雄辩 珊珊 真的被赵氏集团给录用了 苏珊看着那份入职通知 录出了会心的微笑 我说了 是通过叶峰的关系 已经被赵氏集团破格录取了 你们还不信 夫妻二人这一下 彻底没话说了 如果真是那小子帮的忙 苏珊的父亲也松口道 那我也打个电话 问问他现在的情况吧 接着 苏珊的父亲打了一通电话 得知叶峰已经被人接走了 苏珊这才放下心来 叶峰道谢 叶峰的手机怎么一直都打不通 风划山脚下 金履一没能捉拿到叶峰 转而返回到了这片别墅区 来见叶峰 咦 那是 金履一无意中 看到半山腰上的那栋别墅 有一个熟悉的人影 一闪而过 走进了别墅 叶峰 怎么会是他 他怎么会在云上风划 金履一定了定神 然后摇头苦笑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抓他的想法 现在看谁都像他 一定是我多心了 接着 金履一走进了山脚下的一栋别墅 义富 金履一在后院 找到了整座打拳的义富 这么晚了 还在练拳啊 只见一位求然老者 六十多岁的年纪 一拳一脚 虎虎生微 仿佛脖子以下 只有三十岁似的 此人 正是大厦九州之一的幽州战神 嗯 年纪大了 手脚也不灵活了 再也不努力 可要被你们这些后辈赶超了 老人收拳笑了笑 当年的那一场车祸 令金履一成为了孤儿 被这位老人收为义女 并传授了他一身本领 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么晚了 还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两人来到客厅坐下后 老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义富 你看看这个 金履一拿出了一件东西 那是一颗葡萄紫般大小的粉钻 今天的新闻 你看了吗 有一辆坠崖的车辆 我正巧路过 并在车上找到了这个 而在当年撞死我母亲的 那辆肇事车辆上 也曾有过 第十四章 我及时靠山 嗯 老人捏起粉钻 细细观看一番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你的意思是 金履一继续道 这种粉钻 十分稀有 市面上也并不常见 而且我专门拿去找 相关专家做了鉴定 发现这颗粉钻 和上一次的那颗粉钻 竟然是一对 老人立即明白过来 道 你是怀疑 那七名死者 跟当年那起车祸有关 我不知道 金履一摇头 但我已经派人继续调查了 说不定能挖出一点什么来 都过去这么久了 老人微微叹了口气 他以为金履一 从当年那装饰中走出来了 没想到还耿耿于怀 那个人 应该也已经被放出来了吧 那个人 自然说的是叶峰 金履一脸色一领 银牙暗咬道 我遵照了义父你的教诲 即便是对这种人渣 我也忍住没有开枪 但我一定会把他再抓回去的 一定 要不是老人这些年的 悉心引导和培养 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气 将他引入正途 今天再次见面 他肯定会开枪报仇了 有些事情 也该放下了 老人劝道 你有自己的人生 何必跟那小子 再纠缠在一起呢 杀母之仇 不共戴天 金履一咬牙切齿地道 如果当年之事 他还有同伙的话 我也一定会将他们 一网打尽的 老人见劝说不动 也不再多言 这么多年相处 老人也知道 母亲是这个孩子的软肋 也是他的逆龄 处之嫉怒 随着当年的肇事者出狱 只希望这些人 不要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才好 对了义父 金履一收起那枚粉钻 又好奇地询问 我刚才来时 见半山腰的那栋别墅 附近有人 那栋别墅 到底有没有住人啊 提到云上风华那栋别墅 老人不由地起身 站在窗边 向那边望了一眼 并重重叹了口气 那里 也住着一个可怜人啊 此时 云上风华别墅内部 里面黑漆漆的 甚至连灯都不知坏了多久 别墅内的陈设 横七竖八 胡乱摆放着 仿佛经历过喜结一般 这里曾经辉煌过 但也掩饰不住 如今的衰败 叶峰走进了别墅 并见到了居住在里面 那个如幽灵一般的女孩 她高高瘦瘦 穿着一身白色的睡衣 走起路来轻得像猫 脸色惨白如纸 再配上周围阴森荒凉的背景 第一眼真会给人一种 女鬼出没的感觉 你就是白薇薇吧 叶峰很自然地坐在了一张 满是灰尘的沙发上 是你哥让我来找你的 我哥 提到自己的哥哥 白薇薇那毫无生机的眼中 才突然有了一抹异彩 你是谁 我哥怎么会派你来 我叫叶峰 叶峰开门见山 是你哥的育友 白薇薇也想坐下 忽然发现大厅里 就剩下那么一张沙发了 索性席地而坐 你是怎么出来的 白薇薇好奇地问 我哥被关押的地方 不是没人能出来吗 我的行期是五年 叶峰道 所以就出来了 但是你哥他们 除非越狱成功 不然很难再出来了 唉 白薇薇轻轻叹了口气 本以为有了转机 结果还是老样子 白薇薇的哥哥白手奇 是一位商业奇才 曾坐上过世界首富的宝座 三十岁发迹 到四十岁人生巅峰 而后轰然倒塌 他的人生 就如同过山车一般 直到入狱 彻底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叶峰在狱中 与白手奇是一师一友 因为白手奇的年纪也不大 不过四十多岁 而白手奇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这个 与他同父一母小二十岁的妹妹 白手奇除了希望叶峰能帮自己 照顾好妹妹外 同时还要求叶峰能将他的商业帝国 重新启动 带回巅峰 我会帮你们东山再起的 叶峰道 这也是你哥的心愿 但白薇薇对此 却反应平平 没用的 白薇薇平静地道 就算再起来一百次也没用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会失败吗 为什么 其实原因 早已听白手奇总结过无数次了 因为我哥没有靠山 白薇薇道 我哥是真正的白手奇家 创造的一切 再辉煌 再华丽 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 叶峰笑了笑 这不过是诸多失败的原因之一罢了 不用担心 你们现在有了 靠山在哪 白薇薇终于有了些精神 就在这里 叶峰笃定地回道 今后 我就是你们的靠山 文言 白薇薇失望之情 溢于言表 他还以为 哥哥会派来怎样一股强大势力 结果没想到 竟然只是个吹牛皮的 见对方不信 叶峰也不再多言 以后他自会明白 你一直都住在这里吗 叶峰起身检查了一番 发现灯都是坏的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哥不是说 这栋别墅里的一切都受保护 他以为你在这里 应该过得不错 但没想到 白薇薇在这里过得这么惨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白薇薇也懒得解释什么 他曾经在这里见证猪楼起 也见证楼榻了 仿佛看破红尘一般 似乎对周遭的一切 全然不在乎了 就在这时 门口处突然传来了 一阵喧嚣 有人来了 叶峰向外看了一眼 只见门外 聚集了十余人 你 去二楼 你 去三楼 你 去地下室 找到值钱的东西 重重有赏 说着 那名中年男子 迈步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 也注意到了叶峰 惊道 我这是来晚了 今天竟然有人抢先一步 兄弟 找到什么宝贝了没有 第十五章 拿你抵债 见状 叶峰终于明白了一切 难怪这里跟喜结了似的 乱做一团 很多东西也都坏了 原来真的有土匪一般的人 来这里打劫 他们是什么人 看着那群人 到处翻箱倒柜 叶峰微微皱眉 是债主 白薇薇对眼前的一切 熟视无睹 仿佛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局面 他们在我哥的公司 投资了很多钱 后来公司破产 资产充公 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们找不到我哥 最后就找来我这里 拿东西抵债 叶峰微怒道 那你怎么不报警 难道就没人管了吗 无所谓 白薇薇依然是一副 无所谓的态势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哥的债 就是我的债 他们想要东西 就让他们随便拿就是了 叶峰见状 也不便发作 值得冷眼旁观这一切 由于洗劫了多次 那中年人 虽然带来了不少人 但却再也找不到 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不禁有些恼火 他妈的 这前世界首富家里 怎么穷的叮当响 一点油水都炸不出来了 小丫头 是不是还有什么值钱的宝贝 被你给藏起来了 说 你到底藏到哪里了 白薇薇平静地回道 你们看上什么 就拿什么 我的东西 都在这里 那中年男子站在黑暗中 盯着白薇薇 就像是一头凶狠的猛兽 盯着猎物一般 嘿嘿 我还真没发现 这白手棋的妹妹 长得还挺标致 要是再收拾打扮一下 肯定是个大美人 小丫头 你到底是白手棋的妹妹 还是她的私生女啊 白薇薇不理会这些 继续重复道 你们想拿什么 就拿什么 别来烦我 中年男子咧嘴一下 那我要是想拿你底债呢 闻言 白薇薇猛然一惊 身体不由地一颤 你搁欠我们催家那么多钱 光平板你这里的一点烂家具 怎么能够 既然你也已经长大了 还有几分姿色 不如把你卖到生色 场所去赚钱 慢慢还债 说着 中年男人大手一挥 指挥左右 把那个小丫头 也一起带走 今晚 我要好好调教一下 争取卖个好价钱 嘿嘿嘿 左右手下 立即一拥而上 向白薇薇这边走来 你们要干什么 白薇薇这下 彻底慌了 你们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们 但是不要碰我 中年男人冷冷笑道 但是你现在已经什么都没了 我今天只要你 你混蛋 白薇薇怒道 我哥曾经带你们不薄 就算你们催家投资 在我们这里的钱 打了水漂 但是你们这些年 从我们这里赚的 又何止这些 你不仅忘恩负义 还敢打我的主意 我哥以后要是出来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文言 中年男子笑得更大声了 小丫头 你还做梦了 你哥是不会出来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你就乖乖跟我回去吧 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说话间 那群催家的家丁 已经将白薇薇半包围 并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想要抓人 啊 白薇薇惊恐地尖叫 吓得步步后退 就在冲在最前面的 那双肮脏的手 即将要碰到白薇薇脸颊的时候 叶峰动了 咔嚓 叶峰闪电般出手 钳住了那人的手腕 然后用力一握 立即传来了 骨断筋折的碎裂声 啊 那名家丁 捂着被捏断的手腕 惨叫一声 痛晕过去 叶峰挡在了白薇薇的身前 嗯 臭小子 你干什么 中年男子见状 不由得一瞪你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成咬金来 叶峰冷声道 我不管你们是谁 也不管你们从前做过什么 但是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云上风华别墅的新主人 这里的一切 包括白薇薇 处之者死 第十六章 来了还想走 叶峰一招致敌 并放出豪言 顿时惊呆了在场众人 玄机 那名中年男子 怒急返笑 就凭你 好大的口气 我都不敢说 自己是云上风华的主人 你一来就敢霸占这里 那也得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说着 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事宜剩余手下 还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上 先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 让他尝点苦头 仗着人多势众 那七八个家丁 又将叶峰围了起来 一拥而上 本以为 是群殴一边倒的局面 结果 碰 叶峰只出了一拳 黑暗中 甚至没人能看清那全路 下一秒 叶峰周身的那七八个家丁 全部仰面倒下 一动不动了 静 黑暗的大厅内 一片死寂 叶峰一步步走了过去 看在那中年男子眼中 就如同鬼神再步步逼近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中年男子被吓傻了 甚至有点怀疑 眼前之人 到底是不是人类 一招就能放到七八个人 如此恐怖的伸手 堪比自己家里请来的供奉 我刚才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没有 叶峰反问 记 记住了 中年男子木讷的点头 记住了就滚回去 把从这里搬走的东西 原封不动的再送还回来 叶峰道 差一件就用你的脑袋底 是 随后中年男人连滚带爬地 逃离了别墅 一路来到山脚下 见叶峰没有跟来 这才扶墙喘息片刻 臭小子 你以为自己很能打吗 能打有个屁用啊 十个人打不过你 那老子就找一百个 一千个 不怕打不死你 还想让我把东西还回去 我还你个锤子 给我等着 崔家的别墅也就在这附近 因此中年男子立即回家 召集打手 另一边 别墅内 白薇薇逐渐从方才的震惊中 缓过神来 他这才意识到 叶峰的确有些能耐 至少在打架方面 从监狱里出来的他 就是不一样 可是 就算是再能打 又能改变什么呢 姑母不成灵 他终究只是一个人罢了 谢谢 白薇薇先向叶峰道了谢 感谢他的出手相救 而后又继续道 你快走吧 我不想连累你 嗯 叶峰一正 没想到自己漏了一手 还是没能让白薇薇 完全相信自己的实力 我为什么要走 刚才那个人很厉害吗 叶峰不仅没走 反而又坐了回去 他叫崔有亮 白薇薇介绍道 他们崔家 曾经只是燕京的二流家族 后来靠着我哥 才寄身进入一线豪族 只是后来 我哥被抓住 他们也坐鸟受散 跟白薇薇介绍 曾经燕京只有五大豪族 后来靠着白手旗的崛起 一下子带出来了十大豪族 而崔家 就是那新晋的五家之一 崔家就在这附近 白薇薇道 你现在不走的话 待会儿他们再卷土重来 就来不及了 我等着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外面车辆的轰鸣声不断 来了 白薇薇站在窗边 向外看了一眼 只见外面里三层外三层 聚满了人 几乎将整个别墅给包围了 刚才那小子呢 最好有种别跑 我倒看看你们有多厉害 说话间 刚才被吓跑的崔有亮 此时又意气风发 率领着一众打手们 浩浩荡荡地闯入了别墅 当见到叶峰 仍端坐在那里 崔有亮略微有些惊讶 本以为 叶峰要是识相的 早就应该逃走了 不过 崔有亮冷冷一笑 没走更好 看来 你是真不知道 死字是怎么写的 那我今天就让你亲身体验一次 说话间 别墅内聚集的人群 越来越多 放眼望去 密密麻麻 足有一百多号打手 每个人手里 都拎着一根铁棍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你不是很能打吗 崔有亮挑衅似的道 来啊 让我看看 你到底多能打 我带来了一百个兄弟 够不够 不够我再叫 外面还有一百个 屋里屋外 共有两百多号打手 崔有亮仿佛稳操胜券 认为 一人一口唾沫 也能淹死那小子 此时 眼前的场面 白微微也被吓得步步后退 靠到了墙边 我就说了 让你快点走 现在想走也晚了 叶峰缓缓起身 安慰道 不用怕 我马上把他们都打发走 此话一出 迎面的打手们 都不由地笑出声来 他们来时 还以为对手会是个 五大三粗的练家子 结果没想到 就是个高高瘦瘦的小白脸 小子 你现在跪下给我们磕头 待会儿 我们下手也会轻一些 面对那群打手的挑衅 叶峰浑然不拒 一步步走了过去 当双方的距离 仅剩下十米 打手们都扬起铁棍 准备迎战的时候 叶峰终于认真起来 旋即 只见叶峰于黑暗之中 仿佛化身 成为了一道闪电 冲进了人群 一个呼吸的瞬间 叶峰如入无人之境 所过之处 皆是一阵人仰马翻 当叶峰再次停下脚步的时候 身后已经是横七竖八 一片狼藉 而两旁的打手们 也都吓傻了眼 哪里见过这种 以一抵百的局面 都不禁纷纷退开 竭力躲避着叶峰 崔有亮更是惊恐地 瞪大了眼睛 看着再一次 向自己走来的叶峰 仿佛死神在逼近 令他忘记了呼吸 当叶峰走到近前 开口问道 我让你送还的东西呢 怎么光带了人来 东西没带来 我 我 崔有亮下的浑身发抖 然后折指外面道 我忘了 我 我马上回去准备 说着 崔有亮机械式地转过身去 想要逃走 来了 还想再走 叶峰如死神一般冷漠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 你去空手而来 第十七章 崔一家供奉 大哥 饶命啊 见这次不放自己离开 崔有亮下的瘫倒在地上 痛哭流涕 你放过我这次吧 大哥 我再也不敢来了 白家的欠债 我也不要了 求求你 只要放我走 提到欠债 叶峰又好奇地问道 你们崔家在这里 到底还有多少的欠债 没 没多少 也就几个亿吧 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此时的崔有亮 哪里还敢再提要债的事情 能保住自己的小命 才是关键 几个亿啊 叶峰沉音片刻 然后道 那就让你们崔家 再拿十个亿来给你赎身吧 打电话 继续叫人 记住 这次让他们 把钱也一并带来 当崔有亮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 给家里打去电话求助的时候 叶峰又重新 坐了回来 仿佛于黑暗之中的一柄利剑 孤傲而霸气 你 白薇薇看着叶峰 心中有千言万语 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但是有一点 他心中可以肯定 这一次 哥哥真的给自己送来了一个 值得依靠的大靠山 真的能助他们东山再起 白薇薇的眼中 终于生出了一丝希望 这些年的不甘 委屈和痛苦 也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此时 崔家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 正在饮茶 看着报纸 突然接到了小儿子的电话 脸色也一点点的阴沉了下来 这名老者 正是崔有亮的父亲 崔家当代的家主 崔丽上 听闻小儿子被人得绑架 这让崔老爷子 也不禁又急又怒 由于早些年 是做煤炭生意的 所以手底下 也养着几百号的打手 随时待命 这几十年来 一直都是崔家绑架别人 这还是头一次遇到 别人绑架到自己头上来了 而且还敢绑架自己的儿子 哪里的绑匪 活得不太烦了吗 对方是什么来头 崔老爷子一边询问 一边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座机电话 准备叫人 是白家的人 崔有亮如实道 哪个白家 崔老爷子一时间记不起来 燕京还有哪一号人物姓白的 就是白首齐的人 崔有亮惊恐地道 此人自称是白家的靠山 我带来了两百多号人 都栽在他手上了 爸 你这次带人来 别忘了把咱家重金聘用的供奉也带来 他 他的身手 真的很恐怖啊 白首富 崔老爷子闻言 手也不由得一颤 而当听到儿子说 带去了两百多号人都在了 他又缓缓放下电话 他们白家豢养的三百多号打手 一下子折了三分之二 剩下那一百多号人 也不用再召集了 我知道了 崔老爷子结束了和儿子的通话 又忙拨通了另外一人的电话 于真人 我家遇到大麻烦了 速来 在焦急地等了约莫一盏茶的时间 崔老爷子口中的于真人 终于及时赶来 崔老 这么晚了召见我 发生什么事了 于真人 一个五十多岁的年纪 一身青色的道袍 气质不凡 一举一动 倒是有几分得到高人的形象 是我的儿子 被人绑架了 崔老爷子一边被车 一边简单复述了一遍 哦 能以一笛摆 于真人点了点头 看来是遇到恋家子了 于真人 你有把握吗 崔老爷子有些不太放心地道 要不要再叫些人来一起 此话一出 于真人不禁哈哈大笑 崔老莫慌 不过是一般的武夫而已 何足道哉 俗话说得好 功夫再高 刀剑在里又敌不过竖法的奥义 话音未落 只见于真人大手一挥 周围的摆设 就像是受到了牵引似的 稀里哗啦 发生碰撞之声 下一秒 不可思议的荧幕出现了 只见书房内的桌椅板凳 以及诸多的书籍 就像是在太空中失重了一般 竟全都漂浮在了半空之中 于真人亮了这么一手绝活 顿时令崔老爷子 叹为观止 惊为天人 于真人 真乃神人也 于真人呵呵一笑 然后拉起崔老爷子道 崔老 走吧 区区小事 于某一人足矣 第十八章 雕虫小记 大约半个小时后 云上风华别墅 终于迎来了崔老爷子 和于真人二人 爸 见到父亲亲自 崔有亮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原本 他还有些担心 父亲再不舍得出十亿 放弃自己这个儿子 那可如何是好 崔老爷子扫了一眼现场 果然见自己崔家上百号的打手 站得站 道得道 都像是失了魂似的 全无斗志 不惊又惊又怒 不过好在 自己的儿子并无伤势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于供奉 你也来了 又见到跟在父亲身边的于真人后 崔有亮好似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 彻底放下心来 于供奉的厉害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的 那可是真正的术法真人 对一般人而言 真人的存在 就犹如是在世活神仙一般 信业的 就算你有以一笛百的蛮力 又能如何 难道还能斗得过 可操控术法的真人吗 这一次 叶峰的视线扫了眼二人 自动掠过崔老爷子后 最终目标锁定在了于真人的身上 那应该就是崔家的供奉 你要小心 白微微低声提醒 所谓供奉 就是大家族重金聘请的 其人一事 奉为座上兵 一旦家族遇到棘手的麻烦时 族内供奉将出手化解危机 古时 由孟长君 辅上时刻上千 即便是鸡鸣狗盗之辈 也招致麾下 以备其用 如今 燕京内的各大豪族 也盛行聘请供奉 甚至涉及到家族利益纷争的时候 也会私下里画下道来 相互比动 可以说 族内的供奉 已经成为了各大家族 一股隐形的实力象征 叶峰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此人同为修行中人 因为叶峰的大师傅 就是一位杜劫巅峰的顶尖强者 后因杜劫失败 失了心智 滥杀无辜 才被废掉修为 镇压在零号监狱内 就在叶峰凝视于真人时 于真人同样也在打量着叶峰 以于真人的修为实力 竟看不出来 叶峰体内有一丝的真气波动 那么原因无非就只有两种 要么 叶峰体内压根就没有真气 只是个寻常的武夫 要么 叶峰的修为实力 远在自己之上 因此才看不出端倪 于真人见叶峰二十出头的年纪 原因肯定就是第一种 对方只是一个很能打的普通人而已 在对叶峰 做出这个预判后 于真人也彻底放松下来 一亿敌板 好俊的身手 于真人向前一步笑道 不知你失诚何人 问到自己的失诚 叶峰笑了 我的师父 那可就多了 你是想知道 我哪个师父 闻言 于真人一正 一头雾水 你能有几个师父 一百多个 于真人再次哑然失笑 认为叶峰实在在虎脚蛮缠 谁能有那么多师父 那不乱套了 想来对方的失诚 应该是拿不出手 所以才不肯明说 也罢 于真人继续道 看在你身手不错的份上 大家不如化干戈为玉博 只要你肯跪下 向崔家道歉认错 并且今后为崔家效力 我可以放过你这一次 在于真人看来 自己堂堂数法真人的实力 吊打寻常武夫 自己若真动手 对方不死 也得是重伤 对方若是识去的 现在应该下跪求饶 崔老爷子鉴于真人 要招揽此人 虽然心中余怒未消 但看在对方身手不错的份上 倒也可以网开一面 不行 崔有亮反倒是一副 得势不饶人的架势 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刚才他不是很狂 很能打吗 如果跪地求饶的话 至少得给我们 磕一百个响头才行 文言于真人笑道 小子 你听到没有 崔少说 让你磕一百个响头 就会放过你 你还不快点照做 于真人也想用这种方式 来杀一杀对方的傲气 只要对方跪一次 就能永远地踩在脚下 废话真多 叶峰冷冷地回应 是什么 让你们产生了 能跟我谈判的错觉 让你们带的钱 带来了吗 少一个子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什么 此话一出 现场的气氛 又一次变得胶着起来 这个臭小子 还敢嘴硬 崔有量愤愤地道 于供奉 快点出手 教训一下他 好一个出生牛 不不怕虎 崔老爷子也沉声道 于真人 是时候让那小子见识一下 我们崔家的厉害了 动手吧 于真人点了点头 也阴侧侧地道 小子 我给过你活命的机会 可惜你错过了 也罢 既然是你自己找死 那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老夫的能耐 说话间 于真人一仰手 身后背负着的一把木剑 骤然出窍 横登在半空 犹如一只拉满了弓的利剑 玉剑 再次亲眼目睹了 于真人的玉剑之威 崔有量激动地叫出声来 快把那小子的脑袋斩下来 而白薇薇再见到一把木剑 竟能凭空飞起 也不禁 惊得目瞪口呆 难道 他就是传说中的修行者 白薇薇曾记得 哥哥还在创业之时 也有过类似的奇人意识 想要投靠他们 但可惜那时的哥哥只喜欢钱 对这类玄乎的事情 并不感兴趣 也不太相信 如今 在亲眼目睹了崔家的供奉 竟有如此神乎其神的实力后 白薇薇也不禁心生后悔 如果当初 他们白家也聘用一些 这样的奇人意识 那么他们的结局 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说实实 那十块 于真人在祭出那把飞剑以后 并没有急于立即出手 似乎想要欣赏一下 对方错愕乃至惊恐的表情 可惜 叶峰神色如常 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 吓傻了吗 于真人冷冷一笑 剑以出窍 现在后悔也晚了 今日就拿你来试剑 去 于真人大喝一声 身旁的飞剑暴射而出 如同流星 划破了夜空 小心啊 白薇薇吓的尖叫出声 提醒叶峰 不用慌 雕虫小戒而言 说着 叶峰一步踏出 周身浮现出了道道金光 喷涌而出 照亮了整座昏暗的客厅 第十九章 天师在上 刹那之间 飞剑如同闪电一般 眨眼而至 逼到近前 而叶峰踏步 迎界而上 当飞剑距离叶峰的胸膛 不足一拳距离之时 骤然停滞在半空 翁翁翁 剑身轻盈 仿佛在与看不见的空气搏动 与此同时 叶峰也停下脚步 周身被倒到金光笼罩 仿佛在无形之中 开启了一道屏障一般 固若金汤 而那把急驰而来的飞剑 正是被隔绝在了金光之外 死 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险些惊掉众人的下巴 再看那于真人 更是倒吸一口凉气 目瞪口呆 惊呼道 金光护体 这 这怎么可能 原本以为 叶峰只是个没有修为的普通武夫而已 结果做梦也没想到 对方竟能祭出金光护体 抵御住了自己的飞剑 紧接着 叶峰伸出手指 正对金光外的飞剑尖端 屈指一弹 只听啪啦一声 清脆的碎裂声响 剑身因生碎成了无数块 连同剑柄都纷纷落在了地上 嗯 而操控飞剑的余真人 也因剑碎而受到了反噬 一连退后三步 体内犹如翻江倒海 险些被震出了内伤 余真人脸色骇然 说不尽的恐惧 区区术法真人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叶峰单手结印 周围隐隐有雷声震震 今日也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能耐 说着 叶峰指尖青苔 高举过头顶 直指上空 指尖微量 并伴随着霹雳声响 仿佛有雷电缠绕 见到这一幕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旁人也只是不明觉力 但余真人却不由地 机灵打了个冷战 狮声惊呼 以气为瘾 恕法通神 你 你是天使 余真人惊恐地回望着叶峰 露出难以置信的骇然神色 从未想过 竟会有如此年轻的天使 而能够成为天使者 无不是掌控天地法则的大能 比他们真人之流 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在修行一脉 曾经真人与天使的名号 是混用的 不分彼此和高下 直到洪武大队说出 天启有识乎 众修行者 才改号真人 但私底下 还是对那些得到的大能 尊称为天使 天使与真人 就犹如天与地一般 云泥之扁 因此 于真人如今 遇到了一位疑似天使修为的年轻人 又怎能不惊不惧 你到底诗成何人 又是何方神圣 惊惧之余 于真人不由地步步后退 冷汗直冒 叶峰不达 一步跨出 周身金光四射 直冲牛斗 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 仿佛平地一声惊雷 叶峰一张手 大喝一声 雷来 穹顶之上 仿佛伸下来了一只巨手 朝着于真人的头顶轰去 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仿佛将他整个人 给拿捏在了雷电的掌心之中 于真人扬着头颅 大张着嘴巴 浑身如同触电一般变得焦黑 阴涅在雷电之下 扑通一声 道了下去 生死不明 叶峰一挥手 散尽周身金光 热大的别墅大厅 再一次被黑暗所笼罩 剑 四周一片四季 现场仿佛变成了一片 深不见底的深渊 寂寥无声 黑暗之中 所有人都惊恐地注视着叶峰 脑海中 还一遍遍回荡着方才 叶峰掌控雷电的伟案身姿 一击秒杀于真人那惊人一幕 此时 白薇薇也已被叶峰的大显神威 彻底惊呆 如果说起初 白薇薇对叶峰持有怀疑 随着他以一抵白 又逐渐加深了信任 那么现在 白薇薇已是对叶峰深信不疑 以叶峰的实力 何止是能成为他们白家的靠山 简直是守护神也不为过 白薇薇的眼中 重新燃起了希望 白家东山再起 指日可待 而另一边 崔家一众人 相比于白薇薇的震惊 他们那边更多的恐惧 发自内心的恐惧 你这个臭小子 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怪物啊 崔老爷子被吓得狂咽口水 浑身抑制不住地颤抖 他重金聘用的余真人 被对方一招就给秒了 这还怎么玩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崔有亮苦着一张脸 彻底猛逼了 他只是像往常一样 来白家别墅里 搜刮一点宝贝 谁能想 今天进来了这么一位火炎王 霸占了这里 哒哒哒 解决掉余真人后 叶峰又一步步 走向崔家父子二人 看到叶峰再次向自己这边走来 崔有亮机灵打了个冷战 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爸 爸 刚才我在电话里 让你准备的钱 你准备了吗 文言 崔老爷子一正 摇头道 没 没有 当时他带来了余真人 自以为万无一失 手道擒来 何必再费尸费力地准备钱啊 但谁承想 余真人来了 竟被一招秒杀 完了 崔有亮心一沉 觉得这下麻烦大了 恐怕十亿都打不住了 钱呢 叶峰冷漠的声音 崔家父子二人猛然抬起头 这才意识到 叶峰已经站到了他们面前 面对叶峰那恐怖的气场 压得父子二人 有些喘不过气来 来 来得匆忙 忘了准备 崔老爷子只能半真半假地回到 那就继续打电话叫人吧 叶峰道 但是这一次 得准备二十亿 第二十章 投名状 什么 二十亿 听到这个开架 崔有亮欲哭无泪 心说我就知道 还得加钱 可是 二十亿 即便是对他们崔家这种顶级豪足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下子也拿不出来那么多 小伙子 不不不 真人 大仙 那个 崔老爷子一连变换了好几个称呼 最终觉得大仙的称呼 有点符合眼前如神仙一般的年轻人 那个 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二十亿 我给 但能不能宽限几日 叶峰冷声道 是什么 让你有了敢和我讨价还价的错觉 再过躁 就拿三十亿输金 大仙啊 崔老爷子苦着一张脸道 二三十亿 都不是问题 只是这么多钱 我崔家就算是连夜准备 一下子也拿不出来这么多 再说了 现在银行什么也都不上班 根本也无法准备 老朽实在是不敢与大仙宁讨价还价 实在是有些难处 这时 白微微插话道 他说的对 这么晚了 的确转不过来那么多钱 不如给他们崔家三天的时间 对于崔家这种级别的家族 三天的准备时间足矣 好 我可以宽限你们几日 叶峰让不到 但利息一天一亿 好 崔老爷子咬牙答应下来 败君之将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只求能活着回去就万幸了 三日之后 若是还见不到钱 叶峰指着地上的余真人道 你们父子二人将变得和他一般 闻言 父子二人又下得冷汗直冒 直呼不敢 行了 带着你的人 滚吧 叶峰一摆手 无奈凡地道 是是是 大仙再见 白大小姐再见 崔家父子二人 如逢大赦 指挥着圣余打手 带上不知生死的余真人 以及被打晕的其他打手们 仓皇逃去 一路逃到了山脚下 父子二人 这才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 爸 真要给他们二十个亿吗 崔友亮一想到要拿出这么多钱 就感觉肉疼 甚至在逃出以后 就隐隐有了赖账的想法 反正他们崔家 在燕京有钱有势 又何居那小子一人 怎么 你还想赖账 崔老爷子一巴掌 拍在了儿子的脑袋上 历生训斥道 你还嫌事情不大事吧 你看看于真人 这么厉害的大师 被那位大仙一招就给秒了 三日后 要是大仙再找上门来 你我父子二人 焉有活路 唉 崔友亮重重地叹了口气 后悔今天 跑来白家的别墅 没事找事 打劫不成 反被敲诈 这找谁说理去 这二十亿 就当是投名状吧 崔老爷子对此 倒是看得很开 甚至从中 还发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投名状 啥意思 崔友亮一头雾水 不懂老爸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白家 或许即将要东山再起了 崔老爷子笃定地说道 二十年前 我们能靠着白手骑那小子 发家致富 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或许还能再搭上 白家的顺风车 一展宏图 别墅内 白薇薇心中有千言万语 但不知该从何说起 最终 白薇薇只用了三个字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我相信你 叶峰点了点头 虽然起初被白薇薇质疑 但是以自己的实力 想要赢得白薇薇的信任 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正巧被崔家父子 将这个时间给提前了 你想要怎么做 让我们家东山再起 白薇薇好奇地追问道 我哥有什么交代吗 叶峰道 你哥说了 你也拥有和他一样的天赋 有着过人的商业能力 他让你辅佐我 重新打造一个商业帝国 文言 白薇薇激动地眼眶泛红 没想到 哥哥竟然对自己的评价 如此之高 他的确是一个天才 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从小跟在哥哥身边 耳濡目染 也完全拥有了 独当一面的能力 只是还未来即施展 白家就轰然倒塌 他缺少的 正是这样一个机会 而叶峰来了 可以给他一切 刚刚从崔家要来的二十亿 可以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了 叶峰如此安排 还不够 白薇薇突然神色一变 仿佛摇身一变 成为了职场女强人 变得强势起来 崔家欠我们的 二十亿可不够 除了崔家 还有其他四家 没有我哥曾经的扶持 哪有那五家如今的强盛 我要让他们加倍吐出来 叶峰点头道 竟然还有那么多人请站 那么三日后 我们就一并收回来 就让崔家通知 其他四大家族 到时候 让他们一起来见我 有了叶峰的强势介入 白薇薇丝毫不怀疑 曾经臣服的五大家族 会重新向他们鼎领膜拜 只是 东山再起之后的辉煌 哥哥是再也见不到了 哦 对了 叶峰刚要上楼去休息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又回头说道 你刚才有句话说错了 或者说不准确 你家你哥的失败 归咎于没有靠山 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你知道你哥对此 是怎么说的吗 白薇薇摇头 不知哥哥是怎么 总结自己的失败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失败 还是因为 没有足够多的钱 叶峰鼓励白薇薇道 只要赚到足够的钱 以后就算是把你哥哥 从监狱里赎回来 也不是不可能 万物皆有价格 就看你出不出得起了 第21章 战神的试探 听了叶峰的话后 白薇薇大受鼓舞 恨不得立即投身 到赚钱的事业之中 争取早日赚够钱 给大哥赎身 而这 也是白手旗 希望叶峰能去做的 在未来打造成一个商业帝国 并且成为新的世界首富后 不要忘了 还被关在监狱里的白手旗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替他赎身 叶峰独自登上三楼 随便找了个房间入住 这里的家具 也被搬运一空 甚至连一张床 都没有留下 不过 对于早已习惯了 监狱内艰苦生活的叶峰而言 这点简陋的环境 根本不算什么 相比之下 自由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私事漏事 唯无则明 叶峰席地而坐 开始了每日的修炼 全身沐浴在一道金光之内 叶峰从大师傅那里 继承了半部天书 以及他一半的修为 只不过 如今叶峰的根基尚浅 还不能完全吸收 大师傅那恐怖的修为之力 因此 大师傅将他那一半的修为 都封印在了半部天书之内 叶峰每日释放吸收一些 积少成多 受用无穷 而那半部天书 就隐藏在叶峰的神石之中 就在叶峰全身心地 投入到修炼之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 风吹草动之声 又有人来了 叶峰神色一正 预感到这一次的来者 非同一般 光是往山上走着 就牵引着周边的草木 风声鹤唳 难道 又是崔家派来的 相比于之前的余真人 这一次的神秘来人 实力高出太多太多了 云上风华 竟然来了新的主人 别墅外 突然想起了一道嘹亮的声音 虽隔着很远 但仍在耳边作响 刚才一战 更是惊天动地 着实了得 老夫李玉白 正巧也住在这附近 可否出来一见 李玉白 叶峰觉得这个名字 有些耳熟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了 如果这时 金女医在这里的话 一定能第一时间听出来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义父 幽州战神李玉白 李老 这时 外面又传出白薇薇的声音 似乎真的是邻居 白薇薇主动迎接了出去 这么晚了 您怎么来了 李玉白微笑道 我感应到了这边有些动静 所以就过来看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白薇薇摇头 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李玉白又好奇地问道 是我哥派来保护我的 白薇薇如实道 哦 李玉白点了点头 然后笑道 看来是有人来接我的班了 哈哈 李玉白曾见白首期一个人情 因此 在她入狱以后 主动搬到附近 守护住了云上风华 凭借着幽州战神的赫赫威名 云上风华别墅 以及白薇薇 安然平静地度过了这些年 只是偶尔有像崔少这样无理讨债的 白薇薇也只是不予理会罢了 如果她喊一声的话 李玉白会随教随道 护她周全 多谢李老这些年的照顾 白薇薇由衷地感谢 这些年 如果没有幽州战神的庇护 她自身都难保 既然你哥又派了人来 那么我也可以随时离开了 李玉白平静地说着 而后话锋一转 不过在我离开之前 得先试一试那人 是否有资格来接我的办 说着 李玉白向着屋顶 叶峰居住的那一面房间 一掌拍出 煞时间 狂风大作 飞哨漫天 李老 手下留情啊 白薇薇见到李玉白 竟突然动起手来 不禁被吓了一跳 虽然知道叶峰很厉害 但是这一次 他所要面对的 可是大厦赫赫有名的战神 人类实力的天花板 这可不是方才与真人之流能比的 咔嚓 一声巨响 屋顶顿时被这一道掌镜给贯穿 劈开了一个掌洞 此时 叶峰见状 也不敢怠慢 连忙手中结印 双手有阵阵雷鸣 反击而去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 两股恐怖的力道 在房间内爆发 彻底将屋顶给先飞 叶峰只觉得身下一尘 刚才那一掌之威 险些将脚下的地板 踩踏阵随 而与此同时 叶峰掌中的雷电 也伴随着那股掌风 反制而去 别墅外的李玉白 虽然及时收手 但还是被这一招反制 震退束步 手臂隐隐有些发麻 好一招掌心 真是后生可畏 李玉白不禁赞道 白丫头 你哥给你派来的这个人 确实不错 我也可以放心去了 到此 谈笑间 李玉白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飘然而去 第二十二章 天为被地为床 不愧是战神级别的强者 长进刚猛霸道 叶峰与之对了一掌 感觉体内就像是 翻江倒海一般 气息久久不能平稳 要不是自己的四师傅 也是曾经的一位战神 从他那里学到了同样 刚猛霸道的军中的拳掌功夫 险些接不下这一掌 饶是如此 叶峰也是负以掌心雷之威 才勉强与对方 打了个平手 大夏九州 卧虎藏龙 自己仍需要努力啊 这时 传来一阵敲门声 在送走了李玉白后 白微微不放心 又上来来询问叶峰这边的情况 叶峰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无妨 不碍事 那就好 我就不进去打扰了 你早点休息吧 站在门外 询问一方后 白微微这才放心下楼 呼 叶峰轻嘘一声 由于气息仍起伏不定 是无法再继续精心修炼了 于是 叶峰索性往地板上一躺 正巧上方的天花板 也已被先飞 放眼望去是一片群星和明月 借着灰洒而下的月光 叶峰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合一而眠 一夜无画 第二天一早 叶峰被楼下搬运东西的 吵嚷声吵醒 起身向窗外一看 原来是崔家一走 就把曾经从别墅里搬走的东西 又重新搬了回来 同时还派来了维修人员 正在维修别墅内的水电等设施 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要比干 我们崔家的活 还要认真仔细 听到没有 崔有亮亲自到场来监工 正一层层巡视监督着 但当来到三楼后 崔有亮惊呆了 卧槽 这房间里的屋顶 怎么也让人给搬走了 谁家这么狠 连这都不放过 拆家呀 又看到房间内的叶峰 崔有亮忙解释道 大仙 这可真跟我们崔家没有关系啊 真不是我做的 我之前搬走的东西 今天又都全搬回来了 我知道不是你 叶峰正则道 这是我自己弄的 呃 崔有亮顿时没话说 但还是有些疑惑 心想 这是咋弄的 不会是昨晚一炮冲天了吧 这个修理起来 可有些麻烦 崔有亮估摸着 得叫来一个小事工队 才能修缮 不用了 叶峰断然拒绝 这间屋你就不用管了 把其他地方都弄好就行 叶峰觉得 露天的房间也挺好的 随后 叶峰来到楼下餐厅吃早餐 饭还没有吃完 又迎来了两位熟客 哇塞 大侠 你真住在这里 我还以为 你昨天是开玩笑呢 华国栋带着赵婉婷找上门来 叶先生 再次见到叶峰 赵婉婷有些不太好意思 因为昨晚 爷爷才刚跟对方翻了脸 结果今天又要为爷爷的事来求对方 嗯 坐吧 叶峰见到赵婉婷忧忡忡的样子 就知道八成是他爷爷的事情 叶先生 苏姑娘工作的问题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赵婉婷一坐下来 先向叶峰提了一嘴这件事 嗯 叶峰点了点头 还是直接说正事吧 嘿嘿 大侠 婉婷这次来是想要请教你一点事 华国动起了个头 赵婉婷就一五一十的 将昨晚爷爷突然昏迷一试 讲述了一遍 叶先生 你昨天见到我爷爷时 说了一句将死之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赵婉婷觉得 叶峰跟自己爷爷无冤无仇 没必要言语诅 一定还有什么隐情 就是字面意思 叶峰一边吃饭 一边说道 他活不久了 顶多三天 文言 赵婉婷和华国动都是大惊 尤其是赵婉婷 更无法接受爷爷将死的恶语 为什么 赵婉婷忍不住追问道 我爷爷原本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 快不行了 原因我昨天也已经都说了 叶峰微微摇头 可惜自己的话 他们根本就没有信 是 是什么 赵婉婷竭力回忆 不记得叶峰提过什么重要线索啊 大侠 你就不要卖关子了 华国动急忙问道 到底是因为什么 叶峰无奈 道 就是那块玉佛 什么 此话一出 二人相继大惊 猛然记起 在车上 叶峰的确提到过 那块玉佛有问题 但可惜 当时叶峰只是提了一下 但两人以为是玩笑 都没有当真 怎么会 赵婉婷冷汗直冒 竟然是那块玉佛 害了爷爷 他千辛万苦买回来的寿礼 结果却成了害死爷爷的元凶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更无法原谅自己了 老爷子年纪大了 本就身体不太好 再加上那块玉佛 邪其入体 可不就一下就扛不住了 叶峰简单解释道 还记得昨晚 你爷爷红光满面吗 那并不是好兆头 更像是回光返照 所以我才断言 你爷爷已经是死气僵止 赵婉婷月听月事心惊和后怕 昨晚竟错失了拯救爷爷爷的良机 哎呀 大侠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华国动扼腕叹息 从第一次见面 我就说了 叶峰冷笑一声 那你们有谁信过吗 一不扣门 叶峰已经好心地提及了两次 奈何无人相信罢了 叶先生 既然你懂这么多 赵婉婷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把抓住了叶峰的手道 你有没有办法救救我爷爷 他现在 真的快要不行了 说到痛心处 赵婉婷又落下泪来 办法 当然是有 叶峰的五师父 就是明满天下的神医 因此 叶峰也在他那里 学得了一手 医死人肉白骨的高超医术 虽然赵老爷子的情况 不容乐观 但是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倒也并非难事 真的 赵婉婷一听 立即来了精神 握着叶峰的手更紧了 他求求你 救救我爷爷 只要能救活我爷爷 我什么事情都愿意为你做 赵婉婷的手 柔软而细腻 但叶峰对此 心如止水 并缓缓抽回了手 正色道 救人 当然可以 但我师父曾有言在下 我们这一门即使救人的规矩是 要救一人 就必须同时杀一人 第23章 救一人杀一人 救一人 杀一人 这奇葩的规矩 一下子令在场众人 联想到了一位曾经的奇人 杀人一圣 白薇薇 赵婉婷 华国栋三人 一口同声的惊呼 哦 你们也听说过我 这位师父 叶峰一正 没想到五师父还真的声名远扬 看来没有吹牛 至于是美名还是骂名 就是见仁见智了 杀人一圣 竟然是大侠你的师父 华国栋嘖称奇 难怪大侠 你形势也与众不同啊 我还以为 杀人一圣 已经不在世了呢 白薇薇印象中 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神医的消息了 当然 他这些年也没有离开过别墅 或许是自己孤陋寡闻了吧 救我爷爷 就必须得杀一个无辜的人吗 赵婉婷对这个要求 有些为难 规矩就是规矩 叶峰点头道 一死人 本就是逆天行 所以 救活了你爷爷 就必须得有一个人 替你爷爷去死 不然哪天 阎王来找我要人 救人者反遭天遣折寿 为了顺应天命 平衡生死 不沾因果 杀人一圣的救人规矩 就是救一人而杀一人 这样即便是老天 也没理由责怪什么了 而叶峰的五师傅杀人一圣 也正是凭借着这一手规矩 活过了一百多岁 身体仍然十分硬朗 但遗憾的是 阎王那边倒是有了交代 可是现实中造成的杀孽 最终却一股脑地算在了 他的头上 锒铛入狱 叶先生 能不能用其他法子代替 赵婉婷为难道 杀人这种事情 我爷爷是断然不会允许的 叶峰摇头道 规矩不能破 为了自己活命 而去残害其他人的话 是宁死也不会答应的 赵婉婷了解爷爷的为人 这时 白薇薇突然插话道 赵老爷子曾经是户部尚书 掌管财政 虽然如今结甲归田 但是门客学生众多 在官场的影响力仍在 我们白家的公司 要想重新启动 或许能用得上赵家帮忙 叶峰文言 觉得白薇薇此话有理 白家的公司 想要东山再起 空有金钱 而吴后台 也将举步维艰 同时 叶峰想到自己要重新夺回叶家 或许也能借用赵家的一臂之力 见状 赵婉婷也忙道 只要你能救活我爷爷 无论何时 只要不违法乱计 我们赵家都会全力以赴 叶峰又想了想 然后松口道 那好吧 先去看看你爷爷的情况吧 说着 叶峰准备立即动身 赵婉婷大写 而华国洞随口敌步道 不是说 规矩不能破吗 哼 叶峰淡淡一笑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天大的规矩 也得灵活掌控 再说了 偶尔多救活几人 阎王那边 也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会计较的 说话间 一行人下了山 坐上华国洞的车 向医院急驰而去 与此同时 又一辆军车 缓缓停在了山脚下一栋别墅外 奇怪 我刚才好像又看到叶峰那混蛋 从云上风华别墅里出来 下山坐上了那辆奥迪车 金吕一下了车 又远远地看了一眼 半山腰上的那栋别墅 心中疑惑不定 应该是看错了 又或者 那人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 摇了摇头 金吕一推门 走进了义父家 义父 这么早叫我来 所为何事 刚一走进大厅 就见到老爷子 大马金刀 一身戎装 端坐在那里 你来了 李玉白说着 站起身来 又道 临走前 跟你道个别 义父 你要回军中吗 金吕一见状 立即猜到了些什么 嗯 李玉白点头道 我在这里的任务 已经完成 也该回去了 义父 金吕一有些不舍 立即红了眼眶 呵呵 哭什么 又不是见不到面了 李玉白拍了拍义女的肩膀 我走以后 这栋别墅 以及燕京 都交给你了 要是出半点岔子 到时候 可别怪我无情 是 金吕一立正站好 神色严肃 李玉白满意点了点头 云上风华的白丫头 有了依靠 而自己的义女 在自己这些年的培养下 也已经长大 李玉白终于可以了 无千怪地离开了 义父 我送你 金吕一道 好 父女二人并肩 向外走去 哦 对了 临走之时 李玉白又指了指 半山腰上的云上风华 你注意一下那里 那栋别墅里 搬来了一位神秘邻居 实力不凡 昨晚我去拜访 与他对了一场 险些没有接触 哼 真没想到 在红尘都市之中 还能棋风对手 真是不简单啊 李玉白看了一眼 自己的右手 虽然过去这么久了 但下意识里 还是有些酥麻感 能跟义父你队长 这么厉害吗 金吕一也大吃一惊 所以我才让你注意一下 李玉白道 如此人才 不为国效力可惜了 你可以试着 去了解和认识一下 如果能将他拉入军中 就再好不过了 好 金吕一点头道 改日 我会去拜访一下的 第24章 刘神医刘一珍 就在金吕一 护送义父李玉白 离开之时 另一边 叶峰也已经跟着赵婉婷 和华国栋他们 来到了燕京第一人民医院 昨晚 赵老爷子昏迷后 就连夜被送到了这里 接受抢救 经过一夜的努力 今早赵老爷子 终于恢复了意识 甚至可以简单进食和讲话了 但是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医院方面 已经下了病危通知 让家属们做好心理准备 爷爷 你怎么样了 我带回来了一位神医 来给你治病了 一进病房 赵婉婷就忍不住 想要将这件好消息 告知爷爷 毕竟 能请动叶峰 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此时 病床前 围绕着赵家不少子孙 见赵婉婷这么冒冒失失地闯进来 还说什么神医 赵家长辈们 都不禁微微皱眉 还未来急开口询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又是哪来的神医 结果就见到了叶峰 竟跟着一起走进来了 赵家众人一见叶峰 就犹如见到了杀父仇人一般 变得分外眼红 是昨天诅咒咱们家老爷子的那小子 岂有此理 那小子竟然还敢来 都是他的乌鸦嘴 害得老爷子一下子病倒 赵家众人 群情激愤 赵婉婷的大伯赵天聪 更是如起袖子 冲了上来 想要奏叶峰一顿 大伯 不要啊 赵婉婷挡在两人之间 拼命解释道 这件事不能怪叶先生 大伯 你替我解释 解释什么 赵天聪怒道 这小子昨晚 在老爷子寿宴上 胡说八道 把老爷子气成这样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臭小子 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大伯 赵婉婷用力推开大伯 然后当面做宝道 是因为他看出来 爷爷已经快要不行了 是我们没有当一回事 才害得爷爷突然病倒 毫无准备 我这一次 又把叶先生请来 是因为他有办法救爷爷 你们就相信我一次 让叶先生来试试吧 此话一出 赵家众人军事一正 而后吃笑赵婉婷的天真 连第一人民医院 这么多专家都束手无策 这个小年轻 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我看 他是有办法害死老爷子吧 长子赵天聪 依然对叶峰充满敌意 婉婷 这时 赵婉婷的父亲赵天明开口道 你就别在这里添乱吧 陈院长已经去隔壁的中医院 去请刘神医去了 你爷爷的病 也只有刘神医可以救 话音未落 病房的大门再一次被推开 两位五六十岁的老人 相邪走了进来 一位穿着一身白大褂 是医院的陈院长 另外一位穿着糖装 正是明满烟精的刘景文刘神医 又有刘一针的别称 刘神医 赵家众人见了 纷纷上前问候 不敢怠慢 赵婉婷再见到刘景文刘神医 也一下子仿佛看到了希望 心想 自己也是关心则乱 燕京有的是明医 而在诸多神医之中 又以刘神医为罪 据说刘神医的一手 真酒出神入化 别管什么疑难杂症 真道病除 居然请来了刘神医 就连华国栋也喜悼 这下赵老爷子 应该是有救了 相比于成名已久的刘神医 就连华国栋也不得不承认 就算叶峰师承杀人医圣 但毕竟太年轻 又能学到医生的几分本领 相比较而言 还是刘神医更让人放心一些 对不起 叶先生 这时 赵婉婷有些肝大地对叶峰道 我也没想到 家里既然请来了刘神医 可能要让你白跑一趟了 没事 叶峰平静地说道 那就先让这位刘神医 给你爷爷治病吧 如果他治不好的话 我再出手也不迟 叶峰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在这小小的病房内 还是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顿时 叶峰的这番话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一般 令现场众人炸开了锅 第二十五章 你可服了 就在刘文锦刘神医去为赵老爷子诊治之时 叶峰好奇地询问一旁的华国栋 这位刘神医很厉害吗 毕竟 叶峰坐了五年牢 入狱前也没怎么去过医院 还真没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 刘神医何止是厉害啊 那是相当厉害啊 提起刘神医 华国栋可都不困了 对这位神医的敬仰 更是如同滔滔江水 严绵不绝 别让我不敢讲 就我爸的老寒腿 走路就膝盖疼 后期都快要主拐了 看了不知多少医生 都不管用 后来有幸遇到了刘神医 您猜怎么着 一针下去 我爸的腿就好了 直到现在 我爸走起路来 都健步如飞 比我的腿脚都利索 叶峰文言笑道 针有那么神 你怎么不也来上一针 哈哈 大侠说笑了 华国栋善笑道 我又没病 扎什么针啊 您可别不信 我听我爸说 很多大官都找刘神医看过病 这是有口皆碑的 不过现在刘神医年纪大了 不怎么给人治病了 也就是赵老爷子有这个面子 能把刘神医给请来 说话间 刘文锦已经给赵老爷子 整过了脉 并对他的病因侃侃而谈 庞然如听天书一般 似懂非懂 最终只能从刘神医的总结中 听出了风寒一症 赵天聪其道 我爸病得这么重 怎么会是风寒所致 刘文锦呵呵一笑 耐心解释道 风寒虽是小症 但病起来也会要人命 在中医中 风寒乃是百病之长 在不同的季节 眉与时令之气相合伤人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症候 我官老爷子 有发热 头痛 身痛 咳嗽 舌苔薄白 脉伏紧等症状 再加上本身年老体弱 又染风寒 所以才突然病倒 赵天明忙问 那刘神医可有办法治 呵呵 刘文锦又是一笑 外人都称 我为刘一针 自然是因为大多数病症 对我而言 但是老夫也有信心 三针之内 还你们一个健康的赵老爷子 此言一出 赵家众人 激动不已 千恩万谢 就拆给刘神医跪地道谢 呵呵 就在现场一片欢庆祥和之际 突然一道不合十一的轻笑声 显得尤为刺耳 叶峰苦笑摇头 略感无奈 原本 听华国洞吹嘘的此人 神乎其神 还以为今天真 遇到什么绝世神医 结果听他分析赵老爷子的病情 简直是一窍不通 你笑什么 赵天聪一见是叶峰在校 更是勃然大怒 你怎么还在这里 做什么 还想捣乱是不是 刚想要叫人将此人轰出去 这时刘文景插话问道 不知这位小友 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看法 大家既然同为医者 就说出来 一起讨论讨论 叶峰正色道 我当然是笑刘神医 你学医不经 连风邪之别 都分不清楚 还敢大言不惭地说 要给人治病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竟敢当众质疑 刘神医的医术 还笑刘神医学医不经 真是好大的胆子 吓得一旁的华国栋 也连忙拉扯叶峰的衣角 示意他少说两句 这下 就连涵养极好的刘文景 也忍不住微微动怒道 那依你之见 老爷子的病情 是因何所致 是邪气 叶峰道 正是邪气入体 才令老人病情逐渐加重 一发不可收拾 风寒与邪气的症状性相似 但风邪之别 一字之差 六字千里 见叶峰又提及邪气 一旁的赵婉婷像是想到了什么 在病房内巡视一圈 果然见到那块玉佛 也被带来 正摆放在病床前的柜子上 叶先生 是这个吗 赵婉婷忙 拿起那块玉佛 交给叶峰来处置 是不是把这块玉佛处理掉 我爷爷就能好起来了 叶峰摇头 丢下玉佛 这玉佛内的邪气 已经全部侵入老爷子体内 为时晚矣 真是一派胡言 刘文景怒道 什么邪不邪气的 我们是医者 不是跳大绳的神棍 别拿这些非医学的噱头 来糊弄人 我们中医的名头 正是被你这种骗子 给败坏了 你一再质疑我的医术 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刘一针的能耐 可不是朗得虚名 我若三针之内 治不好赵老爷子的病 我甘愿拜你为师 听你拆遣 叶峰也道 那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如果你能三针治好病人的话 那我也办 说到这里 叶峰微微摇头 道 不行 你还没资格当我师父 毕竟 叶峰那一百多个师父 各个都是身怀绝技 随便拎出来一个 都是相关行业的顶尖 而像刘文景这等拥医 又岂能混入叶峰的师父圈里 烂于充数 那就要杀药寡 任凭你处置吧 叶峰最后补充道 文言 刘文景又被弃了个半死 你倒是想拜师 老夫可不会收你这样的徒典 说着 刘文景气鼓鼓地 拿出随身的银针 准备为自己证明 银针在手 刘文景整个人的气场 也未知一变 消去了方才的戾气 多了几分淡然 接着 只见刘文景手中的银针 被他拿捏片刻 竟生疼而起了一缕白烟 以真欲窃 叶峰见状 暗暗点头 心想这位神医 虽然看病错得离谱 但在针灸方面 确实还算有些真本事 而周围一众人 也对此叹为观止 果然是神医啊 真是出手不凡 可笑那小子 有眼无珠 竟嘲笑刘神医 学医不惊 谁给他的勇气 等刘神医治好了老爷子 我们再给他算账 也不迟 在赵家众人期待的目光注视下 刘文景神色凝重 坚定低下了第一针 顿时 昏迷的赵老爷子 猛然睁开了双眼 吐出了一口浊气 煞白的脸色 也逐渐恢复气色 醒了 老爷子醒过来了 神医啊 真的是真道病出 爸 你感觉怎么样 赵老爷子微微点头 道 嗯 好多了 刘文景一针见笑 不禁洋洋得意起来 回头询问叶峰 道 如何 你可服了 第26章 求我回去 你可服了 随着刘文景反击 一旁的赵家众人 也纷纷出言覆和 这下 你可心服口服了 看你还如何嘴硬 小子 你还不快跪下 向刘神医赔礼道歉 你现在跪下拜师 还来得及 刘神医要是能收你为徒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就连赵婉婷也低声劝道 叶先生 你就低头认个错吧 面对全场的质疑和逼迫 叶峰云淡风轻 魂不在意 刘神医 你说的是治好病人 而不是治醒病人 这一字之差 区别可就大了 我服不服 也得看你敢不敢下第二针了 刘文景怒急返笑 我有何不敢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一口气 彻底治好赵老爷子的病 看你还有何话说 接着 刘文景再一次运针 表情严肃 往赵老爷子身上 扎下第二针 随着迎针入体 只见赵老爷子的头顶 竟也冒出了阴晕之气 真气灌注全身上下 就仿佛有一股暖流 袭遍四肢百骸 舒服 赵老爷子忍不住浑身一颤 发出了一声轻盈 闭上眼睛静静享受 仿佛长扬在温泉之中 再看赵老爷子的脸色 彻底恢复红润 如从昨日寿宴上一般 惊奇神都已经彻底恢复 片刻过后 赵老爷子坐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做事就要下床活动一下 赵老 不忙下床 刘文景忙拦住 等我把你体内的寒气 彻底驱散 再下床也不迟 哎呀 原来是刘神医 赵老爷子见到刘文景 也不禁洗上眉梢 真是失礼了 我刚才还在想 到底是何人救了我 原来是你啊 十年前 赵老爷子心血管淤堵 就是凭借着刘文景一针 疏通了血管 让两人相识 你又救了我一次啊 赵老爷子激动地握着刘文景的手 感激不尽 医者治病救人 本就是分内之事 刘文景笑道 快躺下 我再给你扎最后一针 到时候 保你十年无病无灾 赵家众人 又忙服侍着老人重新躺下 等待这病被彻底治愈 就在刘文景运针 准备下最后一针的时候 叶峰又及时出口制止道 我最后再提醒你们一遍 这一针下去 就算是大罗神仙下凡 也就不了你了 因为那刘文景 正在用驱风寒的手法 驱除患者体内的邪气 风寒可驱之 但那邪气又是何等厉害 岂能用这拙劣的手法来对质 最后这一针 只要扎下去 将彻底引爆邪气 无力回天 住口 赵天聪大怒道 臭小子 你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给你脸了是吧 是何人 在此喧哗 连刘神医都敢质疑 一旁 赵老爷子也忍不住叹气起身 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 叶峰竟然也在这里 是你 赵老爷子见到叶峰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昨晚 就赵老夫是将死之人 今日又在这里威严耸听 到底是何居心 我们赵家 没人得罪你吧 见叶峰一而在 再而三地出言 打断刘神医治病 就连划过洞 对叶峰的印象 也不禁急转直下 实在不理解对方的动机 他甚至有些后悔 今早带赵婉婷去找叶峰了 要知道 现场能请来刘神医 又何必再求助一外行 把叶峰找来 不仅没帮上什么忙 反而竟跟着添乱了 小子 你还不服 刘文锦彻底怒道 我这两针 已经治愈了赵老爷子七八分了 其实即便是不下这最后一针 回去慢慢休养 也能恢复过来的 但你还敢威严耸听 真以为能下得住我吗 我还非要下这最后一针 让你心服口服 我这就一鼓作气 彻底驱散赵老体内的风寒 叶峰道 我看你是要一鼓作气 送他老人家归西 岂有此脸 赵老爷子也彻底忍不了了 昨晚就咒他是将死之人 今天又咒他即将归西 快 把这小子给我轰出去 列入我们赵家的黑名单 话音未落 赵家众人一拥而上 就要强行送客 不用你们动手 我自己会走 说着 叶峰头也不回 迈步走出了病房 哎 大侠 我送你 画国洞间叶峰孤零零的 于心不忍 也跟了出去 这一次 赵婉婷并没有动 甚至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虽然叶峰救过自己一次 但是他一再地诅咒自己的爷爷 仿佛看不得他老人家好事的 也让赵婉婷十分的生气 哎 大侠 你这又是何必呢 来到病房外 画国洞无奈摇头 走吧 大侠 我送你回去 叶峰站在病房门外 并没有走的意思 不用着急 不出一分钟 里面的人会哭着喊着 求我回去的 第27章 我是例外 听了叶峰的话 画国洞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大侠 你可真是幽默 眼前的局面 不是和尚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吗 刘神医几乎已经将赵老爷子的病 彻底治愈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至于叶峰说的什么 哭着求着 让他回去 更是无稽之谈了 在画国洞看来 待会儿等赵老爷子彻底康复后 还见叶峰站在门口 怕是要追着 赶着将他赶走了 但 叶峰心中却十分笃定 只要刘文锦赶下第三针 赵老爷子必死无疑 如果叶峰错了的话 那么这五年来 就白跟这五师傅学医了 大侠 就算你不走 也别站在病房门口了 画国洞好心劝道 待会儿赵家的人出来见了你 又得发脾气了 要不咱们 先去楼下 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就听到病房内 断断续续地传出来尖叫声 哭声和咒骂声 渐渐地 声音越来越大 接而整个病房 仿佛炸开了锅 乱作一团 怎么回事 画国洞一正 心想 不会真让叶峰给说中了吧 虽然他站在病房外 看不到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从里面传出来的混乱的叫喊声 可不像是在庆祝赵老爷子病遇 反倒是有点像 病房的门被重重地推开 只见赵婉婷脸上带着泪痕 一脸悔恨和惊慌的神色 再见到叶峰就站在门外 眼中不禁露出了一抹惊喜 叶峰 快救救我爷爷 我爷爷 他又不行了 赵婉婷带着哭腔 一把拉住叶峰的手 又重新将叶峰拽进了病房内 我去 不会吧 画国洞呆愣在病房外 没想到 竟然真的被叶峰给严重了 还真是不出一分钟 里面的人就哭着喊着 让他回去 大侠果然牛逼 接着 画国洞也跟着走了回去 此时 病房内已经是乱作一团 赵家众人就如同发疯了一般 一边求臣院长 快叫医生来再想办法 一边大骂刘文景 是拥一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而刘文景 就如同犯了错的小学生一般 一脸惊恐地站在墙角 浑身颤抖着 口中一遍遍重复着 怎么会这样 以他的能力 实在是看不出来 到底是哪里出的差错 难不成 真让当前那小子给严重吗 自己亲手引爆了 患者体内的邪气 不 这不可能 刘文景瞄着头 无法接受眼前这样的现实 叶先生 快 快救救我爷爷 赵婉婷又重新将叶峰 拉回到了病床前 此时 赵老爷子躺在病床上 枕边还有一滩血字 再看他本人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浑身发黑 气血全无 如此惨壮 就连一旁的陈院长见了 都微微摇头 表示人已经死透了 再抢救也是多余 倒不如给死者以尊严 不再折腾他的遗体 刚才还好好的 有说有笑 怎么会这样 赵天聪和赵天明兄弟二人 悲痛欲绝 险些哭晕在病床前 这大喜大悲 生死转瞬 谁能承受得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看我们家的笑话吗 赵天聪抬起头来 愤怒地瞪视着叶峰 都是让你诅咒的 一切都如你愿了 你是不是很高兴 由于眼前一切 都因为叶峰所言 赵天聪一时间 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再见到叶峰 仍是恶言相向 哎 叶峰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的话要能这么灵验的话 我岂不是神仙了 刚才我一再地提醒 你们就是不听 怪的了谁 小伙子 刚才是我们错怪你了 真是对不起 赵天明还是很理智的 连忙向叶峰道歉 想要缓和关系 求对方出手 你看 我爸还有没有救了 哼 叶峰苦笑一声 车撞树上知道拐了 人都死了 你们才想起我来了 原本并不算太严重的病情 让你们硬生生 把患者给耽误死了 我刚才就说了 只要他下了第三阵 就算是神仙下凡 也难救了 赵家众人听后 悔恨交加 不知该如何是好 更有脾气暴躁的 当场起身 要去跟留神医拼命 叶先生 你不是杀人医生的徒弟吗 求求你 再想想办法呀 我知道 你一定还有办法的 对不对 赵婉婷情急之下 竟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求叶峰出手 哎 叶峰无奈地摇头 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 偏让你们弄得如此复杂 不过 今天算你们走运 遇到了我 不错 我是杀人医生的徒弟 医死人 肉白骨 只要人还没烧成灰 就还能救 此话一出 混乱的现场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惊恶地回头 看向叶峰 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 大侠 真的假的 华国洞震惊地问道 刚才 你不是还说 神仙也难救吗 是啊 神仙也难救 叶峰堵定地道 但我又没说 我不能救 因为 我是例外 第二十八章 起死回生 叶峰的话 一下又重燃 赵家众人的希望 真的 还有救 你 不是在开玩笑的吧 众人既震惊 又有些不太敢相信 赵婉婷更是喜极而泣 我就知道 叶先生 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只要你能救我爷爷 给你当牛做马 我都不愿意 赵婉婷是老爷子 最宠爱的小孙女 爷孙二人感情深厚 为了能救活爷爷 他愿意付出一切 小兄弟 你要真是能救活我父亲 我们赵家是不会亏待的 赵婉婷的父亲赵天明 也认真地说道 哼 但你要是敢耍我们 我们赵家也不会放过你的 赵天聪对此 仍抱有一丝怀疑 这时 刘文景留神医 也从方才的事故中 缓过神来 他并不认为 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毕竟治病救人 谁能保证百分百能治好 医院动手术 家属还得先签一份同意书呢 但又见叶峰去而复返 甚至还扬言 连死人都能救 这下 刘文景也无法淡定了 人死岂能复生 就算老夫刚才治疗失手 但也不以为 你就能扭转乾坤 更何况 现在面对的 还是一具刚死的尸体 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是啊 画国洞看向赵老爷子的遗体 几乎面无人色 气血全无 大侠 要不你再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把握 免得待会儿就不活人 再被人误会 毕竟 叶峰跟赵家的误会 就已经很深了 万一再让赵家生出希望 又陷入绝望 就更解释不清了 没事 赵婉婷忙到 只要你尽力就好 这次我们赵家是不会怪你的 嗯 赵家众人也纷纷点头 冷静下来以后 也归于理性 毕竟是大家族 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虽饱受争议 但叶峰一笑置之 都让开吧 我要开始救人了 此话一出 围在病床前的赵家一众人 都自觉地退到一旁 小伙子 你需要什么设备 护工具吗 见叶峰两手空空 一旁的陈院长表示 可以提供帮助 什么都不用 叶峰平静地走到了病床前 别打扰我就行 哼 故弄玄虚 刘文景仍有些不服气地 环壁关桥 我倒看看 你是如何已死人的 陈院长也大敢困惑 这要是能徒手就把人救活了 那真是堪称医学史上的奇迹啊 叶峰看了一眼病床上的赵老爷子 整个人就如同煤堆里爬出来的 面无人色 死状极惨 这正是邪气被彻底引爆后 才会导致的后果 几乎是瞬间就毙命 好阴毒的手段 叶峰虽然是杀人医生的徒弟 但觉得即便是自己师父看了 都会摇头 旋即 叶峰伸出了一根手指 指尖清明 引出一缕真气 如白色火焰一般 在指尖跃动 以气欲震 刘文景看到这一幕 顿时经的合不拢嘴 就像是见鬼了似的 刘神医 何谓以气欲震 陈院长一旁小声问道 一连问了几声 才将刘文景 从震惊中拉回到现实 刘文景拿出自己的银针 掩饰以真欲气之法 像我这样 就是以真欲气 将自身的真气 凝结在银针之上 我自身的真气 并不能外放 必须通过银针这一道媒介 这也是大多数中医 所掌握的真酒之法 说着 刘文景又指向叶峰 颤抖着说道 你在看他 根本就没有借用任何的外物 就能将真气凝结于指尖 这就是以气欲震 难怪他两手空空 就敢说能治病救人 但就这一手 以气欲震的功夫 整个大厦能够做到的 屈指可数 听完刘神医的解释 陈院长也惊得合不拢嘴 这这么厉害 这么说来 那个年轻人 真的是杀人医生的徒弟 刘文景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之前他也不信 但是看到叶峰露出这一手真法后 也不得不信了 如果他真的是杀人医生的传人 那么还真能医死人 赵老有救了 约莫一盏茶的功夫 叶峰的真气已经凝结完毕 由于这次医疗是死人 所以不得不多准备一些时间 紧接着 叶峰对着赵老爷子的胸膛的数个穴道 虚指清点 每一道真气灌入体内 就跟着驱除一部分的邪气 再看赵老爷子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恢复了过来 老爷子的脸色变回来了 赵家众人见到这一幕 激动地平住呼吸 叶峰已经连下酒针 彻底清除了老爷子体内侵蚀的血气 最后 叶峰一指点入老人的硬糖 针气贯通全身 反复被打开了人体的开关一般 呼吸恢复 脉搏恢复 血液畅通 赵老爷子猛吸一口气 身体如鲤鱼打挺一般 在床上一个机灵 而后猛然睁开了双眼 第29章 愿赌服输 好饿 赵老爷子苏醒过来以后 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是嚷着饿了 想要吃点东西 毕竟受到邪气侵蚀 后又受到针气洗刷 原本缠弱的身体 先后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大病出狱的他 也正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 急需要吃东西补充体力 爸 但 回应老爷子的 在赵家尔孙们喜极而泣 争先恐后地 奔向病床前的看望 见到儿女们如此反常的行径 赵老爷子也是一脸猛 不知发生了何事 他的记忆 还停留在了刚才 刘文景要为自己下第三针 并不清楚 自己已经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甚至还以为 刚才也是刘神医救了自己 老爷子真的活过来了 爸 你可吓死我们了 爷爷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儿女们聚在病床前 七嘴八舌地 将刚才发生的一切 又讲述了一遍 虽然前后 也不过是短短的几分钟 但赵老爷子听后 也不禁冷汗之梦 口中泥喃 我竟然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啊 爸 赵天明也激动地指着叶峰道 要不是这个小伙子 您恐怕真要离我们而去了 之前是我们错怪人家了 闻言 赵老爷子抬起头 看了一眼叶峰 眼中惊讶片刻 又露出惭愧之色 小伙子 真是对不起 我老糊涂了 昨晚竟错怪了你 随着老爷子的表态 长子赵天聪也起身 来到叶峰身前 身居一躬 谢谢你救了我父亲 接着 又居一躬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看到赵天聪 竟主动向叶峰鞠躬道歉 周围众人都惊得合不拢嘴 要知道 赵天聪身为嫡长子 又是老爷子指定的接班人 平时是极为骄傲之人 还从未见过他 主动向什么人道过歉 这罕见的一幕 着实令人震惊 叶先生 太感谢你了 赵婉婷也激动地一把抱住了叶峰 忍不住在叶峰脸颊上亲了一口 表达感谢和喜悦之情 但过后 赵婉婷又发现自己行为过于突兀 小脸一红 推到了一旁 不敢再支持叶峰 大侠真是太厉害了 华国洞也震惊得合不拢嘴 不光打架厉害 连医术都这么厉害 此等人才 叶家竟舍得将其逐出家门 真是不可思议 一旁 陈院长也惊得半天缓不过神来 并用力掐了自己一下 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奇迹 这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 学一大半辈子 陈院长感觉自己今天 才算是登堂入室 之前学的那些也不过是皮毛 就在这时 刘文景刘神医 一个剑步冲到了叶峰的面前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惊得叶峰也不禁后退一步 心想你就算道歉 也不用行如此大礼吧 医生 刘文景一把抱住了叶峰的大腿 要求道 求求你收我为徒吧 在见识了叶峰的惊人医术后 刘文景又岂能错失这次机会 说什么也得拜师才行 哪怕在叶峰身上 学到一点皮毛 都够自己受用无穷的了 我不收徒 叶峰无奈退后一步 那怎么行 刘文景又跪着跟上一步 刚才我们不是打过赌了 如果我治不好赵老爷子 我就拜你为师 我认赌服输 师父在上 说着 刘文景立即下拜 Do and do and磕头 刘文景就像是狗皮高腰似的 缠着自己 甩也甩不掉 叶峰也只能暂且听之认之 但绝不会收徒 就在现场一片欢庆之际 叶峰又再次开口道 你们也别高兴太早 虽然人事就过来了 但那也是暂时的 什么 此话一出 现场又是一镜 叶峰的话 就像是一盆冷水 顿时焦的赵家众人 心头一亮 叶神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赵天明对叶峰的称呼 也改了口 就是字面意思 叶峰道 赵老爷子的阳寿 其实已经耗尽 我不过是尽我所能 吊住了他老人家一口气而已 但这一口气 长不了 最多也就能撑一个月 一个月 赵家众人文言 又是一片哗然 难以接受 你是说 我只有一个月可活了 赵老爷子 也不得不重新面临 冰冷的现实 不错 叶峰点头 最多一个月 在静默片刻后 赵家众人一片欺然 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反倒是赵老爷子 坦然面对死亡 赵老爷子淡淡一笑 或许 这就是命吧 能知道自己具体的死亡事件 倒也不错 不过 赵老爷子话音一转 脸色一变 又道 在死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 需要弄明白 到底是什么人 在害我 我的身体一向还算硬亡 怎么突然之间 就垮了呢 赵老爷子对此 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真有什么人 在暗中谋害自己 那么自己死之前 也得手认仇人 才能瞑目 啊 这时 赵婉婷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惊呼一声 然后看向那块玉佛 真的是自己 害了叶雅 而叶峰神秘一笑 这个问题 就不用费心了 因为 幕后黑手 很快就会自己找上门来的 第三十章 一事相求 自己找上门来 什么意思 众人均是费解 不能理解叶峰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叶峰又拿起了那块玉佛 叶先生 赵婉婷十分揪心 难道真的是这块玉佛 害了我爷爷吗 你也不必自责 叶峰轻声安慰道 这并不是你的错 接着 叶峰将玉佛内 藏有邪气一事 又讲述了一遍 如果叶峰没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自己 第五次提起了 可惜 自己磨破了嘴皮子 说了一遍又一遍 就是没有人听 没有人信 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 此人应该是一名邪术师 专门将一些值钱的古玩玉石 注入一丝邪气 等有钱的金主买入后 必将受到侵蚀伤害 无药可解 到时候 他在以高人的形象现身 驱除邪气 救人于水火 从而赚到大量的金钱 或关系人脉 在场众人听后 都不禁感觉毛骨悚然 陈院长惊道 害人的和救人的 竟会是同一个人 真是不敢想象 天底下竟会有这种恶人 叶峰道 当然 对方的目的或为名或为例 并不会真正害死人 只不过今天不巧 遇到了学医不禁的刘神医 把邪气当作是风寒来治疗 彻底引爆了邪气 一发不可收拾了 此言一出 刘文锦又一次成为了众矢之地 赵家众人 怒目而逝 刘文锦羞愧地低下头 不怪刘神医 赵老爷子倒是很通情达理 刚才下第三针的时候 我也是同意的 不能怪他 唉 生死有命 造化弄人啊 在当时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算是重来一次 赵老爷子觉得 自己也会继续选择相信刘神医 而不是叶峰这个年轻人 也就是 那个人在得到我爷爷住院的消息后 肯定会赶过来 招摇撞骗的 赵婉婷皱眉道 不错 叶峰点头 如果我是他的话 为了以防万一会越快越好 最好今天就到 哼 只要他今天赶来 就让他有来无回 赵天聪愤怒地握拳道 在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赵老爷子也彻底看开了一切 决定要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好好陪伴一下尔孙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叶神医 赵老爷子又抱拳道 多亏了你 我才能多活这一个月的时间 救命大恩 无以言谢 我们赵家 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开口 叶峰等的就是这句话 我最近还真有一事 想要拜托赵老帮忙 哦 赵老爷子立即道 请说 只要是我们赵家能办到的时候 一定竭力而为 我听说赵老曾指掌过户部 掌管财税大权 虽然现在归隐 但在户部仍有印象力 所以我希望赵老能帮我一个忙 跟户部打一声招呼 去查一查夜市集团的税务问题 如果能查出什么的话 一定要研办 此话一出 赵家众人 皆是一惊 有些不知情的 十分惊讶 叶峰就是夜家之人 又为何要带头 查抄自家集团的税务问题 大意灭清 而知道叶峰 已经被逐出夜家的内情之人 又都觉得 叶峰这是在打击报复夜家 想要出一口气 但 赵婉婷很快反应过来 叶先生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 搅混夜家 然后趁虚而入 不错 叶峰坚定的 虽然我被逐出了家族 但该是我的 我会一样不少的 全部夺回来 但 像叶峰这种庞然大物 外人想要从外部攻进去 会很难的 可是一旦内部出现隐患 譬如税务被查被罚 公司出现动荡 那么 叶峰的机会就来了 赵婉婷震惊地看向叶峰 没想到叶峰所图甚大 竟要夺权叶峰 这件事 还要请赵老出手相助 叶峰再次出声 嗯 赵老爷子缓缓回过神来 觉得此事有些棘手 一来 叶峰如今也已经是 位列十大家族之一 甚至赵家跟叶峰 也有不少生意上的往来 贸然与之为敌 是否明智 再者 自己离开官场多年 留下来的那点人脉和关系 轻易不愿随意动用 用一次就少一次 虽然叶峰救了自己一命 但是要让自己与叶峰反目 同时还要动用宝贵的上层人脉 为了一个叶峰 所做的这一切 是否又值得呢 由于牵扯甚广 赵老爷子身为一家之主 不得不权衡再三 赵老爷子也不必为难 可以慢慢考虑 叶峰起身告辞 好 赵老爷子忙安排孙女 婉婷 你替我送一送叶神医 离开病房后 华国栋和赵婉婷 以及刘文景刘神医 都不让他出来 叶先生 赵婉婷又忍不住问道 难道我爷爷 真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吗 真没有其他办法了 没有 叶峰轻轻摇头 不愿提及那渺茫的希望 不 你骗我 赵婉婷又道 你刚才的眼神 有一丝犹豫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们的 是不是我爷爷还有救 求求你 告诉我吧 剑壮 话不动也附和道 大侠 你这么厉害 应该还有办法的吧 是啊 师父 刘文景也道 你可是杀人医生的传人啊 面对众人的纠缠 叶峰只能松口道 不错 是还有一个办法 不过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说着 叶峰来到一旁的服务台前 刷刷几笔 写下了一副药方 如果你能按照这副药方 找其上面的药材 就能为你爷爷 延寿一年 第三十一章 兄弟相争 真有能延寿一年的神药 一旁的刘文景健壮 也连忙凑近 细细观看那张药方 当看到上面的药材 都得是百年以上的年份打底后 惊得他何不拢嘴 难怪师父 你说不可能 光是凑过这张药方上面的材料 就绝非一世了 而且之后还要炼制呢 赵婉婷拿着那张药方 同样新沉入谷底 百年的老山深 八十年的龙咸香 一百五十年的东虫下草 除了一些常见药材外 还有一些他见都没见过 譬如一株两百年份的赤灵芝 这让他去哪里找 几乎都是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能不能降低些要求 赵婉婷为难道 这上面的药材 倒是不难凑齐 就是这年份 关键当然就在这年份 叶峰道 少一天不行 多一天也不行 那不是更难了 刘文章金道 所以我刚才说了 虽然是有办法 但几乎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叶峰道 一个月就要凑齐上面的药材 这的确是难如登天 办上 赵婉婷回过神来 小心翼翼地将那份药方收好 有办法 总比没办法强 我会尽快派人去找这些药材的 赵婉婷正色道 如果能找齐的话 到时候还请叶先生 再帮忙炼制一下 可以 留下这副药方后 叶峰转身离开 此时病房内 赵老爷子简单吃了点东西 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 随时都可以出院 爸 你真要为那小子 动用户部的一些关系吗 赵天聪好奇地问道 赵老爷子沉默不语 并开始在病房内 旁若无人地躲起不来 众人静静看着 都了解 这是老爷子思考的时候 才会有的动作 片刻 赵老爷子叹了口气 这个世上 最难还的 就是人情债 我曾经在官场中 积累下来的那点资本 用一次就少一次 但 叶小神医救了我一命 既然人家开口了 这个忙又不得不帮 赵老爷子现在所顾虑的 是如何能将这件事 对赵家的影响降至最低 话是这么说 但那小子也没完全治好你啊 赵天聪又道 按他所言 罢你只有一个月的养寿 要我说 给他点钱就完了 何必再动用关系 帮他那种忙 出力不讨好 赵天聪的话 一下子也引起了 赵家其余人的附和 大公子所言极是 要我说 还是给钱最划算 为了他一个人 而去得罪整个业家 不至于 是啊 就算那小子的医术很厉害 但毕竟他是杀人医生的徒弟 这种人还是远离得好 看到在场大多数人 都有些过河拆桥的意思 赵天明有些听不下去了 提出反对意见 你们这样做 不太好吧 再怎么说 人家小神医也就活了咱爸 今天如果没有小神医的话 老爷子 现在不是已经死了 你们还先一个月的杨兽手 我给你们一个亿 你们谁能让我多活一天 赵天聪道 二弟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呀 怎么反倒听那小子 说起话来了 我们做事 当然要站在家族的利益考量 那新业的小子 不过是业家的一个弃子 我们有必要为了他一个人 去得罪整个业家吗 如果咱爸动用了互部的关系 去查业家的账 那就等于彻底跟业家撕破脸了 赵天明正色道 人命大于天 我只知道 他救了咱爸 咱们赵家欠人家一个天大的人情 呵呵 一个月的人命 算哪门子天大人情 赵天聪不懈道 除非他能让咱爸再多活一两年 还差不多 见到兄弟二人 为此事争仇 周围众人纷纷劝和 但话里话外 仍是站在大公子赵天聪那一边 对叶峰充满了诋毁 现在幕后黑手 不是还没查出来吗 那小子不是说 三日之内 幕后真凶会主动现身 如果真有那个人的话 算那小子牛逼 料事如神 要我说 说不定那小子 就是幕后黑手 他自己不还说 害人的和救人的 是同一人吗 他自己不就是那个救人的 突然又有人提起这个茬 反而将黑锅 扣在了叶峰的身上 你们 赵天明大怒 简直是恩将仇报 赵天聪忽忽然笑道 二弟 你这么护着那小子 不会是打算招那小子 当上门女婿吧 我看婉婷那丫头 也跟那小子走得很近 不过 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她是叶家的妻子 又蹲过几年大牢 婉婷这么漂亮 又不是嫁不出去 何必找这样一个人 说不出还不够丢人的呢 大哥 你又在说什么胡话 这种事 赵天明想都没想过 够了 赵老爷子突然开口 打断了众人的争吵 我还没有死 用不着你们来替我做主 现场煞时间安静了下来 这时病房的门被人推开 赵婉婷拿着那张药方 兴冲冲地走了回来 爷爷 你有救了 叶神医刚才临走时 留下这副药方 只要能凑齐上面的药材 就能让您年寿整整一年呢 什么 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 军事大惊 如果这药方出自别人之手 大家还不会太在意 但 想到叶峰是杀人医生的徒弟 刚才出手 真的救活了已死的赵老爷子 他出的药方 或许还真有点可能 那小子刚才怎么不说 赵天聪感觉有些被打脸 毕竟 他刚才还抱怨 闲活一个月太少 至少得一两年 结果这么快就出了一副药方 能延收一年 因为这药方不好凑 选药也十分苛刻 赵婉婷简单解释道 但 赵老爷子对此 却十分恶观 快 把这副药方传下去 不惜一切代价 花多少钱都行 也要把上面的药材买齐 就在这时 病房的大门 再一次被打开 陈院长又急匆匆地走了回来 赵老爷子 出大事了 闻言 赵老爷子转过头去 不知何故 什么事 赵天聪问道 外面来了一个穿着邋遢的僧人 点名要见你 陈院长道 他说 他能治赵老爷子你的怪病 第32章 最终选择 什么 此话一出 赵家众人 一片惊愕 没想到 叶峰的话 这么快就应验了 幕后的黑手 还真的主动找上门来了 看来叶神医说的 果然没错 陈院长也激动地道 赵老爷子 您治愈的消息还没有传出去 所以那幕后的黑手并不知情 主动上门 爸 现在该怎么做 赵天聪问道 天聪 你马上带些人 去把那人给我抓住 别让他跑了 赵老爷子的脸色 也逐渐阴沉 因此人害得自己 险些丧命 既然主动送上门来 又岂能放过他 是 赵天聪连忙起身 带了几名族人 冲了出去 我愿也将全力配合 陈院长也连忙拿出手机 准备调集保安 前去支援 赵天聪不禁赞叹道 小神医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料事如神 竟然都被他给说中了 太厉害了 嗯 赵老爷子点了点头 又看了眼药方 最终决定道 天明 你替我跟袁侍郎联系一下 让他今晚来见我 见父亲要召见 从前的老部下 而且 这位袁侍郎 就是父亲一手提拔上去的 赵天明立即明白了 父亲的用意 马上去照办 这一刻 赵老爷子终于下定决心 彻底站在了叶峰那一边 会动用自己的关系和人脉 对叶家一查到底 到时 即便是无法动摇叶家的根基 也足够让叶家伤筋动骨了 而至于剩下的 赵老爷子就静观其变 看叶峰的表演了 不要让我失望啊 年轻人 赵老爷子从没有看错过人 下错过注 也希望到了晚年 不要一世英明 毁于这个年轻人身上 又约莫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赵天聪得胜而归 心情大好 爸 你看谁来看你了 说小间 一个一身警衣 英姿飒爽的女子提着一个果篮 走了进来 小姬 赵老爷子看到那名女子后 立即迎了上去 来者 正是金吕一 当初的那场车祸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虽然金吕一失去了母亲 但是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 这其中 就有好心的赵老爷子 如果不是李玉白 先一步收他为一女 赵老爷子 也准备将可怜的金吕一 带回赵家照顾的 赵爷爷 听说你生病了 我过来看看你 金吕一走进病房 而且还顺便 帮我们抓到了那个幕后黑手 赵天聪有些庆幸到 幸好刚才遇到了他 没想到那妖僧还有些能耐 差点让他给跑了 原来 金吕一来看望赵老爷子 正巧遇到了赵天聪 带人去抓那 主动送上门来的幕后黑手 那邋遢妖僧 似乎也预感了不妙 并有些伸手 成功突围 结果不巧 倒霉的症状上金吕一 一招就被金吕一给活捉了 听说那恶人 险些害死了赵爷爷您 金吕一保证道 放心 把那个人交给我吧 我会带回去好好审问的 那就让你费心了 赵老爷子笑着谢道 金吕一放下果栏后 又关心地问道 赵爷爷 现在感觉怎样了 医生怎么说 到底是什么病 现在好多了 赵老爷子笑道 幸好今天遇到了一位神医 不然现在 你都见不到我了 有这么严重吗 金吕一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现在的赵老爷子 看上去很健康 没一点病容 说出来 你可能不相信 我今天真的在鬼门关里 走了一圈 是那位小神医 将我救了回来 周围人 又七嘴八舌 将赵老爷子 死而复生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竟有如此神医 连死人都能救火 金吕一听后 嘖嘖称奇 同时 心中懊悔 可惜 我义父今早刚走 不然让那位神医 也给我义父看看 他的暗急 李玉白常年 不是待在军中 就是在外征战沙场 一身是伤 很多都形成了暗急 反复而顽固 也就是李玉白 意志力强于常人 换做是普通人 早就瘫痪了 哦 李战神 竟然走了 赵老爷子十分惊讶 怎么走得这么急 难道边防有事吗 那倒没有 金吕一笑道 我义父说 他的守护责任 已经完成 所以就回去了 他也一直都不习惯 这边的生活 觉得很没意思 赵老爷子叹道 哎 可惜 本打算出院后 找李战神去喝杯酒的 这一别 怕是 想到自己还有一个月的寿命 赵老爷子就不禁悲从中来 很多老友 恐怕都无缘在意见 又坐着陪赵老爷子聊了一会 金吕一起身告辞道 赵爷爷 我还有公务在身 得先走了 今天龙门大厦那边不太平 黑龙突然回归 而且带回来了不少好手 听说要在那边见一个什么人 总之 闹得风声鹤唳 我们燕京卫的人 也都陆续赶了过去 以免发生什么乱子 黑龙 赵老爷子闻言 脸色一变 想到自己的小孙女 就被黑龙摆了一刀 好 你快过去吧 第三十三章 龙门大厦 另一边 叶峰又坐上了华国洞 前往龙门大厦 昨晚 见到了三师傅的妹妹 重整一下他遗留下来的产业和人脉 可以解决钱的问题 而刚才 在帮了赵老爷子后 也可反借助于赵老爷子之手 获得一部分权的支持 到了现在 叶峰将前往龙门大厦 去收七师傅曾经的那股势力 一旦同时拥有了钱 权 是 那么叶峰就可以大展身手 大干一番 区区一个叶家 早晚都能取而代之 大侠 你刚才真是太牛逼了 华国洞一边开车 一边喋喋不休 手舞足蹈 长了这么大 我今天才是大开眼界 一死人 回去告诉我爹 他肯定不相信 哎 大侠 以后我干脆跟着你混的了 在衙门待着 多没意思啊 华国洞一顿彩虹屁后 突然话音一转 道 大侠 我也有一事相求 说 叶峰回过神来 嘿嘿 华国洞笑道 你能不能收我为徒啊 其实第一次见面 看你一招秒了黑龙的手下 我就有拜师的想法 不过那时咱们也不熟 我就没好意思开口 今天再见大侠 你的惊人医术 更是神乎其神 我就认定大侠你了 以后就跟你混了 文言 叶峰不禁苦笑 刚甩开狗皮高药一般的刘文景 结果没想到开车的华国洞 也有同样的想法 自己就这么抢手吗 我不收拖 叶峰再次重复自己的立场 那就让我跟着你混吧 华国洞要求道 给你当司机也行啊 叶峰摇头道 你还是在衙门里 好好当差吧 说不定以后 我也有用得到你的地方 毕竟 华国洞的父亲 可是四品的知府 拥有不小的权利 真的 华国洞一听 自己以后要是能帮到大侠 那是绝对的荣幸 不禁喜上眉烧 对了 你刚才说想要查叶家的税务 这件事 我爹或许也能帮上忙 回去我也跟我爹提一下 就以我的名义举报好了 说话间 华国洞已经开车 来到了龙门大厦附近 这是一片热闹繁华的商区 灯红酒绿 纸醉精迷 这里所有的夜场 皆是地下黑龙的势力范围 这龙门大厦 就是黑龙的老巢啊 华国洞缓缓停下车 对此自然是了如指掌 大侠 你一个人进去 真的没问题吗 要不要我去带些人手来支援你 叶峰笑着下车 自然谢绝华国洞的好意 因为过了今晚 这里的一切 都将属于自己了 与华国洞分开后 叶峰独自一人 走进了龙门大厦 这是一栋 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大楼 外面停的街是豪车 叶峰走进一楼的服务台前 直接开门见山 让黑龙下来见我 台前的两个美女 闻言一惊 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 敢直呼他们老板的名号 请问您是 我叫叶峰 叶峰见其中一美女 慌张地拨电话 像是在向什么人汇报似的 于是道 现在就通知黑龙 告诉他 你们的龙王来了 就在叶峰刚 站在服务台前 身后立即就被几道 不怀好意的目光 给盯上了 强哥 真的是叶峰那小子 没错 应该就是他 妈的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那小子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强哥这一群人 也是黑龙麾下的一个小头目 昨晚接到了许如云的哥哥 许如海的委托 给他们两天的时间 做吊叶峰 至少卸掉他的四肢 赏金四百万 敢打自己的妹妹 许如海要让叶峰这个便宜外甥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叶峰 你这么竟敢来这里 真是活腻歪了 强哥带人 堵了上去 叶峰回头 扫了一眼这些人 并不认识 有事 叶峰皱眉道 嘿嘿 没错 我们是找你有事 强哥面露凶相 有人想要弄你 你是乖乖配合我们呢 还是让我们用墙呢 什么人 叶峰一正 随即恍然 你们是许如云派来的吧 差不多 强哥道 既然你能猜出来 那我们也不瞒你 是许夫人的大哥 许如海许老板派我们来的 原来是他们兄妹 叶峰也不经一皱眉 还真是不知死活 接着 叶峰瞥了一眼那群人 道 我劝你们 别管这件事 因为后果 你们承担不起 第三十四章 你敢废我 后果 听到叶峰敢当着强哥的面 口出狂言 服务台前的两个小美女 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小子还真是不知死活 什么话都敢说呢 该当他倒霉 今天龙门的高手都齐聚在这里 随便来一个人 都能拿捏他 看来也不用上面派人下来了 强哥一个人就足够了 哎 可惜长得还挺帅的 待会儿怕是要破相了 叶峰的好言相劝 却被众人当成耳旁风 甚至成功激怒了强哥一行人 我看这小子 是被吓傻了吧 都开始胡言乱语了 众打手们 不怀好意地笑着 在他们看来 叶峰就犹如迷失在狼群中的羔羊 叫唤几声 可吓不到任何人 小子 你还敢嘴硬 强哥从腰间 拔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锋利的刀刃 缓缓划过舌尖 见到强哥要动刀 手下们都露出了残忍的笑意 心想 这小子待会儿要有苦头吃了 因为他们强哥最拿手 最残忍的手段 就是别人放血 顾名思义 就是将对手的一条手臂放空血 废弃一条手臂 一条腿放空血 废弃一条腿 手段之残忍 过程之血腥 在道上也是臭名昭著 让人胆寒 见到地方亮出匕首 叶峰忽然想到 九师傅的那把匕首 今天还未威胁 我的匕首 也已经饥渴难耐了 叶峰同样拔出了自己的匕首 明晃如剑 锋利如刀 光芒依旧 好一把力气 强哥见了叶峰手中的匕首 顿时一惊 而后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毕竟 他也是用匕首的行驾 一眼就能看出 叶峰手中的匕首 品质不凡 一看就是出自于明家之手 越看之下 越是心仰难耐 自己若能拥有 将如虎添翼 可惜 强哥冷声道 这么好的东西 在你手中 抱舔天物 小子 看在你手中 这把匕首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留一条腿 强哥也不白拿叶峰的东西 从原本打算废弃四肢 转而给他留一条腿 作为交换 啊 你倒是还有点良心 叶峰轻笑一声 道义有道 强哥挥舞起手中的匕首 向叶峰刺来 老子从不白拿别人的东西 说话间 锋利的匕首 破空袭来 叶峰健壮 不紧不慢 后发先制 手中的匕首 在半空中 划了一道完美的弧线 擦着强哥的鼻尖划过 死 强哥健壮 不禁道习一口凉气 面对速度 比自己尽快一倍不止的对手 他似乎也只能闭目等死 毫无还手的余地 啊 当浪 随着强哥 一声惨叫 紧接着 是匕首落地的声响 再看那把血淋淋的匕首 上面竟还握着一只手 啊 这血腥而震惊的一幕 顿时令在场所有人 都不禁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尤其是强哥身后的一众小弟们 全都如同石化了一般 他们不敢相信 他们的大哥 竟被人一下削去了一只手 啊 服务台前的那几个小美女 也均下得花容失色 握住了眼睛 不敢再看 他们本以为 倒在血泊中的会是叶峰 本来还对他有点同情 结果却没想到 眨眼的功夫 血肉横飞 竟是强哥的一只手掌 伸手一触 啊 我的手 强哥握着断腕 惨叫连连 再次看向叶峰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惊恐的神色 强哥 一旁的小弟们 反应过来 一边搀扶 一边捡起地上的断掌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 就是与我为敌的后果 叶峰缓缓擦出了匕首上的血字 见血后的冰刃 泛着悠悠寒光 似乎变得更锋利了一些 看在你刚才的一念之人 我留你一条小命 回去告诉许如海 让他不要着急 很快就会轮到他了 待自己夺回叶家以后 下一个踏平的 就是他们许家 闻言 强哥又惊又恐 但更多的 还是愤怒 臭小子 你敢废我一只手 你给我等着 强哥在众小弟的搀扶之下 捡起断掌 狼狈逃出了大厦 强哥 要不要上楼 去向黑龙大佬求助 各区的老大们 也都在楼上 但这个提议 立即被强哥给否决了 看着自己的断手 强哥咬牙切齿道 不行 我这副样子 怎么还有脸去见黑龙王 更何况 今晚黑龙王还要会见 一个重要的客人 他更是不敢拿这点小事 去打扰到楼上的聚会 这件事 我得自己解决 想了想 强哥随即安排到 先带我去医院 包扎一下伤口 接回断手 你们几个 去附近找道上的 其他兄弟们来帮忙 越多越好 幸好今天燕京九区的老大们 带来了不少的人 他们就在这附近 强哥在道上 多少还是有点面子的 一句话 应该能找来不少帮忙的兄弟 手下的兄弟 兵分两路 分头行动起来 叶峰 你给我等着 待会儿等我回来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强哥一边在心中发痕 一边往医院赶去 与此同时 叶峰到来的消息 也已经传到了 龙门大厦的顶层 以黑龙为首的 燕京地下世界的 一众大佬们 早已是齐聚一堂 并摆下了天罗地网 那小子终于来了 坐在龙王座之上的男人 身躯魁梧 气势威严 大手一挥 冷冷地命令道 带他上来 黑龙王的声音 充满了压迫力 吓得前来汇报的小喽啰 冷汗直冒 颤威威地道 黑龙王大人 那小子说 让你下去见他 第35章 浑室魔王 什么 此话一出 一时间 大厅内万马齐音 旋即又如火山喷发一般 群情激愤 叫骂声一片 他骂他 这小子好大的架子 敢让黑龙王下去赢他 他以为持有龙王令 就真当自己是新龙王了 看来他还不清楚 自己今晚的处境 宝座之上的黑龙 也缓缓站起身来 一米九的魁梧身材 像是一尊顶天立地的铁塔一般 有点意思 区区叶家弃子 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 也罢 看待龙王令的份上 我就下去一趟 说着 黑龙脸色一沉 嘴角挂着阴冷的笑意 向前迈出一步的同时 地面也被踩出了一道深深的硬痕 显然 让黑龙王亲自动身去接 后果也可想而知 师父 这时 麾下又有一人 主动请阴 那臭小子摆架子 师父您又何必当真 带我下去一趟 打断那小子的腿 抓他上来 黑龙王定睛一看 请战之人 正是自己坐下的四大魔王 绰号为混世魔王 同时也是自己的弟子 旁人也纷纷附和 没错 此等小事 何须劳驾黑龙王 您亲自动身 混世魔王 要不要我们陪你一起 混世魔王虎去一阵 自信的一笑 啊 对付一个无名小卒 还要什么帮手 要不是 他身上有龙王令 随便派个手下 就能将其打发 诸位在此稍后 有五分钟的时间 这时 那日劫持赵婉婷 与叶峰交过手的光头男 起身提醒道 混世魔王 你可不要轻敌 那小子 还是有些能耐的 毕竟 这光头男 也算是黑龙麾下的 得力干将 在叶峰手上 都接不住一招 哼 那是因为你废物 混世魔王不屑地道 你跟我 又岂能一概而论 说着 混世魔王转身 大不留心地离去 妈的 好心荡成驴肝肺 光头男气得重新坐下 拳头紧握 我倒要看看你 如何拿人 待混世魔王下楼去抓人后 顶层的大厅 又恢复了方才的热闹 黑龙王快坐 哦 我是不是该改口 叫你一声龙王大人了 哈哈 待会儿抓来那小子 夺回龙王令 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 地下龙王了 这时 一旁的一位 长相斯文的中年男子 笑盈盈地奉承道 此人名叫苏九川 乃是燕京十大豪族之一 苏家之人 在脱离了白家后 苏家经营的能源矿场 蒸蒸日上 跟地下势力 也多有密切的合作与来往 苏家俨然成为了 黑龙王背后的金主 和座上宾 双方 一个出钱 一个出人 互利互惠 狼狈为奸 哈哈 苏老板 就见你急言了 黑龙王重新大马金刀的落座 开怀大笑 志得一满 如今 召集麾下群雄 并邀来了不少 眼睛有头有脸的人物 正是为了向众人宣布 自己才是名正言顺的 地下龙王 待我获得龙王令 还望苏家助我 一统天下九州的地下势力 黑龙王眼中 闪烁着对未来的野望 那到时 我们苏家也要多多仰仗龙王你 帮我们苏家 问顶十大豪族之首的位置 苏九川笑着回道 煞世间 混世魔独身一人 乘坐电梯 来到了一楼的大厅 你就是黑龙 叶峰没有见过黑龙 但见到此人 心中难免有些失望 心想 如果此人就是黑龙 那七师傅的这几个义子的实力 也太水了 根本拿不上台面 哼 我师傅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又岂回下楼来迎你 劝你乖乖交出龙王令 跟我上楼 听候我师傅的发落 不然 现在打断你的双腿 抓你上去 说着 混世魔王捏得双拳骨骼 咔咔作响 以示威胁 你是乖乖配合呢 还是让我亲自动手 见状 叶峰失望地摇头 黑龙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拒绝我的赵剑 还派你这条小杂鱼来迎我 看来 是我对他太客气了 闻言 混世魔王勃然大怒 住口 臭小子 你敢对我师傅 出言不敬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师傅下来见你 看来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我也只好亲自动手 抓你上去了 说话间 混世魔王怪叫一声 就向叶峰猛冲而来 这时 服务台前的那几个小美女 很想要提醒一下 混世魔王大人 不要轻敌 刚才强哥一招都没接住 就被断了一只手 可是 他们还未来急出口提醒 就见那二人一言不合 以动起手来 说实实 那时快 混世魔王的实力 自然高出刚才那强哥不守 毕竟他可是黑龙王的弟子 但 在叶峰眼中 不过都如土鸡娃狗 不值一提 找死 叶峰一腿踢出 如秋风扫落叶 咔嚓一声 顿时 一阵骨断惊蛇之响 混世魔王的双腿 齐齐断裂 扑倒在了地上 啊 我的腿 混世魔王在地上扑腾一阵 如同咸鱼一般 再想要起身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腿 竟然已经被废了 这怎么可能啊 混世魔王浑身被冷汗浸透 不敢相信 自己都没看清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腿竟然被踢断了 这时 叶峰夺步 站在了他的面前 居高临下 用不容置疑的声音说道 回去告诉黑龙 他的腿要是没断的话 就立即下来见我 第36章 最后一次警告 此时 黑龙王正与苏九川 开怀畅议 只等弟子拿下那小子 夺回龙王令 就能昭告天下 龙王令现世 新龙王诞生了 哦 不好了 突然间 两名小喽啰 一人一边 拖着被断双腿的混世魔王 赶来回来 师父 回到顶层大厅 混世魔王又愧又怒 扑倒在地 弟子无能 没能抓回那小子 他打断了我的双腿 还是扬言 让你下去赢他 见状 现场顿时又陷入一阵死寂 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 竟然阴沟里翻船了 那小子 有那么厉害吗 混世魔王 应该是轻敌大义了吧 真是出师不力 晦气晦气 苏九川健壮 心中也惊讶万壮 心想 那小子不是叶家一气子吗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哼 我就知道 此时 反倒是与叶峰交过一次手的光头男 心中暗暗出了一口气 心想 你刚才还笑话我废物 结果怎么着 自己反被废了双腿 还不如我呢 一时间 大厅内众人 惊疑不定 对于混世魔王的惨状 更是愤怒不已 正所谓 打狗也得看主人 挥下弟子 被人断去双腿 这相当于间接地 打了黑龙王的脸 岂有此脸 黑龙王一拍宝座 猛然站起身来 浑身暴涨 疼疼杀气 臭小子 敢杀我的人 本来还想着 乖乖交出龙王令 就饶你一命 看来是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接着 黑龙王就打算 亲自带人杀下楼去 大哥 杀极烟又牛刀 这时 麾下又有一金兽男子初恋 只见他身形瘦靴 浑身阴冷 干瘦的脸上 挂着一只黑色眼罩 此人 乃是黑龙麾下的二当家 精通枪械射击 百发百中 是黑龙身边 最得力的干将和心腹 曾与黑龙出生入死 被敌人射瞎一只眼 因此人称一只眼 虽然失去了一只眼 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专长 反助长了他敏锐的视觉 和射击天赋 杀人于无形 那小子就算再能打 还能干得过枪械吗 我这就带人下去 把那小子射成马蜂窝 黑龙王一听 也觉得有理 毕竟以他的身份 亲自出手 对付一叶家弃子 未免也太掉价了 既然那小子找死 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 直接将他做掉算了 原本 黑龙王还想要问一问龙王令 从何而来 但圣怒之下 也顾不得这些 好 黑龙王点头阴郁 既然他不肯活着上来 那就把他的尸体带上来吧 一只眼一挥手 带了十几个人 全副武装 领命而去 贱二当家亲自下楼拿人 众人也都自觉吻了 甚至可以想象 待会儿带上来的尸体 肯定是千疮百孔 龙王大人 苏九川有些放心不下 问道 这次不再多派些人去了 黑龙王笑了 苏老板 你有所不知 我那二爹 乃是神枪手 百发百中 弹无虚发 有他下场 随便乱放一枪 那小子可能还反应不过来 就被爆头了 说话间 一只眼已率十几名轻信 各个手持双枪 乘坐电梯而下 电梯门一看 二话不说 对着大厅 就是一阵乱扫 姓叶的 奉我大哥之命 请来取你小命 一只眼瞄准了叶峰的脑门 一枪射出 旋即收枪 要不是还得拖拿尸体 他都可以自信转身而回了 啊 这时 服务台前的那些小美女 见到二当家一下子 举枪便射击 纷纷下地钻入服务台下 瑟瑟发抖 生怕被殃及 看来这次 那小子是凶多吉少了 因为二当家下来 根本就不会再给他出手的机会 此刻 叶峰见此情形 微微皱眉 黑龙一再挑衅自己的底线 也已成功激怒了叶峰 只见叶峰一步踏出 手捏法掘 浑身金光大战 煞时间 射来的几十发子弹 就如同被定格在了半空中 全部镶嵌在了金光之内 怎么可能 一只眼见状 目瞪口呆 如同见鬼了一般 开了一辈子枪 射杀了无数的人 但眼前这诡异的一幕 还是平生头一次见 来不及多想 一只眼不敢怠慢 再次拔出配枪 举枪便射 砰砰砰 十余人又是轮番乱射 将枪中的子弹 悉数射尽 但别说射杀对方了 竟没有一发子弹 能够接近到叶峰身前 紧接着 叶峰伸手出 屈指一弹 金光暴射 本定得在空中的子弹 如同时光倒流一般 又被飞速射了回去 啊 阵阵的惨叫声下 一只眼身边之人 纷纷重弹倒闭 啊 我的眼 最后 竟连一只眼 也捂着紧剩的那只右眼 跪倒在地 惨毫不止 外面一阵喧闹 躲在服务台下的小美女们 觉得声音不太对劲 怎么开枪的人 反而惨叫声更大 他们大胆地探出头来 见到了可怕的一幕 只见电梯外 二当家一众人 全部重弹倒下 二当家更是被射瞎了眼睛 跪在了叶峰的面前 而原本 应该被射成蜂窝的叶峰 静毫发无损 安然无恙 黑龙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叶峰站在一只眼面前 揪起他的头发 将他丢回到电梯中 回去告诉黑龙 让他立即 现在 马上 下来见我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再敢为令 就让他提头来见 第37章 我来了 此时 顶楼的大厅 由于先前的一再失利 现场的气氛 也显得有些沉闷和紧张 众人 都焦急地等待 期望二当家得胜归来 扬眉吐气 龙王大人 苏九川 也有些坐立不安 低声问道 这次真的没问题了吗 要不要再多增派些人手 下去支援 黑龙王笑了 苏老板 放心好了 我那二弟 乃是神枪手 百发百中 弹无虚发 有他下场 随便乱放一枪 那小子可能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爆头了 不出意外 他现在应该拖着那小子的尸体 登上电梯了 此话一出 现场手下们也纷纷响应 二当家的枪法 天下无双 必将万无一失 我现在就去电梯门口 迎二当家凯旋 正谈笑间 爆 由小喽喽 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 黑龙见状 笑道 是我二弟回来了 小喽喽还未来几禀报 后方就传来了 阵阵惨叫之声 大厅内众人闻声 纷纷笑道 看来那小子还没被打死 还能叫出声来 想必是二当家 枪下留情 留了他一条小命 嘿嘿 以二当家的枪法 可以做到枪枪避开要害 够他瘦的 泽泽 这叫声真是凄惨啊 只有黑龙闻声 微微一皱眉 心想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倒像是我二弟 在外面惨叫 正疑惑间 就见满脸是血的一只眼 被两个喽啰 搀扶着走进大厅 众人见状 轰笑声戛然而止 无不骇然 大哥 你要替我报仇啊 一只眼捂着自己的眼睛 大声哀嚎着 那小子 射瞎了我的眼睛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啊 黑龙见到自己的心腹 如此凄惨的模样 更是气得蹊跷生烟 瞠目欲裂 臭小子 气我太甚 先是自己的徒弟 被打断双腿 接着又是自己的心腹 被射瞎了 唯一的一只眼睛 打狗也得看主人 这是明白着 不把黑龙放在眼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 黑龙另一边的一名老者 起身追问道 二当家怎么反被射瞎了一只眼 其他的人呢 这名老者 是黑龙麾下的第一高手 人称徐大师 乃是一名武道宗师 他与二当家 同为黑龙的左膀右臂 一个远程弹无虚发 一个近战无人能敌 徐大师的问话 也是现场众人心中的疑问 没了 都被那小子给射杀了 只有二当家 被射瞎了一只眼 丢了回来 什么 众人闻言 纷纷大惊 难道那小子 就算如此 那小子一个人 你们这么多人 还有二当家这种神枪手 怎么还打不过他 徐大师一皱眉 心道 难道那小子也和我一样 铜皮铁骨 刀枪不入 那小喽喽一阵摇头 竭尽所能 用语言来描述 当时发生的一切 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幕 光是回忆一边 就令那小喽喽 一阵恶寒 心惊胆战 子弹都打不中他 砰的一下 子弹就全飞回来了 全都死了 太可怕了 众人闻言 无不害人 倒是我们轻敌了 黑龙同样震惊无比 没想当那小子这么厉害 这时 反倒是徐大师 陈生 原来是数法真人啊 难怪二当家的 栽在了对方手里 无论是武道宗师 还是数法真人 区别不过在于 外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修炼的方法不同而已 难分高低 但 数法真人擅长施法 远程打击使他们的强项 二当家虽然是神枪手 但遇到数法真人 那就相当于降维式的打击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老徐 你觉得那小子实力如何 有把握对付吗 黑龙问道 听手下们讲述 那小子确实有些倒横 徐大师自信一笑 但老夫练体五十年 任凭他数法再强 只要被我一进身 就是他的死期 黑龙点头道 好 这次咱们一起下去 会回那小子 这一次 黑龙也不敢拖大 率众下楼 亲自压阵 为二当家报仇 跟随徐大师 一起弄死那小子 其余头目也纷纷响应 起身跟随黑龙 浩浩荡荡下楼去了 此时 叶峰副手而立 站在一楼大厅 自有一股威压霸气 压得大厅内鸦雀无声 叶峰的耐心 已然快要耗尽 正准备亲自上楼 去揪下黑龙的脑袋 叶 叶先生 这时 服务台的那个小美女 战战兢兢地端着一杯水 来到了跟前 请 请喝水 小美女将水杯 双手奉上 不敢直视叶峰的目光 嗯 叶峰一正 接过水杯 见他吓得瑟瑟 好奇问道 你不怕我 文言 小美女浑身一抖 弱弱地道 怕 怕我 你还敢来给我送水 叶峰饶有兴趣地问 就是怕 所以给你送杯水 求求你不要 杀我们 小美女带着哭腔道 叶峰笑了笑 放心吧 说话间 大厅的电梯 盯的一声 缓缓打开 与此同时 楼梯间也传来了 轰隆隆的下楼声响 下一秒 从楼梯间和电梯间里 同时冲出了一群人来 分站两旁 最后 是黑龙王率众 好好地走了出来 终于来了 叶峰紧钉为首的那名虎背熊摇的男子 心想 此人就是七师傅麾下九名义子之一的黑龙 小子 你不是想见我吗 黑龙声若雷霆地咆哮道 我黑龙王来了 黑龙王一现身 气势十足 一下子就震住了场子 令服务台前的那些工作人员们 也不禁大大的松了口气 臭小子 快点交出龙王令 见黑龙王 你还不快点跪下迎接 黑龙身后 一众小头目们也纷纷叫嚣着 大王 你先稍候 我先去会会那小子 徐大师抖擞精神 逐渐加快了脚步 向着叶峰冲了过来 第38章 七品宗师 见徐大师亲自出马 身后一众喽啰们 纷纷吆喝欢呼 为其撞行 徐大师加油 这次徐大师亲自动手 那小子死定了 我敢打赌 那小子肯定撑不住三招 我赌那小子一招 就会被徐大师秒杀 身为黑龙麾下 第一高手 众人对徐大师 还是很有信心的 而苏九川帮不上忙 在一旁干着急 并有些懊悔地道 早知这样 就该把我们苏家的供奉 也一并请来助战 呵呵 黑龙摆了摆手 笑道 苏老板莫慌 这位徐大师 别看不怎么起眼 但却是一位真正的顶尖高手 七品宗师 他追随我十年 我对他再了解不过了 百米开外 我不敢说 但百米之内 无人能敌 而眼下 双方的距离不过百米 随着徐大师急步上前 两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在黑龙看来 如此近距离之下 胜负已经是板上钉钉 无需多言 而苏九川听了黑龙的介绍后 也不禁对徐大师肃然起敬 原来是七品宗师 师敬师敬 要知道 即便是他们苏家的供奉 也不过才看看八品而已 宗师境界 共分九品 以一品为尊 以九品为下 但 即便是一位九品宗师 以一敌百 也是家常便饭 而能突破九品 迈入八品 七品的境界 各个都有绝技傍身 先有敌手 至于六品 五品 甚至在网上 已非常人可以想象的了 这下 苏九川也彻底放下心来 并目不转睛 想要一睹七品宗师的威能 看着大不留心 向自己冲来的徐大师 叶峰不禁冷冷一笑 黑龙就是这么迎接我的吗 不过 见那来者 身形矫健 步伐沉稳 底盘扎实 俨然是一名练家子 比之前派下来的那些 不入流的人 是强出不少 叶峰心想 黑龙身边 倒是还有些能人 但 也不过是些虾兵蟹将而已 小子 你是修行中人吧 徐大师见二人的距离 已经在三十米之内 几乎是稳操胜券 甚至生出了 想要让对方几招的打算 怎么还不准备 要不要我让你三招 叶峰只淡淡瞥了一眼徐大师 就已对他魂不在意了 转而看向黑龙 并背负着双手 向着对方走了过去 嗯 见叶峰如闲听信部一般 向自己这边走来 而且眼中根本就没有自己 被人如此漠视 不禁令徐大师大目 臭小子 找死 两人的距离 不足十米 在这个范围 徐大师有十足的信心 隔空打一拳 都足够轰杀对手 咔咔咔 徐大师虎去一身 浑身的骨骼 就如同鞭炮一般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陡然间 徐大师原本瘦弱的身体 也一下子变得高大威猛起来 就连身高也仿佛拔地而起 猛然增进了不少 嗯 黑龙看吧 暗暗点头 徐大师也终于认真起来了 旁人或许不知徐大师的厉害 但黑龙却深知 徐大师那七品宗师的特殊之处 在于力量和体型 是同时增长的 换言之 徐大师动用权力后 其身材和身高 不在黑龙之下 而要知道 正常情况下 黑龙身高在一米九 而徐大师 只有一米七 走江湖耍把似的 常表演一种叫做 缩骨弓的独特能力 但是与之相反的增骨弓 却先有人能 仰望着徐大师那伟岸的身躯 苏九川也不禁惊叹道 太不可思议了 而黑龙麾下的一众 大小头目和喽啰们 见到这震撼的一幕 也忍不住欢呼雀跃 那喊诸威的声音更大了 不愧是徐大师 上一次见他如此认真 还是在地下擂台赛上 他连败五十多名对手 刷新记录的时候 没想到 对付那小子 徐大师竟然要全力以赴 未免也太大财小用啊 杀鸡烟用牛刀 看来徐大师是一点机会 都不准备给那小子留啊 面对徐大师的惊人巨变 叶峰的神色依然淡定 甚至从始至终 都没多看对方一眼 这般无视 令徐大师彻底震怒 双方的距离不足十米 臭小子 你已经成功激怒我了 说着 徐大师伸出巨大的手掌 向叶峰头顶抓来 我要捏碎你的脑袋 叶峰依然镇定自若 步履从容 双方距离 三米 两米 一米 巨大的手掌 如同撑开的一把伞 笼罩在了叶峰头顶 旋即向下 猛击而来 叶峰既不抬头 也不停步 目不暇视 只是在与对方擦肩而过的一瞬 向着对方那一侧 猛然一挥手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再看徐大师那巨大化的身躯 就像是被打出去的炮弹一般 一路横冲直撞 哄 又是一声闷响 在一路被击飞上百米远后 徐大师的身躯 最终撞塌了大堂的另一面墙壁后 这才同坍塌的砖石 一同落地 埋在了一处 第39章 龙泉九世 对面的欢呼和尖叫声 戛然而止 煞时间 一楼大厅 仿佛变成了千年古叉一般 寂静的吓人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 扭头看向徐大师撞塌的那面墙壁 眼睛瞪大 嘴巴大张 下巴都快要掉到地上了 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我是不是在做梦 操 你掐我干什么 这特么不是梦 就是现实 那个是冒牌的徐大师吧 怎么可能被人一巴掌就抽飞 假的 一定是假的 徐大师如此不堪一击 不禁令现场众人都深陷怀疑之中 百思不得其解 七品宗师 就这么败了 苏九川同样目瞪口呆 胆道不可思议 这 怎么可能 黑龙眉头紧锁 同样震惊无比 本以为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 结果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己方之人被碾压 徐大师明明已经使出全力了 怎么还被 想到这里 黑龙不禁背脊声寒 不敢继续往下去想了 堂堂七品的宗师 全力以赴 竟被对方一巴掌给抽飞 如果眼前的这一切 没有任何意外情况 都是真实的 那么 那小子的实力 也太恐怖了吧 黑龙猛然回过神来 在扭头直视叶峰 赫然发现 叶峰已经踱步 走到了自己的面前 看似云淡风轻 实则压迫感十足 甚至当叶峰 静在咫尺的时候 黑龙感觉面前 仿佛有烈烈的狂风 划过脸颊 令人窒息而惊步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黑龙瞪大了惊恐的双眼 凝视着叶峰 从对方那双 深不见底的眼眸中 有一种凝视深渊 随时会被吞噬的错愕感 叶峰站定 再次拿出那款龙王令 我 叶峰 新一任地下龙王 龙门之主 剑令如剑龙王 黑龙 你还不下半 叶峰语气吼腔 吐出的每一个字 都如同子弹一般 扫射全场 如果放在从前 有人胆敢自称 自己是龙王 那么 不被群殴 也得被人笑掉大牙 可是 在亲眼目睹了叶峰 一掌抽飞徐大师后 现场众人秉息凝神 没人再敢质疑 唯有黑龙 仍是一脸的不服 地下龙王 你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黑龙退后数步 无法接受 就算你再厉害 你也不是龙王 龙王令 你是在哪里捡的 想要成为龙王 光凭一块令牌可不够 龙王令 只是一块象征 但是想要做上 地下龙王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志 这些年来 他们九人迟迟无法 推举出新龙王 正是因为这一认证 无人能办到 哦 你是说这个吗 叶峰文言 立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然后屈膝 下蹲 缓缓摆开了一个骑手式 煞时间 叶峰周身 仿佛有虎啸龙吟一般的气势 这 黑龙见状 如同见鬼了一般 瞪大了惊恐的双眼 眼前这一幕 仿佛比刚才叶峰秒拜徐大师 还要令他惊恶万壮 你 你这是跟谁学的 叶峰平静地回道 你说呢 说着 叶峰一步踏前 阵臂一推 飞龙在天 煞时间 这一拳击出 伴随着一阵龙吟 拳进一字长龙 瞬间贯穿了黑龙的胸膛 嗯 黑龙闷哼一声 捂着胸口 步步后退 你 你怎么会龙拳的 黑龙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脸上写满了骇然 同样的招式 平生除了老龙王外 还是第一次见有第三人使出 而且其威力 游在自己之上 与此同时 黑龙的手下们 同样是一片哗然之色 那是我们老大的成名绝技 飞龙在天啊 那小子 他 他怎么也会啊 难道他真的是星龙王吗 面对众人的阵步与惊疑 叶峰不达 又是一步踏出 双拳齐出 双龙取水 好 又是一阵龙吟轻笑 双拳左右开弓 那恐怖的弓势 令黑龙有一种 被双龙缠绕身躯的窒息感 这 这不是青龙的绝技吗 他竟然也会 黑龙原本的坚持 已经开始出现动摇 因为龙拳 共分九世 老龙王将这九种不同的招式 分别传授 给了九名义子 每人精通一事 老龙王曾言 持有龙王令 以及精通龙拳九世者 将成为下一任龙王 起初 黑龙在见叶峰持有龙王令 并不以为然 但是随着叶峰 连出两招龙拳 黑龙彻底被惊到了 难道 真的是老龙王的传人回来了 不等黑龙反应过来 叶峰的第三拳 从天而降 龙战于也 哄 大厅内 又爆发出一句龙鸣 珊瑚海啸一般 从头顶上空龙龙碾过 黑龙如芒在背 再也撑耻不住 轰隆一声 双膝震碎地面 被压垮在了地上 叶峰站在黑龙面前 冷声道 老龙王已经将龙拳九世 全部传授于我 这三招龙拳 我只使了一成十例 如果你还不信的话 我可以继续 但你小命 恐怕就要不保了 这三剂龙拳 虽然叶峰竭力压制 但也已经将黑龙打了得半死 第四拳打出 叶峰可不能保证黑龙的死活 而此刻 三招龙拳 也已彻底令黑龙放下戒地 心悦成福 我信 我信 黑龙双手抱拳 单膝跪地 颤声道 黑龙拳迎龙王 第四拳 拳迎龙王 随着黑龙的沉浮 周围众人 哪还敢怠慢 也一同单膝跪地 齐声道 拳迎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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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 大厅内 山呼海啸一般 众人口呼龙王 这震撼的一幕 就连一旁的苏九川等一众燕京富豪们 也全都看傻了眼 见现场唯有夜风 傲然独立 其余人等 皆纷纷下拜 苏九川等人 也不敢站着太过显眼 于是 也只能随大流逝地 蹲在地上 不敢吭声 他们哪能想到 本以为是见证黑龙上位 结果没想到 半路又杀出来了个新龙王 这特么 到底是什么情况 苏九川直到现在 仍是一头雾水 偷偷抬头 打亮了夜风几眼 心中狐疑 这小子 真是夜家的弃子 怎么一下子又变成地下龙王了 夜风轻咳一声 众人立即只声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现场又恢复了一片死寂 夜风扫了一眼现场 然后又问道 黑龙 昨天我不是让人大话了 让你立即召集其他龙崽子 来这里见我 为何现在 只有你一人 其他八个呢 七师傅麾下 共有九名义子 各个实力不凡 称霸一方 而七师傅曾言 他们若服可重用 不服者可以除掉 但夜风没想到 第一次动用龙王令召集众人 九人中 只有一人在场 面对夜风的质问 黑龙下的冷汗直冒 忙道 回龙王的话 我已经将此事通知了其他人 只是 黑龙面露难色 情况有点复杂 不知该从何说起 只是什么 夜风问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黑龙叹了口气 道 自从老龙王失踪以后 我们九人就因为争权而反目 现已各聚一周 各自为王 互不往来 我的话 他们是不会听的 闻言 夜风点了点头 这种情况 七师傅自然也早已了到 所以才让夜风 持龙王令 重新整顿龙门 免得他们九人 继续自相残杀下去 想了想 夜风又继续道 那你就把今日发生之事 原原本本告知他们 在意我的名义 继续召集 献他们三日之后 前来见我 三日后 拘捕召见者 断臂成志 再三日 仍不召见者 杀无赦 黑龙领命 连忙安排 都起来吧 夜风一挥手 众人这才中方才的压迫中 缓缓起身 暗自里松了口气 龙王大人 黑龙宫申道 请随我到大厦顶层一续 就在众人 前呼后拥 夜风即将登上电梯之际 大厅外 突然传来了 阵阵叫骂声 声势越来越大 夜风那小子呢 还在不在了 妈的 敢吹我一只手 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你 只见强哥 一手绑着绷带 骂骂咧地带人 又闯了进来 只不过这一次 跟在强哥身后的 是成百上千的兄弟 原来 就在强哥去医院 包扎伤口的同时 他的手下 也招来了附近的帮手 几乎燕京九区 所有被招来的龙门 各不人手 一听强哥的手被人废了 纷纷赶来帮忙战场 如此浩大的声势 就连黑龙见了 都不禁被吓了一跳 这特么都是谁的人 黑龙惊声质问 一旁的大小头目们 但凡从中见到一个熟面孔 都被吓得脸色煞白 不敢言语 人呢 跑了 强哥嚣张地回到大厅 立即跟黑龙一众大佬 撞了个满怀 嘿 黑龙王 强哥吓得缩头缩脑 气焰一下子也被压了下去 小强子 你肯定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要造反吗 黑龙怒斥一声 吓得强哥浑身一阵哆嗦 他也没想到 黑龙王不在大厦顶层待着 怎么突然跑下楼来了 你不是在找我 叶峰淡淡一笑 又走了回来 再见叶峰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刚才在医院被告知 自己的手掌 再也接不回去了 强哥立即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也不顾黑龙王在此 立即指着叶峰怒道 姓叶的 你还敢在这里 你废了我一只手 我要让你 血债血偿 黑龙王大人 姓叶的这小子 说着 强哥还想向黑龙王解释一番 但黑龙健壮 吓得浑身血液倒流 没想到自己的一个手下 竟敢跟龙王为敌 这要被降下罪来 黑龙如何承受 他妈的 小强子 你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黑龙说着 一巴掌将强哥给抽飞了出去 龙王的姓氏名讳 也是你能叫的 你还敢跟龙王叫板 老子打死你 黑龙一动手 立即由手下 一拥而上 将强哥拿下 等待龙王的处置 龙王 这 这小子 强哥被打得脸颊高肿 顿时就猛了 他实在是无法将眼前之人 跟传说中的龙王对上好 他不是叶家气子吗 睁开你的斗眼 好好看着 这就是新上任的龙王 黑龙怒急 再次将强哥踹翻在地 而后又躬身道 请龙王大人息怒 这下子 该当如何处置 请龙王发落 这时 强哥等人 才纷纷反应过来 纷纷磕头如捣算 哀求道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实在是不知啊 求龙王开恩 饶我们一条狗命吧 叶峰冷冷地扫了眼这些人 自然是懒得出手 许如海让你们如何对付我 叶峰好奇地问道 回龙王的话 强哥立即回道 说让废掉你的四肢 丢到护城河里去喂鱼 黑龙一听 勃然大怒 这个姓许的 真是胆大包天 我这就带人去做了他 叶峰文言 平静地一笑 来而不往非离也 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但你们应该知道 该做什么了吧 强哥一正 随即明白过来 立即道 请龙王大人放心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姓许的算账 血债血偿 随即 强哥率众 又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大厦 而叶峰也随着黑龙等人 乘坐电梯 上了顶层 就在这时 守在外面的燕金卫 见数千人众来去匆匆 不知大厦内有何变故 跟我精选 看看情况 金吕一挥手 立即带领一支队伍 冲进了大厦 第41章 全民偶像 哇 快看 是金吕一 金指挥史业 好帅啊 金大人可是我的偶像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随着金吕一的萨爽身姿 出现在大厦内 立即引起了服务台前的一众小美女们 尖叫连连 一个个仿佛化身成为了小迷妹一般 金吕一虽为女儿身 但却功马贤熟 武艺超群 年纪轻轻 就能统领燕金卫 同时 她还拥有绝美的容颜 和绝尘的气质 属于美貌与实力并存于一身 深受民众的喜爱和崇拜 尤其是新时代的年轻女性们 更是将金吕一 视作是心目中的偶像和目标 谁说女子不如男 谁说女子就一定要对金赵花 女子之中 同样也有不爱红装爱武装 也能和男人一样 上阵杀敌 建功立业 此时 金吕一招手 两队侍卫 陆续进场 控制住了局面 只不过此时 叶峰和黑龙一行人 已经乘坐上电梯离开了 金吕一扫了一眼在场众人 立声问道 是谁允许你们再次聚众的 有没有相关府报呗 你们的老板黑龙呢 让他出来见我 闻言 前台的小美女们 怯声声地回道 我们老板 正在陪一位重要的贵客 已经上楼去了 什么客人 金吕一追问 是何人 搞这么大排场 要造反吗 一座龙门大厦 前后共聚集了上万人 金吕一进入燕京卫以来 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人聚众 深感不安 是 在金吕一的一再逼问之下 前台小妹才不得已透露实情 是为了迎接龙王 什么 龙王 地下龙王吗 金吕一听后大惊 就连周围的侍卫们 也都变得紧张起来 地下龙王的赫赫威名 谁人不知 当初为了镇压此人 官方整整调动了三位战神级的强者 前后堵截 才勉强将其擒货 并关押在了一处秘密监狱中 从此地下势力 分崩离析 变成了一盘散沙 难道他越狱了 金吕一大感不妙 如果越狱的龙王 就藏身在此处 那么事态可就严重了 不 不 前台的美女 连忙解释 不是老龙王 是一位新龙王 据说是老龙王的传人 闻言 紧张的侍卫们 才稍稍松了口气 新龙王 金吕一袖眉微醋 仍不敢掉以轻心 哪怕是有老龙王一半的能耐 也将会十分棘手 可恶 金吕一心想 义父刚一离开燕京 不光黑龙回归 还冒出来个龙王的传人 真是麻烦不断 他们聚在一起 怕是又要搞什么事情了 带我去见他们 金吕一正色道 金吕一打算亲自去会一会 这个新任龙王的虚实 这个 前台的美女们有些为难 我打电话问问 一通电话 果不其然被谢绝了 老板说了 今天要迎接新龙王 不太方便见客 要不改天吧 金吕一成音片刻 考虑到要是带人硬闯的话 难免会有一场冲突 反而自己成为挑适的一方 退一步讲 黑龙他们最多只是聚众 并无罪责 即便是燕京卫 也没理由强闯抓人 那好 我就改日再来拜访 金吕一刚一转身 脚步一顿 又继续道 告诉黑龙 回到燕京 城内最好老实一点 我们燕京卫 会随时盯着你们的 走 金吕一挥手 率重离去 此时 顶层大厅 叶峰坐在龙王座上 傲视群雄 而黑龙亲自为叶峰 一一介绍自己的下属 以及龙门的事项 众人宣布 从此效忠于叶峰 奉为龙主 绝无二心 这位是苏老板 介绍完自己人后 黑龙又介绍一旁的来客 首先介绍的 自然是位列十大豪族之一的苏家人 苏家 叶峰一挑眉 想起白薇薇说过 有五大家族 皆是依靠他们白家起飞 而苏家也是其中之一 在下苏九川 苏九川忙躬身道 今日有幸见叶龙王大展神威 大胆佩服 我苏家愿与龙王 永结盟好 叶峰看了一眼苏九川 然后问道 崔家有没有向你们传话 这几日会召集你们五大家族开一个会 你是说 关于白家要重出江湖的传闻 苏九川点头道 倒是听说了一些 据说白家来了一位顶尖强者 一夜之间就把崔家给打怕打服了 啊 说到这里 苏九川猛然一惊 道 难道 白家的那位靠山 就是龙王大人 叶峰点头道 不错 就是我 我有计划 要住白家 东山再起 到时 仍需要你们五家的鼎力协助 我不管你们五大家 曾经与白家恩怨如何 那些都已比结果 从现在开始 我将主持大局 一切都要听我的 到时会议上 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表态 你们苏家应该明白吧 苏九川瞄董 立即道 我们苏家 将全力配合龙王大人 与您共进退 叶峰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今 彻底收强的黑龙 这一股地下势力 等下次会议上 在整合完五大家族 为己所用后 自己在金钱 权势方面 都有了碾压叶家的资本 夺回叶家 只日可待 正商一间 突然有下人来报 说是燕京为金吕一带人 闯了进来 想要求见 金吕一 他怎么来了 叶峰一皱眉 也没太在意 不见 但刚打发走金吕一众人 紧接着又有下人 慌慌张张张来报 报 启禀龙王 大事不好了 外面来了个老头 点名要找黑龙 我们闭门谢客 一路打了上来 没人能拦得住他 闻言 黑龙惊怒 哼 什么人 赶来找我的麻烦 活得不耐烦了吗 话音未落 店外便传来了一个 苍老的声音 正是老夫 只见一名金兽老者 须发皆白 身着不衣 手持一根奇眉棍 站立在大厅之外 老大 就是这老头儿 小楼落下的退后竖步 你是什么人 黑龙一正 并不认识这名老者 是赵老派我来的 老者缓缓说道 让给你一点教训 第四十二章 给我个面子 赵老 黑龙闻言 顿时恍然 原来是赵老派来的人 一定是为了那日 自己出而反而 想要夺回那块玉佛一事 原本 计划一切顺利 只是万万没想到 半路出现了叶峰 横生变数 原来是赵老派来的人 叶峰见状 也不禁多看了 几眼那名老者 并在心中 评估着此人的实力 那件事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黑龙见人找上门来 也不愿将此事闹大 于是主动承认错误道 替我向赵老道个歉 改日 我将备奉厚礼 登门拜访 哼 老者冷笑一声 要是道歉有用的话 我就不用来了 黑龙一皱眉 道 看来你是不肯善罢甘休了 赵老吩咐了 让我给你一点教训 老者继续道 让你长点记性 赵家 可不是你们这种阴沟里的老鼠 能够招惹的 老者轻蔑的话语 顿时激怒了龙门众人 诚然 赵家曾经是官宦之家 高高在上 后来下海经商 又能做到富甲一方 对于黑龙这等地下势力 自然是看不上眼的 在赵老的眼中 黑龙等人 与阴沟里的老鼠 一般无二 都是上不了台面 见不得光的 好狂的口气 这时 一旁的徐大师 走了出来 大王 让我来会会他 黑龙道 老徐 小心先 他可是赵家的客亲 实力肯定不弱 放心吧 徐大师倒是对自己很有信心 我打不过龙王大人 难道还打不过这个小老头吗 徐大师还不相信了 自己堂堂七品宗师 难不成在同一天 会栽倒两次 虽然方才与叶峰交手 被一巴掌抽飞 但叶峰并没有动真格的 再加上他自己一身横练的功夫 所以并没受太重的伤 如今 再败了新龙王 徐大师也急于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正好拿眼前这老头练手 重新立威 你们最好一起上 老者以棍处地 平静地道 我赶时间 想在我们龙门撒野 就先过我这一关 徐大师再一次抖擞精神 浑身肌肉和骨骼猛涨 每一步踏出 仿佛都增高一头 这一身横练的功夫 勉强也就算下三品的宗师 老者微微眯眼 想要与老夫交手 至少也得有上三品的实力才行 哼 还上三品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徐大师在距离对方十米处 猛然挥拳 如猛虎下山 气势十足 先吃我一拳 面对来势汹汹的徐大师 老者手中的气霉棍 微微一扬 然后以一记横扫千军之势 骤然出手 刷 一道破空之声 迎面来 徐大师只感觉 呼吸一致 碰 下一秒 不及反应 但见徐大师那巨大的身躯 就像是被击飞的棒球一般 一路跌跌撞撞 摔出去了十几米远 死 黑龙等人见了 都不禁道西一口凉气 任谁也没有想到 徐大师竟然在对方手里 连一招都戒不下 而此刻 徐大师狼狈着地后 整个人也已经抹了 他想静静地躺一会儿 今日接连的失败 给他的自信心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黑龙今生问道 老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王凡 说着 老者将手中的奇梅棍 重重往地上一处 顿时 地面一道裂痕 一路蜿蜒伸展 逼到了黑龙的脚步 死 黑龙只觉得脚底一马 登登登 被震退束步 黑龙 突然受死 老者王凡立声道 王凡 王凡 黑龙喃喃重复着这个名字 猛然想起一人来 你 你就是都尉府的枪棒教头 王凡 王教头 老者呵呵一笑 老夫已经到了还乡 早已不是什么教头了 果然是你 黑龙的脸色大变 难怪自己手下 最能打的徐大师 都被一招秒了 原来是 王教头 躺在地上的徐大师 忽然又有了信心 并觉得自己输得不冤 要是自己能赢王教头 那才是见鬼了 一个枪棒教头而已 名气很大吗 见证人反应极大 叶峰好奇地询问一旁的苏九川 龙王你还年轻 有所不知 苏九川低声介绍 此人虽是枪棒教头 但名满天下 燕京内大半的侍卫 都是他一手操练的 一手棋梅棍 可在万军丛中 取敌将手机 据说 他的实力 是战神之下 最强之人 哦 有媲美战神的实力 叶峰暗暗点头 那即便是黑龙 恐怕也不是其对手了 但 既然对方点名要教训自己 黑龙也只好硬着头皮 出战迎敌 原来是王教头 失敬失敬 黑龙一抱拳 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 王教头的高招 请了 王凡一甩手中的奇眉棍 一棍晴天 直取黑龙而来 黑龙见状 也不敢怠慢 拔出妖刀 挥刀迎敌 汤郎一声脆响 刀棍相碰的一瞬间 王凡的手腕 轻轻一抖 一股无形的力量 骤然爆发 竟将黑龙的双刀 齐齐震断 死 黑龙见状 倒吸一口凉气 来不及多想 只能弃刀挥拳 继续猛攻 飞龙在天 黑龙使出独门的龙拳 伴随着一道龙银声 直击对方面门 见状 王凡手一收 奇眉棍如同蛇龟洞一般 瞬间被收了回来 紧接着 再次棍出如龙 拳棍相交 啊 黑龙一声惨叫 只觉手臂骨骼尽碎 在一股恐怖的威压之下 整个人也不受控制的 向后倒下 王凡一棍断刀 毫无拖泥带水 打得黑龙毫无招架之力 但 在重创黑龙以后 王凡并没有收手 反而继续挥舞起手中棍棒 向着黑龙的头颅 直击而下 见状 黑龙冷汗直冒 大呼一声 我命休矣 被当头棒喝 即便是不死 怕是也残废了 就在棍棒 即将要击中黑龙面门之际 叶峰动手 一个闪身 来到了黑龙身旁 出手稳稳地接住了棍棒 够了 叶峰平静地道 回去告诉赵老 给我叶峰一个面子 此时到此为止吧 第43章 黑龙归心 嗯 王凡这一棍落空 竟被眼前这个年轻人 稳稳地接在手中 不禁微微一惊 不过 见叶峰竟替黑龙出手 想来他们也是一伙 又不禁心生轻蔑 你又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赵老 给你面子 王凡并不清楚 今早叶峰救了赵老爷子一命 与赵家有恩 而赵老爷子出院后 回到家中 也没有声张此事 只是听说黑龙人在燕京 为了替小孙女 报夺御佛之仇 所以才派家中客亲王凡 来给黑龙一点教训 黑龙现在是我的人 叶峰捏着奇眉棍 没有松手 打狗也得看主人 那我就连你这个主人 一起打 说着 王凡手腕一抖 挣脱开了叶峰的束缚 叶峰也被这一记棍颤 给震退束部 虎口都有些隐隐发麻 心想 不愧是战神之下的强者 果然厉害 虽如此 叶峰依然挡在黑龙身前 寸步不让 小子 让开 王凡手中的棍棒 再一次重重处地 一道巨大的裂痕 蜿蜒开来 直逼叶峰脚边 叶峰见状 也一步踏出 同样震碎地面 一股无形的力道 迎面上 煞时间 两股看不见的力量 在地板之下交锋 竟直接震穿了楼板 嗯 王凡见状 不由得暗暗一惊 好小子 有点意思 难怪敢在老夫面前逞呢 顿时 王凡也生出了 争强好胜之心 那就让老夫来会一会你 说着 王凡手中的棍梅棍 再一次出手 如导弹一般 直击而来 见状 叶峰对身后的黑龙道 看好了 飞龙在天 不仅要追求速度 力量同样也得有保证 说着 叶峰一拳击出 竟迎着对方的棍棒而去 飞龙在天 叶峰这一拳 犹如蛟龙出海 龙银四起 煞时间 拳棍再一次交锋 犹如火星撞地球一般 发出一声惊雷般的声响 紧接着 咔咔咔 一连串爆竹般声响 王凡手中的棍梅棍 静意结结碎裂 最后 一股恐怖的力量 犹如惊涛骇浪一般 将它吞噬 登登登 王凡气了手中的棍梅棍 一连退开十几米远 才勉强站稳了身形 好小子 你 王凡一顿 这才发现自己整条手臂 已失去知觉 面露骇然之色 你 你到底是谁 若不是方才一帆交锋 王凡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有朝一日 竟会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 难道 自己真的老了 我叫叶峰 叶峰平静地道 黑龙你也已经教训过了 没必要赶尽杀绝 回去告诉赵老 黑龙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会多加约束的 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吧 黑龙的所作所为 是他旧游自取 但罪不至死 叶峰 王凡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好 我记住了你了 今天 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告辞 王凡单手抱拳 然后转身去 直到王凡离开 寂静无声的大厅内 才陆续爆发出欢呼声 天哪 龙王大人太厉害了吧 连成名已久的王教统 都不是咱们龙王大人的对手 那还用说 咱们龙王大人 可是老龙王的传人啊 可像那小老头 刚才来世还牛逼哄哄 瞧不起咱们 现在也让他知道厉害了吧 龙王大人威武 龙门众人 对叶峰这位新龙王 愈发的敬畏和崇拜 多谢龙王大人 出手相救 不然今天 我怕是难逃一劫了 黑龙又是感激 又是惭愧 哎 可惜 我这一条手臂被废 黑龙看着自己那条断臂 今后自身实力 要大打折扣了 这时 叶峰走上前 托起黑龙的断臂 虚止一点 紧接着 掌心运起 用力一握 黑龙不明所以 不懂叶峰抓自己的断臂 要做什么 难不成 还怀疑自己是装的 但就在这时 黑龙突然感觉 那条断臂 有了一股温热的知觉 旋即 又是一阵骨骼 劈啪作响 刚刚被一棍震碎的骨头 竟悉数复原 恢复原状 我 我的手 黑龙动了动自己的断臂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了 竟然好了 黑龙面露狂喜 看向叶峰 没想到叶峰 竟有如此妙手回春之法 多谢龙王大人 黑龙再次跪地 以头抢地 黑龙今后 愿为龙王大人 安前马后 誓死追随 此时 赵家 书房 赵老爷子 正跟一中年男子交谈 赵老 恕在下直言 你竟然为了叶峰一弃子 公然与叶峰反目 此事若是闹大了 恐怕很难收成 对谁都不利啊 还望赵老三思啊 中年男子 名叫袁之梅 曾是赵老的学生 身受器重 并一路提拔 现任户部的侍郎 赵老爷子将此人召来 也是为了 帮叶峰所求之事 追查叶家税务 动摇其根基 但 此事却遭到了 袁之梅的强烈反对 我欠叶峰一个天大的人情 赵老缓缓道 人家救了我的命 这点忙还是要帮的 哼 袁之梅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赵老你现在好好的 救命之恩 又从何谈起呢 莫要被那小子给骗了 区区叶家弃子而已 赵老不必对这种人上心 对这种人 袁之梅是瞧不上的 更不愿出手相助 在学生的一番苦劝 和分析厉害后 连赵老爷子也有些动摇了 就在这时 王凡回来了 王教头 袁之梅见状 连忙起身问好 他有一子从物 曾受到王教头的点拨和照顾 如今成就不凡 王教头 你受伤了 袁之梅眼间 察觉到王凡手臂不变 怎么回事 赵老眼盲问 黑龙我已经教训过了 王凡苦笑摇头 但我最终 却败在了一个年轻人的手上 什么 袁之梅文言大惊 是何方神圣 连王教头 你都不是对手 赵老同样也惊异不定 没想到黑龙身边 竟还卧虎藏龙 此人名叫 叶峰 王凡心服口服地说道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什么 叶峰 袁之梅脸色一僵 那个叶家弃子 这怎么可能 第四十四章 昆仑战神 袁之梅面露惊骇 刚刚还被他看不上眼的家族弃子 结果却是连王教头 都不是其对手的顶尖强者 这怎么可能 此等身份的差距 令袁之梅难以置信 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吧 袁之梅自我安慰 应该是宠明 此时 赵老爷子同样也惊异不定 他只知道 叶峰的衣术无双 但还从未听说过 叶峰的身手如何 更何况 对手还是王凡这种 战神之下的顶尖强者 赵老爷子忙拿出手机 找出来一张叶峰的照片 让王凡确认一下 没错 就是这个年轻人 王凡赞叹 真是后生可畏啊 在得到了肯定后 赵老爷子也被惊到了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叶峰 竟是一位义务无权的年轻俊杰 袁之梅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追问道 王教头 你再仔细看看 确定是他 王凡笑道 我又没老糊涂 刚跟他交过手 又怎么会认错人 哈哈哈哈 赵老爷子终于笑出声来 拍着学生的肩膀道 之梅 如何 老夫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看人的眼光 还是不会错的 这个叶峰 可非常忍 叶峰将其逐出 反而是叶峰的巨大损失 袁之梅尴尬地笑了笑 没想到刚刚被他轻视之人 竟如此厉害 而王凡 同样也赞同赵老爷子的评价 不错 此子如此年纪 就能有如此实力 未来不可限量 赵老爷子又好奇地问道 王教头 以你之见 叶峰尸成何人 竟如此厉害 王凡沉声道 当时我落败后 只是大受震撼 并没有多想 但在回来的路上 回想起战斗的情形 这年轻人的招式 刚猛霸道 大有军中拳风 倒是让我想起一人来 是谁 赵老爷子和袁之眉齐声问道 顿了顿 王凡表情严肃 说出了那人的名号 昆仑战神 什么 昆仑战神 文言 赵老爷子和袁之眉 露出了更加震惊的神色 这话如果出自于别人之口 自然会被当作是笑话 没人会当真 但是 王凡王教头 乃是战神之下的顶尖强者 也有机会与各大洲的战神们交手切磋 他话的可信度是极高的 在军中大会上 我曾有幸 跟昆仑战神交过手 王凡露出了怀念和激动的神色 对 不会错的 那种压迫感 几乎是一模一样 昆仑战神啊 赵老爷子也略带怀念的喃喃低语 可惜了 一代战神 早已陨落 袁之眉再次惊道 王教头 你的意思是说 叶峰 他是昆仑战神的传人 岂有可能 王凡道 而且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愿意入伍的话 未来问鼎战神之列 不在话下 王凡的眼中 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仿佛见证了一位未来的战神星星 冉冉生气 见状 袁之眉立即起身 对赵老爷子道 赵老 叶峰拜托你的那件事 就包在我身上了 且看明天的头条新闻 说完 袁之眉就立即告辞离去 回户部准备去了 虽然刚才 很不情愿为叶峰做事 从而得罪整个叶家 但是现在 袁之眉以为叶峰做事为荣 毕竟此人这很有可能是未来的战神 而区区叶家又算得了什么 嗯 赵老爷子也暗暗点头 有了今天这一遭 叶峰在赵家人心中的分量就更重了 更何况 在这一个月内 赵老爷子还有求于对方 为自己练之续命的丹药 与此同时 许家的许如海 正在一家高档餐厅 与胡鹏狗友们喝酒庆祝 等着自己派去的人传回来好消息 突然 砰的一声 包厢的大门被人踹开 强哥率众 冲了进来 嗯 许如海一惊 随即认出 是自己重金聘请的打手 虽心中惊怒 但还是强压下怒火 问道 让你们去对付的人 怎么样了 人事带来了 还是丢到河里去了 强哥闻言 冷冷一笑 这一单生意 险些害得自己小命不保 手也被废了 强哥自然将心中怒火 都反射了回去 上 强哥一挥手 手下门立即一拥而上 你们干什么 许如海大惊 来人啊 保镖呢 但任凭许如海如何叫喊 外面的保镖也早已被制服 无人来救 你们疯了 许如海惊怒交加 你们敢动我 我可是许家的人 你一个小混混 考虑过后果吗 强哥冷声道 凤龙亡命 来让你吃点苦头 先断了他的四肢 丢到护城河里去 派人去看着 不许任何人去施救 许如海惨叫一声 被拖出包厢 一直被拉到护城河畔 才对其处以急刑 他做梦也没想到 偷鸡不成十把米 派出去的打手 反而把自己给打废了 而另一边 叶家 许如云已经半天 都联系不上大哥了 原本还想要问一问 有没有抓住 叶峰那个小畜生 结果没想到 到了下午 大哥法失联了 到底怎么回事 许如云忽然感觉不安 右眼皮也一直跳 老公 我担心我大哥出事了 你能不能帮我 许如云急匆匆地来到书房 找老公叶元吉求助 此时的叶元吉 正翻箱倒柜 急得焦头烂额 对妻子的话 充耳不闻 怎么了 许如云又重复了一遍 我们在公司 遇到大麻烦了 叶元吉一边将一些材料 丢入碎纸机中销毁 一边道 刚才咱爸打来电话 说户部的人 突然闯入我们公司 要来查账 说是有人举报 我们公司偷税漏税 现在公司 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什么 许如云也被吓了一跳 毕竟 做到叶家集团 这种规模的大公司 谁屁股下面会干净 只要一查 就是一连串的问题 我得回公司一趟 去配合调查 销毁完手头上 这些重要的材料后 叶元吉又立即动身出门 许如云呆呆看着丈夫离开 内心气上巴下 先是大哥失联半天 接着又是夫家被查 一天之内 许如云感觉自己头顶的天 仿佛都快要塌下来了 但殊不知 这一切 才只是开始 第四十五章 请你吃饭 另一边 龙门大厦顶层 叶峰在打发走王坊后 又与黑龙等人 闲聊片刻 也起身准备离开 恭送龙王 黑龙立即也跟着 一路护送 对了 叶峰又想起一事 吩咐到 今后在外面 不要随便乱叫 毕竟 龙王一词 过于招摇 以叶峰如今的势力 还称不起龙王这个称号 刚刚出狱的他 还是想要低调一些 过早的暴露 被各方势力盯上 反而不治 更何况 想要真正成为 名副其实的地下龙王 那么就得收服其他八龙 现在仅有黑龙一人臣服 还远远不够 那该如何称呼呢 黑龙问 就叫我叶先生吧 叶峰淡淡地说 是 叶先生 黑龙一边恭送 一边还想要流龙王 吃个便饭 这时 叶峰的手机 响了起来 是苏珊打来的 叶峰 你在哪 我想请你吃顿饭 感谢你 帮我找个工作 苏珊今天如愿以偿地 入职赵氏集团的总公司 而且一下就坐到了 人事部经理的位置上 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叶峰的功能 所以 在今天下班以后 他打算请叶峰 出来吃顿饭 我在龙门大厦这边 叶峰道 那我过去找你吧 苏珊提议 两人约好在这边见面 叶峰放下电话后 又对黑龙吩咐道 我有个朋友要来这边 给我安排一下 没问题 黑龙提议 那就在楼下的空中餐厅吧 那里是米其林三星的标准 很快 黑龙为叶峰 专门安排了餐厅内最佳位置 在次顶层的空中餐厅 那个位置可以俯瞰半个燕京 也是网红打卡的热门地点 平时光是预约 都排队一个月后了 不久 苏珊搭车来到了龙门大厦这边 被外面热闹的场面给惊到了 哇塞 今天什么情况 这边怎么这么多侍卫在附近巡逻啊 不清楚 或许是在演习吧 叶峰向外扫了一眼 发现金履一竟然还在外面不远处守着 还真是阴魂不散 走吧 我已经盯好了 叶峰带着苏珊上楼用餐 就在苏珊来到后不久 又有一辆豪车 缓缓停在了大厦门口 从上面下来一个年轻公子哥 爸 这么着急把我叫来干什么 此人名叫苏哲 是苏九川的儿子 今天在这里 有一个大人物 你也装作在附近吃饭 过去敬杯酒 认识一下 原来 苏九川和黑龙 原本想要做陪 想要和叶峰一起用餐 结果被拒 不让他们去打扰 于是 苏九川灵机一动 又想到一计 把儿子叫来 装作在这附近用餐 敬一杯水酒 认识一下 在今日 亲眼见识到叶峰的厉害以后 苏九川就意识到 必须得和叶峰搞好关系 他们父子俩 要是攀上叶峰这个大腿 今后肯定会顺风顺水 什么大人物 苏哲也一下子来了精神 地下龙王 苏九川一边带着儿子 登上便梯 一边简单介绍了一下 龙王所在的用餐位置 就是在餐厅靠窗的最中间位置 苏哲知道那个地方 我知道那个位置 能够俯瞰半个燕镜的夜景 之前想带女朋友坐那里 光是预约就等了半个多月 龙王不让别人打扰他 我就不变先生了 苏九川最后叮嘱道 你就直接进去 装作用餐的客人 向他敬一杯酒 混个脸熟就行 明白 说话间 电梯已经来到了次顶层 苏哲走出电梯 跟父亲挥手告别 等我的好消息吧 好 苏九川没有出电梯 敬完酒 再来顶层找我 随即 苏哲走进餐厅 端了一杯红酒 向着那个独特的位置走去 咦 苏哲脚脚步一致 他怎么会坐在那里 苏哲反复确认 就是那个位置没错 可是在那个位置上 他并没有见到什么地下大楼 反倒是见到了堂妹 苏珊 你怎么会坐在这里 苏哲端着酒杯 走了过去 面色严峻 堂哥 苏珊在见到来人后 也吃了一惊 同时 也感受到了 堂哥语气不善 心中狐疑 心想 自己不能来这里吃饭吗 这又不是苏家的餐厅 原来 苏珊也是燕京 十大豪族之一苏家的人 只不过他家族是旁之 又人丁凋零 并不怎么受待见 苏珊原本是有机会 进入家族公司的 但进去没多久 却备受排挤 一怒之下便离职 发誓要进入同样级别的大公司 离开苏家 也一样能成功 这一冲动 让苏珊一家在家族中 更加被边缘化了 好在苏珊现在正式 入职了赵家集团总公司 才勉强挣回了一口气 苏珊 你知不知道 你坐的位置 是给谁安排的吗 苏珊摇头不知 这可是龙王今晚用餐的地方 谁允许你们俩 随便乱坐的 苏珊用命令的口吻道 你们两个 还不快点让开 第四十六章 从我面前消失 此时 餐厅内的客人们 也纷纷扭头 低声议论着 你们快看 那不是餐厅的帝王位吗 坐在那边 会有一种俯瞰天下的感觉 平时预约都得排 好几个月的队呢 那两个小年轻 怎么会坐在那里的 或许不知道是预约的 见没人就随便乱坐了吧 苏珊被堂哥的话给说猛了 在听旁人的讨论 这才意识到 他们俩坐的地方 的确有点与众不同 由于两人刚坐下 还没有点餐 所以才显得 两人是随便乱坐的 你说得不错 这时 叶峰开口了 这里的确是今晚龙王约的位置 苏哲闻言一惊 瞪视着叶峰 道 你知道 还敢坐这里 找死吗 你又是谁 叶峰抬头 看了一眼苏哲 见他眉宇间 跟苏九川有七八分的相似 隐约也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没想到 今天刚认识的苏九川 竟然跟苏珊是本家 我是苏哲 苏哲骄傲的自爆家门 我爸是苏九川 苏氏集团的副董事长 苏哲是苏家的嫡系 站在苏珊这种家族旁之面前 优越感十足 原来是苏家大少啊 这时 餐厅内其他客人 听到苏哲自爆家门 纷纷扭头 不禁多看了几眼 行了 我知道了 叶峰明白了苏哲的来意 念在不知者不怪的份上 打发道 回去告诉你父亲 心意我领了 你回去吧 苏哲听后一阵无语 心说你他妈谁啊 怎么反扭我走 苏哲顿时被气笑了 该走的人是谁 自觉点 别让我叫人 苏珊见状 也担心是他们做错的 别人约好的位置 于是盲劝道 叶峰 要不我们还是换个位置吧 那边空位还有很多 不用 叶峰示意他不必着急 这就是我的位置 我坐在了这里 就算是天王老子老了 也不用让 此话一出 周围的客人们都纷纷打惊 卧槽 这小子是谁 好大的口气 看着有点眼熟 卧槽 这不是叶峰的那个气子吧 由于昨天出狱后 还上了头条新闻 所以很多人 对叶峰还有点印象 苏哲细细一打量叶峰 也一下子笑出声来 我倒是谁 这么狂的口气 原来是你这个叶峰的气子 当刚见叶峰口出狂言 还真把苏哲吓了一跳 心想这小子 不会就是老爸口中的 什么地下龙王吧 不过很快 随着现场有人 道出了叶峰的真实身份后 苏哲大大的松了口气 苏家一气子而已 也敢在自己面前装逼 信业的 我献你三秒钟 立即丢滚蛋 苏哲冷笑道 不然我会让你在燕京 无立族之地 苏家在燕京位列十大豪族 有钱有势 如果针对一个普通人 的确可以做到封杀 随意拿捏 周围有好心的客人见状 也纷纷劝道 小伙子 你还是快点走吧 你刚出狱 又被家族赶出来 你是斗不过苏家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 苏珊虽然愤怒于 堂哥的霸道 但他仍微言轻 也没有办法 而且今晚现场 又没有赵家人 来给叶峰撑腰 所以苏珊也有了 离开的打算 叶峰 我们换个地方吃饭吧 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但 叶峰仍是窥然不动 并冷冷地瞥了一眼苏哲 就算是你父亲 在我面前 也不敢说这种话 叶峰冷声警告道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限你三秒钟 从我面前消失 不然 我也会让你在燕京 无立足之地 叶峰原封不动地 将这些话 又还了回去 而且会说到做到 什么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静 所有人都用看疯子一般的眼神 盯着叶峰 没想到他竟敢这么跟苏家大少讲话 让我无立足之地 苏珊一下子被气笑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猖狂到几时 苏珊刚想要叫人 忽然想到 父亲都没机会来这里敬酒 还得让自己洋装路过才行 如果把父亲叫下来 一起赶走这小子 并宁的那位地下龙王的赏识 说不定他们父子二人 还能陪着大佬一起吃顿饭 想到这里 苏哲立即给父亲 拨去了电话 怎么样 说上话了吗 苏九川接通电话 立即问道 唉 别提了 苏哲抱怨道 这里有个不长眼的家伙 把龙王用餐的位置给霸占了 还说谁来都不管用 什么 苏九川一听 顿时又惊又怒 是什么人 敢站龙王吃饭的地方 龙王大人能愿意 好 你等着 我马上下去 挂了电话后 苏哲冷笑着看向叶峰 你不是说 我父亲在这里 也不敢怎样你吗 巧了 我父亲就在楼上 他马上就会带人来收拾你 哼 现在你后悔 也来不及了 第47章 快向叶先生道歉 见到堂哥苏哲 打电话给他父亲 苏珊在一旁 也不禁开始担忧起来 不负真的在这里吗 苏珊紧张地问 当然 苏哲嘴角上扬 仿佛有好戏即将上演 糟了 苏珊对苏哲的父亲苏九川 还是有所了解的 深知他在外交际甚广 黑白两道通吃 私下跟很多地下势力的大佬 有密切来往 如果苏九川真的来此 苏珊担心叶峰要吃大亏的 就算是赵家大小姐在这里 也不一定会给他面子 叶峰 我们还是快走吧 苏珊有些害怕地劝道 哼 现在想走 苏哲插腰拦路 晚了 叶峰稳坐钓鱼台一般 坦然自若 就算苏九川下来 又能怎样 叶峰笑了笑 我保证待会后悔的是你 而不是我 什么 周围众人闻言 皆是一片恶然 他们实在是想不明白 叶峰到底是有何底气 敢说这种大话 别的不说 苏九川和苏哲可是父子 人家是一家人啊 难不成 当老子的来了 还能胳膊肘向外拐 帮外人打自己的儿子 叶峰 我们还是快走吧 苏珊焦躁不安 我那个伯父 可不是善茬 跟上次被你教训的谢哨 完全不是一回事 苏珊误以为 叶峰上次轻松摆平了谢哨 所以 也没有把差不多年纪的 唐哥苏哲放在眼里 可是一旦苏伯父带人来 事情就更麻烦了 哼 我倒看看 你怎么让我后悔 苏哲抱着肩膀 冷笑连连 双方僵持了数分钟后 苏九川和黑龙 带了几个人 走进了餐厅 苏哲那一通电话 让二人误以为 给叶峰安排的座位 被什么人给霸占了 那还得了 这一下就连黑龙也坐不住了 非要跟下来看看情况 苏老板还真来了 餐厅内顿时有些轰动 快看 跟在苏老板身边的那位 卧槽那不是黑龙大佬吗 连燕京地下室里的大佬 都被惊动了 这一下事情可不好收场了 见到黑龙也跟来了 有一些熟客纷纷起身 主动向黑龙大哥问好 但此时 黑龙旁若无人 同龄一般的援眼 紧紧盯着叶峰 生怕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惹得这位新龙王不快 一时间 餐厅内的气氛 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很多客人都停下手中的碗筷 好奇地向那边张望 似乎想要看叶峰 如何收场 黑龙叔也来了 苏哲不仅见到了父亲 还见到地下大佬黑龙 这一下更加助长了他的底气 小子 你这次是死定了 伯父 苏珊见到本家的伯父 也大为惊慌 不知搬出自己的父亲 是否能管点用 不过 更加让苏珊感到害怕的 还是跟在苏九川一旁的黑龙 那一米九的魁梧身躯 压迫力十足 直接把苏珊给惊呆了 爸 黑龙叔 苏哲向二人招手 但并未得到回应 只见苏九川 见到叶峰后 就急步走了过来 叶先生 您刚来吗 苏九川按照叶峰的吩咐 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 称呼他为龙王 不过这一句叶先生 还是把现场所有人 幸灾乐祸之人 都给听猛了 苏老板竟然尊称的小子为先生 而且还用了很客气的您 那态度和语气 就像是下属在向上级问好似的 爸 你 一旁的苏哲 顿时也看呆了 心想 老爸不是认错人了吧 而苏珊 同样也惊讶无比 没想到叶峰 既然认识自己的伯父 再联想起 刚才叶峰满不在乎的样子 苏珊心中似乎有些明白了 难怪叶峰如此拖大 原来是有恃无恐 叶先生 听说刚才有人不长眼 站了你这个位置 黑龙也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不是已经被你赶走了 文言 叶峰淡淡一笑 没有啊 我一直都坐在这里 这 黑龙和苏九川 文言一正 苏九川更是瞪了儿子一眼 心想 你小子竟然敢谎报消息 这时 只听叶峰又继续道 反倒是这小子 在一旁锅造得很 一直想要等我走 苏老板 他是你儿子吧 面对叶峰的当面质问 苏九川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心中暗叫不好 刚才来实疏乎 没有给儿子讲清楚 地下龙王到底是何人 肯定是儿子见对方年轻 所以轻言怠慢了 这可如何是好 苏九川内心懊悔不已 本想让儿子也能来认识一下 地下龙王 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 给搞砸了 爸 苏哲一下子 似乎也明白了些什么 冷汗直吗 他 他 他什么他 苏九川气急 反手一个耳光 打在了儿子的脸上 快向叶先生道歉 第四十八章 大凶之兆 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全场 这一巴掌 不仅把苏哲打猛了 餐厅内其他的客人们 也皆是一片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刚刚还笑叶峰不自量力 想要看他笑话的众人 结果没想到 苏老板一来 还真就大意灭亲 带着儿子打了一顿 还不快点给叶先生道歉 苏九川又冲着 发呆的儿子大吼 啊 是 是 苏哲反应过来 简直是欲哭无泪 这才清楚 原来叶峰就是父亲 口中的那位地下龙王 要知道 会闹这么大的乌龙 早知道自己就不来了 父子二人想要拍马屁 结果去拍马腿上 挨了一折子 对不起 叶先生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原谅我这次吧 在父亲的威逼 和现场压力之下 苏哲只能拉下脸来 向叶峰道歉赔罪 而这一幕 也几乎打了现场 所有人的脸 除了叶峰以外 恐怕没有人会想到 最终的结局 竟然会使苏哲低头认错 哼 刚才你不还威胁我说 让我无法 再阎京立足吗 叶峰冷哼一声 吓得苏哲一哆嗦 微微道 没有 是我在胡说八道 希望叶先生 您大人大量 不要给我一般见识 说着 苏哲又向堂妹求助 苏珊堂妹 你和叶先生认识 帮我求求情 苏珊挣了挣 还没有从眼下的震惊中 缓过神来 不过 一向高高在上的堂哥苏哲 平时对自己一家爱达不理的 这还是头一次破天荒的 竟向自己求助 这也弄得苏珊 有些不知所措 一时间 不知该如何开口 叶先生 苏九穿苦笑道 这件事 我也有责任 是我擅作主张 想让我儿子来给你敬个酒 没想到闹出这般误会来 叶峰点了点头 道 苏老板 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 再加上你们又跟我朋友苏珊 是一家人的份上 我可以不难为他 但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了 叶峰最后道 别打扰我们吃饭 苏九穿明白了叶峰的言外之意 于是立即安排道 回去收拾东西 连夜离开燕京 叶先生一天不消气 你就一天不用回来了 爸 苏哲一惊 不知道老爸到底是开玩笑 还是认真的 没听见吗 叶先生不想再见到你 苏九穿加重语气 你是想死 还是想滚 苏九穿一点都不怀疑 激怒叶先生的后果 只有死路一条 苏哲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顿了顿 道 我滚 我这就滚 说着 苏哲一溜烟地逃出了餐厅 叶先生 那我们也不打扰了 苏九穿和黑龙也点头哈腰道 助二位用餐愉快 短暂的冲突就此告一段落 但最终的结果 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那真的是叶家的气子吗 苏老板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但连黑龙大佬 都要对他毕恭毕敬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般疑问 不光是其他人 就连苏珊此时也是一脸好奇 先是昨晚的赵家 紧接着又是今晚的苏家 他忽然发现 眼前的叶峰 仿佛包裹了一层神秘色彩 令自己猜不透 如此恐怖的人脉 真的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吗 你怎么会认识我伯父的 苏珊好奇地追问 今天刚认识 叶峰笑道 我也没想到 你们竟然会是一家人 苏珊苦笑道 人家是苏家的本家 而我们家是庞戏 除了逢年过节和祭祖的时候 汇聚一句 平时也没啥往来 叶峰也看得出来 刚来的时候 那个叫苏哲的苏家小辈 根本没有把苏珊放在眼里 就算是苏珊的父亲在场 恐怕也是同样态度 以后他们家 就不敢不尊重你们一家了 叶峰相信 有了自己这一层关系 苏九川只要不是傻子 今后也会主动跟苏珊一家 搞好关系的 这时 美味的饭菜陆续端了上来 二人换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相谈甚欢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饭刚吃到一半 叶峰忽然一震 紧紧盯着苏珊微醺的脸庞 你 一直看我干嘛 苏珊面露娇羞之色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当然有 但叶峰怕吓到苏珊 自然不能实说 因为叶峰发现 苏珊的印堂逐渐发黑 头顶上空 甚至都开始聚集一团黑气 这可是大凶之兆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 最迟一天之内 苏珊将会遇到血光之灾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叶峰试着 先帮苏珊 驱除头顶聚集的凶器 轻轻挥手一扇 那团黑气 瞬间四散 你到底怎么了 苏珊见叶峰突然变得怪怪的 你最近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 叶峰提醒道 这两天尽量少出门 要不明天请个假 不要上班去了 只要熬过一两天 或许运势就能逐渐反转 明天是周末 当然不用上班 苏珊笑道 你什么时候还会给人看相了 懂一点点吧 叶峰的第十五位师傅 是风水玄学大师 精通占卜像术等能力 那你能不能算出来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苏珊又好奇地问道 明天还是未知 谁能算得出来 就算能 叶峰也不敢随便乱算 以免泄露天机 其实明天 还真有一件事 苏珊笑道 是我们高中时的同学聚会 你要不要参加 文言 叶峰摇了摇头 没兴趣 不去 高中毕业后 叶峰就被关进了监狱 一晃就是五年 高中时的同学 除了苏珊以外 就没有其他联系的人了 更何况 叶峰也没有时间 嗯 不参加也没事 苏珊又苦笑道 哎 其实要不是我是副班长 我也不打算参加的 接着 两人又回忆了一下 高中时的往事 不久 叶峰发现 刚刚被自己驱散的黑气 竟然又重新在苏珊的头顶聚集 而且笔至刚才 还要大上一圈 叶峰皱眉 心道 难道苏珊今晚 要难逃此劫了吗 第49章 离我女儿远点 我们走吧 叶峰见吃得差不多了 而且 苏珊头顶的凶光 也越来越盛 叶峰打算亲自护送她回家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好 苏珊起身 准备去结账 结果发现 他们这一餐 是直接免单的 叶峰带着苏珊 离开了龙门大厦 此时 守在外面的燕金卫指挥使金旅一 远远地也注意到了叶峰 见她身边 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妹子 两人有说有笑地离开 不禁拳头紧握 十分愤怒 想到自己的母亲 已经长眠地下 而当年的肇事者 只坐了五年牢 就能重新开始生活 逍遥快活 哼 这个混蛋 倒是够得挺舒服的 等我忙过这段时间 一定会把你再抓回去的 金旅一咬牙切齿 并在心中默默发誓 就算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也要把你关回监狱 那里才是你这种人的归宿 两人在路上 一边天南地北地闲聊 一边闲停信步地走着 但叶峰一路观察 发现苏珊头顶的黑气 不仅没有减少 仿佛厄运随时都要降临 不妙啊 叶峰心中暗想 本以为离开大厦 换个环境会转变一些 但没想到 情人越来越糟了 我快到家了 不久 苏珊指着前面一个路口 穿过这条街 就到我家楼下了 你不用送了 我自己回去就成 你也快点回家吧 不行 叶峰摇头 我必须得送你到楼下 其实 要不是太过于突兀 叶峰真想今晚 直接带她回自己家 这样 无论发生任何意外 自己都能在第一时间 替她化解 不用 苏珊客气地道 你不用送了 没事的 但叶峰一再坚持 就在这时 滴滴 身后传来了电动车的声音 珊珊 你下班了 只见一个中年妇女 骑着一辆全新的电动车 缓缓靠近 并上下打量着 跟在女儿身边的陌生男子 妈 苏珊朝着那妇女招了招手 这是谁啊 苏母好奇地问 心想 长得倒是挺帅 难道女儿第一天上班 就遇到了男神 果然大公司里的男性 质量就是高 妈 她就是叶峰 我的高中同学 苏珊说着 又向叶峰介绍 这是我妈 阿姨好 叶峰主动问好 叶峰 苏母一听 这人不是女儿公司的同事 竟然是那个蹲过大牢的高中同学 顿时脸色一变 你就是那个坐了五年牢 又被家里赶出来的叶峰 啊 听说你刚一放出来 又跟人去打架斗 害得我女儿 还替你到处脱关系 你这种人 以后离我女儿远一点 文言见状 苏珊忙制止母亲 妈 你说什么呢 我都给你们说一百遍了 我这个同学 她是被冤枉的 再说了 我能进入苏家大公司工作 可全都靠叶峰的关系 你怎么能一见面 就说这种话 太过分了 说着 苏珊又忙向叶峰道歉 对不起 叶峰 我妈她就这样 心直口快 她没恶意的 哼 苏母亲哼一声 你口口声声 说是托她关系 后来我跟你爸又合计了一下 你工作的事 能跟她有什么关系 她又不是叶家的少爷了 自己都自身难保 还能帮你找工作 你能进入大公司 是你自己出色优秀 苏珊见跟母亲 一时间也说不通 又怕母亲说出 更过火的话来 于是连忙拉着母亲离开 叶峰 我们先走了 你也快回去吧 苏珊冲着叶峰挥手道别 臭小子 以后离我女儿远一点 苏母临走时 还不忘回头补上一句 妈 你少说两句吧 母女二人正相互都斗嘴 说都无法说服谁 刚来到小区门口 突然从停在路边的一辆面包车上 冲下来两名黑衣人 不由分说 一把就将毫无防备的苏珊 给拽上了车 车门重重一关 然后扬长而去 哎呀 苏母顿时都吓傻了 在原地发呆了几秒后 才突然大声呼喊求救起来 救命啊 来人啊 抓人了 有人把我女儿抢走了 啊 苏母又骑上电动车 冲着面包车逃走的方向 一路追去 但她那两轮的面包车 又怎么可能追得上四个轮子的汽车 一路追到了刚才和叶峰分开的路口 见叶峰还站在那里 苏母像是发现了救星一般 连忙喊道 叶峰 快快 我女儿 被那辆黑色面包车给劫走了 你快帮忙去追啊 此时 叶峰的脸色也逐渐阴沉 面露杀鸡 她终于等来了苏珊的这一场危急 幸好自己刚才没有离开 而且 在刚才面包车冲过去的刹那 叶峰也从一闪而逝的车窗残影 便忍出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谢少 被劫持在车上的苏珊又惊又居 不过很快镇定下来以后 在一众陌生的面孔之中 发现了一个熟面孔 你要干什么 苏珊害怕地问道 干什么 谢少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回头道 你害得我丢了工作 我老爸也被停职 这一切都是被你给害的 你还问我要干什么 我今天 就要让你付出点代价 第五十章 情受不如 自从前日与苏珊相亲后 结果她工作丢了 就连老爸也受到了连累 被衙门停职 并要接受调查 谢少的人生 一下子跌入到了谷底 她将一切都归咎于苏珊身上 认为一切 都是被她给害得 今早 又被喝醉的父亲 臭骂一顿 赶出家门后 郁闷的谢少 找来狐朋狗友们喝酒 借着酒精壮胆 众人实施了这个大胆的计划 看着车内 这群浑身酒气 以及他们那不怀好意的目光 苏珊自然猜得出来 他们要对自己做什么 你这是犯法的 苏珊出声警告道 老子人生都被你给毁了 还管这些 再说了 我会留下证据的 你要是敢报关的话 我就把你的小视频 彻底曝光 你也不想以这种方式 再往上成名吧 谢少认为 只要抓住这个把柄 今后这个女人 就能任由自己操控 为所欲为 你混蛋 苏珊也被谢少 那卑劣的念头给激怒了 就算被你曝光 我也会曝光抓你的 你休想拿这来威胁我 那好啊 那咱们就同归于尽 谢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 她只想要狠狠地报复苏珊 让她变得和自己一样倒霉 后座的两个尖嘴猴腮的男子 已经开始忍耐不住 上下棋手 苏珊一边尖叫挣扎 一边流出屈辱的泪水 住手 先别碰他 谢少立即呵斥 他的第一次 是我的 你们都靠边 谢少还没得手 岂能让别人 截足先登 好 那就让谢少你先上 狐朋狗友们也很拾去 很快 车子来到了一片废弃的厂房 他们早已经在这里 准备好了作案工具 救命啊 苏珊一下车 就用力尖叫呼救 可是 在这夜晚 又荒无人烟的郊区 任凭苏珊怎样奋力呼喊 都毫无回忆 哈哈 谢少等人 细血地笑着 你就算是叫破喉咙 也没人会来救你的 在一阵推丧与呵斥之下 苏珊被带上了二楼 看到那里早已架好的摄像机 和铺在地上的一张床垫 苏珊的心 彻底沉入谷底 她突然想到 当才叶峰还提醒过自己 最近会遇到麻烦 当时还笑叶峰向了神棍 结果没想到 竟真的被她严重了 苏珊后悔没有听叶峰的话 早先回家 哪怕让叶峰护送自己到楼下 或许也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 叶峰 你在哪里 救救我 苏珊在心中默默祈祷 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碰 苏珊尖叫一声 被粗鲁地推倒在了床垫上 你是自己拖呢 还是让我帮你 如果你不肯配合 让我动手的话 就别怪我不懂怜香西域了 嘿嘿嘿 谢少残忍地笑着 如同恶魔一般 一步步朝着苏珊逼近 谢少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明天就去公司辞职 把工作还给你 你只是喝醉了酒 才做了错事 我会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谢少 不要一错再错了 收手吧 苏珊坚硬地不行 于是又软语央求 哪怕是能拖延一下时间也好 但 此时的谢少一众人 已经完全是惊虫上脑 根本顾不得这些了 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 他们还有退路可言吗 他们现在只想要一想瘫痪 哪里还管什么伦理道德 更何况 还是苏珊这种极品游物 此时的苏珊 双手环抱在胸前 翘脸之上满是警惕和距异 一双美眸之下 还挂着几滴没有擦干的泪水 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不仅没能让这些人同情 反而大大激起了他们的战友欲望 其实那间相亲 我就准备把你关罪 酒店包房我都订好了 谢少眼睛发亮 一边吞去上衣 一边向前步步逼近 今晚 你再也跑不掉了 你是我的了 苏珊被吓得一边尖叫 一边后退 你这个畜生 不要过来 我爸也是衙门的人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不要啊 就在谢少如狼似虎一般 扑向苏珊的时候 哄 身后传了一声巨响 只见一辆出租车 插翅一般冲上了二楼 并重重地撞开了废弃房间的大铁门 卧槽 谢少等人回头 看到那辆出租车后 顿时大惊失色 这特么可是二楼啊 这辆出租车 是怎么开上来的 哐荡 又是一声巨响 车门被人一脚踹飞 紧接着从出租车上 走下一人 是你 谢少见到此人 顿时也冒火光 正所谓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叶峰 当苏珊见到叶峰 如天神下凡一般 从出租车上下来 再也忍不住 捂着嘴巴 又哭又笑起来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这时 谢少怒气冲冲地回过头来 先将目标 锁定在了叶峰的身上 臭小子 那天就是你坏我的 而且还敢打我 要不是赵家给你撑腰 我特么早就弄死你了 今天你还敢来 又要坏我的好事 简直是找死 说着 谢少对一旁的狐朋狗友们吩咐道 上 抓住他 你还还想要英雄救美 好 那我待会儿就让你在一旁 眼睁睁看着 在谢少看来 他们这边一共有五个男人 对付叶峰区区一人 轻松至极 但下一秒 那四名狐朋狗友 还没来及接近 就被叶峰一巴掌给抽飞 一个个如同难尼一般 重重地镶在墙壁上 生死不明 死 谢少见状 猛然倒吸一口凉气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可是五个大活人啊 就这么被抽飞 还趴在墙上 都不带掉下来的 这特么是人能干出来的 你 你到底是人是鬼 谢少吓得浑身发抖 步步后退 他一步步靠近窗边 企图跳窗逃走 转瞬间 叶峰形如鬼魅一般 逼到了境前 是你在找死 如果这家伙 敢来找自己报复的话 或许还能饶他一条狗命 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去动苏珊 叶峰一手掐住了谢少的咽喉 一手拔出了腰间的匕首 不 不要 谢少口中艰难挤出这几个字 不要杀我 第五十一章 活醉难逃 不要 就在叶峰即将要动手的时候 竟然是苏珊突然上前 一把抓住了叶峰的手腕 不要为这种人 脏了你的手 苏珊焦急地劝道 你才刚当初遇 如果再背上命案的话 这辈子就完了 叶峰一正 看着苏珊 忽然想到 初遇的那天 金律一想来 找自己报仇时 一旁的副手 似乎也是这么劝说的 为了这种垃圾 不值得 我也一直相信 你是被冤枉的 苏珊继续道 不要杀人 不要留下污点 在单纯善良的苏珊眼中 叶峰一直都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男神 这也是叶峰当着苏珊的面 一直都很克制的原因 他不想破坏掉 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那个形象 不想让他失望 好 既然苏珊开口了 叶峰当然会答应 不过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得没收他的作案工具 免得他以后 再残害其他女性 什么 苏珊文言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他还以为 是现场的器械之类的 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苏珊 你父母来了 叶峰伸手一指 直开了苏珊的视线 就在苏珊扭头之际 叶峰闪电般出手 先是废掉了谢少的下体 紧接着将他的四肢 钉死在了地上 伴随着阵阵惨叫之声 吓得苏珊浑身一个机灵 那凄惨的叫声 仿佛来自于九幽地狱 令人不寒而栗 不要回头 身后的画面 哨而不疑 叶峰揽着苏珊的肩膀 直接破窗而出 稳稳地落地以后 苏珊仍是心有余悸 你把他怎样了 苏珊不安地追问 给了他一点教训 让他常常记醒 我们走吧 叶峰带着苏珊 离开了这片废弃厂房 仅有一路之隔 对面是繁华的街道 谁能想到 这边暗无天日之处 正在滋生的罪恶 叶峰陪着苏珊 在街道上走了一会儿 她仍是惊魂未定 仿佛还未从刚才的惊吓中 缓过神来 不过 叶峰看苏珊头顶的凶器已不见 显然这一劫已经是平稳度过 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珊珊 不久 苏珊的父母 珊珊而来 珊珊 你没事吧 到底是什么人 胆大包天 敢劫使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一家三人 终于团聚在一起 虽然是叶峰 救下了苏珊 但是 苏珊的母亲 对她仍抱有很大的敌意和偏见 是不是你 在外面惹了什么人 仇家找不到你 反而把我宝贝女儿给绑了 我说了 你离我女儿远一点 叶峰也懒得跟他们解释 将苏珊送上车后 转身离去 妈 你太过分了 苏珊从惊慌中缓过神来以后 又对着母亲抱怨道 今天多亏了叶峰 不然我就失身了 你刚才还那么说她 哼 还不都是因她而起 苏母仍是不服气 别以为她救了你 我就会感激她 妈 你知道绑架我的人是谁吗 苏珊本不愿在提起此人 但见父母误会叶峰 也不得不提一下了 谁 谢少 什么 苏父一听 险些跟前面的车子追尾 他绑架你干什么 苏珊简单解释了一遍 谢少怨恨自己的原因 父母这才沉默下来 没想到平日里 彬彬有礼的大少爷 进行如此禽兽之事 但苏母仍是强词夺理地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姓业的那小子 跟此事更脱不了关系了 你说她好好的 给你安排个什么职位不行 偏偏让你顶替掉谢少的位置 这不是平白无故地给你树敌吗 妈 苏珊见状被母亲那歪理 给气到无语了 这时 开车的苏父也劝道 你妈也是好意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再说了 姓业的那小子 只不过是抱上了赵家的大腿 他自己什么都不是 你还是少跟他来往 别跟他学坏了 苏珊忍不住道 他可不是抱苏家大腿 爸 我说了你可能不信 苏九川苏伯父 见了叶峰 也是毕恭毕敬的 此话一出 父母都笑了起来 自然将这一切 当作是戏言 苏九川是什么人 那可是他们苏家 本族的二号十全人物 未来也是很有希望 竞争家主之位的 苏九川会得一个 刚出监狱的老百贩 毕恭毕敬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但就在这时 苏父的手机 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 接通以后 听到声音 苏父顿时一惊 连忙将车子停到了路边 苏老弟 苏九川主动给苏珊的父亲 打来了电话 苏父受宠若惊 苏堂哥 有什么事吗 没事 就是好长时间不联系了 打电话问问 苏九川笑道 没打扰到你吧 没没没 苏父盲摇头 同时一头雾水 什么叫好长时间没联系 他们堂兄弟俩 压根就没联系过 苏九川的手机号 对苏父来说 那都是陌生号码 苏老弟啊 你看你最近有没有时间 我准备请你们一家吃顿饭 苏九川发出邀请 行啊 什么时候都行 我都有空 嗯 好 苏父接受了邀请 放下电话后 仍是一脸的迷茫 怎么苏家本族的苏九川 突然邀请自己这个旁之的一起吃饭 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只有苏珊 心如明镜 一定是看在叶峰的面子 苏伯父才邀请自己一家吃饭的 一定是咱们女儿 在赵家的总公司 当上部门经理了 苏母分析道 苏家和赵家以后 要是有什么生意往来 说不定咱们女儿能当中间人 所以苏九川 才邀请咱们一家吃饭 保好关系 第五十二章 钻过去 此时 另一遍 叶峰正披心带跃 在路上闲逛着 刚要准备搭一辆出租车 回别墅山庄那边 突然脚步一掷 看向街道对面 一间花店 只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坐着轮椅 正在送一位顾客离开 是她 她的腿竟然 叶峰的眼神 一阵暗淡 当年的那场车祸 一死七伤 除了金履一的母亲 当场死亡以外 轮椅的女孩 也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 唉 叶峰叹了口气 虽然自己不是真正的肇事者 但是在这一场阴谋下 还是有很多无辜的人 因此受到牵连 叶峰记得 那个女孩叫陈诗雅 年纪和自己差不多大 当时她腿部受了重伤 没想到 因此却落得残疾 叶峰刚要迈步走过去 替女孩治疗腿伤 以叶峰献如今的医术 治疗残缺 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刚走到一半 叶峰突然又停下了脚步 她应该不想见到我吧 和金律一一样 叶峰在当年的受害者眼中 那就是不可原谅的肇事者 叶峰就算有心替她治疗腿伤 也一定不会领情的 唉 算了 叶峰苦笑着摇头 过些天 等真相大白以后 我再来给她疗伤吧 就在叶峰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马路对面 陈诗雅也正准备关门歇业 这些年 由于残疾 不方便找工作 在亲朋好友 以及好心人的帮助下 她开了这么一间花店 勉强维持生计 倒也过得不错 可是突然 陈诗雅感觉到 坐下的轮椅 不受控制的 竟开始向后滑动 陈诗雅惊呼一声 抓紧轮椅 险些跌倒在地 一旁 却传来了刺耳的笑声 陈诗雅杀住轮椅 回头一看 竟是几个一身酒气的黄毛青年 在跟自己恶作剧 刚才就是他们 拉着自己的轮椅 无尽反退的 你就是这一代的花店西施吗 黄毛青年不怀好意地 看着陈诗雅 眼中露出惊讶又惋惜的神色 果然是个大美女啊 唉 可惜是个瘸子 只要长得好看 身材好 腿瘸不瘸的 倒无所谓啊 又有几人调笑道 陈诗雅十分恼火 不搭理这些小流氓 继续滑动轮椅 想要回店里躲着 唉 小美女 别走啊 黄毛青年突然又抓住了轮椅 强行将她扣住 有没有空 陪我们出去喝一杯 陈诗雅怒道 你叫啊 黄毛青年满不在乎 我们又没怎么你 就是带你出去喝一杯 怎么 犯法啊 救命啊 陈诗雅大声呼喊求救 周围的店老板听见 纷纷跑出来 查看情况 看什么看 黄毛青年恶狠狠地 一摔手中的酒瓶 我看你们谁敢多管闲事 如此嚣张的气焰 顿时把周围的商户们 又都给吓了回去 大家都是做小本生意 老实本分 谁敢多管闲事 哼 真是不是胎卷 黄毛青年回过神来 又恶狠狠地瞪视着陈诗雅 威胁道 你到底跟不跟我们去喝酒 嗯 不去 不去 陈诗雅咬牙坚持 死也不去 好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法酒 黄毛青年说着 一把将陈诗雅的轮椅给掀翻 将她也推倒在地 然后迈步挡在了商店门口 插开双腿 指着胯下说道 你从我这里 钻过去 我们立即就走 不然的话 你休想起来 其他的青年也纷纷笑着起哄道 钻过去 钻过去 甚至还故意将她的轮椅 拉得远远的 让她起不来 陈诗雅趴在地上 双腿软弱无力 只能靠双手勉强撑起身子 又受此侮辱 委屈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你们这些混蛋 待会儿我朋友来了 我会让他教训你们的 黄毛青年听后 满不在乎 那就快让你朋友来啊 我们等着 我倒要看看 谁能教训我 就在黄毛插着腰 一副居高临下 俯视着陈诗雅 尽情欺负和调戏 她的时候 突然间 嗖的一声 只见一颗小石子 如同子弹一般 飞速射向了黄毛 击中了她的下体 啊 伴随着一声惨叫 黄毛捂着装布 双腿夹紧 脸色紫青 一点点倒了下去 陈诗雅见状 不禁又惊又喜 如此伸手 干脆利落 以为是自己朋友来了 自己得救了 结果扭头一看 只见一个陌生 而冷酷的男人 正一步步向这边走来 那个人 给自己一种 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但陈诗雅记不起是谁了 第五十三章 你等着 黄哥 小混混们 跑向黄毛青年 将她搀扶起来 结果发现 她的裤裆 就像是湿镜一般 血止不住地向外流 混混们拉开裤子 向里面一瞧 顿绝当下一凉 里面的画面是惨不忍睹 令人不忍直视 卧槽 黄哥 你那里 伤得这么重 妈的 是谁下这么重的手 黄哥 你感觉怎么样 黄毛青年 冷汗直冒 痛得险些晕倒 下体更是一点感觉 都没有了 就像是被浸身了一样 臭小子 是你动的手 看着缓步走来的夜风 黄毛一众人 又惊又怒 他们这么多人 愣是没发现 对方是何时何地 又是如何动的手 不过来不及多想 他们必须得 尽快带黄毛青年 去医院了 怕晚去一会儿 黄毛的小弟弟 就彻底没救了 小子 你等着 我们记住你了 敢下黑手 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说着 那群小混混 背起重伤的黄毛 飞也是地离开了 夜风推着轮椅 来到了陈诗雅的面前 然后俯下身去 将她抱起 陈诗雅的身体很轻 如羽毛一般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啊 陈诗雅惊呼一声 平生头一次 与陌生男子 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还未来及挣扎或多想 陈诗雅 已经重新坐回到了轮椅上 夜风推着她 回到了花店 店内 干净 整洁 香气四溢 如她的主人一般 谢谢 陈诗雅从方才的委屈和绝望中 回过神来 对夜风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 而且越看夜风 越是觉得 好像在哪里见过 还未来及开口询问 就见夜风 前一步开口道 你叫什么名字 陈诗雅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你的腿 怎么伤的 夜风又问 五年前出了一场车祸 陈诗雅亲敏红唇 不太愿意回忆 我知道了 夜风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自己没有认错人 接着 夜风再次俯下身 伸手抓住了陈诗雅的大腿 啊 陈诗雅惊呼一声 不明白夜风是什么意思 你 你要干什么 夜风不答 而是从上到下 一阵拿捏 重塑腿部的骨骼 以及激活经络 但 夜风的这一反常举动 看在陈诗雅的眼中 就像是对着她的腿脚 上下起手的流氓一般 令人作恶 你干什么 放开我 陈诗雅尖叫着挣扎 刚刚对夜风声出的感激之情 也随之荡然无存 心中悲苦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刚赶走一群小流氓 又遇到一个大变态 竟然对着自己的断腿 又磨又恰 陈诗雅刚要向外面大声呼救 忽然间 浑身一个机灵 就如同触电一般 尤其是双腿触 竟能清晰地感受到 对方的柔捏 力道见重 陈诗雅先是恼羞成怒 不过很快 她的羞愤就变成了惊讶 竟然是如遭雷击一般的振战 我的腿 竟然有知觉了 这不会是幻觉吧 就在陈诗雅精益之际 叶峰也已完成了治疗 最后 指尖凝结一道真气 在她两腿膝盖处 轻轻一点 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了 只见陈诗雅的小腿 竟有了膝跳反射 小腿抬起 伸直 甚至还有微微的震痛感 你站起来试试吧 叶峰拿过来一把雨伞 递到了陈诗雅的手上 好 陈诗雅用伞称地 努力尝试站起身来 双腿虽剧烈颤抖着 但陈诗雅却十分开心 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已经阔别五年之久了 带着这份震惊与喜悦 陈诗雅又艰难地迈开了双腿 尝试走了几步 成功了 陈诗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双腿不仅有了知觉 竟然还能迈步行走 虽然走起路来 还有些吃力和蹒跚 但对于陈诗雅而言 她每走出的一小步 都是无与伦比的全新体验 啊 突然 陈诗雅脚步一个列居 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 好在叶峰就站在她的面前 稳稳地接住了她 趴在了叶峰那名陌生男子 坚实的胸膛之上 陈诗雅翘脸微红 叶峰重新搀扶着她 坐回到轮椅上 你太久没有走路了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摄影 而且通过观察刚才她的行走 发觉她的双腿仍有些肌无力 仍需要慢慢调理 毕竟 她双腿残疾了五年 不是一时半回就能立即好的 我再给你开一副药方 内副和外用 每天都要坚持 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能彻底恢复正常了 叶峰拿起桌上的纸笔 刷刷开了一副药方 陈诗雅激动地看着叶峰 这才意识到 刚才自己误会了她 她不是在骚扰自己 而是在治自己的腿 残废了五年的双腿 大小医院都宣布没救了 但今天竟被一名陌生男子给 奇迹一般的治愈了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陈诗雅触摸着双腿 仍有些难以置信 就在这时 店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叫骂声 陈诗雅扭头一看 只见四五辆机车 堵在了店门口 刚才欺负过自己的那些小混混 竟然又找上门来 哈哈 太好了 店还没关门 刚才那臭小子还在不在 快点滚出来 周围的商家 一见那些小混混们 又叫来了更多帮手 找上门来 都吓得纷纷紧闭店门 而陈诗雅见状 也吓得脸色惨白 忙催促叶峰 别管自己 快想办法趁机逃走 你在店里等着 叶峰转身去 我去处理 站在店门口 叶峰向外瞥了一眼 几十名小混混 在叶峰的眼中 不过如蝼蚁一般 强哥 就是这小子 就是他 不知用了什么手法 把我们黄哥的下铁 打得血流不止 刚才逃走的那些小混混 一边簇拥着他们的老大 一边指着叶峰叫嚣 被叫做强哥的男子 当看到叶峰的身影后 顿时吓得三魂丢了七魄 这 是不是龙王大人吗 强哥一个机灵 连忙上前 鞠躬问好 叶先生 第五十四章 封号昆仑 那强哥 不是别人 正是今天在金龙大厦 受雇于许家的许如海 找叶峰的麻烦 结果被叶峰反教训了一顿 此时 强哥刚完成了叶峰的吩咐 去砸了许家的场子 把许如海给打了个半死 丢入河中 结果又听说花店这边 自己的小弟黄毛被人打了 强哥这又带人 火急火燎的赶来 想要找回厂子 但万万没想到 在花店门口 又遇到了叶峰 这一刻 强哥整个人都骂了 自己的手下 惹谁不好 怎么偏偏又惹上这层大山 强哥心如死灰 硬着头皮上前问候 也有些听天由命 等候被处罚 看着自己的段长 心想自己的另外一只手 怕是也难保了 看到这一幕 强哥身后的小弟们 也都惊得合不拢嘴 尤其是黄毛的那些手下 更是一个个吓得 面如死灰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靠山老大 在人家面前 竟跟个孙子似的 谁教训谁还不一定呢 让你办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叶峰并未追究刚才之事 而是询问进度 一切都办妥了 强哥忙到 许如海被他们打断了四肢 丢到了郊区段的护城河里 并派人守着 至少今晚他是上不了岸了 嗯 叶峰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话音一转 问道 刚才的那个黄毛 都是你的手下 是 强哥刚放下的心 突然又悬了起来 害怕地道 他们还不认识叶先生你 我回去 就打断他们的狗腿 让他们长长记性 嗯 是得让他们长长记性 叶峰冷声道 但不是因为他们认不认识我 而是他们在外胡作非为 今后管好你的人 再有下次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强哥冷汗直冒 连连称事 滚吧 叶峰转身 又回到了花店 强哥如释重负 一步一退 当转过身来以后 脸色发黑 更是着黄毛的那群手下 恨得咬牙切齿 还不把这几个混账东西 给我抓起来 打扮他们的狗腿 让他们在外 给老子惹是生非 黄毛的手下们 全都吓傻了 强哥 饶命啊 强哥 但任凭他们怎样哀求 强哥又岂能轻饶 刚才这群小混混 在欺负陈诗雅时有多嚣张 此时就有多凄惨 在一阵阵鬼哭狼嚎后 强哥手下又拖着那些人 骑上机车 迅速逃离了现场 这时 花店内 陈诗雅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幕幕 惊得合不拢嘴 本来还担心 叶峰出去会被群殴 结果没想到 那群社会上的混混 见了叶峰 就像是老鼠见到猫一般 尤其是打头的那个 更是吓得屁都不敢放 反而把刚才欺负自己的那些小流氓 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这也算是间接地帮陈诗雅 出了一口恶气 放心吧 他们以后不敢再来了 叶峰也没想到 这妖巧 竟然遇到了熟人 这片街道都得躲着走了 你也早点准备下班回家吧 叶峰见这里已经没事了 于是告辞离开 叶先生 陈诗雅见刚才的那些人 尊称叶峰为叶先生 于是也叫了一声 并坐着轮椅追了出来 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不用谢 叶峰道 以后好好生活吧 叶先生 陈诗雅看着叶峰的背影 又叫了一声 至少告诉我一下 你的名字 我叫 叶峰顿了一下哦 叶昆伦 说着 叶峰头也不回地迈步离开 同时 伸手在脸上一抹 又恢复了自己的容貌 没错 刚才陈诗雅之所以 没能认出叶峰 是因为叶峰临时意了容 改变了样貌 叶峰的第二十位师傅 是有着千面之称的神秘杀手 叶峰在他那里 不仅学到了顶尖的暗杀能力 同时还有神鬼莫测的 易容之术 可随时随地改变容貌 刚才情急之下 叶峰急于出手相救 同时又不想引起 陈诗雅的反感 和不必要的解释 因此 叶峰易容 忙过了陈诗雅 而在强哥找上门来的时候 叶峰又卸掉易容 喝退了他们 同时 叶峰以昆仑为名 也并非随口湖州敷衍 而是在四师傅那里 继承了昆仑的封号 并承诺 会将昆仑之名 重新发扬光大 因为叶峰的四师傅 乃是曾经雍州战神 封号昆仑 在九州战神之中 迄今为止 也唯有三人 功高盖世 获得了无上荣耀的封号 曾经的昆仑战神之名 响彻天下 而如今却无人问津 叶峰仑 陈诗雅望着叶峰远去的背影 将这个名字 永远地记在了心里 随后 陈诗雅返回殿内 又开始尝试起身 行走 虽步履蹒跚 却乐在其中 不久后 殿外突然停下了一辆巡逻车 不好意思 小雅 今天加班 来得有些晚了 此时 一身便衣 清爽干练的金吕一 走进了花店 当看到好友 竟能持散行走 金吕一顿时愣在了门口 震惊的脸上 渐渐有了一丝喜色 小雅 你竟然能站起来了 第五十五章 她也心业 金吕一与陈诗雅的相似 也是源于五年前的那场车祸 两人中 一个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 成为了孤儿 而另一个失去了双腿 成为了残疾人 同病相连的二人 这些年来相互鼓励和帮忙 逐渐形成了姐妹一般的深厚友谊 陈诗雅能开这家花店 也多亏有了金吕一的帮助 而且 金吕一每天下班 都会顺路来接行动不便的陈诗雅 送她回家 依依 你来了 快看 陈诗雅慢慢松开了手中的伞 站直了身子 向好友分享自己的成果和喜悦 太好了 二女拥抱在了一起 喜极而泣 你的腿终于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一阵喜悦过后 金吕一也渐渐冷静下来 追问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毕竟 今早送陈诗雅来店里的时候 还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怎么可能一天不到 陈诗雅的腿就莫名其妙地好了 这里面 一定另有蹊跷 是这样的 陈诗雅兴奋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 讲述了一遍 尤其是关于叶昆仑的事迹 更是不加掩饰的夸赞和敬佩 譬如她一句话 就能喝腿小混混 几分钟就让自己的腿 又重新恢复了知觉 在陈诗雅的描述之中 叶昆仑简直就是上天派下来 拯救自己的男神一般 无所不能 真有这么厉害的神叶 金吕一听后 也不禁嘖嘖称奇 叶昆仑 她也姓叶 不知为何 此时金吕一的脑海之中 竟不由地浮现出了叶峰的样子 哼 金吕一脸色一领 心中不屑地想到 同样是姓叶 一个是人人唾弃的罪犯 一个是受人敬仰的神叶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对 跟那个人 是同样的姓 陈诗雅见金吕一脸色微变 立即明白 好友是想到了那个男人 于是连忙插开话题道 对了 叶神一还留下了一个药方 让我那副外敷 用药一个月 腿就能彻底好了 姨姨 明天周末 你陪我去药方抓药吧 金吕一回过神来 拿起桌上的那张药方 又惊呼一声 好漂亮的字 叶峰书写的药方 乃是用了掩体字 李立雄强元后 气势庄严雄魂 掩盖了自己原本的笔记 以免暴露身份 而叶峰的第三十五位师傅 乃是一位仿古造假的大师 无论是临摹名画 还是名人的字体 都是手道擒来 而且能够以假乱真 因此 叶峰随手留下的笔记 都如同艺术品一般 造诣极高 哇 真的耶 陈诗雅凑近一看 也才发现 叶峰留下的那幅药方 虽然是用圆珠笔书写 但写出来的效果 就如同书法一般 令人叹为观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 哪位书法大师的刘白呢 医术这么高超 竟然连字 也写得那么漂亮 金吕一不禁 对这个叶昆仑 充满了好奇 不知这位叶昆仑 叶先生 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唉 可惜我来晚了一步 无缘一见 陈诗雅道 我相信 有缘的话 一定还会再见的 嗯 金吕一也道 可惜我衣服走得不巧 没办法 让这位叶神医 给他老人家 置一下暗集了 李爷爷走了 陈诗雅也惊道 自己这间花店 还是李玉白资助 帮他开起来的 是啊 今天刚走 金吕一道 而且还把他的 那栋大别墅留给我 让我给他看着 对了 我打算把你也接过去一起住 我一个人住 这么大的房子 也有点不太习惯 陈诗雅立即答应下来 好啊 我去陪你 随后 金吕一帮忙 收拾了一下 然后关店歇业 搀扶着陈诗雅上车后 金吕一一踩油门 向着风华山庄开去 一路上 陈诗雅显得很开心 也很健谈 滔滔不绝间 连他自己都没发现 三句话离不开 叶昆仑叶神医 金吕一笑着提醒 你张口闭口 就是叶神医叶先生的 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小雅 你不会是 喜欢上叶先生了吧 面对好友的打趣 陈诗雅翘脸微红 忙道 哪有 我对叶先生 只是感激和敬佩 他救了我 连医药费都没有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才好 金吕一继续开玩笑道 那你以身相许好了 陈诗雅摇头 有些自残行贿地道 我只是个开花店的卖花女而已 又怎能配得上叶先生 这种人中龙凤 什么配不配的 金吕一安慰道 你长得这么漂亮 冷腿再治好 想娶你的人多了 陈诗雅苦笑摇头 不作非分之想 依依 我倒觉得 你和叶先生 倒是挺般配的 金吕一文言一惊 洋装怒道 喂喂 你喜欢叶先生 就喜欢 怎么又推到我身上来了 我是说真的 陈诗雅认真的道 我从前就在想 像你这样的女强人 什么样的男人 你也应该看不上眼吧 但是今天的这位 叶昆仑叶先生 真的很与众不同 连气质也和你很像 我觉得 你们应该是同一类人 真的很般配呢 无聊 金吕一转移了话题 但同时他心中也有些好奇 不知好友口中的叶昆仑 真有那么优秀吗 很快 车子开进到了别墅区 面对里面的一栋栋别墅 陈诗雅惊叹连连 眼中充满了羡慕 两人走进别墅 分好了房间 正好房子大 你也可以慢慢恢复 金吕一带着陈诗雅来到了后院 陪同他练习走路 咦 正走着 陈诗雅突然注意到 半山腰的那栋别墅 有一个熟悉的背影 怎么了 金吕一也看向那栋别墅 不禁想起了一副临走时的叮嘱 那个人 陈诗雅指着山上 有点像叶昆仑叶神医啊 不会吧 这要巧 金吕一文言一惊 嗯 虽然看不清样子 但是他的背影 真的很像 陈诗雅肯定的点头 金吕一犹豫了一下 然后道 小雅走 我们上门去拜访一下 第五十六章 大鹏一日同风起 由于成为了邻居 因此 叶峰几乎是和金吕一 陈诗雅二人 一前一后回到了住处 就在叶峰进门的时候 正巧被山下的陈诗雅发现 饶是叶峰当时易乐容 又隔着很远 但是他的背影 还是令陈诗雅记忆犹新 此时 叶峰回到了云上风华别墅内 经过一天的休整 别墅内外已经是焕然一新 大厅内 灯火通明 家具和电器齐全 甚至连管家和佣人 也全部配齐 和昨天来时 到处一片荒芜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地 嗯 叶峰满意地点点头 崔家对此也算是用心了 不过 叶峰还是叫来了管家 对他们吩咐道 明天你们就不用来了 是 管家答应了一声 也没敢多问什么 然后继续工作去了 他们都是崔家派来的 被告知 一切都要听从于叶峰和白薇薇 现在 叶峰让他们回去 他们也只能听从 不敢多言 怎么 对他们的服务不满意吗 白薇薇走过来 好奇地询问 他们做得很好 叶峰道 但我身边不需要外人 文言 白薇薇顿时明白了 叶峰的顾虑 管家和仆人 都是崔家派来的 本质上 他们还是崔家的人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 就算崔家不交代 他们也会将这边的事情 都偷偷透露给崔家 嗯 那就让他们明天都回去吧 白薇薇也同意 好在两人这些年 早已习惯了这种 一切从简的生活 就算身边没有庸人服侍 也不受影响 你那边今天怎么样了 叶峰询问白薇薇 关于他们白家公司的事情 一切顺利 白薇薇笑道 幸好有赵家的帮忙和通融 公司已经走完全部流程了 随时都能开门营业了 短短一天的时间 白薇薇已经将公司 重启事项都已办妥 如此效率 就连叶峰也不得不感叹 辛苦了 叶峰道 这些都是小事 白薇薇轻声道 真正辛苦的还在后面 虽说万事开头难 但相比之下 新公司未来的资金以及运营 才是今后的真正难题 当然 如果他们的公司 只是想要小富集安 那么完全可以轻松经营 自给自足 但 无论是叶峰 还是白薇薇 都有心将其复刻白家曾经的辉煌 那么他们就必须向上 再向上 困难和麻烦将如同流水一般 你只管负责公司的正常运营 叶峰让他不用担心 其他的麻烦都交给我 我要跟到五大家族会面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了 白薇薇道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 苏 崔 吉 坦 常 曾经依附我们的这五大家族 已经全部通知到位 他们也同意 并安排明天在吉家的富贵大厦 与我们会面 叶峰点了点头 那就去会会他们吧 这五家之中 暂时也只有崔家和苏家 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会无好会 宴无好宴 白薇薇道 要不要改变一下会面的地点 由我们这边来安排 白薇薇找不到太合适的地方 所以才回来后 打算跟叶峰商量一下 要不要改一下会面地点 毕竟 富贵大厦 可是极佳的地盘 白薇薇担心 他们在那里设下埋伏 哈哈 不必麻烦了 叶峰对此 倒是魂不在意 就算是龙堂虎穴 我也要去闯一闯 不然的话 他们又岂能真心服我 相比于一次次拉锯战 叶峰更喜欢速战速决 最好是明天这五大家族 将自己的底牌 全部都拿出来 叶峰再一一破解 彻底令他们沉服 这话要是出自于别人之口 白薇薇肯定会认为太拖大了 五大家族如今发展得不错 势力也不容小觑 但是 在昨晚 建设了叶峰的实力后 白薇薇倒也没那么担心了 对了 我们公司 还没有正式命名 白薇薇又提议到 今后我们白家真正的幕后掌权者是你 公司的命名 就由你来定吧 曾经的白氏集团 已经被注销 甚至成为了一个禁忌 很少被人提及 白薇薇也不愿再用曾经公司的名字 大鹏一日同风起 叶峰想了想 道 就叫峰氏集团吧 二师傅希望自己出狱后 去做不被定义的风 如今 叶峰要成为扶持白家的一股风 二日后 这股风 必将席卷天下 就在叶峰同白薇薇 商议公司之事 突然管家来报 说外面有两位年轻的女邻居求见 叶峰起身参看 发现外面站着的 竟然是金吕一和陈诗雅 奇怪 他们俩怎么找上门来了 叶峰不清楚 他们俩来此的目的 于是直接让管家谢客不见 此时 别说晚 金吕一和陈诗雅 吃了个闭门羹 陈诗雅还不死心 继续追问管家 请问 这栋别墅的新主人 是叫叶昆仑吗 不是 管家摇头 虽然叶先生也姓叶 但叶昆仑他听都没听说过 唉 陈诗雅遗憾地叹了口气 看来是我认错人了 嗯 金吕一也点头道 据我义父所说 这里的新主人 实力不凡 不在我义父之下 如果你见过的叶先生 就是这里的新主人 那他就太恐怖了 不光五到十里 不在我义父之下 而且 医术还那么厉害 这种一无无双的完美天才 恐怕只存在于 或电影里 陈诗雅也只能接受现实 空欢喜一场 我们先回去吧 金吕一搀扶起好友 又一步步下山去了 同时 金吕一心中 也不免有些遗憾 义父让自己有空 来认识一下 这位年轻的高手 结果没想到第一次来拜访 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金吕一又回头 看了一眼半山腰的别墅 并不灰心 反正住得这么近 以后 有的是机会见面 我倒要看看 能住在这里的神秘邻居 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五十七章 各方反应 当晚 燕京的各方势力 也在暗潮涌动 仿佛是暴风雨 来临前的宁静 只是在宁静的背后 有一方势力 率先遭了殃 遇到了大麻烦 叶家偷睡落睡的消息 不进而走 在方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很快就上了网络热搜 被无数人托骂 怎么会这样 叶家当晚 召开紧急会议 商议对策 我们与赵家 无冤无仇 他们为何要举报我们 甚至不惜动用互部的关系 将我们一查到底 会议上 叶老爷子被气了个半死 有一种被人被刺的愤怒 而叶家上下 也均是纳闷 他们没人得罪过赵家人 为何突然之间 就撕破了脸 叶老爷子 亲自给赵家的老爷子 打去电话 结果也被拒见 叶老爷子也纳闷 到底是什么人 暗中对我们叶家下手 甚至连堂堂的赵家 都甘愿当马前卒 率先对我们发难 罢 事已至此 现在再追究原因 也无济于事了 叶元吉道 现在当务之急 是如何将这件事 对我们叶家的影响 降至最低 大哥说的没错 叶元亨也赞成道 现在我们叶家 偷税漏税的消息 已经上了头条 在网上更是被骂惨了 怎么挽回形象 降低损失 才是重中之重 叶元吉道 网上的事好办 直接让公关公司去处理就行 反正网民也就凑个热闹 过几天就消停了 但是我们公司出了这种丑闻 下周的股市 我们的股价 恐怕就要见底了 叶老爷子痛心道 是啊 股市的暴跌 再加上罚款 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影响 这下我们叶家的损失 至少得是上百亿 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针对我们叶家 看不见的敌人 才是最可怕的 而且不知为何 叶老爷子 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一切 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下周 他们恐怕会迎来 更大的巨变 另一边 许家 当许如海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快亮了 他被人打断了四肢 丢进了河里 整整泡了一夜 大哥 大哥 许如云哭成了泪人 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大哥不是说 已经找好了人 今天就能废掉叶峰那小子吗 怎么反倒是自己的大哥 被人打了个半死 丢进河里位于去了 叶 叶峰 许如海虚弱的出声 愤恨地挤出来这个名字 给我报仇 说完这些后 许如海又昏死过去 大哥 许如云最后只能眼睁睁 看着大哥被推进了手术室 不久 手术室外 又走了一名神态威严的老者 爸 你终于来了 许如云扑到了父亲的怀中 寻求安慰 结果 却被许如云一把推开 你们兄妹俩 最近一直通话 鬼鬼祟祟的 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 许如云在得知儿子出事以后 就已经开始派人调查 得知了儿子和女儿 最近一直暗中对付什么人 虽然没有动用他们许家内部的势力 但是光是外面找的打手 就不下识人 结果 许如海自己却栽了 许如云行事 一向小心谨慎 他就知道这次 儿女们一定惹上什么大麻烦了 在父亲的逼问之下 许如云才将叶峰出狱 以及关于对付他的事情 都讲述了一遍 什么 是那个小畜生 许友诚听后 十分惊讶 这怎么可能 在许友诚的印象之中 叶峰还是五年前那个顽固 是他们许家 可以随便碾压的蝼蚁 你是说 你大哥这副样子 都是被叶峰那小畜生弄的 这怎么可能 那小畜生 不是已经被叶家给赶出去了 谁还会给他撑腰驻拳 许如云也是一头雾水 有些害怕的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派去的人 在那小畜生出狱那天 就神秘坠牙了 然后大哥又心事淡淡地说 都安排好了 结果又变成这样 难道有什么人 在暗中帮助他 许友诚点头道 如果没人相助的话 那小畜生早就 被你们兄妹俩给整死了 不过这小子的命 还真是硬 五年的牢狱 都能扛过来 想要弄死他 看来不得不派点印查了 妇女正说话间 手术已结束 医生 我大哥怎么样了 许如云紧张地问道 白大挂摇头道 患者的手筋脚筋 都被人为破坏 四肢也是粉碎性骨折 虽然性命无碍 但是以后 腿脚难免还是会落下残疾 希望你们能有心理准备 落下残疾 虽然医生说得很委婉 但是许家妇女二人 还是听得出言外之意 许如海 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大哥 许如云痛哭流涕 都是因为我 害了你 小畜生 你敢废我儿子 许如云也怒法冲冠 我不管你背后 有什么人在护着你 这一次 我一定要弄死你 啊 许如云道 要派我们许家的供奉 做掉那小子吗 外面的人 他已经不放心了 哼 杀鸡烟用牛刀 而且那小畜生 终究还是信念 我们许家的人 不能亲自动手 许如云信心满满地道 正巧 我认识一位地下世界的大佬 他可是青州大名鼎鼎的白龙王 听说 最近他要来燕京了 只要这位白龙王肯出手 那小畜生背后 就算是有宗师庇护 也得死无葬身之地 此时 龙门大杀 黑龙王犹豫再三 还是拨出去了一个电话 老白 龙王令你已经接到了吧 我希望你这次能认真对待 这可不是在开玩笑 这位 真的是龙王 老龙王的传人 不仅持有龙王令 而且获得了老龙王的传承 实力之恐怖 难以用语言形容 虽然你我因为龙王之位反目 但念在你我 从前是拜坝子兄弟情分上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三日内必须来拜见龙王 不然后果 是你无法想象和承受的 严禁于此 你好自为之吧 第58章 各方下注 第二天一早 叶峰和白薇薇 乘车前往富贵大厦 准备与五大家族正式会面 此时的五大家族 立场和态度 也是各不相同 首先是崔家 算是第一个臣服于叶峰的铁拳之下 与其说 他们是心服 倒不如说是被打服的 只是 在亲眼见证了叶峰 那恐怖滔天的实力后 崔家决定顺势而为 来赌一把 如果白家 真能凭借着此人 东山再起 那么他们崔家 也能再搭一次顺风车 跟着一飞冲天 因此 崔家如同一个赌徒一般 将赌注都压在了叶峰的身上 在今天的这次会面中 无关其他家族怎样选择 崔家都会坚定不移地 跟在白薇薇和叶峰之后 牢牢绑定 而苏家 情况就比较特殊了 虽然苏九川 也亲眼见识了叶峰的厉害 并且认定叶峰 拥有非常人的恐怖实力 未来不可限量 但是 单凭苏九川的一面之词 苏家还是很难下注的 毕竟 五大家族 根基稳固 就算是白家 想要重整旗鼓 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让他们重新听命于白家 苏家又怎能甘心 更何况 一旦五大家族 形成默契 联合打压白家的话 那么白家的崛起 更是空谈 爸 哥 苏九川据理力争 叶先生可不支持白家的靠山 同时他的势力 也已经伸向了地下世界 一旦让他彻底掌控龙门这股势力 那就绝非我们苏家 可以得罪得起的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这一次与白家合作 对我们苏家而言 百利无一害 如果出半点差池 我愿意为此事负责 辞去现在的职务 大哥苏九山一听 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 竟然为此事 愿意赌上自己的未来 不禁来了兴致 二弟啊 你可想好了 你现在是公司的副董 家族内的二号人物 真为了一个不知来历的小子 而放弃这一切吗 苏九川笑道 大哥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但如果白家真能重新崛起 我们苏家也从中获利的话 那么 我要你手中的5%的股份 你肯不肯跟我对赌一下 什么 苏九山一听 顿时脸色一变 如果失去了手中5%的股份 那么也就意味着 自己彻底退出家族继承人的行列 而苏九川 也将整合两人的股份 一跃成为家族集团最大的持股人 未来组长之位 板上钉钉 原来你在这里等着我呢 苏九山冷哼一声 大哥 你就说 你敢不敢赌吧 苏九川挑衅地道 就在兄弟二人 对峙之际 够了 最后 还是苏老爷子拍板道 我还没死呢 轮不到你们两个来做决定 我们苏家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九川 你把那小子吹得天花乱坠 我们也得亲眼见识一下才行 等待会儿在富贵大厦的聚会上 其他家族应该会对那小子发难 到时候 我们再看看 那小子的真正实力 如果那小子 连这场鸿门宴都摆不平的话 那就不必再多说了 最终 苏家决定 四季而动 而另外 吉 谭 长三家 已经同气连之 形成了同一阵线 并要在这一次的会面上 给叶峰以及白家 一个下马威 白家还想要重新开始 呵呵 真是不自量力 时代早就已经变了 就算是白手骑那小子出狱 也休想东山再起 更何况是那小丫头呢 别以为身边多了厉害的高手 就能重新打江山了 幼稚 贾大师 待会儿就靠你了 让那小子见识一下 你的厉害 此时 富贵大厦的 一间会议室内 一个身穿破旧道袍的老者 淡淡一笑 啊 听苏家传回来的消息 说那小子和老夫一样 也是术法真人 连七品宗师都不是他对手 呵呵 老夫已经好久 没有遇到过对手了 今日我已摆下奇门阵法 请君入望 等他们一出电梯 入我阵内 好戏就要开始了 会议室内的一面大荧幕上 传来的画面 正是大厦内的监控 正对着一个电梯 当时间来到上午九点半 叶峰和白薇薇 已经抵达富贵大厦 并且乘坐电梯 来到了十八楼 电梯大门一开 顿时 周围的环境 瞬间一按 这是什么 白薇薇揉了揉眼睛 已经产生了幻觉 电梯外的场景 瞬息万变 幽暗的鬼火 残缺的肢体 石山血海一般的场景 仿佛这个电梯 直通的是地下十八层地域 幻境 阵法 叶峰一步踏出 轻身感受了一下 已是胸有成竹 雕虫小记而已 也敢在我面前 搬门弄斧 喂喂 你在电梯里等着 不要出来 给我十秒钟的时间 先清理一些杂碎 第五十九章 一步破阵 看到屏幕上 电梯门打开 叶峰从里面走出来 会场内 五大家族的众人 都同时盯向屏幕上的 那个年轻人 在场除了崔家和苏家 见过一眼叶峰外 其余三大家众人 还是第一次见叶峰 这就是白家请来的靠山 好年轻啊 吉家老爷子 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 原本听说年轻 还以为至少 得是个三四十岁的壮年 结果没想到才二十多岁 崔老 你们父子俩 就是在在这个小子手上的 不会吧 谭家的家主 也有些幸灾乐祸 甚至为发现了崔家的弱势 而感到兴奋 说不定事后 四大家还能在一起 瓜分了崔家 哼 崔老爷子冷哼一声 下虫不可于兵 崔老爷子懒得解释 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叶峰到底有多强 总之 他相信叶峰 愿意赌一次 不是说电梯外 已经不好阵法了吗 为何那小子走出电梯 还没任何反应呢 长家的组长好奇地问道 这时 那名身着破烂道袍的老者 轻吕胡须 笑道 诸位莫慌 老夫布下的阵法 只有在现场 才能看到效果 摄像头等设备 又岂能捕捉得到 你们看 那小子止步了 因为电梯外的场景 将变换如地狱一般 不出三秒 那小子保证 吓得屁滚尿流 抱头鼠窜 闻言 众人饶有兴趣的紧盯屏幕 期待着好戏上演 而苏家父子 也不禁面面相去 不知叶峰能否顺利度过这一关 此时 叶峰踏步走出电梯 立即感觉到阴风阵阵 还有一道虚幻的鬼影 向自己这边冲来 如此诡异而阴森的场面 若是患度普通人 恐怕早就被吓个半死了 但 叶峰秀为高深 早已能看破一些虚幻 不要说这种幻化的痴媚亡凉 就算是真有什么妖魔鬼怪 叶峰也将一剑斩之 不在话下 眼前的鬼影重重 叶峰一笑置之 星光速现 覆户无声 随着叶峰掐指念诀 周身顿时金光乍现 挥手之间 眼前地狱的幻象 顿时如风卷残云一般 被驱散开来 当然 此时叶峰周身的金光 也是无法通过摄像头 传输到会议现场的 因此在会场内 通过屏幕 见到叶峰接连挥手 眼中都不禁大笑出声 并称赞道 果然如庞真人所言 那小子应该被吓得不轻 哈哈 庞真人真乃神人眼 咦 但唯有庞真人 似乎感应到了些什么 心中狐疑 难道那小子 还真有些道行 庞人或许看不懂 但是他自己布下的阵法 里面发生了什么 他还是能够有所感应的 也罢 既然幻象吓不退你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真正的阿鼻炼狱 庞真人隔空施法 再一次启动阵法的 另一重奥义 煞时间 电梯外的幻景 又为之一变 只见在深渊处 一头怪物 拔地而起 如鬼神一般 屹立在道路之上 高约三米多 直达穹顶 身披黑甲 上面燃烧着碧绿色的火焰 手持悬天巨斧 挥舞间都伴随着狂风烈焰 嗯 夜风渐状 神色微微一正 不同于刚才眼前的幻象 此时眼前的这尊鬼匠 虽然也是虚影 但是他的攻势 却是实打实的 这也正是庞大士这些年 辛辛苦苦豢养的鬼匠 费了不少的心血 哄 鬼匠向前 踏出一步 顿时 脚下的地面 产生了剧烈的颤动 以及军裂的痕迹 如此威猛的力量 即便是一名肉身横练的 宗师级别的高手 恐怕也难以匹敌 呼 紧接着 鬼匠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巨斧 迎面向着夜风 劈了下来 哼 没想到这步阵之人 竟然还有如此底牌 可惜 他幻养的这头小鬼 今天就要彻底消失了 说时迟那时快 巨斧迎面披下 气势犹如天塌地线 威压四方 面对着恐怖的一击 夜风缓缓抬起手来 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硬抗着巨斧的攻势 好个不知死活的小子 此时 会场内通过屏幕 见到夜风这一举动 就连庞真人也不禁被惊住了 他没想到 夜风竟敢不躲不闪 还敢用自己的手臂去应接 那就先斩断他这条手臂 让他吃到厉害 庞真人的嘴角冷冷一笑 煞时间 巨斧锋利的斧头 已重重砸在了夜风的掌心之中 咔嚓 再看夜风的掌心 不仅未被夜风劈开 反而隐隐有雷电缠绕 劲儿 雷电成形 编织成了一张巨网 竟反将巨斧的斧头 给五花大绑 缠绕在了一起 原来 巨斧并未碰到夜风手掌分毫 反而像是落入法网一般 被瞬间给多了起来 高高掉至半空 怎么可能 这一幕 令庞真人大惊失色 由于不在现场 隔着屏幕 所以庞真人无法获知 夜风的手掌心里 到底暗藏了什么玄机 但是那一幅落空 反被吊起 着实令他如临大敌 内心不安 庞真人坐不住了 立即站起身来 想要出门去查看情况 如果情况不妙 得赶紧收回鬼将 但 夜风又怎会给他这个机会 就在夜风以雷网之势 钳制住巨斧之后 紧接着 另一只手 一招掌心雷 直击鬼将的胸膛 雷霆万君 煞时间 现场电闪雷鸣 天昏地暗 再看他巨型鬼将 就犹如被五雷轰动一般 轰隆一声 被震碎成了无数片 瞬间涅滅 最后 夜风再一步 重重踏出 一鼓作气 破阵 给我破 伴随着夜风的一声怒吓 无数道的闪电 席卷起狂风 横扫全场 周遭的阵法 所布置的一切幻想 就如同玻璃一般 四分五裂 啊 此时 刚一起身的庞真人 突然惨叫一声 捂着胸口吐出了一口鲜血 面露骇然 臭小子 你敢破阵法 回我根基 第六十章 一眼还眼 从夜风驱幻象 批鬼将 破阵法 前后一气呵成 不过短短数秒 咦 便正常了 躲在电梯内的白微微 见到外面的一切 都恢复正常 这也迈不走了出来 同时心中感慨 幸好有夜风在 不然现在的自己 连面见五大家族的机会都没有 光是出个电梯 就能摆下如此大的阵势 这五大家族 果然是没安好心 上来就要 给我们一个下马位 早知道 就该由我们来安排会面的地方 白微微有些愤怒 果然是厌无好厌 不知在会面的地方 还有多少的埋伏 在等着他们俩 都是雕虫小技 吓不到我 夜风的神态 十分淡定 因为跟他那真正 擅长养鬼的师父相比 刚刚释放出来的那只鬼匠 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既然他们这么想吓唬人 那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大恐怖 说着 夜风一仰手 将刚刚被驱散的幻想 又重新聚集在了掌心之中 虚余间 掌中乾坤 变幻莫测 去 而后 夜风将那股包裹着 巨大恐怖幻象的残留 又重新抛向了会场中心 来而不枉飞离一眼 也让会场内 等着看好戏的人 感受一下 此时 会场内 五大家族众人 见庞真人竟突然吐血 也不禁悚然一惊 不知何故 庞真人 你怎么了 极老爷子慌忙起身 询问情况 这庞真人 乃是极家的供奉 代为上兵 作为依仗 如今 庞真人竟莫名其妙地吐血 身为极家的组长 极老爷子也不禁有些惊慌 难道是有什么大敌将至了吗 极老 彼人惭愧 有负所托 庞真人摇头道 外面那小子 我斗不过他 什么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刚刚还心事淡淡的庞真人 怎么突然就怂了 而且两人连面都没见 既然隔空 就能把庞真人给打吐血 那小子 到底有多强 快看 这时 长家的家主 指着屏幕道 那小子走过来了 他们来了 只见屏幕上 叶峰和白薇薇 竟已是畅通无阻 这也就意味着 庞真人刚才大费周章 布下的阵法 已经被人给轻松破了 此时 唯有崔家父子 露出一副不出我所料的表情 同时心中窃喜 这一次压住 是压对人了 庞真人 那小子 到底有多厉害 吉老有些不死心地追问道 庞真人摇了摇头 自己的阵法 在对方的眼中 就如同儿戏一般 如此恐怖 自己连想 都无法想象 突然 会场内 凭空刮起了一股怪风 咦 怎么回事 哪里来的风 这里没有开窗户 什么情况 有点冷 就在众人惊疑之际 煞世间 周遭的一切 全部开始扭曲 变化 在眨眼的功夫 一切熟悉之物 都变得异常恐怖 真皮座椅 变成了吞人的巨兽 环形的会议桌 也变成了巨大的油锅 翻滚着热浪 里面有挣扎的恶鬼 发出刺耳的尖叫 地面 是血流成河 尸骨如山 到处都充斥着灼人的火焰 令人不敢久留 甚至就连空气中 也到处都飘浮着鬼影 凶神恶煞 令人惊恐 卧槽 这是什么 我这是在哪 地狱吗 妈呀 鬼呀 救命啊 随着恐怖的幻象 降临会议现场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所有人都被吓得面无人色 抱头乱窜 庞真人 这是你弄的吗 吉老爷满眼巨翼 一把抓住庞真人 就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 快 便回去 庞真人身处其中 也感到莫名恐怖 不是我 应该是外面那小子 是他干的 爸 这时 一旁传来了谭家众人的叫声 爸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原来 谭家的家主年纪大了 又有心脏病 身处在这恐怖的环境之下 没看几眼 就吓晕过去了 虽然大家明知是假的 但由于幻象过于逼真 身处其中 还是莫名胆寒 尤其是年纪大的 更是受不了这种程度的惊吓 看着眼前 飘浮着的一头头恶鬼 吉老也被吓得心脏砰砰乱跳 感觉心脏病都快要犯了 庞真人 快 快想想办法 救救我们啊 吉老紧紧抓着庞真人的手臂 急得都快要哭出来 方才 还想要欣赏 叶峰被吓得屁滚尿流 结果没想到转眼间 恐怖的场面 竟降临在他们这边 众人就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迷失在了这里 甚至连门都找不到 这里 庞真人定了定神 寻声便位 终于找到了大门出口 众人跟随庞真人 但当庞真人伸手 拉开会议室的大门 不禁又是一惊 只见叶峰 静静地站在门外 嘴角微微上扬 我才刚到 怎么就都要走了 第61章 谁赞成 谁反对 此时 再见叶峰 五大家族众人 再也不敢有丝毫怠慢之心 并且充满了巨异 毕竟 连极家供奉的庞真人 都被叶峰隔空 打到吐血 再加上眼下这恐怖的场景 皆是出自于叶峰一人之手 五大家族一众普通人 哪里还敢再对叶峰 有丝毫不敬 叶峰每向前踏出一步 对面的众人 就畏惧地向后退开一步 虽然众人很想要逃离现场 可是唯一的出入口 被叶峰堵住 就算是再勇的人 也不敢跃叶峰半步 呀 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了 白微微也跟着进来 顿时被吓得呼吸都急促起来 等等 叶峰转身 在白微微的双眼 轻轻一抹 顿时 白微微眼前一亮 周遭的一切 又都变回了原状 只不过 见其他五大家族众人 仍是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被吓得半死 想来 他们应该仍身陷其中 无法脱身 叶先生 叶先生 这时 崔家众人见叶峰 有办法解除眼前的幻象 连忙上前求助 我们是自己人啊 这一切 都是吉家他们安排的 跟我们崔家没有关系 还请叶先生格外开恩 也帮我们抹出那些恐怖幻象吧 叶峰伸手 也替崔家众人 抹出这一层幻象 呼 崔家众人 如释重负 终于变得正常了 叶先生 这时 苏九川也带着几人 来到叶峰面前 毕恭毕敬的鞠躬问好 这是我父亲和大哥 我们苏家 也愿意与叶先生合作 绝无二行 还请叶先生 高抬贵手 我父亲也有心脏变 叶峰点了点头 同样恢复了苏家众人视线的正常 苏家父子 感激不尽 就连先前准备当墙头草的想法 也立即打消了 苏老爷子也当即在心中决定 为了今后苏家的发展 看来是要费掌利诱 让小儿子苏九川 来当苏家的接班人了 还有我们 即 谭 长三家也连忙上前求饶 希望能恢复正常 呵呵 你们就不必了吧 叶峰当即拒绝 雷霆雨露 拒世天恩 叶峰可以赦免楚家和苏家 同样也要震慑极 谭 长三家 刚刚是谁 在外面不下的阵法 叶峰的目光 又冷冷扫过在场众人 最终 落在庞真人的身上 已有了答案 是 是我 庞真人畅微微地走了出来 就你那不入流的水平 也敢与我隔空斗法 叶峰一把将其揪了起来 就像是抓住一只小鸡仔一般 吓得庞真人连连求饶 你不是很喜欢养鬼吗 叶峰说着 随手将他 向会议桌上一丢 那就去尝一尝 下油锅的滋味吧 碰 话音未落 庞真人就被重重地丢到了桌面上 虽然这只是一张石木的会议桌 但是 在幻象的加持之下 在庞真人等人眼中 那就是一口地狱里的油锅 一被丢到锅内 庞真人浑身一颤 感觉皮开肉绽 苦不堪言 他挣扎着想要爬出来 周遭立即有青面獠牙的恶鬼 手持刀叉 又将他重新打下油锅 任凭他在锅内翻滚哭嚎 受尽折磨 纵然这一切 心知都是假的 但是庞真人 还是受尽了痛苦和摧残 难以自拔 此时 五大家族 见到庞真人这副惨状 均是感觉头皮发麻 当然 眼前这一切 不同的人看到的 却是不同的光景 譬如获得赦免的崔家和苏家众人 见到庞真人 只能看到他在桌上打滚 惨叫 而在其余三大家族众人的眼中 庞真人下油锅的一幕 就伪食过于恐怖血腥了 吓得他们纷纷侧目 不敢直视 多坐吧 叶峰又继续命令道 坐下来 我们好好谈谈 坐下 这一小小的要求 崔家和苏家 立即乖乖照做 重新坐了回去 但是对极 谈 长三家众人 简直犹如上刑场一般 因为此时 桌椅板凳在他们的眼中 都是能吞噬他们的怪物 犹如火烧屁股 谁能坐得下 当叶峰一众人 悉数落座以后 嗯 叶峰目光 苗像还站在一旁 不敢落座的三家 我们 站着就好了 在叶先生面前 我们哪里敢坐 众人纷纷避让 我让你们坐 就坐下 叶峰冷声道 谁敢再站着 就丢进这里去陪他 说着 叶峰敲了敲眼前的会议桌 而看在那三家众人眼中 那就是恐怖的下油锅之想 好 我们坐 坐 众人闭着眼 咬着牙 如上刑场一般 硬着头皮 艰难地坐下 浑身上下 都被冷汗包裹 度秒如年 此刻 现场的气氛 十分的微妙 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之下 还能谈什么 无论叶峰提出什么要求 在场众人 怕是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毕竟 眼前就还有一人 在油锅里 苦苦挣扎哀嚎着 简直如同杀鸡警猴一般 令人敬畏 哪还敢有其他想法 我今天来 是有两件事 要通知你们 叶峰出生继续说道 第一 峰氏集团刚刚建立 缺少资金 需要你们五家的支持 你们每家出现二十亿 一共凑齐一百亿给我 第二 今后你们五家 要像从前服侍白家一样 臣服于我 我的话 就是命令 一切 都由我说了算 说着 叶峰起身 傲视全场 我的话讲完了 谁赞成 谁反对 第六十二章 不死地狱 赞成或反对 面对这个问题 现场众人想死的心都有 这他妈不是废话吗 谁能反对 谁他妈敢反对啊 此时的五大家族众人 如坐针毡 就仿佛是身处在地狱 面对火炎罗一般 谁不是只有点头称事的份 谁要是敢说 一个不字 怕是永坠地狱 不用再回去了 虽然崔家和苏家的人 得到赦免 但在这种氛围之下 也是心有余悸 大气都不敢喘 更别说 还饱受恐怖幻想摧残的急 谭 长三家了 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有些胆小的都快要被下尿裤子了 谭老爷子现在还在昏迷呢 我们愿意 崔家和苏家率先表态 今后 叶先生的话 就是圣旨 我们崔家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我们苏家也一样 见崔家和苏家如此 剩余三家 也忙不迭地表示同意 不敢有半点讨价还价的样子 今后我们姬家 谭家 长家 为叶先生 马首是瞻 叶峰行雷霆手段 几乎兵不血刃 就令五大家族相继俯首 而原本想要给叶峰的下马威 也成为了在场之人 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旁 白威威简直不敢相信 本以为今天将会是一场 艰难的谈判 毕竟如今的五大家族 有钱有势 又岂会再轻易屈服 听命于他们 结果万万没想到 叶峰掠师手段 五大家族 就犹如惊弓之鸟一般 望风而降 紧接着 叶峰示意白威威 拿出准备好的合同 让他们五家 签字画鸭 虽然知道 这五家暂时不敢有反逆之心 但在商言商 还是得向征信的签一份合同 五家拿到合同 看都没看 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刷刷签下大名 叶先生 合同我们已经签了 您的条件 我们也都已经答应 现在可以收了神通 放过我们吧 面对满屋的鬼怪 吉家等人 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 叶峰一挥手 周围的幻想 全部被驱散 三大家族的人 如释重负 贪坐在了座椅上 就连庞真人 也仿佛脱离了苦海似的 趴在桌上 大口喘息着 他在看向叶峰之时 眼中充满了畏惧和胆怯 但是在他的心中 却满是愤怒和记恨 叶峰 你给我等着 庞真人在心中发誓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他要将今日所承受的痛苦 十倍百倍的奉还 等我师兄来了 我要让你下真正的地狱 而在缓过神来以后 三大家族的众人 要说不记恨叶峰 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碍于叶峰的恐怖 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现在对他们来说 还是保命要紧 就算是再想要找机会 打击报复叶峰 也得今天先活着 离开这里才行 他们在心中盘算 就算崔家和苏家服了 那么集结其他 三大家族的全部力量 不幸对付不了 信业的这小子 在场这些人的小心思 叶峰自然能猜得到 其实 以叶峰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需担心 身边的蝼蚁是怎么想的 毕竟 就算蚂蚁制定 再周密的计划 也休想撼动大象 但 搞事情的蚂蚁太多 难免还是会让人感到有些烦 于是 叶峰继续道 我不管你们是真心臣服 还是虚与伪仪 这些我都不在乎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们胆敢忤逆我 可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 闭上眼 众人闻言 不明所以 但还是有人 试着将眼睛闭上 顿时 右下的连忙睁开眼 冷汗直冒 仿佛刚刚闭眼后 见到了某些未知的恐怖似的 啊 继而 越来越多的人 闭上眼后 发现了端倪 并发出了振振惊恐的尖叫声 叶先生 那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闭上眼就 原来 方才被驱散的恐怖幻境 全都映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 只要他们一闭上眼 又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感受如同地狱一般的恐怖场景 这是不死地狱 只要一闭上眼睛 或陷入睡眠 就会进入地狱一般的幻想内 无法自拔 致死方休 除非 你们永远不闭眼 不睡觉 但那又将会是另一层面的地狱折磨了 毕竟 人的一生 其实一半的时间 都在睡眠中 如果让一个人 强行不眠不休 那种折磨 恐怕比死亡还要难受 叶峰这一招 是从第二十六位师父那里学来的 他是一位将数大师 人称梦魇 擅长侵入他人的梦境 甚至可以操控梦境 在梦中 他就如同主宰一般 可令人沉沦 同样也能令人长眠不醒 闻言 三大家族的众人 冷汗直冒 仿佛被宣判了死刑一般 心如死灰 叶先生 我们没有啊 我们不敢了 求求你们 放过我们吧 吉老带头求饶道 叶峰又道 正所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害我的想法 那么就要承受地狱一般的折磨 而只要你们 没有害我的心思 完全可以正常入眠 所以 一切都在于你们自己的选择 听完叶峰所言 那些人立即收起了对叶峰不善的想法 在闭上眼 果然一切都正常了 这下 在场众人再看向叶峰 如尽神明一般 再也不敢有丝毫不敬 叶先生 吉老起身道 中午我们准备了一桌酒席 还请叶先生能赏脸 一起吃一顿便饭 原本 这顿饭是他们的庆功宴 但现在 也只能用来招待和讨好叶峰了 叶峰见时间已接近中午 于是便同意下来 随即 一行人向着吃饭的包厢走去 咦 叶峰 你也来了 刚走出来没多远 忽然迎面遇到了两个熟悉的人影 其中一人 正是苏珊见到叶峰后冲着他挥手 你们先过去吧 我遇到了一个同学 叶峰打发走其他人 然后向着苏珊这边走来 叶峰 你昨天不是说不来吗 苏珊见到叶峰后 反而十分开心 你还是来了呀 嗯 叶峰闻言顿时一愣 忽然又想到 苏珊昨晚吃饭时 随口一提的同学聚会 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苏珊拉起叶峰 我们快进去吧 第六十三章 防火防盗防闺蜜 这妖巧 叶峰见状 微微苦笑 没想到 这里不仅是自己 与五大家族会面的地方 同时也是高中同学 聚会用餐的地方 见苏珊如此热情的邀请 于是叶峰也不矫情 想着来都来了 就跟同学们去见一面吧 毕竟 是在一起生活 和学习了三年的高中同学 一别五年 不知大家都变成什么样了 切 又没人邀请你 还好意思跟来 这时 苏珊一旁的一个浓装艳抹的女子 低声嘟囔了一句 舒雪 你怎么能这么说 苏珊连忙制止好友 叶峰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而且是我邀请她来的 听苏珊叫出此人的名字 叶峰才勉强认出 此女名叫卢初雪 记得高中时 苏珊和她是闺蜜 两人的关系 比较要好 如今 卢初雪浓装艳抹 叶峰险些没认出来她 很快 一行三人 来到了一间宽敞的包厢 里面已经来了二三十人 哇 班花来了 苏珊一露面 立即引来了班中男生们的疯狂追捧 呼啦一下子 十几名男生立即围了上来 嘘寒问暖 阿鱼奉承 将叶峰和卢初雪给挤到了一旁 卢初雪面露不悦 别过头去 每次和苏珊在一起 她都要被挤成配角 班花变得越来越漂亮 也更有魅力了 苏大班花 能不能加你一个微信啊 听说苏珊同学还没有男朋友吗 今天看看我们班里 有没有能相中的 面对众人的奉承 苏珊显得落落大方 一一跟同学们寒暄问好 行了 苏大班花才刚来 你们就消停一会儿吧 也不急于这一时 这时 主桌那边 一个浑身名牌的男子 突然出生 并冲着苏珊招了兆手 道 苏大班花 来我这边坐吧 此人名叫董建 是曾经的班长 也是这次同学聚会的发起者 班长大人 现在可是不得了啊 刚留学回来 就直接入职天极集团总公司了 年薪百万啊 那天极集团 可是全国一百强 十大豪族之一 极家的家族公司 这种家族式的大公司 一般人可进不去 咱们班长也是单身啊 年少多金 班花要不要考虑一下 有好事者 纷纷起哄 并将苏珊拥向班长董建那边 叶峰 初雪 我们一起过去坐 苏珊不忘叫上叶峰 和好友卢初雪一起过去 哇 卢初雪同学 你也越来越性感了呀 班长董建夸赞了一句 咦 这位是 紧接着 董建看向叶峰顿时一正 心中狐疑 邀请的人中有这个人吗 不光是董建 在场的大多数同学 也都对叶峰感到陌生 毕竟叶峰在监狱里待了五年之久 整个人的形象和气质 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相比于高中时的颓丧 现在的叶峰 就显得阳光帅气多了 甚至吸引到了班中的一些女生 频频暗送秋波 哇 这个小帅哥是谁啊 咱班里有这么帅的男同学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不会是班花带来的男朋友吧 苏珊大方帝介绍道 他是咱们班的叶峰啊 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叶峰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众人顿时一惊 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接而又是一阵低声议论 他是叶峰 变化好大 差点认不出来了 唉 毕竟坐了五年牢 当然跟咱们不一样了 谁把他给叫来了 跟一个老百贩一起吃饭 真是晦气 大多数同学都是心生比异 是我邀请他来的 苏珊不卑不亢的道 而且叶峰是被冤枉的 你们就不要再提他坐过牢这件事了 见到班花竟然主动维护起叶峰 众同学们又是一阵惊疑 哼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这时 卢出雪出声爆料 咱们搬花 上学那会 可是暗恋过叶峰哦 可惜一毕业 还没来及表白 叶峰就蹲进去了 此话一出 现场又是一阵轰动 再看向二人 众人心想 这俩人不是在一起了吧 那还真是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出雪 你别乱说 苏珊脸色微红 没想到这时候 竟然被闺蜜给补了一斗 果然得防火防盗防闺蜜 这时 班长董剑的脸色 也是微微一变 意和锋芒 毕竟 这次同学聚会 班长董剑本 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并且试着追求斑花苏珊 结果没想到 半路却被叶峰这小子 横插一脚 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是叶峰同学啊 变化还挺大的 差点没认出来 紧接着 班长董剑又换上了一副笑脸 热情邀请道 来来来 随便坐吧 虽然脸上堆满笑容 但是在心里 董剑却在盘算着 要让叶峰当众出一出丑 也好让斑花明白 谁才能配得上他 第六十四章 千载难逢的机会 叶峰同学 在监狱这五年 感觉如何 也对我们讲一讲 监狱里的生活啊 让我们长长见识 班长董剑 看似热情地跟叶峰聊天 但句句不离开监狱之事 并且反复提及 就是为了让叶峰当众出丑 毕竟 蹲过监狱这种事 对任何人而言 都是人生的耻辱烙印 谁也不愿意被人反复提及 叶峰对此却魂不在意 甚至谈笑自若 或许在他人看来 监狱是藏污奈过的地方 但是对叶峰而言 那里却是令自己蜕变的地方 他又怎会以此为耻 反而以此为荣 见反复提及监狱的是 没能让叶峰自残行贿 甚至让叶峰侃侃而谈 监狱内的种种歧视 反而引得同学们一脸期待 不停追问 充满了兴趣 一来二去 众同学们反而被叶峰的风趣幽默所折服 也不太在意他是否蹲过监狱之事了 看着叶峰与同学们谈笑风声 打成一片 俨然宣兵夺主 成为了这次同学聚会的主角 这下 董建心中就更加不爽了 妈的 本想贬低这小子 反而让他以此扬名了 这小子的脸皮 怎么这么厚 董建心道 好 既然说监狱的事情 难不住你 那就说点现实的事情 打击一下你吧 紧接着 董建调整思路 又继续问道 叶峰同学 你出来多久了 现在有落脚的地方吗 在哪里工作呢 董建觉得 叶峰一个劳改犯 又有案底 不可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果不其然 叶峰坦言道 我没有工作 此话一出 正中董建的下怀 立即用关心的口吻说道 没工作 怎么能行呢 你做了五年劳 已经跟社会脱节了 更得找个工作 融入社会去才行 不过你有案底 应该也不好找工作吧 要不这样 我跟这栋大厦的老板认识 可以帮你通融一下 你在这里 先当一个保安吧 怎么样 此话一出 同学们也暗暗点头 觉得班长说得在里 蹲了五年劳 必须得尽快融入社会才行 不然人就彻底废了 班长真是个好人啊 还不忘帮落难的同学找工作 董建几对叶峰的这一番话 反而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称赞 可谓是一十二鸟 一箭双雕 而接下来 董建就等叶峰的反应 如果叶峰答应 那么就相当于继人篱下 两人悬殊的身份 彻底拉开 而如果叶峰拒绝的话 就显得有些不知好歹 遭人非议了 在这里当保安 叶峰听到这个提议 不禁笑出声来 这栋富贵大厦 好像是极家的产业吧 你去问问极家的老总 敢不敢 让我来这里当保安 开玩笑 现在极家的家主 就在另外的一个包厢里 眼巴巴等自己入席呢 要是知道 他手下的员工 想招自己 给他们家的大厦当保安 又会作何感想 怕是借给极家十个胆子 也不敢有这种妄想 有什么不敢的 班长董建不明所以 你不就是坐过牢吗 放心 这里的保安 也不见得都是正规的 周围的同学们 也纷纷附和 是啊 叶峰同学 你不用担心 咱们班长现在 可是在极家的家族企业任职 给你安排个保安工作 绰绰有余 叶峰 你还不快点 给班长大人敬个酒 感谢他的提拔 以后你就跟着咱班长混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提到工作以及极家 众同学们 又纷纷拍班长的马屁 毕竟班长 现在是班级里 混得最好的那一个 说不定以后 就要有求于班长什么 现在得赶紧搞好关系才行 就在这时 包厢的大门 被人给推开 只见一个 穿着一身名牌的公子哥 端着一杯酒 走了进来 哎呦 吉少 班长董健一见 连忙起身 迎了出来 小董 听说 你在这里办同学聚会 我来给你们敬一杯酒 吉少笑盈盈地说着 一双不老实的眼睛 在班中女同学之中 来回打量着 吉少 让你费心了 董健一边道谢 一边向同学们介绍 这位吉少 是吉家的三少爷 也是这栋大厦的老总 这栋富贵大厦 是吉家老爷子 在吉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送给吉少的生日礼物 众同学们一听 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心想 不愧是十大家族的大少爷 过生日 直接送一栋大厦 可见这位吉少 在家族中的地位 一定是备受宠爱的 吉家的人 叶峰看了一眼 这个吉少 并不认识 刚才与五大家族的会面上 并没有这么年轻的小辈 小董 你过来一下 吉少敬完酒 又单独找董建 耳语了几句 起初 董建受宠若惊 但是听着听着 就面露难色 吉少 这个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 吉少瞪眼道 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一般人想去 还没资格呢 我跟你说 这次可不止是我们家族 还有其他的四大家族 以及一个重量级的大楼 都在场 让你那几个 长得漂亮的女同学 过去赔个酒 只要伺候好了那些大人物 你们全班同学 都能飞黄腾达 董建想了想 觉得这的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立即回身 跟那几个女同学商量 我愿意 如初雪一听 能够认识那么多大家族的人 立即同意 我就不去了 苏珊文言 立即摇头拒绝 不行 这时 吉少指着苏珊道 就你最漂亮 你必须得去 第65章 我说了算 原来 那吉少看中了苏珊的美色 所以指名道姓 非要让苏珊去陪酒 其他人去不去都无所谓 但是你必须得去 建吉少的态度 如此坚决 董建和卢初雪等人 连忙劝道 虽然说是陪酒 其实就是一起吃顿饭而已 没有什么的 你别多想啊 而且这次吃饭的 可都是燕京商界的顶级大楼 除了吉家以外 还有崔家 常家 谭家的家主们 随便认识一个 往后的职场 都将顺风顺水 卢初雪也撒娇要求道 珊珊 你就当是帮帮我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次机会 你知道的 我想要进入谭家的大公司 应聘了三次都失败了 这次常家的常三爷也在 我真的很需要这次机会 苏珊虽然很善良 也很理解大家 但是她并不圣母 做事还是有自己的底线 我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 不会去跟一些陌生人吃饭的 苏珊首先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然后又继续对如初雪道 初雪 这件事 我恐怕爱莫能助 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公司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忙 如初雪切了一声 道 我需要的是年薪百万的工作 你能给我安排吗 苏珊苦笑摇头 这个是不能 她自己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还是啊 如初雪又趁机道 但是只要我们能 躋身进入今天这个重要场合 随便认识一些大佬人脉 年薪百万就不是问题了 初雪说的没错 班长董建继续劝道 今天饭局上的那些大佬 只要能随便能认识一个 年薪百万那是起步 吉少也道 放心吧 这个饭局都是个大家族的一些长辈 连我都没资格进入 这将会是一次改变你们命运的机会 但 任凭别人怎样劝说 甚至是道德绑架 苏珊都坚持拒绝 唉 你要不去 我们都要措施这次机会啊 班长董建痛心疾首 你真是自私 如初雪也快要跟苏珊翻脸了 看到这边 众人讨论着 要去另一间大佬云集的包厢去陪酒 叶峰心想 八成应该是 就是极佳邀请自己的饭局 不过 自己可没要求什么美女陪酒啊 又不知是谁 在擅作主张 竟在外面找陪酒的美女 快点吧 吉少催促道 那边饭局也快要开始了 如果不是事发突然 你们也捞不到这次机会 快给我走 吉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因为父亲交代了 那边的饭局随时会开始 所以他根本来不及出去找人 只能在大厦内物色人选 正巧 董建这边的同学聚会上 有不少刚大学毕业没多久的青春美女 尤其是苏珊那校花的级别 更是令吉少一眼就看中了 珊珊 你就当是陪我 快走吧 卢初雪也不由分说 跟另外一个女同学 使了个眼色 二女一人一边 强行架起苏珊就向外走去 我不去 苏珊用力挣扎着 放开我 够了 这时 叶峰走上前 一把推开了卢初雪二人 你干什么 卢初雪愤怒地瞪视着叶峰 这里有你什么事 叶峰挡在苏珊面前 道 我劝你们不必白费心机了 就算过去了 也一样会被赶出来的 赶不赶出来 也不是你说了算啊 班长董建出声嘲笑道 你又知道了 叶峰冷声说道 这件事 就是我说了算 什么 此话一出 众人结实一惊 像是看疯子似的 看着叶峰 心说你算老姐啊 你说了算 这下 就连吉少 也不禁被逗笑了 小董 这是谁啊 好大的口气 我都没资格参加的饭局 他说他说了算 吉少 别听他胡说八道 董建盲解释 他蹲了几年监狱 脑子有问题 闻言 吉少也不再搭理叶峰 转而继续催促苏珊 快点跟自己走 别不识好歹 吉少是吧 这时 叶峰继续开口道 回去告诉你爷爷他们 我不需要什么赔酒的人 让他们不用擅作主张 什么 此话一出 吉少顿时又一愣 然后对一旁的董建盗 你刚才说 这小子脑子有问题 我还不太相信 这下我是信了的 他的确脑子有病 你还要给我爷爷传话 你算什么东西 那边的饭局 又没你的份 同时 同学们也都用古怪的眼神 看向叶峰 心想 叶峰同学 不会真的蹲监狱 把脑子给蹲坏 或受什么刺激了吧 不然也说不出 刚才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人家那边 都是商业大佬的聚集 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你也敢口出狂言 甚至还用命令的方式 叶峰 你闹够了没有 班长董建 也出言训斥道 人家那边 都是身价上意的老总们 一起吃饭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你这样的劳改犯 连进去服务 搬茶 倒水的资格都没有 快滚一边去 别在这里捣乱 建叶峰为了维护自己 跟他人起了冲突 苏珊连忙劝解道 你们不要吵了 班长 吉少 多谢你们的好意 但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就不过去了 吉少冷哼一声 道 别给脸不要脸 你说不来就不来了 那我在这里站着 不是白等了半天 跟我过来 说着 吉少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苏珊的手腕 强行要抓人过去 班长董建 和卢出雪剑状 也忙在后面推着 一行人前拉后推 胁迫着苏珊 正往外走着 放手 叶峰一步向前 反手捏住了吉少的手腕 啊 吉少痛苦地尖叫一声 立即松开了手 但叶峰并没有收手 继续捏着对方的手腕 一点点领起扭曲 屈服 求饶 我的手腕快断了 快放手 吉少冷汗直冒 甚至能听到手腕处 传来骨头被捏碎的声音 你胆胆再碰苏珊一下 叶峰冷冷地的 我现在就废了你 第66章 你死定了 见到叶峰敢对吉少动手 一旁的董建等人 都吓傻了 吉少是什么人 那可是吉家的小少爷 而吉家 又是燕京十大豪族之一 富甲一方 实力雄厚 吉少 阿跟汉毛 都比一般人的腰粗 敢对吉少动手 你小子长几个脑袋 真是不怕死啊 董建建壮 吓得手足无措 生怕连累到自己 但一想到 毕竟都是自己的同学 怕是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了 叶峰 你疯了 卢出雪也尖叫出声 仿佛叶峰捏的不是吉少 而是他自己是的 他可是本打算 八戒讨好吉少以及吉家 然后基身进入燕京商界 顶流那个圈子里 结果 先是苏珊不肯配合 然后又是叶峰出手 针对吉少 这都是什么同学啊 怎么竟给自己拖后腿 叶峰并未理会他人 而是冷冷地警告吉少 我的话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吉少如小鸡啄米一般 连连点头 快松手 我的手快断了 咔嚓 但叶峰松开手的一瞬间 吉少的手腕 最终还是被捏断了 啊 吉少惨叫一声 后退连连 博恩 叶峰冷冷地呵斥 你 吉少拖着手腕 退后到一道安全距离 才愤怒地道 你给我等着 你敢捏断我的手腕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这里 可是富贵大厦 是极佳的地盘 赶在自己的地盘上 把自己的手腕给捏断 吉少发誓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看着吉少狼被离开的模样 在场的同学们 全都惊呆了 这叶峰 真的是疯了 连吉少都敢打 还把人家的手腕给捏断了 看来这五年的牢 是白蹲了 说不定因此 又得被抓紧去蹲几天 这可是古人商人啊 吉家又几会善罢甘休 咱们要不要先走一步啊 万一待会儿 连累到我们可怎么办 吉家的怒火 谁能承受的了 有些小胆的同学 见情况不妙 生怕连累自己 准备开溜 但刚来到包厢门口 发现这里 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保安 拦住了去路 吉总吩咐了 你们这里的人 暂时不许离开包厢 等吉总回来 再做处置 哼 你们还真是胆大包天 连我们吉家的小少爷 都敢得罪 刚才吉少离开时 已经吩咐了大厦的保安 堵住那间包厢 生怕叶峰逃走 而保安来此 不由分说 拦住了所有人 等候吉少回来发落 见状 同学们更是面如土色 大感不安 都怪你 叶峰 看你干的好事 大家又不禁开始埋怨起来 大到苦水 可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似乎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完了完了 班长董健 也是魂不守舍 我这次要被你给害死了 也罢了 可是董健就在吉家的家族公司上班 出了这档子事 他还怎么在吉家的公司里混 苏珊 你非要带他来 看他干的好事 卢出血 也都快要急哭了 有钱有势的大佬没能认上 反而还狠狠得罪了一个 这几乎是断了他的豪门梦了 此时 苏珊也从刚才的混乱中 缓过神来 叶峰 谢谢你 刚才帮我解围 苏珊跟其他人不同 反而对叶峰道谢 这下 更是惊呆 甚至激怒了众人 苏大斑花 你也疯了吗 你竟然还跟他道谢 我们都要被他给害死了 苏珊不卑不亢地道 刚才吉少 想要强行带我走 你们都眼睁睁看着 什么还有助纣为面 把我向外推的 说着 苏珊不满地看向卢出血 这样的闺蜜 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卢出血不服地道 为我好 苏珊呵呵一声 那叶峰刚才那么做 也是为我好 我当然要谢他了 有什么问题吗 你 卢出血一阵语色 你们俩 果然度封了 此时 叶峰淡定地重新坐下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清敏一口 淡淡地道 大家都不用慌 我叶峰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连累你们的 就让他性急地 随便去叫人好了 最好是把他口中的 那些大佬都叫来 我倒要看看 他们谁敢动我 班长董建文言 不可思议地看向叶峰 疯了 你果然是疯了 一个吉家 就足够碾压你了 你竟然还妄想见 所有大佬 此刻 吉少拖着断手 来到了另外一面包厢外 轻轻敲门 进来 吉老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由于叶峰还没有回来 所以包厢内 还算是比较自由 可以随意走动 爷爷 吉少姨进入包厢 立即开始哭诉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 都讲述了一遍 吉老一见 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子 手腕都被人给捏断了 不禁勃然大怒 好狂妄的臭小子 赶在我们吉家的地盘上撒野 吉老心想 今天这是怎么了 先是一个叶先生 就把这里闹翻了天 这竟然又出现一个 狂妄无疾的臭小子 敢把自己孙儿的手腕给捏断 吉家这些年 何时受过这份屈辱 吉老心想 我斗不过叶先生这样的高人 难道还治不了一个 在这里撒野的臭小子吗 诸位 我先失陪一下 吉老起身 待会叶先生回来 带我向叶先生解释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吉老准备带人去速战速决 好 吉老轻便 其余人纷纷应道 待吉家众人离开后 包厢内又陷入到了一片短暂的静默 这时 崔家的崔有亮突然开口道 叶先生还没回来吗 是啊 叶先生刚才说去见个同学 怎么这么久 其余人也纷纷议论起来 刚才吉少说 那边开同学聚会的人 把他的手腕给捏断了 这时 崔有亮又不禁联想起来 你们说 动手之人 会不会就是叶先生啊 死 此话一出 众人不禁道歇一口凉气 忽然觉得 很有可能 不好 众人纷纷起身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第67章 跪下道歉 不多久 吉少带着吉家一众人 身后还跟着一群保安 浩浩荡荡 向这边走了过来 吉老爷子竟然都来了 班长董建 在吉家的公司上班 自然对吉家众人并不陌生 当看到连吉家的老家主都来了 董建大汗淋漓 心想 这次事情可大发了 不光是吉家 很快 有些放心不下的崔家一众人 也纷纷跟了出来 当亲眼见到 五大家族的族长 以及族内一众高层子嗣 竟然都过来了 吓得董建脸色惨白 同时心中又懊悔不已 竟然是真的 五大家族的高层 竟然真的在另外一间包厢内聚餐 这种千载难逢的结实机会 不仅给搞砸了 反而还狠狠地得罪了吉家 董建反身回到包厢 见叶峰跟没事人似的 还端坐在那里 一边跟苏珊说笑 一边悠哉地饮茶 董建见状 不禁勃然大怒 吉少已经带人来了 而且是如你所愿 把那些大佬全都惊动 都陆续过来了 我倒要看你 如何应付 如何收场 同学们见状 也纷纷退到一旁 像是躲避温神一般 躲着叶峰 一时间 包厢内正中间 空出了一大片的位置 只有叶峰和苏珊 还坐在那里 云淡风轻 叶峰 这些真的没问题吗 虽然陪叶峰坐着闲聊 但苏珊心里也有些没底 毕竟 这次可是在吉家地盘上 难道还能和前两次一样 对方见了叶峰 都得给他一个面子 不敢造次 一个赵家 一个苏家 不敢想象 再来一个吉家 还能如此 放心 有我在 叶峰依然是从容淡定 仿佛掌控全局的帝王一般 屁腻天下 正说话间 吉少带人 已经拍马赶到 爷爷 就是这个臭小子 吉少怒气腾腾地分开众人 指着叶峰斥骂道 班长懂剑剑撞 连忙帮枪 叶峰 你还敢坐着 还不快点跪下 向吉家 赔礼道歉 如初雪也趁此机会 站在了对面 出声附和 叶峰 快 跪下 道歉 一时间 包厢内的气氛 剑拔弩张 而叶峰和苏珊 仿佛成为了众矢之地 就连他的同学们 竟然都主动站在了对面 跪下 道歉 面对着刺耳的叫嚣声 叶峰嘴角上扬 缓缓抬起头来 看了吉老爷子一眼 只是这一眼 险些没把吉老爷子 给吓得腿脚发软 先跪下了 爷爷 你怎么了 吉少连忙搀扶住爷爷 不然老爷子倒是要跪了 随即 吉老爷子用力揉了揉眼睛 倒吸一口凉气 这才意识到闹了乌龙 叶 叶先生 吉老爷子正脱开酸的搀扶 上前身居一躬 道 这是个误会啊 叶先生 听到这个称呼 以及吉老爷子的鞠躬道歉 现场的同学们 全都惊得合不拢嘴 叶先生 班长董健 目瞪口呆 如见鬼一般 叶峰那个老改犯 什么时候成叶先生了 若是旁人叫一声叶先生 倒也罢了 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称呼 可是叶先生这三个字 从吉家的家主口中说出 那么意思就变得不一样了 能够让吉家的老爷子 口称先生之人 身份可想而知 更何况 眼下还是吉老爷子 亲自攻身之前 这就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叶先生 如出雪瞪大了眼睛 平住了呼吸 震惊仿佛扼住了他的咽喉 他不是蹲了五年牢吗 怎么可能认识吉家的家主 这种层次的大牢 会不会是认错人了 就在现场众人 都有了这一丝疑惑之际 叶先生 真的是你啊 我们来晚了 以崔家为首的众人 陆续也走了进来 见到叶峰端坐在那边 连忙上前问候 刚刚崔有亮的一番猜疑 没想到竟然成真 崔家 苏家 常家 谭家 看到这一个个大家族的老爷子 或老总 都主动上前 向叶峰问好 班长董健 以及其他同学们 全都被震惊到无以复加 要不是董健能够勉强认出 这些大家族内高层的一多半面孔 任谁见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恐怕都会认为 这是叶峰找的群众演员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光是一个吉家 就足够令人感到震惊的了 再加上其他四个家族 燕京十大豪族 竟然有一半的家主在场 同时向叶峰齐声问好 开什么国际玩笑 就连一旁的苏珊 也惊愕地看向叶峰 不敢相信 她的人脉尽如此之广 声名赫赫的十大豪族 竟然有一半 都要对她恭敬有加 此刻 吉少整个人 也快要被震惊到实话了 当才见到爷爷反常的举动 还以为爷爷老眼昏花 认错人了 还未来急纠正 结果身后 其他各大家族的老爷子们 也都陆续进场 和自己爷爷一样 主动向叶峰鞠躬问好 总不可能 所有人都认错人了吧 这下 吉少被夹在中间 感觉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一般 浑身难受 不能自已 煞时间 现场陷入一片死寂 叶峰的同学们 全都被震惊到无法呼吸 而吉家一众五大家族 众人内心也都是七上八下 坠坠不安 生怕叶先生再动震怒 又该如何平息 爷 爷爷 吉少艰难地张开口 想要问一问 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可惜现场没有一条地方 让自己钻进去 避一避难 啪 吉老爷子 反手就是一个耳光 重重地甩在了孙儿的脸上 你这孽子 竟敢得罪叶先生 还不赶紧跪下 向叶先生赔礼道歉 第六十八章 真的跪了 吉少被他爷爷打的一个亮枪 脑袋一片空白 直到现在 他都无法理解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跪下 吉老又是一声怒喝 吉少下的浑身一哆嗦 扑通一声 跪了下去 吉少 竟然跪了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再一次冲击着在场所有人 班长董剑惊呆了 如初雪惊呆了 所有同学也都惊呆了 那些原本以为叶峰死定了的人 做梦也不敢想 最终竟然是吉少跪了 这他妈不可学啊 你这孽子 难道不知道 我们此次宴请的贵客 就是叶先生吗 吉老痛心疾首地训斥道 你竟然还敢动叶先生身边的人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说着 吉老一脚重重地踹在孙儿身上 将他踢倒在地 当然 吉老说这番话 也是故意解释给叶峰听 替自己孙儿开脱 原本吉家也是好意 想要找几个美女做陪 结果这点小事 还让孙儿给搞砸了 竟找到叶峰身边的人了 这还得了 这是典型的马屁没有拍好 拍到了马腿上 自食恶果 但吉老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 再一次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原来今日 五大家族齐聚 宴请的贵宾 竟然是叶峰 苏珊也不禁一阵恍然 原来她还有些奇怪 叶峰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因为 昨晚告诉叶峰同学聚会 叶峰明确表示了拒绝 所以 苏珊也没有说具体的位置 结果今天自己一来 就遇到了叶峰 她还以为是其他哪个同学 又通知了叶峰 原来叶峰真正要参加的场合 是五大家族的隆重宴请 这时 就连吉少 也是目瞪口呆 满脸恶然 她这才明白过来 自己闯了多大的祸事 难怪爷爷发这么大的火 甚至不惜对自己动手 其实 如果是一般的客人 即便是 闹出一点小误会来 大不了自罚三杯 相互间哈哈一笑 也不至于跪地磕头 毕竟吉家也是要面子的 可是 叶峰却不一样 双方名为宾客 实为主仆一般 光是叶峰在他们五大家族 一众高层的脑海中 刻下了不死地狱的烙印 就令人骇然 吉老生怕自家人得罪叶峰后 再受到相应惩罚 日日夜夜折磨不休 那还不要了他的老命 此时周围众人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心中震惊 叶峰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宾客 竟然需要吉少跪地道歉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众人不敢想象 吉家的家主 竟会如此卑微 惧怕一个年轻人 叶先生 都是我的错 我真不认识你 吉少满头大汗 颤颤巍巍巍地开始解释 但我告诉过你 叶峰的声音 冷冷传来 让你们吉家不要自作主张 我不需要什么陪酒之人 吉少闻言 浑身又是一颤 当时他哪里能联想想到这一层 还以为叶峰在说大话而已 谁知道叶峰 竟是五大家族招待的那位神秘大佬 爷爷和父亲也反复提及告诫自己 得罪这位大佬 后果不堪设想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交代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就直接搞砸了 我该死 我该死 吉少距意上涌 开始自抽耳光 以示诚意 都是我的错 求叶先生息怒 放过我吧 叶峰继续道 我若跟你一般见识 你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我断你一只手 你可服了 服服 吉少盲点头 这是我活该 是我旧游自取 叶峰一挥手 滚吧 吉少闻言 又惊又喜 多谢叶先生 多谢叶先生 说着 吉少迅速逃离了现场 重重地松了口气 浑身都已经被冷汗浸透 吉老爷子见自己孙儿 终于脱身 也暗自松了口气 但叶峰接下来的一句话 险些没把他又给吓晕过去 班长 你刚才说要安排我在这里当保安 叶峰似笑非笑地问道 正好吉家的家主就在这里 你问问他敢不敢用我 文言 班长董见猛了 吉老爷子更加猛了 让叶先生 在这里当保安 这他妈是哪个萨比处的馊主意 想害死我们吉家吗 叶 班长董见不知 该如何面对叶峰了 甚至连一句称呼都犹豫半天 叶先生 我 我没那个 意思 叶峰笑了笑 也懒得跟他计较这些 起身离去 叶先生 酒宴已经准备好 就等您入席了 吉老连忙攻身相迎 嗯 叶峰点了点头 最后对全场同学道 大家同学一场 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和大家见一见 你们慢慢聚吧 我先失陪了 文言 同学们的神情 五味杂陈 有敬畏 有惭愧 有悔恨 不意而足 他们谁也没想到 当才叶峰与他们小聚 如此宝贵的时间 可惜所有人都错失了这一次 真正千载难逢的机会 叶峰又对苏珊道 跟我去那边用餐吧 嗯 苏珊也没多想 立即起身 随叶峰一同离席 此时 卢出雪见了 眼中不禁怒火中烧 犹豫了数秒 在二人即将要离开包间的时候 立即也跟了上来 珊珊 卢出雪谗媚地笑着 并主动靠了上来 也带我一起过去吧 她不敢求叶峰 转而从比较好说话的苏珊下手 希望借机能躋身进入那个圈子 为此 她能够放弃一些 譬如尊严 譬如身体 不等苏珊回复 叶峰抢先一步开口 并没有跟她客气 我刚才就告诉过你 不必白费心机了 就算你去了 也一样会被赶回来 我只邀请了苏珊一人 你就不必自作多情了 叶峰此话一出 吉老爷子立即给左右保安 使了个眼色 众保安三两下 就把卢出雪又给推回了包间 你 卢出雪羞愤难当 她费尽心机 想要积身进去 没有机会 而苏珊不想去的 反而最终被邀请了过去 很快 叶峰和苏珊来到了另外一边 更加宽敞和奢华的包厢呢 刚一落座 吉老还未来即开口说点什么 就又被下人给叫了出去 说有要事 什么 吉老走出包厢 听下人一说 大吃一惊 你们怎么把那位姑奶奶给叫来了 第六十九章 山雨欲来 吉老爷子急不来到一楼大厅 并惊向外一看 顿觉头大 这真是刚按下胡落 又浮起瓢 叶先生那边才刚安顿下来 结果又来了一尊惹不起的大神 金大人 什么风 把你给吹来了 吉老爷子换上一副笑脸 硬着头皮 迎了出去 此刻 大厦外 一众锦衣玉服的侍卫 分裂两旁 为首一名年轻貌美女子 昂首挺胸 震慑全场 此人 正是燕金卫指挥使 金吕一 吉少站在金吕一的面前 虽然心中贪图其美貌 但表面上却不敢有丝毫怠慢 连连陪笑 候在一旁 别看吉家爷孙 能在人前显贵 但跟官制三品的燕金卫指挥使 还是没法比的 有人说 这里杀人了 吉老板 我正要问你 这是怎么回事 金吕一手按在腰间悬着的刀柄上 一边冷冷地问道 锐利的眼神 扫过全场 压得所有人都不经低头 不敢直视 文言 吉老一正 随后瞪了一眼孙儿 心想 又是这臭小子自作主张 干的好事 此时 吉少苦着一张脸 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原本按照他的预想 先狠狠教训一顿叶峰 然后再将他送进大牢 关上个一年半载 让他吃点苦头 谁让他敢捏断自己的手腕 但 随着叶峰变成了无法得罪的叶先生 吉少被他捏断的手腕 也只能往杜里咽 不敢声张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官方随即派来了金吕一 调查此事 这可就不好打法了 吉少当然不敢让金吕一 进门去调查 万一惊动了叶先生 让他知道 自己还私底下偷偷报了官来抓他 那事情 恐怕又要闹大了 金大人 都是误会 吉老爷子 也连忙解释和打掩护 都是以讹传讹而已 你们是谁 敢乱散播谣言 还惊动了金大人 吉老爷子又训斥左右的保安 还不快向金大人赔罪 周围的保安和工作人员 很是无辜 心想 难道不是吉少报的官吗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对不起 金大人 是我们没有搞清楚状况 真的只是一场误会 在吉老的怒势之下 周围的保安们也纷纷附和 主动认错 误会 金吕一冷冷一笑 旋即闪电般出手 静一把抓起了吉少的断手 啊 疼 疼 吉少痛得呲牙咧嘴 你的手 好好的 怎么弄成这样了 金吕一端向着吉少的断腕 这可不是普通的伤 金吕一的武学 皆是军中的拳法 在肉搏战中 所有将士们 都精通一手分金错骨的手法 能够用来预敌 卸掉敌方的手脚 迅速使敌人失去战斗力 金吕一看得出来 吉少手腕上的伤 正是分金错骨的军中手法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 是我不小心自己弄伤的 吉少只能硬着头皮回到 哼 金吕一冷哼一声 但还是好心出手 想要将他的断腕给接上 有断骨的手法 自然也有接骨的手法 这本就是相辅相成的 可是 金吕一番拿捏 痛得吉少嗷嗷乱叫 险些疼晕过去 咦 金吕一惊一声 这才发现 对方留下的伤势 比自己想象中的 还要精妙 力道拿捏的恰到好处 仿佛刨丁解牛一般 每一块骨骼 都恰到好处的震落 就连金吕一 一时间也无法将其复原 你这万伤 只能通过手术了 金吕一松开手 有些歉意的道 吉少闻言 整个人都骂了 心说你治不好 给我乱着什么 感觉伤势又严重了 可别留下残疾啊 嗨嗨 金吕一尴尬得干咳一声 转移话题道 动手之人 实力不在我之下 你们到底惹到了什么人 不用害怕 大胆说出来 我来给你们做主 说着 金吕一神色严肃 严震以待 手也不由自主地 按在了刀柄之上 依附随时要动手拿人的架势 没有没有 吉老连忙拾口否认 要是没有叶峰 给他们极家种下的 不死地狱的诅咒 说不定吉老爷子 还真能考虑一下 要不要借燕金卫之手 来对付叶峰 金吕一在民间 可是有着女武神的称呼 师承幽州战神 是燕金的守护神 就算叶峰再能打 还能比燕金卫 不敢再搬救兵 把事情闹大了 金大人 真的只是一场误会 什么都没有 见吉老欲言又止 显然是有顾虑 可见动手的那名强者 十分厉害 竟能把整个极家 都给压住了 好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金吕一点了点头 既然你们 不需要我的帮助 到时候出了事 可别怪我 不会不会 吉老又连连摇头 不会有事的 还请金大人放心 既然对方选择了 稀释宁人 金吕一也不方便再说什么 更不可能强闯 随即一招手 带队离去 走出大厦没多远 金吕一又问一旁的副手 你说那个人 今天也来富贵大厦了 是的 一旁的副手 连忙回道 听说好像是他们 高中时的同学聚会 同学会吗 金吕一冷哼一声 这种场合 他也好意思来 金吕一心想 如果是换做自己 坐了五年牢 还怎么有脸 去见昔日的同学和老师 果然这种大恶人 是没有正常人的 道德观和羞耻心的 哎 可惜 最近燕京有些不太平 聚集了太多的高手 金吕一身吸一口气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再抽出空来 去对付那小子吧 但一想到 地下龙门来了的新龙王 以及连义父 都称赞的神秘邻居 还有给好友治好了 病的神医叶昆仑 再加上今天 富贵大厦 震慑住整个极家的神秘高手 又听说九州各地的地下龙王 都在往燕京这边赶来 金吕一忽然有了一种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 金大人 突然 对讲机里传来下手传报 前几天从医院里抓来的那个妖僧 终于松口了 哦 金吕一文言 立即往回赶去 第七十章 指点你几招 极家用来招待叶峰的这一顿饭 可谓是十分用心 各式各样的美味真修 堆积如山 奢华至极 就连一旁的苏山 都彻底惊呆了 平生第一次参加这种级别的宴会 心中预估这一顿饭 至少得花费了几十万 这还仅仅是食材的珍贵程度 没有算人工 加在一起 这顿饭简直是天价 不过 叶峰对此倒显得十分平静 他早已超脱了享乐的层次 不以物喜不以几杯 不论是美酒佳肴 还是粗茶淡饭 他都能坦然接受 因为叶峰在监狱中早已修心 拥有强大的内心 自然不会受外物的影响 因此 极家想要凭借着这一顿天价饭 来讨好叶峰 显然是徒劳的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但却进行得十分安静 但饭局接近尾声 叶峰让五大家族 都精力准备好钱财 除了供给丰氏集团的资金外 还要再筹集一笔巨款 下周一 即将有一场大战 叶峰告诉他们 都把钱准备好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叶峰口中的大战 指的是什么 但也只能乖乖照办 时刻准备着 酒宴结束后 叶峰本想送苏珊回去 这时 突然接到了赵婉婷的电话 叶先生 打扰一下 不知你今天有没有空 就是你留下的那副药方 所需的珍贵药材 我派人去收集 终于有了一些眉目 只是我对药材已经年份 不是太懂 想要请你来帮我长长眼 叶峰一听 赵婉婷那边 竟然找到了药材的货源 一下子也来了兴趣 毕竟 越是珍贵的药材 越是渴望而不可求 甚至花钱都买不来 而且 其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假货 以及残次品 而叶峰交给赵家那副药方 也是为了通过赵家的关系 和人脉 去寻找到货源 方便自己以后的采购 好 我有时间 叶峰立即答应下来 下午就陪你走一趟吧 太好了 赵婉婷见叶峰答应 喜道 叶先生 你现在在哪里 我们马上过去接你 叶峰告诉他这边的地址后 又安排苏九川 送苏珊回家 叶先生 请放心 苏九川很是激动 他正愁没机会巴结 讨好苏珊一家呢 我一定会把我这侄女 安全送到家的 同时 苏九川心想 等送苏珊回到家后 顺便自己也能上楼 去拜访一下自己的堂弟 晚上再请他们一家吃顿饭 加深一下感情 苏九川看得出来 苏珊跟叶峰的关系匪浅 正巧自己和苏珊 又是本族亲戚 正好借此机会 进水楼台先得月 送走了苏珊后不久 那辆熟悉的白色奥迪 缓缓停在了面前 大侠 快上车 华国栋向叶峰招手 叶峰没想到 他竟然也跟来了 上了车后 叶峰又见到了一个 更加让他意外之人 是你 叶峰微微一惊 哼哼 小伙子 还记得老夫吗 老者轻吕胡须 笑盈盈地问道 咦 这下 轮到赵婉婷惊讶了 王爷爷 你跟叶先生认识吗 老者笑着点头 有过一面之缘 这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王樊 曾经燕京侍卫的枪棒教头 归隐后 又被赵家请出了山 那日被赵老派去 找黑龙豹七孙女之仇 一手齐没棍 挑翻了整个地下龙门 无人能敌 最终 还是叶峰出手 平息了风波 而那日 赵家与黑龙的交锋 赵老并没有告诉 孙女赵婉婷 所以 他并不知情 更不知 两人不仅有一面之缘 甚至还交过手 是吗 华国栋一听 也笑道 那太巧了 大家都认识 大侠 这位王教头 可是曾经燕京 十万进军的枪棒教头 实力只在战神之下 正好你也很能打 有机会让王教头 指点你几招 第七十一章 藏宝斋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华国栋并不知道 叶峰和王凡教头 已经交过手了 其实 即便是赵婉婷 也并不太清楚 二人交手的结果 只是听爷爷随口提及 王教头称赞叶峰 后生可畏 想来二人的交手 应该是不相上下吧 亦或是叶峰略逊一筹 但 王凡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尴尬 让自己去指点一个 比自己强的人 这不是开玩笑吗 而当着这群小年轻的面 王凡自持身份 又这把年纪了 当然也不好意思当面承认 自己曾是叶峰的手下败将 王凡甘笑一声 叶峰笑而不语 但 并不知情的华国栋 仍努力着想让王教头 传授叶峰几招 当然 他也是好心 觉得机会难得 想让王凡指点一下叶峰 以叶峰的悟性和实力 肯定能更进一步 王教头 我这位朋友叶大侠 伸手也很厉害 一巴掌 就能把一个上百斤的 标形大汉给抽飞 燕京的地下黑龙 王教头 你应该知道吧 他手下十几个干将 加起来都不是大侠的对手 大侠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身手 要是能够得到 王教头你的指点 就再好不过了 华国栋越说 王凡的老脸越是挂不住 终于忍不住 闷哼一声 训斥道 小华子 少说两句 没人把你当哑巴 见王凡发起火来 华国栋这才时序地闭嘴 心里嘀咕一句 真是小气 不指点就不指点呗 发什么脾气啊 很快 一行人驾车 来到了一片仿古建筑群中 仿佛一秒从现代化都市里 穿越来到了古代 这里的建筑 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 古时候的风格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下了车 一行四人步行十几分钟 来到了一个一栋二层小楼前 匾额之上 写着四个大字 藏宝斋 这里是燕京很有名的 奇珍异宝的交易中心 赵婉婷对叶峰 简单介绍道 无论是古玩字画 还是天才地保 甚至你想要的一切东西 在这里都能有机会得到 这里的斋主 也是个人脉极广 手眼通天之人 上次的御佛 也是在这里参与的竞拍 这一次 为了能够尽快找起 救命药方上的材料 赵婉婷还是托人来这里打听 还真得到了反馈 不过这种地方 鱼龙混杂 上一次御佛一事 就险些吃了暗亏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所以这回 赵老爷子派王凡教头 跟在孙女身边 全程保护 以免有失 赵大小姐 有失远迎啊 一行人刚一进店 一个笑眯眯的胖子 立即迎了上来 此人无短身材 穿着一身大褂 头戴一顶刮皮帽 一双精明的眼睛 迅速在众人身上扫过 只是在叶峰 这个陌生面孔的身上 多看了几眼 陶掌柜 赵婉婷笑着跟此人打招呼 哎呦 画牙呢 王教头 二位也来了 我们小店真是蓬毙生辉啊 热情的陶掌柜 又继续向华国栋 和王凡问好 二人身份尊贵 自不必说 必须得认真对待 这位小兄弟 怎么称呼 有些眼神 最后 陶掌柜又看向叶峰 眸子中闪动着好奇 这位是叶先生 赵婉婷简单介绍道 是我的一位朋友 今天有空一起陪我来转转 哦 原来是叶先生 陶掌柜微笑着点了点头 心想赵大小姐的朋友 应该也是有钱人 不过一眼扫过去 四人皆是外行人 陶掌柜的笑容 就更加灿烂了 陶掌柜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一番寒暄过后 赵婉婷直接开门见山 卖家应该也快到了 陶掌柜笑道 今日我们斋主也在 说要为你们做个中间人 保证万无一失 那就多谢了 赵婉婷一听 这里的东家也在场 心中更新了几分 陶掌柜又继续道 最近我们店里 又来了不少好东西 诸位 我带你们转转吧 见闲着也是没事 于是就让掌柜的带路 顺便到处参观一下 这里有一批 刚刚出土的宋代的官妖 这一幅字 是刚刚高价收来的苏氏的真迹 这块玉石 是家境年间的殉葬品 一路走下来 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 琳琅满目 不过有了上一次玉石之变 赵婉婷在见跟玉有关的东西 都是躲着走 而叶峰这一路走马观花 一眼望下 见这藏宝斋 也不过是徒有其表 大多数的珍宝 根本就不值一提 所谓的什么珍品 更是夸大其词 九甲一针 才是这里的真实行情 叶峰微微摇头 有些失望 就是不知道真正的宝贝 是不是都在别处珍藏着 不轻易试人呢 陶掌柜一边介绍 一边察言观色 见赵婉婷 华国栋和王凡三人 完全被眼前的各式宝物 给看迷了眼 根本无法分辨真假 而叶峰却不时地摇头 有些装模作样 令陶掌柜心中冷笑之之 赵大小剑 快来看一看 最近我们斋主 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收来的一副王羲之的真剑 堪称我们的镇殿之宝了 说话间 众人来到了一间 单独展厅的中央 玻璃柜内所展示的 是一副字迹 一旁介绍 乃是王羲之罕见的 二十八字真剑 是书法界的天花板 嗯 是真的 人群中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观察办上 终于得出了结论 周围的客人文言 纷纷点头称是 贾馆长说是真剑 那一定没错了 陶掌柜笑着介绍道 这位贾馆长 可是我们市博物馆的副馆长 同时也是书法协会的会长 是真正的行家 连贾馆长都说是真剑 这幅字 是百分百没有问题的了 赵婉婷见到这幅字 也不禁心跳加速 因为他爷爷最欣赏的 就是王羲之的字 可惜市面上 真正王羲之的真剑 少之又少 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了 但他的资金 还需要去购买救命的药方材料 恐怕没有余钱 再买这幅真剑了 呵 而叶峰见到这幅真剑 顿时没忍住 当场笑出声来 旁人或许看不出 但叶峰又岂会不知 这幅字 乃是出自于自己师父之手 第七十二章 一字一意 见到叶峰无端发笑 陶掌柜再也忍不住了 出声质问道 你笑什么 难道怀疑 这副自己的真假 叶峰微微摇头 没什么 毕竟 对于这种古玩字画 本就是真真假假 难以说清 人家开店做生意 而他们又不是来砸场子的 没必要当面戳穿 闹不愉快 只要是真正治病救人的 那些天才地宝 不是假的就行 叶峰并不会多管闲事 哼 陶掌柜冷哼一声 不满于叶峰的态度 不懂装什么大尾巴狼 陶掌柜 这副王羲之的真迹 卖多少钱 赵婉婷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想着 待会儿若是还有余钱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陶掌柜笑道 这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暂时不卖 毕竟 我们斋主可是费了好大的劲 才弄到手的宝贝 不过有一次 我们斋主吃饭时 和朋友闲聊 听到若是日后拍卖的话 至少也得一字一亿 一字一亿 这幅快雪石 禽铁 真迹 共有28个 也就是28个亿 这可是真正的天价啊 这个估价 已经说出口 顿时震惊全场 就连财大气粗的赵婉婷 也不禁瞠目结舌 被吓到了 这个价格 是他也无法接受的 这么贵 叶峰听到这个价格 也吃了一惊 没想到王羲之的字 这么值钱 虽然跟随第35位师傅 学到了他一身仿古造假的能力 但是古玩字画的价值 本就是因人而异 市场变化也很快 所以叶峰并不懂相关行情 这是正常的价格 这时 那位贾馆长又继续介绍到 这幅王羲之的真迹 在古代就曾拍卖过 价值700两黄金 按照现在的通货膨胀速度 王羲之的字 一字一亿 本就是市场正常价格 可惜市面上 能够见到的真迹 本就不多 众人听后 纷纷点头 听了贾馆长的话 众人这才收回震惊之色 原来这就是正常的价格 但叶峰却心中了然 市面上压根就没有真迹 都是后人的仿座 其实即便是仿座 也都已绝版了好几批了 根据35师傅所言 现在市面上所谓的真迹 其实都是出自于他之手 换言之 叶峰的这位师傅仿写的字 已经被专业圈子 认证为王羲之的真迹了 彻底的以假乱真 影响深远 哎 可惜 赵婉婷微微摇头 表示无能为力 这真是有价无事啊 华国洞也惊叹连连 这个价格 一般人谁都买得起啊 不错 贾馆长再次道 王羲之的真迹 本就是有价无事 就算偶尔有买家 大多也都是海外华裔 买去当传家宝的 这时 陶掌柜又将赵婉婷 单独拉到一旁 低声耳语了几句 旁人听不到 但是叶峰耳聪目明 听得真切 赵大小姐 是我们这里的老主顾了 听闻赵老爷子 对王羲之的字 也是爱不释手 若是赵家 对这符字真有益的话 我们摘主也说了 可以便宜相赠 真的 赵婉婷一听 顿时又惊又喜 那得多少钱 28个字 就算是便宜 恐怕也是个天价啊 陶掌柜伸手 微微向下一压 可以给赵家 打个对折 打对折 14亿 虽然仍是天价 但赵婉婷皱眉沉吟 这个价格 对他们赵家来说 倒是也能考虑一下了 再想到 爷爷恐怕不久于人世 即便是获得续命的丹药 怕是也只有一年的阳寿 若是在最后的一年生命里 得到一副王羲之的真迹 每日相伴 看上几眼 也算是不需此生了吧 见到赵婉婷开始犹豫 沉思以及动心 陶掌柜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脚狭 同时 他与贾馆长 还有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接触 而这一切 都没能逃过叶峰的眼睛和注意 原来如此 叶峰见状 心中一灵 这陶掌柜和贾馆长 看来是要里应外合 做橘坑赵家 若是别人 也就罢了 但既然叶峰跟来 又岂能袖手旁观 陶掌柜 回过神来 赵婉婷也不是傻子 东西一下打对折 必有气球 这么贵重的东西 一下降价一半 卖我们赵家 到底为何 陶掌柜笑道 我们斋主 仰慕赵老已久 不过是想要借花献佛 还望赵家今后 能够多多关照 赵老爷子的能量 确实能够吸引来 不少的八姐讨好之人 赵婉婷对此 见怪不怪 早已看到了 我回去跟我爷爷 商量一下吧 赵婉婷最后说道 好好好 陶掌柜见有戏 于是笑着点头 他们放长线钓大鱼 并不急于这一时 今日这一切 不过是开了个头 赵大小剑 你真要买这副字 王凡同样也听到了 刚才二人的对话 也觉得有些蹊跷 不太放心地询问 嗯 赵婉婷点头 我爷爷最喜欢 王羲之的字 可惜一直都没能买到一副 属于自己的真迹 我想 那我改日 给老爷子写一副吧 这时 叶峰突然插话道 除了王羲之 还有欧阳巡 严真卿 柳公全等人的 想要谁的 我就写谁的 第七十三章 一模一样 什么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一时间 大家似乎没有太明白 叶峰这话的意思 你写这些大书法家的字相赠 又是几个意思 哼 没看出来 叶先生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陶掌柜忍不住冷笑出声 你以为 这二十八个字 为何能价值连城 因为那是王羲之亲笔所述 你又是何人 写摔的字 能值几个钱 面对陶掌柜的不限 叶峰傲然回击 我可以写出 和王羲之一模一样的字来 反正王羲之的真迹 早已绝迹 后世的仿作 只要有九成的相似 足以假乱真 就比如 你们的镇殿之宝 什么 叶峰这番话一说出口 顿时令现场 一片死寂 大家都用看疯子一般的眼神 看向叶峰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小子是谁啊 好大的口气 连贾馆长都亲自验证过 是王羲之的真迹 他还敢唱反调 难道他比贾馆长还权威吗 我看这小子是疯了 还敢口出狂言 说能写出一模一样的字 简直是在白日做梦 此时 陶掌桂文言 怒急返笑 你竟敢质疑 我们的镇殿之宝是假的 我不是针对你们店 叶峰坦言 我是说 市面上所有的王羲之真迹 都是假的 华 现场又是一片哗然 小伙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啊 贾馆长也忍不住 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不说这里的这幅 就我们是博物馆里 也收藏着一幅王羲之的真迹 那也一样 是假的 叶峰直言不讳 扑 贾馆长文言 险些背过气句 你说 你能写出一模一样的字来 陶掌桂再次挑衅道 你写给我们看他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陶掌桂见叶峰年轻 认定他是在虚张声势 胡说八道 还想模仿王羲之的真迹 不自量炼 陶掌桂认为 只要让叶峰随便写几个字 就能让他露线 当场戳穿他的大话 当然 陶掌桂不认为 叶峰敢当场书写 不过是成口舌之快 好啊 叶峰却一挥手 淡淡地道 拉纸笔来 我就随便写一幅 让你们看看 文言 陶掌桂惊惊住了 他没想到 叶峰竟然还真的敢 贾馆长也惊住了 不明白 叶峰到底想要干什么 叶先生 赵婉婷等人 也是脸上写满了惊讶 不知为何 叶峰突然要在这件事上叫真 大侠 华国栋低声提醒道 虽然你很能打 医术也很厉害 可是隔行如隔山 这可是说法啊 武文弄墨 你能行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叶峰直接坦言道 赵大小姐 他们肯把这副真迹 降价卖给你 就是做橘摄套 想要坑你赵家 既然你请我来给你张眼 我又岂能袖手旁观 赵婉婷文言 又大吃一惊 一时间 甚至难分真假 不知该相信谁说的话 臭孝子 你别血口喷人 此话一出 陶掌柜恼羞成怒 而且他急于堵住叶峰的嘴 于是忙道 好 你想写是吧 我马上给你准备纸笔 让你写个够 你要是但凡写不出来 可别怪我们藏宝斋 翻脸不认人 说话间 有店里的工作人员 拿来了纸笔 搬来了一张小桌 笔墨只验 全部备齐 叶先生 请吧 陶掌柜皮笑若不笑地道 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你手中王羲之的真迹 顿时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叶峰 更多的 还是幸灾乐祸的样子 见叶峰这般年轻 众人都认为 是学了几天书法 就狂妄到 敢模仿王羲之的真迹 只要动笔 必将露线 好 叶峰也不客气 直接提笔 笔走龙蛇 刷刷在宣纸上写下了 快雪石 琴铁 第一句 吸之顿手 死 正所谓 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当贾馆长见到叶峰 纸笔书写的四字 顿时大惊失色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一模一样 竟然真的一模一样 第74章 情况有变 虽说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但叶峰纸笔书写 一笔一画 都求美见秀 有大家知犯 不仅震惊了 相关行业的专家贾馆长 同样也震惊了在场所有围观之人 天哪 这小伙子写的真 还推好了吧 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你们快看 跟展览的王羲之的真迹 真就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真没看出来 这小伙子有两下子 难怪刚才敢口出狂言 原来是深藏不露 众人的反应 从方才的不屑和轻蔑 转而深深的震撼 与不可思议 谁能想到 眼前这年轻人 一手书法 简直是出神入化 令人叹为观止 咕噜 陶掌柜也忍不住直言唾沫 直接都看傻眼了 从叶峰落笔的第一下 他就已经想好出声 嘲讽的前台词了 结果酝酿了半天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人家的字 不仅写得好 而且是一模一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王羲之附体 现场表演似的 陶掌柜惊得无话可说 天哪 大侠竟然还有这本事 华国栋从旁 也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本以为 叶峰是五刀弄枪的高手 五文弄墨肯定不行 结果万万没想到 叶峰的书法功底 竟然也如此了得 赵婉婷同样震惊连连 似乎每一次见到叶峰 都刷新对他的认知 不仅很能打 而且还懂医术 甚至连书法都能以假万真 这是什么妖孽天才啊 文武双拳 王凡教头也器重地赞道 真的是一位文武全才啊 原本 王凡与叶峰交手后 认为他今后有战神之姿 但现在看来 叶峰未来的成就 恐怕不会止不于战神 这么简单 一盏茶的时间 王熙之的快雪石擒铁 二十八个大字 终于防写完成 熙之遁守 快雪石擒 家想安善 魏果为竭力不赐 王熙之遁守 山鹰张猴 呼 叶峰落笔 轻输一口气 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八个字 但是若要做到分毫不差 甚至以假乱真 就必须得全神贯注 一气呵成 运笔之困难 非言语能够形容 这一张防写 不亚于一场艰难的战斗 此刻 现场众人反复对比 使出吃奶的劲 拼命找茬 竟也没能从这二十八个字中 挑出分毫的毛病来 真的是完全一样 众人惊呼 二十八个字 分毫不差 要不是叶峰防写的 这二十八个字上 缺少历代帝王的印章 单就这两幅字 混在一起 都没法分辨得出 从外行的角度来看 只能通过字体的外形 大小 甚至笔墨的深浅 来做比对 而像贾馆长这种书法专家 看得就更深一些 比对是字体的笔风 意境以及气势 飘若犹云 脚若金龙 贾馆长也惊叹道 真的是如出一辙呀 贾馆长再次看向叶峰 眼中充满了炙热 心想 这可真是个人才啊 要是能与之合作 随便访一些字画 就发大财了 大侠 你这是太牛逼了 你就是我的偶像啊 华国栋用崇拜的眼神 看向叶峰 不 你是我的师父 我一定要拜你为师 一个同时精通武道 医术和书法的大能 随便传授自己一点 都足够让自己受用无穷的了 这一刻 更加坚定了 华国栋要拜师的决心 而赵婉婷 在看到两幅一模一样的 王羲之的字后 又是震惊 又是后怕 要不是叶峰及时制止 他险些就要打算花费天价 替爷爷购买这一幅 王羲之的真迹了 叶先生 难道市面上 王羲之的真迹 都是假的吗 赵婉婷问出的这个问题 也是在场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此人有如此以假乱真的实力 一旦他坐流入市场 根本就无法分辨 不只是王羲之 叶峰正则道 年代越是久远 真迹失传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 市面上流传的 大多也都是后世的讽作 试想一下 王羲之都是近两千年前的古人了 即便是他留下了一些真品 在经历那么多的天灾 人祸 以及战争 也是实不存一 更何况 以古代的技术 即便是一张白纸 存放千年 到了现在 恐怕也变成一堆纸线了 众人文言 纷纷点头 觉得有理 这么说起来 流传至今的字画 大多都是仿作 那就都没什么价值了 有人遗憾地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 叶峰又道 其实人类发展至今 艺术也好 科技也罢 都是进步的 不必后顾波进 即便是后世的仿作 无论是技巧还是质量 是通过一代代人的 努力钻研和改进 都已远超前任 贾馆长又有些不死心地问道 你刚才说 无论是王羲之 还是颜真卿或柳公权的字 你都能写 当然 叶峰淡定地点头 贾馆长伸手 一指不远处的一幅 仿颜真卿的 纪值文稿 你写一幅掩体我看看 文言 叶峰挥比尔旧 就在这时 陶掌柜的趁机脱身 连忙跑去后堂汇报 斋主 不好了 情况有变 赵家那小丫头 不知从哪里 请来了一位行家 这次恐怕不好糊弄了 第75章 马氏兄弟 藏宝斋的斋主 也就是幕后真正的老板 是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男子 须发半白 略显富态 此时 这位斋主 正在招待三位客人 商议接下来的一笔大买卖 听到外面掌柜的跑来 汇报的情况 不禁微微皱眉 赵大小姐身边 都跟着何人 斋主询问 话牙内和王教头 这俩人一看就是外行 倒是不用太担心 但 陶掌柜的话音一转 脑海中浮现出了叶峰的样子 还有一个年轻人 他们都称呼叶先生 本以为只是个普通人 结果刚才他一眼就看出 贾馆长带来的 王熙之的自食房品 而且还亲笔写了一副 一模一样的 斋主一听 眼睛一亮 竟还有如此奇才 信业的年轻人 没听说过啊 斋主在这一行 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各类行家老手 都是耳熟能详 但对这个姓氏的年轻人 还是头一回听说 看来这一次 赵家也是有备而来 陶掌柜忧心冲冲地道 接下来的交易 要不要取消 就说斋主你有事不在 而且卖家也没来 怎么样 说着 陶掌柜又瞥了一眼 在场的其他三人 其中一个大汉 一个眼神 就把陶掌柜给吓住了 我们兄弟 可不会白跑这一趟的 大汉问声问气地道 哈哈 马爷 尽管放心 一切由我 斋主立即笑道 一切还是按原计划就行 那小子就算能防写字画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次交易的 可是天才地宝 他八成是个外行 老涛 带他们过来吧 是 陶掌柜答应一声 立即下去照办 此时 在一阵惊呼声中 叶峰已经挥比而旧 完美复刻了 严真卿的既值文稿 甚至要比这里 正在展览的那件房品 更高一筹 甲馆长健壮 更是惊为天人 不敢相信世间 竟有如此书法天才 精通各类古体字 本以为对方夸大其词 结果没想到 竟是实至名归 赵大小姐 我们摘主有请 陶掌柜分开众人 上前邀请道 闻言 赵婉婷秀眉微醋 开始变得谨慎多了 原本 他还对这家藏宝斋 很是信任 但是有了刚才 王熙之真迹一事 感觉自己如同 一头肥羊一般 在这里处处是坑 陶掌柜 我希望你们贵斋知道 我们赵家可不是好骗的 赵婉婷冷冷地警告出声 这次的药材 关乎我爷爷的性命 要是出一点岔子 我们赵家不会善罢甘休的 见状 陶掌柜连忙陪笑道 赵大小姐 息怒 刚才都是一点误会 不过关于那些药材 在下还是要多说一句 我们藏宝斋 只是做中间人 帮您联系到了卖家 具体的 还需要你们的卖家详谈 真要出什么问题 我们藏宝斋可不担责啊 赵婉婷怀疑 这里面八成还是有诈 有心不去了 既然都来了 那就过去看看吧 这时 叶峰出声道 真假一看便知 好 见叶峰都这么说了 赵婉婷便同意过去一趟 陶掌柜 带路吧 是 说着 陶掌柜又留心 多看了叶峰几眼 不知他是真懂 还是在虚张声势 很快 一行人来到了后堂的雅间 以藏宝斋的斋主为首 双方分坐两侧 赵大小姐 华少 王教头 叶兄弟 斋主亲自让座 快快请坐 勘察 一行四人落座后 看到对面坐着三个中年壮汉 一个个大马金刀 一身的匪契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斋主指着对面三人道 这三位就是卖家 来自奉天的马家兄弟 他们家在长白山下 常年做药材生意 你们要的那些珍贵材料 他们都有 叶峰见这三人 太阳穴高高凸起 一看就知 都是很角色 而且实力不弱 不过 这里有自己 以及王教头 倒也不怕他们强买强卖 马老板 赵婉婷冲着三人点头示意 那咱们先验验货吧 好 赵大小姐真是爽快 为首的马爷哈哈一笑 示意一旁的兄弟上货 只见从一条一米多长的麻袋里 倒出了各类中药材 一看就有些年份了 百年的老山深 八十年的龙咸香 一百五十年的冬虫下草 两百年的赤血灵芝 这些都是 我们兄弟在长白山亲手采的 赵婉婷见到那些名贵的中药材 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就算他这个外行 一看就觉得这些药材品质不凡 他内心不禁一阵激动 心想这一次竟如此顺利 爷爷有救了 嗯 这些药材 一看就有些年头 而且品相不凡 就连王凡教头 也微微点头 因为他曾经围观时 也见识过上百年份的中药材 和那种几十年份的药材 一看就大不一样 而且光是用鼻子嗅一嗅 也能够闻到一股独特的药香 王教头 好眼烈 斋主冲着王凡笑道 虽然我这个中间人 不能偏向谁 但我愿用人头担保 这些药材 都是足额足量的 你们若不信 也可以去奉天打听打听 马家兄弟的中药材 一向是有口皆碑的 叶先生 赵婉婷很快从激动的情绪中稳定下来 最后向叶峰投去询问的目光 只要他一锤定音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谈价钱了 这时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叶峰的身上 尤其是斋主 也饶有兴趣地看向叶峰 心想 就算这小子 是古玩字画方面的行家 但是隔行如隔山 难不成还能懂中药材 叶峰捡起一株老山参 微微一笑道 十年份的山参 八年份的龙咸香 十五年的冬虫下草 二十年的雪灵芝 听说奉天长白山一带 有一种独特的亚苗技术 可一下子拔刀药材的年份 以刺冲好 以假乱真 今日一见 果然是大开眼界啊 说着 叶峰指尖 真气微微一宁 再看那一株号称是百年的老山参 就如同返老桓童一般 瞬间缩小了一圈 第七十六章 抢买抢卖 叶峰的第十一位师傅 是曾经的药王 叶峰在他那里 不仅学到了炼丹制药的能耐 而且对于各类药材的品质和年份 也能够掩饰别 马家兄弟以亚苗的古法 烹制了这些药材 就好比将一个十岁的孩童 一下子变老了百岁 而叶峰反制 将那朱老山参 返老桓童一般 恢复如初 百年的山参 和十年的山参 差距肉眼可见 在恢复了山参原本的模样后 即便是赵婉婷这种外行 也是一眼就能看出 这山参造假了 死 煞时间 现场一阵惊恶 赵婉婷等人 一脸愕然 直呼好险 要不是叶峰从旁掌眼 怕是这一次 又要上钩了 这 斋主也是当场傻眼 没想到叶峰竟还有这一手 简直是闻所未闻 而马家兄弟 在惊恶的同时 更多的还是愤怒 眼前的叶峰 不仅识破了他们的套路 而且还当场戳穿 不留情面 臭小子 你找死 为首的马爷 恨得咬牙切齿 赵婉婷气地怕安而起 怒道 马老板 何斋主 你们还有何话说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 足额足量的珍贵药材吗 赵婉婷越想越气 其实单纯地上当 损失一些钱财 倒也无所谓 但是这一次 可是关乎自己爷爷的性命 要是一个不慎 用了这造假的药材 岂不是会 害了爷爷的性命 刚才来时 赵婉婷就表明了立场 这些药材 关乎爷爷的性命 若有一点差池 赵家绝不会善把甘休 只是没想到 这卖家和斋主如此大胆 竟用一成的残次品 来忽悠自己 这 斋主一脸的惊讶与尴尬 苦笑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同时 斋主心中懊悔 早知就该听 讨长柜的 推迟这一次的交易 自己一个疏忽大意 竟栽在了姓业的 这年轻小子手上 哼 这时 对面围首的马爷 也拍案而起道 臭小子 你血口喷人 你用了什么手段 竟毁了我一根百年山深 就算这次买卖不成 这根山深的钱 你们还是要赔的 叶峰冷笑反问 多少钱 百年山深 市场价一个亿 马爷道 你挥我山深 又坏我们名声 得再多赔偿一个亿 今天少一个子 你都别想站着出去 既然被当场戳穿 那么马家兄弟 干脆当场识破了 不然也不能白来这一趟 好一个狮子大开口 这时 王凡也冷冷一笑 你们这是要抢买抢卖了 是又怎样 马爷也浑然不拒 凶狠的毛子 狠狠扫过众人脸庞 你们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马是三雄 横行奉天十余年 谁人敢惹 今天我们既然来了 这一单生意 你们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赵婉婷见状 心惊肉跳 心想 幸好今天有王凡教头 在旁坐镇 不然还真是棘手了 闻言 王凡哈哈一笑 那你们来时 又打没打听 赵家是何等家族 我王凡又是何人 其实你们在这帮 跳梁小丑能惹的 搬出赵家 以及王凡教头的名声 无论是哪一个 都足够震慑旁人 但 马家兄弟是一群亡命之徒 只认钱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王教头的大名 我们也是久养了 马爷道 但只怕王教头如今老了 还吓不到我们 就算赵家势力再强 我们兄弟逃去长白山 横跨树界 山高路远 你们又能去哪里找我们 王凡猛地一拍桌面 本想震慑这三人 只要有我王凡再次 就 话还没有说完 王凡突然愣住了 他看着一旁的桌面 自己刚才一掌之下 竟没能击碎分后 这只是一张普通的木桌啊 怎么回事 王凡看着自己的手掌 忽然察觉到 自己竟然内境全无 浑身也使不上一点力气了 哈哈哈哈 对面的马家兄弟见状 忍不住得意的大笑出声 王教头 你这么厉害 我们兄弟当然得防你一手 刚才在刀药材的时候 我兄弟一顺手 把麻袋里藏的软骨伞 也一并倒了出来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一点力气 都使不出来了 闻言 王教头又惊又怒 没想到今天一个不备 竟栽在这三个小毛贼的手上了 而赵婉婷和华国栋二人 也连忙试了试 发觉还真一点力气都没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 何斋主也洋装大惊 出声指责 哼 王教头 劝你还是乖乖坐下 咱们继续谈生意吧 马爷皮笑若不笑地道 不然的话 只怕你的仪式英明 要毁在我们兄弟手上了 第七十七章 狮子大开口 软骨伞 无色无味 呈粉尘状 混入空气被人吸入体内后 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可是一旦用力 就会感觉到浑身虚弱 使不出一点力气来 如果是正常情况 王凡肯定会防备一手 但 刚才马氏兄弟 在青岛药材的时候 里面竟混入了软骨伞 夹杂着里面的尘土 再加上众人的注意力 都落在药材上面 这才让王凡这种老江湖都着了道 更别说其他人了 哈哈 马氏兄弟 不禁得意地大笑出声 仿佛已经掌控了全局 管你是什么进军教头 还是崖内大少 亦或豪门大小剑 现场众人的生死 还不是掌握在他们兄弟的手上 他们马氏三雄 纵横奉天长白山数十载 不仅有过人的胆识和身手 同时还要靠脑子 王教头 如果你没中毒 我们兄弟三人加起来 恐怕也不是你的对手 为首的马爷 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但是现在 我们随便一人 都能吊打你 就问你服不服 哈哈 马家老三也笑道 王教头 劝你乖乖坐下 别不是胎卷 见状 王凡怒目圆瞪 有一种虎落平阳 被犬气的屈辱 他深吸一口气 准备着以自残的方式 强行解毒 只是不到万不得已 王凡也不愿走到那一步 因为那将是杀敌八百 自损一千的结果 日后定会留下影集 影响自身的实力 马家兄弟是吧 小爷我记住 你们了 对我都敢下毒 你们好大的胆子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爹是谁吗 华国栋也愤怒地警告 事后我必将告知我父亲 联合奉天府那边的同僚 合力围剿你们 看你们能往哪里逃 面对华国栋的言语威胁 一般毛贼 肯定会有所忌惮 但对于眼前这一群亡命之徒来说 似乎并不在意 画牙内是吧 我们真是好怕怕啊 哈哈 马家三兄弟 先是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而后又细血地笑道 你当我们是被吓大的吗 我们兄弟本就是通缉犯 还怕什么联合围剿 赵婉婷银压暗咬 没想到有王教头跟着 竟然还是朝了对方的道 真是人心险恶 防不胜防 一时间 现场的气氛 有些剑拔弄张 赵婉婷一方 虽然弱势 但仍不肯配合 表现是十分抵触 斋主见状 连忙劝道 赵大小剑 咱们现在都中了软骨伞 浑身无力 还是不要跟马家兄弟们硬碰硬了 不如咱们坐下来 再好好谈谈 大家又没什么深仇大分 想必马家兄弟 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太绝 马爷道 还是和斋主食食物 明示礼 不错 我们兄弟只为求财 不为别的 实相的 还是乖乖配合 免受苦吃 赵婉婷刚想要再说些什么 这时 叶峰突然开口道 好啊 那就坐下来 继续谈谈嘛 马爷笑道 还是这位兄弟识时务 见叶峰开口 似乎有服软的意思 其他人纵然心中都憋着一口气 但理智告诉他们 这种不利的局面 还是要先忍一忍的 哼 王凡冷哼一声 又重新坐了回去 见到众人都乖乖坐下 为首的马爷 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道 百年份的山深 龙咸香 东虫下草 雪灵芝 这些天才地宝 一样一亿 再加上我们来时的路费 一共凑个五亿整 马爷笑盈盈地看着赵婉婷等人 仿佛看向一群带仔的羔羊一般 高高在上 我为刀阻 五亿 这个药价一出 赵婉婷等人的脸上 顿时冷若寒霜 若眼前这些药材 都是百年以上 五亿对他们赵家来说 也能接受 毕竟这是救命药 但 这些分明都是假货 对方还敢狮子大开口 索要天价 简直是岂有此脸 你当我们赵家的钱 都是大风刮来的吗 赵婉婷冷哼一声 五千万也没有 马爷冷笑道 赵大小姐 你是不是还没认清现实 现在的你们 没有资格跟我们讨价还价 五亿 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我的兄弟都是粗人 再对你做出一点不好的事情 可就难说了 嘿嘿嘿 马家两兄弟 用色眯眯的眼睛 盯向赵婉婷 你们敢 王凡顿时大怒 他已做好心理准备 但凡对方敢轻举妄动 就算是同归于尽 也绝不能让这群毛贼 碰赵老的孙女一根毫毛 现场的气氛 陡然又变得紧张起来 我们的耐心 可是有限的 马爷冷冷地警告道 给你们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不用考虑了 这时 叶峰突然又开口道 就这个价 一样一个亿 但必须得是真货 我们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 但要是你们拿不出 百年份的药材 那就把你们的脑袋留下来 此话一出 马家兄弟微微一正 不明白叶峰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必须得是真货 可是 他明明已经知道 这些都是假的 为何在这个时候 还要执着于药材的真假 我就在这里 马爷伸脚一踢地上的 那四样药材 显得有些不耐烦 那些山深 灵芝滚落到叶峰的脚边 叶峰看也没看 一脚踏入 将那些假货 全都踩得粉碎 我再说一遍 只要是真货 一分不少你们的 但要是你们只有假货 那就拿头来尝 什么 此话一出 马家兄弟惊怒交加 叶峰的言行 显然已经激怒了他们 臭小子 你找死 马家老二立即上前 伸手来抓叶峰 想要将他擒住 当场教训一顿 也当作是杀鸡警猴了 毕竟 赵婉婷一行四人之中 也只有叶峰看上去 没什么背景和身份 他们动起手来 也毫无顾虑 但下一秒 刷 只见叶峰手中 寒芒一闪 马家老二的脚步一掷 然后捂着咽喉 退开树步 轰隆一声 倒闭在地上 是你先找死的 叶峰轻视匕首 冷冷地回道 看了眼老弟 然后又震惊地看向叶峰 你 你没中毒 呵 曲曲软骨伞 也想控制住我 叶峰不屑地一笑 第七十八章 两招杀三世 什么 叶峰此话一出 无论是对方还是己方 都是神色大变 只不过这一次 风水轮流转 轮到马家两兄弟 以及河宅主惊怒 而赵婉婷等人欣喜若狂 看到了希望 不愧是大侠 竟然没有中招 这下有救了 华国洞激动地连连叫好 眼中对叶峰的崇拜之情更胜 好小子 王凡的眼中 也抑制不住地惊喜 心想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此人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叶先生 原来你没事 赵婉婷的一双美眸中 也满是喜色 而为首的马爷 一边愤怒于自己的兄弟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杀 另一边又惊异于 叶峰是如何逃过软骨伞的侵蚀 毕竟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中 除非对方能一直比起 不然岂能不中招 你 你怎么会没中毒 马爷想不通这一点 这怎么可能 难道这小子 也和自己一样 提前服用了解药 可是问题又来了 对方又是怎么知道 自己会动用软骨伞 从而提前做准备呢 马爷百思不得其解 殊不知 叶峰可是有一位药王师傅 在药王的锤炼之下 叶峰的身体 早已经是百毒不清 别说区区软骨伞 就算是当面服用鹤鼎红 断肠草 也不会有丝毫作用 众人都以为叶峰是有备而来 但实际上 叶峰从始至终都不在乎 我再问一遍 你们到底有没有真货 叶峰平静地道 我的耐心 也是有限的 闻言 马爷二人惊怒交加 都这个时候了 对方这小子 竟然还计较药材的真假 还想要真货 臭小子 我看你找死 马爷立即抽出了妖刀 招呼一声 老三 上 多了这小子 在他们看来 叶峰只是一个矛头小子 还好对付一些 只要王教头不插手 局面就翻不了 小心啊 大侠 华国洞见到二人 气势凶猛 挥刀扑向叶峰 也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王凡对此 倒是十分淡定 毕竟现场 也只有他真正跟叶峰交过手 知道他的恐怖 相比于面对自己 那些毛贼在面对叶峰 才是最倒霉的 可惜 他们挑错了对手 说实迟 那实快 马家兄弟的快刀 犹如闪电一般 迅速劈向了叶峰的头顶 二人纵横长白山十余仔 手底下若是没有点能耐 怎敢如此猖狂 但可惜 他们这一次要面对的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存在 刷 叶峰手中的匕首 又动了一下 犹如流星滑坡夜空一般 在二人的眼前一晃 下一秒 马家兄弟二人 身体竟不受控制地 向后开始倒退 就连手 也不由自主地伸向咽喉 刚一捂住脖梗 鲜血就抑制不住地向外流淌 如绝地的河水一般 根本就直也止不住 好 快 马爷的口中 最终挤出这两个字 然后一脸的亥然 向后倒下 静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 两招杀三人 叶峰的雷霆一击 彻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饶氏王凡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以他的实力 刚才竟然都没能看清 叶峰出手的招数 快 太快了 相比于上一次 自己与叶峰的交手 一招镇断了自己手中的奇眉棍 可见已经是对方 手下留情了 这一次 眼前的叶峰 才是毫不保留的静情一击 招招致命 哪怕是换做自己 面对叶峰刚才那一招 恐怕也难以抵挡 大侠 你这也太牛逼了吧 华国动静的何不拢嘴 忽然想起来时 还想撮合让王教头指点叶峰一二 而王教头当时反应异常 现在看来 叶大侠的实力 说不定在王教头之上啊 叶先生 赵婉婷同样感到一丝巨异 第一次见到叶峰 如此杀法果断 咕噜 咕噜 何掌柜更是吓得 连连吞咽口水 没想到纵横奉天十余仔的江湖大盗 竟被一个年轻人两招团灭 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 简直是魔鬼啊 刷 叶峰又须指轻点 打在赵婉婷三人的身上 替他们解了体内中的软骨散的毒 三人对叶峰的医术 早有见识 也不以为怪 你呢 最后 叶峰又将目标 落在了何斋主的身上 是 什么 何斋主一正 没明白叶峰的意思 咔嚓 叶峰将手中的匕首 又重重往桌上移置 顿时 将何斋主的手 定在了桌面上 啊 何斋主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想要收起受伤的手掌 但是在匕首之下 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 饶命啊 饶命 何斋主吓得连连求饶 你不是说 这里有我们要的药材吗 叶峰冷冷地质问 把我们诃遍到这里来 你要是拿不出一点东西来 我可不会善罢甘休的 来时 叶峰本来还抱有一丝期望 结果没想到 竟遇到一群骗子 而这斋主 显然跟那马家兄弟 是一伙的 今天 他这藏宝斋 若是拿不出来一点 能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来 叶峰不介意将他们一锅端掉 免得日后再去坑骗别人 哟 哟 哟 和斋主一边大声求饶 一边连连点头道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一定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第七十九章 熟悉的笔记 在叶峰的威逼之下 和斋主哪里受得了这种残忍折磨 立即将自己知道的一切 和盘托出 在燕郊梨园那边 经常会有一些秘密的拍卖会 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但确实都是真货 我这里的很多宝贝 都是在梨园那边捡来的 那里相当于横跨九州的地下黑市 想要什么 只要出了起价 都能弄来 和斋主忍着剧痛 一口气将自己知道的 都说了出来 地下黑市 叶峰眉头一挑 那这黑市的幕后 是地下龙门了 叶峰想到 如果是地下龙门的场子 倒是容易了 不 和斋主摇头 地下龙门虽然掌控地下势力 但是这个黑市 却跟龙门无关 也不受他们控制 这个黑市的幕后老板 好像是东海那边的一位大佬 具体是谁 就不是我这个层次的人能知晓的了 总之 在梨园的拍卖会上 无论是古玩自画 还是天才地宝 应有尽有 这时 赵婉婷接话道 这个梨园 我倒是也听说过 好像是一处很神秘的宅子 一般人光是 靠近那边 就会被驱赶出去 原来是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对对对 何斋主又继续道 想要进入梨园 必须得是熟人介绍 你们放过我 我愿意带你们去梨园 买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古玩自画 天才地宝 应有尽有 叶峰顿时来了一次兴致 刷 叶峰收回了匕首 啊 何斋主又是惨叫一声 险些痛晕过去 叶峰给他简单止血止痛 然后紧盗道 带路 那边要是也没我想要的东西 梨园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就在叶峰挟持何斋主 从藏宝斋后门离开不久 藏宝隔正门 突然被一群劈甲的侍卫给包围 两队人马鱼贯而入 令现场热闹的气氛顿时已尽 燕金卫来此办案 而等不必惊慌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是掌柜的 让你们老板出来答话 陶掌柜一见这阵势 顿时吓得连连后退 但当看到为首一名女将 傲然立于当场 反倒是稍微有些心安 原来是金大人 陶掌柜连忙笑脸赢了上去 燕金卫的指挥使金吕一 在民间很有威望 也很受民众的拥护和喜爱 再加上 她本身又是大美女 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就连不安的陶掌柜 在见到金吕一的绝世容颜后 也不由地卸下了心中的防备 主动迎了上去 你们的斋主呢 金吕一却面若寒霜 冷冷地命令到 让她出来见我 原来 那日在医院抓到的妖僧 在都尉府关了几天禁闭后 就彻底崩溃 一股脑的全都交代了 譬如那块柱有邪气的玉石 以及整条产业链等等 她只是这其中的一环 而她的上家 正是着藏宝斋的斋主 至于在网上 还牵扯到什么人 那妖僧就不清楚了 于是 金吕一寻着这条线索 来到藏宝斋 想要顺藤摸瓜 继续追查下去 斋主正在会见客人 陶掌柜不敢怠慢 金大人稍后 我们去后堂去通报 说着 陶掌柜一溜烟 走去后面通风报信去了 金大人好 这时 周围的客人们也纷纷向金吕一问好 嗯 金吕一一边点头向众人回礼 一边在大厅里踱步 忽然 她的视线 被正前方一处单独展览的字画所吸引 两幅王羲之的真迹 高悬在展览台前 原来是贾馆长自作主张 将叶峰刚才仿写的字 也一并展览 让众人欣赏 好漂亮的字 金吕一驻足观望 暗暗点头 突然 金吕一注意到 在展览台的一旁 还悬挂着另外一幅字 字体十分的眼熟 这幅 记之文稿 是一位年轻人刚刚访写的 是不是很不错 贾馆长笑着介绍道 金大人也对书法感兴趣 金吕一并不懂书法 只是平日里办案 会比较各类笔记 同时觉得这幅字 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啊 金吕一惊呼一声 忽然想到昨日 在陈诗雅的店中 见到的那幅药方的字迹 似乎跟眼前的这幅记之文稿 是同一人的笔记 金吕一忙问 那个仿写之人 现在在哪 叫什么名字 贾馆长还未来急开口 突然后面传来了 陶掌柜的一声惨叫 杀人了 杀人了 陶掌柜下的屁滚尿流 从后堂跑了回来 他去后面找斋主 结果斋主没见到 反见到了三具尸体 金大人 救命啊 第八十章 黎元会场 大人 三名死者的身份 已经查清 他们就是横行奉天的 马氏三雄 三人都是官方 正在全国悬赏的 A级通缉犯 A级通缉犯 金吕一看着地上的 那三具尸体 脑海中立即闪过 死有余辜这四个子 杀掉他们 不仅无过 反而有功 但问题又来了 是谁杀的他们 藏宝斋的斋主 又去哪了 旋即 金吕一俯下身去 眼睛微眯 盯着三人咽喉的 一处致命伤 又是一击毙命 好干净的伸手 金吕一不由得 又想起前天 坠崖的 那辆车内的死者 几乎与这一次的 高度吻合 难道是同一人所为 金大人 我们摘主 不会有事吧 陶掌柜陪在一旁 瑟瑟发抖 金吕一又在屋内 环顾一周 最后视线 落在了桌面上的 那一滩血迹之上 这些 与三名死者的不服 金吕一推断道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你们老板的血了 啊 陶掌柜文言 脸色大变 那他 金吕一夺步 又来到了陶掌柜的身旁 用审问犯人的语气 冷冷出声道 说说吧 你们老板在这里 都会见了哪些客人 你们藏宝斋 到底在背地里 搞什么鬼 文言 陶掌柜浑身一颤 脑海中想到了赵婉婷等人 他们四人都不在这里 是不是跟斋主的 失踪有关 可是 陶掌柜却不敢透露 半分客人的消息 因为干他们这一行 对客户的身份 要守口如瓶 如果现在斋主已死 那么陶掌柜会会全力配合 但是现在 斋主暂时还只是失踪 如果他多嘴 透露过多客人的信息 那么等斋主回来 就没法交代了 见陶掌柜欲言又止 显然是在隐瞒些什么 金吕一加重了语气 你要是不肯说 那我也只好把你 带回都尉府审问 最后 无论是被关进大理寺 还是被送去刑部 你都免不了受一顿皮肉之苦 文言 陶掌柜下的立即跪地求饶 饶命啊 金大人 我真的跟这件事无关啊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带走 金吕一一声令下 两旁的侍卫 立即上前 将陶掌柜给拿下 啊 我说我说 在如此威吓之下 只能坦言 这边原本正在进行一场交易 可能是没有谈拢 起了冲突 他们想要的那些名贵药材 一般地方根本就买不到 在燕京附近 只有一个地方 能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藏宝宅里的很多宝物 都是在那边进的活 我想 他们或许挟持了斋主 到那边去了 金吕一文言 立即追问 是什么地方 陶掌柜支支吾吾 最终还是吐露了两个字 黎园 此时 叶峰一行人 已经开车来到了燕郊黎园附近 什么人 还未来到中心区域 立即就围上来一大群身强力壮 全副武装的保安 上前检查 是我 河宅主立即探出头去 跟保安们打招呼 来参加今晚的拍卖会 哦 原来是藏宝宅的河宅主啊 保安们一件事熟客 立即变得客气多了 并予以放行 叶峰并没有让华国洞继续深入 而是示意他先停车 你们先回去吧 叶峰对赵婉停到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我带河宅主进去 参加拍卖会 如果有相应的药材 会尽力拍下的 这一路上 通过河宅主之口的介绍 叶峰发觉 这个地下黑市 很不简单 背后的势力 更是错综复杂 甚至连地下龙门 都无法插手他们的生意 可见 这股势力的强大 燕京的黎原 只是其中的一大销赃点 而像这种地方 遍布大厦两斤一十三地 从刚才的保安配置 也不难看出 这里的私人武装 也十分恐怖 嗯 叶兄弟说的没错 这时王凡也道 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我还是先护送赵大小剑 和华少他们回去吧 那好吧 赵婉婷也不想 成为别人的累赘 并拿出一张卡 这卡里有十个亿 请一定要买到 那些救命药材 如果钱不够 你再联系我 好 叶峰接下银行卡 带着河宅主下了车 叶兄弟 你放心进去吧 临走前 王凡又到 等送完人 我再回来接应你 叶峰向他们挥了挥手 与赵婉婷他们分别 而后面向梨园的方向 叶峰微微皱眉 虽然这一片庄园 环境优美 风景如画 但是在这处静谜之中 却处处隐藏着肃杀之气 通过梨园的风水格局 不难看出 此地已经是血光冲天 不久必将有大事发生 叶峰的第十五位师傅 乃是风水大师 可行走阴阳 欲知急凶厉害 刚才 叶峰一眼就看出 此地凶险重重 这也是叶峰执意 要让赵婉婷他们 打道回府的主要原因 走吧 叶峰淡定的脉步 对周遭的异样 并不太在意 只要能得到 自己急需的天才地宝 前方即便是龙坛虎穴 叶峰也会走上一遭 就在叶峰带着河斋主 进入梨园后不久 附近又驶来了几辆巡逻车 是燕京卫 见状 就连那群飞扬扈 不可一世的保安们 也不得不避让 态度恭敬 燕京卫来此查案 闲杂人等统统让开 巡逻车根本没有减速 一路冲进了梨园 金吕依下了车 留下数人 守住各个出入口 然后轻率其余侍卫 入住梨园大厅 此时 梨园的管家 慌忙上楼 园主大人 大事不好了 园区突然闯入上百的燕京卫 带队的正式燕京卫指挥使金吕依 第81章 千年灵芝 就在金吕依率众 入住梨园的时候 叶峰和河斋主 也已被带到地下一层 参加今晚梨园举办的盛大而隆重的拍卖会 梨园的拍卖 会不定期举办 每一次都能吸引来九州各地的有钱人 在这里拍卖的奇珍异宝 只有你想象不到的 就没有他们弄不来的 参加一次拍卖 只会恨自己 钱包太扁 河斋主轻车熟入 带叶峰进入一间单独的包厢 并向叶峰强调拍卖会的种种规矩 来到这里 所有参加拍卖的客人 都是匿名 同时 这里的一切都不许对外泄露 一旦发现有哪位顾客 对外透露拍卖的细节 将会被取消资格 终身禁足这里 所以 能够进入梨园这种级别的拍卖 一是组织主动邀请 二是熟人的担保与介绍 所以叶先生 我现在就是你的担保人 河斋主心有气息地道 所以你在这里 一定要守规矩 不然就会连累到我 再也来不了这里了 叶峰站在包厢内 这里大约有十平米左右 一面落地窗前 可以俯瞰地下二层的拍卖现场 一览无余 一旁 而且在这里拍卖的东西 将由会场组织做宝 不用担心会买到假货的问题 放心 这里只要有我要的东西就行 叶峰平静地道 我不会在这里捣乱的 文言和斋主松了口气 又连忙让叶峰坐下 继续参加拍卖会 两人来之前 这里的拍卖 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 地下二楼的主持人 又当众展示新一轮的拍卖品 接下来的这件拍卖品 事所罕见 也是我主持拍卖的生涯中 第一次遇到 这位年轻帅气的主持人 在这里已经干了三年多了 经过他的手 拍出的奇珍一宝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个个都是价值不菲 连主持人都说 接下来的这件拍卖品 是他职业生涯中 第一次遇到的罕见宝物 这番言论 也一下子引爆了整个拍卖会场 引起了所有人的好奇 说着 主持人一招手 两名工作人员 抬着一张巨大的木桌 走了上来 木桌之上 摆放着一件物品 上面被一张红布盖着 看不清具体是何物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里面是什么 主持人将手 伸向红布 但并不急于掀开 反而卖了个关子 有些包厢的老板 仿佛被勾起了体内的蝉虫一般 有些急不可耐了 忍不住叫骂道 他妈的 快点吧 主持人耐心等待了数秒 见彻底引起了全场所有客人的注意后 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这才掀开红布 公布答案 这是一株 千年灵芝 只见那张木桌之上 端放着一株 如月盘一般巨大的红色灵芝 千年的灵芝 众人瞪大了眼睛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要知道 大夏的历史 也不过才短短五千年 而这一株灵芝 竟然就跨越了五分之一的历史长河 令人不敢想象 疼 此刻 叶峰也猛然站起身来 紧紧盯着地下二层的拍卖台 千年灵芝 叶峰激动得浑身一抖 没想到运气竟然这么好 一来就遇到如此罕见之宝 来时 他本来以为 能够遇到上百年份的天才地宝 就算是不虚此行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里的天才地宝 甚至比自己想象中的 还要含有 竟然一下子是千年起步 如果说 人参是百草之王的话 那么灵芝就是还魂的仙草 有了这株灵芝 甚至根本都不需要 叶峰先前留下的 那副救命药方 至少就能延续赵老三到五年的阳寿 而且 这株灵芝 长宽都有一米多 厚度也有半米 如此硕大 除了能救赵老之外 剩下的 也可供叶峰炼制半年的丹药了 叶峰激动不已 甚至对这株灵芝 势在必得 天哪 千年的灵芝 真的假的 此时 一旁的河斋主 也是目瞪口呆 刚才在他们藏宝斋 百年份的药材 就能吸引来赵家 险些卖出好几个亿的天价 而眼前这株千年的灵芝 而且真实性无庸置疑 价格恐怕是无法估量的了 河斋主也有些激动地道 今晚的这件拍卖品 恐怕会刷新会场的价格榜了 嗯 叶峰也深知 除了自己 现场还不知有多少有钱人 都在盯着 这株千年灵芝 待会儿进起家来 恐怕也会十分的疯狂 想到自己手边 只有十个亿 恐怕还远远不够 接着 叶峰拿出手机 准备联系白薇薇 让他找其他五大家族 给自己凑钱 顺便再找赵婉婷 让他再支援自己一些 这样 凭借着六大豪族的财力 竟拍下这株千年的灵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 叶峰拨出一个号码 结果却显示失败了 没信号了 叶峰看着手机 哦 对 忘了告诉你了 核宅主道 黎元这一带 都是屏蔽信号的 这 叶峰无奈摇头 这下可麻烦了 这时 在亮出千年灵芝 彻底引起了在场 所有人的关注后 主持人终于又继续开口 爆出了一个起拍价 一亿 起拍价为一亿 核宅主闻言 又是一斤 一般拍卖品的成交价 大约也就在一亿左右 而这株千年的灵芝 起拍价就有一个亿 核宅主心中姑娘 这株千年的灵芝的 最终成交价 至少也得五十多亿上下 甚至有可能破百亿 五亿 这时 立即有一个包厢 给出了第一份报价 随着第一份报价一出 接二连三的价格 也迅速根据 五亿 八亿 十亿 千年灵芝的价格 也是水涨船高 二十亿 终于 叶峰也跟着 叫出了一个价格 第八十二章 天价竞拍 二十亿 从十亿到二十亿 一下子翻了一倍 这个价格一出 拍卖会场瞬间一片哗然 不知是哪位大佬 好大的手笔 一下子翻倍的竞价 二十亿啊 乖乖 看来今晚 这件千年灵芝 很有可能刷新这里的价格榜了 燕京梨园 迄今卖出去的最贵的一件宝物 好像是五十亿的龙骨 就在现场客人们 都在热烈讨论着这个报价 以及好奇 幕后是哪位财大气粗的大老师 包厢内 何斋主也被叶峰的这个叫价给惊呆了 叶 叶先生 何斋主惊讶地问道 二十亿啊 你没叫错吧 还有 你有这么多钱吗 何斋主可是记得 刚才赵家大小姐 只给了他一张十亿的银行卡 但现在叶峰竟然敢叫价二十亿 没有 叶峰也很实声地摇头 我身上只有赵婉婷给的十亿 哈 何斋主一听 仿佛火烧屁股一般 腾得一下站起身来 金句交加的道 你 你没那么多钱 叫什么价啊 这可是拍卖场 不是闹着玩的 何斋主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这种地方敢报假价 若是成交后拿不出钱了 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了 而且他这个担保人 肯定也会受到牵连 二十五夜 这时 外面又有一间包厢 抬到了价格 呼 何斋主见状 重重地松了口气 还好没拍下来 何斋主暗自庆幸 但还没来及落座 结果 叶峰的第二次报价 也已经叫出 三十亿 三十亿 看着叶峰叫出这个价格 何斋主险些被吓晕过去 浑身都抑制不住地颤抖着 这到底要干什么 你拿不出这么多钱 还敢叫这么高的价格 万一真拍卖成功 待会儿怎么收场 何斋主简直快要被 叶峰的这一举动给吓傻了 三十五亿 紧接着 外面的包厢 又跟上了一个更高的价格 两人你来我往 令竞价进入白热化阶段 现场又是一阵轰动 天啊 从一亿到三十五亿 这才竞拍了不到十次 太恐怖了吧 从二十亿之后 似乎就剩下两个竞拍者 相互竞价了 一次就抬高五个亿 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已经三十五亿了 看来黎原的价格榜 真的要在今晚刷新了 历史性的一刻啊 虽然有人又抬高了价格 但是这一次 何斋主却一点都不能安生 反而更加紧张地看着叶峰 要不是忌惮于叶峰那恐怖的实力 他真恨不得上前 捂住叶峰的嘴巴 让他别再竞价了 叶 叶先生 收手吧 何斋主带着哭腔 苦苦哀求 万一竞拍成功 拿不出钱来 你我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啊 但 叶峰却像是没有听到 何斋主的话一般 继续报价道 五十亿 何斋主一听 顿时吓得一口气没能喘上来 眼睛一闭 腿一灯 昏死了过去 叶峰健壮 微微摇头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这么胆小怕事 诚然 叶峰身上的确没有五十亿 所以他打算先赦账 然后从五大家族那里 凑齐这笔钱 还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拍卖会方便不同意的话 那么叶峰也不必跟他们客气 直接拿东西走人 蹲了五年牢的叶峰 又受到了一百多位 穷凶极恶之徒言传身教的影响 早已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能够赦账 已经是给出足够的诚意了 叶峰对这株千年灵芝 势在必得 况且 这株灵芝 在别人手中 或许也只有近拍的 这区区几十个亿的价值 但若是在自己手里 随便炼制一些丹药 其价值又何止百亿 因此 这千年灵芝 落在他人手中 更是暴殿天物 此刻 五十亿的价格 也瞬间引爆了整个拍卖会现场 天呐 五十亿 今晚真的要刷新价格榜了 不知 是哪位神豪大佬 一下就能拿出五十亿 这至少得是一周的首富级别的大人物吧 听说奉天的首富家族 今晚就在这里 这个天价八成 应该是他们叫出的 此刻 另一个豪华VIP包厢内 之前的三十五亿价格 就是从这里叫出的 但此时 包厢内一片死寂 任谁也没想到 三十五亿的价格 都没能压制住对方 反而引来了更恐怖的竞价 一下子把价格抬到了五十亿 他骂了个八字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骂骂咧咧地站起身来 急得原地转了一圈 然后 看向身后的一人 行中 你去看看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跟老子抬价 去给他一点教训 再敢抬价 打断他的狗腿 第八十三章 志在必得 就在拍卖现场的竞价 达到白热化的时候 以金履一为首的燕京卫 也已经陆续进驻黎园大厅 黎园的主人 名叫孟周璇 是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体型魁梧 面容坚毅 一双锐利的毛子 如狼一般 显露出金光与凶狠 相传 此人不仅拥有通天的背景 自身的实力也十分强横 曾在地下拳赛 蝉联了好几届的冠军 如今背靠东海 执掌黎园 每日经手的流水 也有好几百亿 即便是对比燕京的地下大佬黑龙 也不遑多让 金大人 有失远迎 孟周璇笑着赢了上去 面对金履一 他还是表现得很谦卑客气 倒不是孟周璇怕了金履一 而是畏惧他身上的官服 堂堂燕京卫的指挥使 可不是他一个 区区黎园的原主能比的 我来这里调查玉石案 希望你们能配合 金履一简单解释了几句 那块缠有邪气的玉石 最初就是在这里流传出去的 文言 孟周璇立即明白过来 并笑着掩饰道 我们这里拍卖的东西太多了 你这么一说 我一时间也记不起来了 不过金大人请放心 所有的拍卖品 我们这里都有详细记录 我们黎园保证会全力配合 你们调查的 说着 孟周璇亲自将金履一一行人 让进了宽敞的会客厅 金大人 诸位 请再次稍候 我马上把相关记录 都带来成交 配合调查 将金履一等人安顿好以后 孟周璇急不离开 并吩咐左右 简化一下拍卖的流程 今晚要尽快结束 准备离开 旁边助手文言 吃了一惊 还要继续拍卖 燕金卫可是都在这里 要不干脆现在就结束吧 不用担心 孟周璇的脸色一冷 回头看了一眼会客室的方向 他们暂时出不来了 碰 另一边 叶峰刚爆出五十亿的天价 结果没等来更高的竞价 反而包厢的大门 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叶峰扭头一看 只见门口 站着一个满面凶光的壮汉 将近两米的个头 以及魁梧的身材 几乎将整个大门口 给完全堵死 此人 正是另外一间包厢里 派过来的打扫行中 就是你小子 刚才报价五十个亿啊 行中恶狠狠地问道 不错 叶峰淡定地点头 见没有找错人 行中的脸色又是一变 冷声警告道 小子 我们家少爷 让我来给你带个话 我们就是 冲着那件千年灵芝而来 希望你能退出竞价 给我们凤天张家一个面子 凤天张家 此话一出 刚刚缓醒过来的 何斋主听到后 顿时大惊失色 可是凤天的首付 那个张家 何斋主惊声问道 行中傲然一笑 除了这个张家外 整个凤天 还有谁敢自称张家 见状 何斋主又惊又居 惊的是 叶峰竟敢把价格 抬到了五十亿 居的是 竞价的对象 竟然是凤天首付 好好好 何斋主忙不迭地让不到 凤天张家的面子 我们当然要给 我们不会再出价了 在何斋主看来 既能从盲目的竞价中脱身 又能卖给凤天张家一个面子 这种一箭双雕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住口 叶峰冷冷地打断了何斋主 正欲讨好对方的话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何斋主一正 脸色又是一变 心惊道 不会吧 你不会还想 继续跟凤天的张家竞价 争夺这只千年雪莲 你的话 我收到了 叶峰平静地回应道 回去也告诉你家少爷 这里是拍卖会 无论你看中了什么 都是驾高者得知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 张家靖家 为什么要给你们面子 什么 此话一出 包厢内的气氛 顿时凝固了 何斋主瞪大了惊恐的双目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恐惧神色 浑身都抑制不住的颤抖 这姓业的 竟敢违逆奉天张家 这可是比靖得拍卖品 而拿不出钱来 从而得罪整个拍卖行 还要严重的事情 得罪了奉天张家 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 四 何斋主被吓得 翻镜又被吓晕过去了 你算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们家少爷竞价 这时 行中的脸色 也愈发阴沉起来 妈的 我本来对你这种无名小卒 不愿动手 但既然你不知死活 那就按少爷吩咐地 打断你的狗腿吧 说着 行中迈步向前 准备对叶峰动粗 谁允许你进来了 见到行中不仅敢踹门 而且还不请自来 闯入自己的包厢 准备动手 叶峰重重一拍桌面 顿时将桌上的一个瓷器的水杯 震飞起来 煞时间 于半空中的水杯 裂成了无数细碎的瓷片 叶峰一挥手 瓷片犹如子弹一般 飞速射向 贸然闯入的行中 啊 只听得一声惨叫 行中捂着自己的脸颊 密密麻麻的碎片 犹如插秧一般 遍布他整张面孔 我的脸 行中捂着脸 条件反射似的 向后退去 直到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 自己面对的 是这样一个恐怖对手 普普通通的一件慈悲 在他的手中 竟然都能变成伤人的戾气 如果刚才那些碎片 刺向的不是自己的脸颊 而是自己的咽喉 那么自己现在 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想到这里 行中浑身一颤 后怕不已 难怪连奉天张家的面子 都赶不给 原来人家 确实有足够的实力 回去告诉张家 叶峰冷声道 这出千年灵芝 我同样志在必得 第84章 天仙罪 一斩茶的时间 会客室内 金吕依左等右等 都不见原主回来 金吕依看着桌面上 一栋未动的茶水 似乎从中 嗅出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大人 我出去看看情况 一旁的副手 殷红庄起身 走到门口 伸手一拧门把手 嗯 他发现 门竟然被反锁了 岂有此理 侍卫们纷纷起身 没想到这里的 原主好大的胆子 连燕金卫都敢囚禁 汤浪 一声 殷红庄拔出腰刀 准备破门而出 险些站立不稳 燕红庄用力摇头 仍觉天旋地转 不要说破门而出了 他现在连站立都十分勉强 红庄 见到副手像是喝醉了似的 摇摇晃晃的样子 金吕依意识到不妙 也连忙站起身 紧接着 浑身一股无力之感 席卷全身 眼前一黑 险些昏迷过去 迷药 金吕依伸手扶住桌面 勉强稳住身形 此时 不只是金吕依 其余侍卫们 也接二连三地昏倒 感觉大脑昏昏欲睡 提不起精神来 在场的所有人 无一例外 全部中招了 可恶 金吕依愤恨地一锤桌面 从刚才他们进入这里 滴水未沾 也没有吃任何的东西 想来应该是通过 空气传播的迷魂气体 不过 以金吕依如今的体质 连他都扛不住的迷药 可见品质非凡 绝非一般的毒药 孟周璇 给我滚出来 金吕依怒吼一声 你好大的胆子 敢对我们烟精卫下迷药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一脸吼了几声 终于听到了孟周璇的回音 惠客室那另一侧的大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孟周璇的身影 金大人 真是抱歉啊 你们来得太突然了 没什么能招待你们的 只好用那天仙醉 来让你们好好睡上一觉了 说到这里 孟周璇咧嘴一笑 面露得意 看来这天仙醉的效果不错 连金大人你都没能扛住 不愧是号称 能够迷晕战神之下的 所有人的顶级迷药 金吕一听后 又惊又目 孟周璇 你敢对我们下迷药 你适合居心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放心 我对你们没有恶意 孟周璇笑了笑 只是让你们在这里睡上一觉 不要打扰到我们的生意而已 等你们醒来以后 黎原将人去楼空 到时候随便你们搜查好了 金大人 哇 说到这里 屏幕的画面顿时一黑 孟周璇结束了通话 困住烟精卫 不过是权宜之计 因为这里是地下黑市 是见不得光的存在 一旦被燕精卫彻查 牵扯就太广了 因此 孟周璇不得已出此下策 先困住燕精卫 然后等拍卖结束后 再迅速撤离此地 远顿他乡 去避一避风头 这样一来 燕精卫一没有抓到人 二没有查到黑货 时间一久 再加上黎原幕后的靠山疏通关系 也就不了了之了 即便是金吕一针要叫针 追查到底的话 随便丢出去几个踢队羊就够了 哎 可惜我这黎原 要关闭一段时间了 一想到这里 孟周璇就愤恨不已 恨不得今晚 就将昏迷的金吕一 折腾一番 以示报复 但是 孟周璇也只敢想想 却不敢动对方分吼 一来 金吕一的义父 乃至幽州战神李玉白 一旦他发起怒来 即便是东海的那位大佬 也要受到牵连 根本就保不了自己 再者 金吕一乃是燕精卫指挥使 光是身上的这一层光环 也不是小小一个孟周璇 有资格觊觎的 光是迷晕金吕一 就已经给让孟周璇 躲避了一年半载的 要是敢碰金吕一分毫 那还能有活路 孟周璇不傻 可不敢 把自己的路走窄了 此时 会客室内 金吕一等人 坚持不住 相继昏倒 饶视金吕一 全力以赴 想要驱除体内的迷药成分 竟然也无济于事 甚至 越是催动体内的力量 那迷药的效果 也就越发地恐怖 天仙醉 金吕一虽然滴水未尽 但此时如同宿醉一般 浑身难受 只想蒙头 呼呼打睡 大人 副手英红妆 也退回到他身边 这天仙醉的效果 十分厉害 恐怕是只有睡眠 才能缓缓解除 我们越是意志清醒 那种无力感 越就越重 有那么一刻 金吕一也想要放弃 美美地睡上一觉 然后当作 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打到回府 不 金吕一神色一领 义父临走时 将燕金交付于我 如果我连这小小的黎原 还有何颜面再去面对义父 我又有什么资格 当燕金卫的指挥使人 如今 燕金卫身陷黎原尼闹 无法脱身 金吕一手当其冲 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哐郎一声 金吕一也拔出了妖刀 周围的侍卫们 都呆呆地看着 不知金吕一还有几分戾气 持刀是否能破门而出 但 以他们现在的状况 即便是成功破门 恐怕也敌不过外面的安保 刷 但就在这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金吕一持刀并没有攻击大门 反而横刀在手 一下刺穿了自己的手掌 煞时间 刀刃自掌心穿过 自掌背而出 鲜血直流 巨大的痛疼感 一下子也让金吕一 昏昏沉沉的脑子 清醒了不少 甚至就连力量 也恢复了三分 碰 趁着大脑清醒 金吕一又一步上前 直接一脚 踹开了繁琐的大门 捏了捏受伤的手 疼痛感再次袭来 但却能神奇地克制住 天仙醉的迷药效果 原来如此 金吕一找到了 如此克制之法 立即转过身来 大声令令道 全体燕精卫听令 拔道 第85章 去而复返 一时间 几十名燕精卫 全部学着金吕一 如法炮制 以自残的方式 用疼痛对抗昏迷 真的感觉好多了 殷红装站起身 感觉散掉的力气 也恢复了不少 碰 金吕一又是一脚 将隔壁被困住的燕精卫 也全部解救了出来 此时 他们一行百余人 全部都中了天仙醉的迷药 犹如残兵败将一般 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虽然暂时以自残的方式 恢复了一点力量 并让大脑保持短暂的清醒 但是 金吕一不知道 这种情况 还能持续多久 因此 继续强行调查下去 显然是下下策 我们需要援军 金吕一立即想到了对策 得派一人出去求援 红装 我们掩护你 突围出去 你尽力逃跑 跑到有信号的地方 把都尉府的侍卫 全部给我调集过来 我今天不踏平黎原 势不为人 旋即 金吕一持刀在手 大吼一声 全体听令 随我杀出去 杀 燕精卫其吼一声 一扫心中的郁闷和憋屈 众侍卫们 也都拖着半残的身躯 随着金吕一向外 冲杀而去 此时 黎原的保安们 听到这边的动静 也迅速赶了过来 见到燕精卫 竟冲出了房间 向外冲杀 也都不禁大惊失色 他们 一边向上面汇报 一边叫来更多的保安来围堵 但 燕精卫各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人 即便是 现在只有两三分的力量 一旦形成一股势头 冲杀起来 依然是势不可挡 黎原的保安 即便是再强 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而且 面对正规军 他们也不敢下太重的手去抵挡 一来二去 黎原数百名保安 虽然迅速聚拢 但却被金吕一一行百人 冲杀的节节败退 成鸟受散去 不一会儿 金吕一一行人 就已经突围成功 红庄 你快走 金吕一催促 那你们呢 英红庄一正 见后面的保安都拾去的止步 没有追上来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他们都安全了 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 但 金吕一却摇了摇头 你去叫救兵 我们要拖住他们 不能放逃了他们 如果金吕一他们现在全部都走的话 那么黎原方面 也能用这段时间迅速撤离 逃得无影无踪 等救兵赶到 依然会扑个空 那么结果 和他们被困在黎原 呼呼大睡一觉 又有什么区别 因此 金吕一要重新带队 包围黎原 不放跑一个人 大人 你们还都重有迷要 回去太危险了 英红庄隐隐有些不安 就算是对方是一群乌合之重 可一旦被逼急了 反扑起来 也不容小觑 身为军人 怎能惧怕危险 金吕一用命令的口吻 大声道 英红庄听令 走 是 英红庄也不敢多言 立即闷头 而后 金吕一又率重 重新返回黎原 燕金卫 结阵 散开 一声令下 百余名燕金卫 自动分散开来 守住各个出入口 反将偌大的黎原 团团包围 原主大人 不好了 燕金卫去而复返 又叫我们黎原给包围了 什么 孟周旋一听 大惊失色 他们的援军 这么快就赶到了 怎么可能 助手摇头 不是援军 还是那一批 被我们迷晕的燕金卫 什么 他们还敢回来 孟周旋似乎明白了什么 脸色也逐渐变得阴沉起来 这个金吕一 真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 原本 听说金吕一率重 冲杀了出去 孟周旋也没有追究 想着他们 跑就跑了 自己等人 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从容撤离 但万万没想到 金吕一竞又杀了的回马枪 好 你既然不想给我们留活络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孟周旋立即下令 集结所有安保力量 等东西收拾好了以后 随自己一同冲杀出去 这一次 不必留情 另一边 楼上的包厢 叶峰自从叫出了50亿的价格 并赶走了奉天张家的来人 然后拍卖会现场 就再也没了反应 既没有人竞价 主持人也没有宣布结果 左等右等 结果等来的 确实主持人的致歉 说今晚黎原遇到了些麻烦 拍卖会要临时终止 而正在竞拍的结果 也被作废 叶峰站在楼上 眼睁睁看着主持人指挥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将那千年灵芝 又搬运了回去 哼 想走 叶峰一拳击碎了眼前的落地窗 一跃而下 挡住了众人的去路 刚才 是我竞拍成功了 这件拍卖片 把这株千年灵芝 给我留下 第86章 奉天柳家 随着拍卖被叫停 会场内外风声鹤唳 包厢内正看热闹的诸多老板们 也是十分诧异 不知发生了何事 怎么刚刷新了价格榜 拍卖就突然中断了 什么情况 听说外面 来了好多官府的人 要查什么案 卧槽 都查到这里来了 肯定是大 难怪要撤离 咱们也快跑吧 一时间 包厢内的客人们 也闻风而动 准备离开 快看 突然 有一道人影 仿佛从天而降一般 自楼上跳下 拦住了拍卖会台上 正撤离的工作人员 又吸引来了不少目光 此人 正是叶峰 留下千年灵芝 主持人一见 不经一惊 都没注意 这小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旋即 又冷笑道 你还想趁火打劫 好大的胆子 黎原的东西 是你能随便拿的吗 叶峰也懒得跟他们废话 一挥手 就将这群人打发走 轻松将千年灵芝拿到手 巨大的灵芝 落入手中 顿时传来一股厚重的历史沉淀 那时跨越了千年 吸收的日月精气 已非凡物 果然是千年灵芝 叶峰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被震退到一旁的主持人 等工作人员 又惊又目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真敢明抢黎原的拍卖品 敢不敢留下姓名 叶峰平静地回到 叶昆仑 这是他进入黎原后 登记石流的名字 叶昆仑 主持人重复了一遍 个狠狠地道 好 我记住你了 你敢趁火打劫 明抢黎原的宝物 日后 我们定要让你百倍 千倍地偿还 撂下这句狠话 主持人带领其他工作人员 狼狈离开 现在 正值黎原外患 主持人身边 也没有多余的保卫力量 千年灵芝被抢 主持人也束手无策 只能放出狠话 待日后报仇 百倍千倍偿还 叶昆文言 淡淡一笑 原本 他只想带走这一株千年灵芝 但 既然黎原方面放出狠话来 要让自己加倍奉还 那么 自己索性真就去趁火打劫一番 再多弄几件宝物 反正这地下黑市 应该不缺少好东西吧 叶昆刚要尾随 这群工作人员 看他们要去干什么 站住 这时 二楼的一处VIP包厢 突然传来了一声怒吓 张绍 就是那小子 包厢内 一个脸上插满了玻璃渣的男子 指着楼下的叶峰怒吼 此人正是张家刚刚派去打招呼的行中 结果被叶峰一招就打发了回来 此时的张绍见状 也是万万没想到 这小子不仅感动自己的人 甚至还公然明抢离院的拍卖品 敢同时得罪两大势力 这小子 莫不是疯了 不仅是张家的这一间包厢 周围其他包厢的客人 也皆注意到了叶峰 竟敢众目睽睽之下 从拍卖会主持人的手里 趁火打劫 莫不是疯了 连离院的东西都敢明抢 原本众人都要离场 结果又被叶峰给吸引住了 这小子是有点能耐的 这时 张绍身旁的一名老玉 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因为他从刚才叶峰挥手 正退数名工作人员 不难看出叶峰所展露的实力 说不不 你能对付的了吗 张绍恭敬地问道 老玉淡然一笑 张绍尽管放心 这小子就交给我来对付吧 保证把千年灵芝给夺回来 张绍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心中庆幸 幸好这一趟有蛇婆婆压阵 蛇婆婆 这里就交给你了 说着 张绍又对一旁雇佣的打手们道 其他人跟我走 看来今晚离院 真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们出去看看 能否简陋一些宝贝 在张绍看来 连价值几十亿的千年灵芝 离院的人都能放弃 说不定 今晚还会有更多的宝贝 遗漏在各处 此时 叶峰与那老玉 一个在楼下 一个在楼上 相对而是 被尊称为蛇婆婆的老玉 晃动了一下手中的舌头拐杖 煞时间 整个拍卖大厅 从四面八方 如潮水一般 竟涌来成群的蛇蟹 密密麻麻 令人惊不 眼下这一幕 再一次引爆了全场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下面怎么一下子 冒出来那么多的蛇 太瘆人了 声音 是从那边包厢里传来的 啊 我想起来了 那个VIP包厢的贵客 正是奉天首付张家的大少爷 张家 蛇 原来如此 这一定是张家背后的 胡黄白柳 挥舞大家族的高人动手了 能够驾驭这么多的蛇 一定是奉天五大神秘世家之一的柳家所为 此时 身处现场的叶峰 也不由得一正 面对密密麻麻的蛇群 平生也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诡异的情况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乖乖交出你手中的千年灵芝 老婆子我 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如若不然 定要让你葬身蛇腹之重 第87章 寸步不让 说话间 成百上千的蛇群 已经在叶峰拾不开外 安营扎寨 停滞不前 一条条直立身子 吐着蛇杏 眼冒寒光 压迫感十足 这场面 若是一般人见了 恐怕早就吓尿了 哪怕是位于二楼的一间间包厢内的客人们 隔着这么远见了 还都觉得甚人和害怕 叶峰被那群蛇蝎 团团包围 窥然不动 哼 叶峰冷哼一声 瞥了眼楼上的老玉 淡淡地道 要动手 救下来与我一战 招来这些畜生 又有何用 无论是眼前的蛇蝎 还是更强的狮虎 在叶峰眼中 不过都如蝼蚁一般 微不足道 我奉天柳家 以蛇立足 这蛇群 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蛇婆婆傲然而立 啊 我给你十秒钟 乖乖交出千年灵芝 不然让你身陷蛇群之中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十秒 用不了这么久 叶峰微微一躬身 以手持地 大喝一声 雷来 煞时间 以叶峰为中心 迅速卷起了一股 不可名状的风暴 周身电闪雷鸣 狂风交加 紧接着 一道闪电 划过了整个拍卖会场 地面轰轰烈烈 隐隐有雷霆乍现 无数道雷电 自叶峰起 向外迅速扩散波及 所到之处 皆是一片焦土 地板纷纷碎裂 仿佛地震袭过 而周遭的蛇羡 就如同双打的茄子一般 纷纷倒下 变得焦黑 再无任何生机 说是识 那十块 从叶峰出手 再到雷鸡横扫全场 蛇蝎全王 前后 也不过区区两三秒而已 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顿时令楼上楼下 现场一片死寂哑然 尤其是位于二楼包厢的蛇婆婆 更是目瞪口呆 脸色惨白 她给了叶峰 十秒的考虑时间 而叶峰只用了两三秒钟 就给了她答案 这个答案 令她惊恐 这 怎么可能 蛇婆婆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迄今为止 从未有人 能够以这种恐怖的手段 消灭了自己手上 豢养的蛇蝎大军 自己二三十年的心血 竟然被对方 只用了两三秒的功夫 就功亏一篑了 华 紧接着 现场又是一阵哗然 各大包厢内的客人 相继从刚才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面露骇然之色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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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我眼花了 这地下怎么会有雷电 你们快看 下面的大理石地面 就像是被跟过的地一样 全都变得焦黑破碎 周围的蛇群 也全死光了 难道这一切 都是那个年轻人所为吗 掌控雷电 一招秒杀全场 卧槽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一时间 叶峰傲立当场 成为了全场主目的焦点 室内通明的灯光 将他的背影拉得斜长 有那么一瞬 他的身影 如天神一般昂首挺立 镇压全场 以此同时 离园的园主孟周璇 已经让工作人员 将离园内的所有宝物 搬运一空 并备好车陆续向外走去 园主大人 助理焦急地道 外面有一只燕镜卫看守 每一个出入口 都有他们的人在把守 一步不让啊 孟周璇脸色一寒 道 没事 等我出去 跟他们好好谈谈 他们要是冥完不灵 我们就硬冲 我就不信了 他们一群中了天仙罪的残兵败将 还能绑我 不一时 以孟周璇为首的黎原众人 浩浩荡荡出现在了大门口 不算来此参加近拍的宾客 光保安和工作人员 就足有上千人 金大人 孟周璇一眼就看到了外面 傲然而立 犹如一座冰山一般的金旅衣 浑身散发着一股巨人千里之外的恐怖气势 我周某实在是不想走到这一步 更不愿与诸位燕金卫的兄弟们动粗 今日黎原被你们查封 我认了 还请金大人 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条生路 毕竟 我背后的靠山 也不简单 我们双方一旦爆发冲突 对谁都不好 还请金大人 以大局为重 行个方便 孟周璇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陈其厉害 希望能说动金旅衣 让出一条路来 但 回答孟周璇的 是金旅衣的刀锋 刷 金旅衣一刀灰落 煞世间在黎原的门口 竟硬生生分裂出了一刀巨大的缝隙 缝隙蜒并粘身数百米 将整座黎原隔绝在了另一边 而后 金旅衣举刀 力声紧道道 敢踏出黎原半步者 斩 敢拒不配合调查者 斩 临阵退缩者 斩 煞世间 周围风声鹤唳 所有燕精卫 拔刀相向 一片肃杀 见状 孟周璇也是脸色铁青 没想到这个金旅衣 竟然油颜不敬 真要跟自己血拼到底了 金大人 孟周璇最后大声道 你可要想好了 你一旦动了我 还有我身后的这些东西 你可知道 这里面会牵扯多少人的利益吗 这里之所以称之为黑市 就是因为这里拍卖的东西 大多来历不明 而实际上 多是出自于官宦巨骨之手 牵扯太深 只怕事情闹大了 不要说你 小小一个锦衣卫指挥使 即便是你义父来了 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 孟周璇警报道 金旅一面沉似水 冷冷地回道 先掌后奏 王权特许 我就不信 燕精卫还管不了 你小小一个黎原 骂的 孟周璇暗骂一声 不能再这么拖着 跟对方斗嘴了 因为待会儿 对方的援军一到 他们就彻底走不了了 冲 孟周璇一声令下 冲出去 今晚能助我突围的 赏一千万 正所谓 重赏之下 必有永福 原本还有些怯懦 不敢上前的保安们 此时也打算搏一把 心意横 持枪弄棒 向着外面的燕精卫冲去 杀 金旅一也带头 迎了上来 冥完抵抗者 杀无赦 第八十八章 蛇语 就在外面 陷入一场混战时 地下 拍卖会场 叶峰刚要转身离开 突然 楼上又传来了 蛇泼泼的一声怒喝 你毁了我的蛇阵 还想这么一走了之 哪有这么偏眼 嗯 叶峰脚步一致 没想到这老太婆 竟然还敢锅躁 你敢下来吗 虽然叶峰 对什么胡黄白柳灰 并不了解 但是刚才一番交手 也看得出来 这老太婆擅长御蛇 肯定就不擅长进展 此时还敢口出狂言 或许就是仗着自己 还身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还有底牌能施展一下 哼 对付你 何须我亲自 蛇泼泼轻哼一声 但话还没有说完 顿时 面前的落地玻璃全部碎裂 眼前突然出现一股恐怖的犀利 犹如一只强有力的手 钳支住了蛇泼泼的咽喉 将它整个人给拽了出去 啊 伴随着一声惊呼 蛇泼泼从二楼跌落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蛇泼泼被摔得头晕脑胀 这一把年纪了 哪里还受过这种罪 而且事发突然 根本就没有准备 更是将它整个人都给摔蒙了 伴上 蛇泼泼才艰难地从地上爬起身来 赫然发现自己的一条腿 似乎还摔瘸了 只能勉强用舌头拐杖支撑身体 混账小子 蛇泼泼惊怒交加 没想到叶峰竟敢对自己来这一手 你不是不让我走吗 叶峰一步步走了过来 还有什么话 当着我的面说 扑通 在叶峰的气势微压之下 蛇泼泼一退再退 最后一个猎且 跌坐在了地上 神色哑然 你 你 臭小子 你敢对我无礼 我会让你知道 我的厉害的 说着 蛇泼泼的神色顿时一变 从先前的慌乱 到现在的凶狠和毒性 蛇泼 出来吧 吞掉这小子 蛇泼泼扬起手中的舌头拐杖 口中喃喃有词 仿佛永诵咒语一般 说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语言 蛇鱼 叶峰健壮 微微一惊 不禁醋眉 虽然那蛇泼泼的发音 并不太标准 但是叶峰还是从他口中 隐约听出了独特斯雅的蛇鱼 嗯 文言 蛇泼泼同样大惊 小子 你怎么知道 我用的是蛇语 要知道 这蛇语并非人类的语言 也非真正动物的语言 而是一种古老的 能够与万物生灵沟通的特殊言语 这也是他们奉天柳家 代代相传的秘密 绝非一般人能懂的 哼 启启兽语 有什么大惊小怪 叶峰的第99位师傅 号称能够聆听到万物的声音 与万兽用言语沟通 自然是不在话下 叶峰从那位师傅那里 学到了许多奇怪的古老语言 本以为这辈子 都不一定能用得上 结果没想到 今日 竟从这位老太婆的口中 听到了蛇语的直言片语 要不是 碍于两者的立场 叶峰甚至想要指点一下 她那不太标准的发音 听得实在是别扭 你是从哪里偷学来的 蛇婆婆历声质问 在她看来 如果有人懂蛇语 那么要么是他们柳家的人 要么就是 偷学他们柳家的神秘语言 不等叶峰回答 蛇婆婆又冷冷一笑 也罢 反正你今晚 我家的蛇语又能怎样 以死泄罪去吧 说到这里 蛇婆婆又发出了一声 淒厉的吼叫声 犹如鬼哭狼嚎一般 仿佛在召唤着什么 来了 叶峰也察觉到了 周围的一丝异样 对方在用蛇语 召唤附近沉睡的一头巨马 轰隆隆 煞事间 地面传来了微微震动 仿佛又发生了一场小型地震 而且都波及到了二楼的包厢 什么情况 包厢内 宾客们也都有些慌乱起来 地震了吗 怎么感觉地面都在颤动啊 要不要快点离开啊 虽然眼下的热闹 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 但是相比之下 还是自己的小命更要紧一些 就在楼上的众人 正慌乱间准备跑路的时候 快看 快看下面 天哪 那是什么怪物啊 随着一人惊恐地呼叫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向了下方的拍卖会场 只见地面 犹如陨石落地一般 伸现了一座大坑 从坑洞之内 猛然窜出了一头巨猛 拔地而起 巨大恐怖的身躯 几乎能够环绕全场 第八十九章 蛇化龙 拔地而起的巨猛 掀起了漫天的沙尘 令二楼的落地窗 都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调 亲眼目睹了那头巨猛 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更多的人的第一反应 认为那是特效 绝不可能是真的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蛇 身长至少得好几百米吧 奉天的柳家 据说世代侍奉蛇仙 不可能 那一定是特效 或者是幻想 众人感到不可思议 目光被那头巨猛牢牢吸引 甚至都忘了现场的危险 好大 此时 叶峰仰望巨猛 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没想到世间 竟能有如此巨猛 光看着身形 至少得有上百年岁 若有机缘的话 甚至未来 都有画龙的可能 当然 画龙也不过是个传说而已 嘿嘿 蛇婆婆发出阴侧侧的笑声 怎么样 我柳家世代供奉的蛇仙 感觉如何 这尊蛇仙 已有数百岁 比我的年纪都大 小子 现在知道怕了吧 可惜啊 现在害怕也晚了 蛇婆婆见叶峰 抬头仰望巨猛 认为他肯定和其他人一样 内心肯定被掀起了惊涛骇浪一般 吓得不能自已 殊不知 叶峰看着这头巨猛 心中却有了将其降服的打算 这种数百年岁的巨猛 十分的罕见 甚至比手里的千年灵芝 更有价值 虽然他无法飞天 但是遁地的功夫 却十分了得 如果想要正常降服 恐怕要费一分力气 但恰巧 叶峰同样懂得蛇语之法 可以试着与之交流 小子 你能葬身在蛇仙之口 也算是你的荣幸了 蛇婆婆坐在地上 扬起手中的权杖 再次发出蛇语 对巨猛发出命令 蛇仙 吞了那小子 话音未落 巨猛立即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嘶吼声 光是口中 吐出的浊气 又立即将现场卷得天翻地覆 巨猛的双眸 如同两个硕大的灯笼一般 高高挂在半空 瞪视着叶峰这个小不点 眼中充满了轻蔑 仿佛再说 还不够撒牙缝的 吼 冲着叶峰又是一声巨吼 而后挪动硕大的身躯 扬起的上半身 更是如同导弹一般 飞射而出 张开得如同深渊一般的巨口 直接冲着叶峰而来 巨猛主动攻击的这一幕 顿时又让现场 一片哗然和惊叫 他动了 那小子死定了 胆跟奉天的首富 争夺千年灵芝 下场可想而知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下一秒 叶峰定将丧命在巨猛的血盆大口之中 九死无生 有些胆小的女性 甚至别过头去 不忍之是接下来那残忍的一幕 毕竟 这可是巨兽 生吞活人 在场大多养尊处优之人 除了从一幕上以外 现实中 哪里能接触到 如此血腥而原始的一幕 说实实 那十块 从巨猛发起进攻 眨眼的功夫 就已逼近眼前 前后也不过短短一两秒而已 面对巨猛那 吞噬天地一般的恐怖气势 叶峰只是微微抬起手 向巨猛一指 口中发出如咒语一般的轻盈 煞事间 巨猛如同被扯住了缰绳一般 身躯骤然紧绷 竟异常地停止了攻势 叶峰与巨猛面对面 咫尺之间 沉浮于我 叶峰的指尖 轻轻触碰到了巨猛的额头 一缕真气 如闪电一般 瞬间游走了巨猛全身 不然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巨猛浑身一颤 似乎感应到了夜风体内 那滔天汹涌的力量 旋即 巨猛眼中的不屑 转而变成了深深的忌惮 似乎没想到 眼前这小小的凡人 竟能有不亚于自己的恐怖力量 怎么回事 巨猛怎么不动了 看样子 他们俩似乎在交流 巨猛攻势 戛然而止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就连蛇婆婆 眼睛的目瞪口呆 他竟能用蛇语 和蛇仙交流 他们在说什么 我竟然都听不懂 蛇婆婆所在的柳家 是带侍奉蛇仙 所用的皆是镜语 至于什么臣服 死亡之类的字眼 早就慢慢失传 无人会用了 所以 夜风与巨猛的交流 蛇婆婆竟都听不太懂 但是蛇婆婆却看得出来 一人一兽正在交涉 而且 他还感受得到 蛇仙似乎有畏惧之意 怎么可能 蛇仙怎么会怕那小子 我们柳家 世代侍奉的蛇仙 怎么会听那小子话 蛇婆婆再次发出请求 蛇仙大人 别听那小子胡说八道 我们柳家世代供奉您 敬您如仙祖 我们是一家人 请快吞掉它 蛇婆婆的话 令巨猛起了一丝反应 似要继续进攻 但下一秒 夜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这里有画龙之法 可助你腾蛇画龙 飞天遁地 第九十章 降服巨猛 试问 哪一个黄皮子不想成仙 哪一条腾蛇不想画龙 夜风此话一出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 令巨猛身躯一阵 蛇眼中惊芒暴射 那眼神中有三分狂喜 三分惊疑 更多的还是一分期待 不相信吗 夜风注意到巨猛眼中的狐疑 于是伸手在千年灵之上 掰下来一块 丢给了巨猛 巨猛毫不迟疑 张口吞了下去 顿时 觉得体内仿佛有一团火热 生疼而起 血液沸腾 我刚才以真气 打通了你全身的经络 再配合千年的地宝 滋养你的肉身 你现在应该感觉到 有些微变化了吧 夜风出声提醒 其实 无论是人修炼 还是受化刑 都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除了适当的机缘外 还需要天才地宝的堆积 此时 巨猛眼中的疑惑 已经彻底消除 转而是对夜风的深信 与其在人类的家中 接受供奉 寿命有时尽 倒不如索性出去闯荡一番 说不定真能遇难成祥 化蛇为龙 轰隆 紧接着 巨猛高昂的头颅 夜风一步登天 踏上了蛇头 而后 巨猛在一起 凭空跃起 直立起身躯 并将夜风举向半空 俯瞰外物 整座地下拍卖会 尽收眼底 怎 怎么会 蛇婆婆仰头 看向站立在蛇顶之上的夜风 仿佛见鬼了一般 脸上写满了金句和诧异 要知道 这可是他们柳家世代 供奉的蛇神啊 平日里 微不可测 常人连接近 都要十分恭敬 而此时眼前 夜风竟然能够 站在蛇神的头顶 反而将蛇神踩在了脚下 仿佛蛇神 成为了夜风的坐骑一般 这一幕 令蛇婆婆简直难以置信 更加难以接受 难道他们柳家 伺候的蛇神还不够好 不够恭敬吗 怎么蛇神突然转 投入他人的麾下 还甘心为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此刻 不光是蛇婆婆大惊 就连周围包厢里的客人 也全都看傻了眼 原本众人都以为 夜风死定了 肯定会被巨蟒吞噬 死无葬身之地 结果万万没想到 眨眼的功夫 巨蟒竟然沉浮在了夜风的脚下 刚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我都没忍心去看 到底错过了什么 那小子 好像是降服了那头巨蟒 华 拍卖会场 又是一片哗然 蛇神大人 蛇婆婆将自己所学的蛇语 全部都用上了 企图让蛇神迷途之反 重新庇护他们柳家 但此时 已经投身在夜风麾下的巨蟒 再看向蛇婆婆 眼中尽是冷漠和决绝 不愧是冷血动物 柳家世代的供奉 最终竟敌不过对方的三言两语 虽然蛇婆婆不知 夜风到底给蛇神 灌输了什么迷魂汤 但是她心里清楚 眼下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最终 蛇婆婆在面对 来自巨蟒的威压 也吓得浑身巨颤 拜扶在了地上 大仙 请饶我一命马 只要你肯放过我 我们柳家 绝不会忘记 大仙的这份恩情 蛇婆婆自以为 搬出奉天的柳家 凭借着家族的实力 对方应该会卖 自己一个面子 放自己一马 但夜风轻轻一笑 刚才你不是还想要 蛇来吞我 怎么 这么快就没蛇可用了 你们柳家 不是御蛇世家吗 夜风立于高空 犹如神明 在审判犯人 不敢 蛇婆婆吓得不敢抬头 连呼不敢 老身已知错 还望大仙垂怜 夜风道 我这个人 向来有仇必报 而且不留隔夜仇 你是打算怎么对我 我就加倍奉还 什么 文言 蛇婆婆吓得浑身 一个机灵 猛然抬起头来 看向夜风 惊惧交加 大仙 饶命啊 蛇婆婆继续求饶 不知对方 到底是在吓唬自己 还是要来真的 真就连他们柳家的面子 都不肯给吗 我们柳家背后 还有奉天守抚张家 蛇婆婆又搬出了张家 但 夜风就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转而对巨蟒道 大蛇 吞了他 不等蛇婆婆将话说完 巨蟒就已如离弦之剑一般 飞速冲向蛇婆婆的面前 啊 在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中 蛇婆婆那孱弱的身躯 连同他手中的舌头拐杖 竟都被巨蟒 一口吞掉 哗 这一幕 顿时也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由于事发太过于突然 而且也太过于匪夷所思 要知道 刚才众目睽睽之下 是蛇婆婆将那头巨蟒 召唤而来的 而且 大家也都认出了蛇婆婆的身份 乃是奉天柳家 世代供奉蛇神的世家子 任谁能想到 柳家供奉的巨蟒 竟然将柳家之人给吞噬了 恐怕连蛇婆婆自己 致死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会落的这个死法 那个年轻人 到底是谁 众人看向立于舌头之上 微不可测的年轻人 眼中都充满了惊骇和畏惧 是叶昆仑 这时 有好事者早已偷偷跑出去 查找叶峰那个包厢的信息 由于黎原大乱 工作人员早已不在 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花名册 叶峰来时登记的信息 署名就是叶昆仑 叶昆仑 这又是何方神圣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虽然大家对这个名字 感觉陌生 但是今日黎原一战 叶昆仑先是以五十亿的天价 刷新了价格榜 竟得千年灵芝 后又与奉天张家为敌 利挫柳家 降服巨蟒 如此表现 惊为天人 叶昆仑的传说 就此流传开来 就在众人惊疑之解 叶峰已经飘然而下 走向工作人员撤离的通道 并指挥着巨蟒 遁地而行 而与此同时 黎原之外 一场大混战 也已进入白热化 第九十一章 往哪里逃 兄弟 燕精卫的俸禄是多少 让你这么卖名 要不你让出一条路来 放我们一马吧 免伤何弃 日后必有重献 黎原的保安 虽来是汹汹 但在面对燕精卫的时候 还是有所顾忌 更不敢下死手 毕竟 对方是官兵 而他们只是一些 不入流的混混 手上真要沾了燕精卫的血 恐怕麻烦就大了 他们的园主有靠山 不代表他们这些小虾米 也能跟着逃脱制裁 这一点 大家还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动起手来 仍是畏手畏脚 但 相比之下 对面的燕精卫 几乎是以一敌百 锐不可当 动起手来 毫不留情 要不是他们都中了 天仙罪的麻药 越是用力 药效也不停地发作 他们早就踏平离园 还用得到跟这一群街头混混 陷入僵持与胶着 又是一阵眩晕 那名侍卫有些站立不定 但他仍没有退后一步 即便是快要倒下 也要向前倒去 喂 兄弟 我看你都快站不住了 你不妨就地躺躺 我们顺便过去 几名保安与之商议 周围保安见状也迅速考虑 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但 那名侍卫猛然一摇头 然后抽起摇刀 向自己的手掌 用力一削 竟直接斩下了一根小指 卧槽 周围的保安见状 大惊失色 侍卫大哥 这可是你自己砍的 但我们没关系啊 保安们连忙撇清 生怕这笔血债 也算在他们的头上 在自断一指后 那名侍卫的脑子 终于因疼痛 而又清醒了几分 浑身的力量又恢复了不少 他再一次 昂首战力 犹如一堵墙一般 抵挡眼前一切来敌 你问我为什么拼 侍卫傲然一笑 因为我是燕京卫 是大厦的士兵 是国家的脊梁 我们有坚守家园的职责 占一切来敌 你们想让我退缩 想让我放水 还想让我救地堂堂 除非你们能从我的尸体上踏过 说话间 那名燕京卫的战士 再一次挥动手中的刀 砍向那群保安 由于又恢复了一部分力量 眨眼间就砍翻了两三人 逼得那群人又纷纷后退 忌惮不前 他们还以为找到了突破口 结果没想到 看上去最薄弱的一环节 仍是固若惊汤 双方你来我往 战况就此陷入胶着 妈的 孟周旋发动了一次次突围 结果全部以失败而告终 反而折损了不少的人手 这令他急不可耐 继续这样拉锯下去 只怕燕京卫的援军 就快要到了 而他们这里 还有大批的货物 没能运送出去 你们在这里顶住 孟周旋吩咐一声 让保安们继续与燕京卫周旋对峙 转而 他又率领几名亲信 指挥着工作人员 搬运着货物 向离原的内部退去 既然正门出不去 那就只好走地下通道了 只不过这个通道 过于狭窄 到时候有一些大件的货物 恐怕很难运送出去 只能丢在这里了 但情急之下 孟周旋也没得选择 只能做出取舍 孟周旋 你往哪里逃 此时 金吕一也察觉到孟周旋的动向 他们不再继续向外突围 反而鬼鬼祟祟地往离原内部退去 小兔三哭 金吕一立即想到 或许离原内部 还有其他通道 于是立即砍翻几人后 冲进离原 去追逐守恶孟周旋 抓到一个孟周旋 要比砍杀一百个保安 更有价值 金吕一 你真要将我们逼上绝路吗 孟周旋见金吕一追了上来 立即停下脚步 与之对峙 眼中止不住的愤怒和憎恨 正是因为这个女人 把这里的一切都搞砸了 现在 她甚至还不肯给自己一条活路 以死相逼 金吕一 你真以为我怕了你吗 他妈的 你不要欺人太甚 把我逼急了 我管你是谁 一样会杀 说话间 孟周旋周围的人 也气势汹汹 围了上来 金吕一孤身一人 立于离原大厅 浑然不惧 仿佛他一人 就将对面的百石人 给包围了一般 小县 投降 金吕一冷冷地命令到 孟周旋用看疯子一般的眼神 看向金吕一 这个疯女人 她是真的不知 死字是怎么写的 好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对你 不客气了 孟周旋恶狠狠地道 阿达 你来断后 这个女人 就交给你来处置 死活无论 是 主人 一旁 一个镖形大汉 手持一根长枪 猛地站了出来 第九十二章 黑吃黑 碰 一声枪响 叶峰在地下通道 正愁找不到方向 这声枪响 指引了他 寻声变位 果然找到了两拨人马 一方 是刚刚从正门退下 转走地下命力通道的 离原原主 孟周旋一行人 另一方 是同样想来趁火打劫的 奉天张家众人 如今的孟周旋 虽然人数众多 但大多都是一些 搬运货物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的战力 都留在了外面 用来对抗燕京卫了 唯一的贴身保镖 还留下拦截金履衣了 奉天的张绍见状 见有了可乘之机 于是突然杀江出来 想要奋一杯羹 孟周旋自然不肯 双方一言不合 立即开始交战 张绍 你这样做 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混战中 孟周旋有了一种 虎落平阳被犬弃的感觉 被燕京卫揪着 不放也就罢了 后又被一个信业的小子 趁乱夺去了一株千年灵芝 现在 就连奉天的张家 也半路杀了出来 想要分点好处 好像今天谁都敢来踩自己一脚 堂堂地下黑市 遍布两经一十三地 身为其中一地的主人 何时受过这种憋屈 张绍 你应该清楚 我黎原的背景 今日你们张家 敢趁火打劫 夺我黎原的宝物 今后整个地下黑市 以及在黑市有股份的大佬们 都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话 或许能吓得住一般人 但对张家的大少爷而言 完全不在意 他要怕的话 就不会动手了 反正这次你们黎原是灾了 这么多的宝贝 又能运送出去几件 你不会真以为 能逃得过燕京卫的追捕吧 那可是燕京卫啊 听说带队的 还是大名鼎鼎的金履 一金五神 唉 这么多宝物 都要充公 未免太可惜了 还不如我先挑减几件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张绍也没胆量 把所有的宝物都吞掉 而是想要挑选几件珍贵稀奇的 譬如像刚才千年灵芝那种 但孟周璇 又怎么可能让步 与张家同流合污 你们休想夺走我手上的任何东西 除非我死了 孟周璇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保护附近的货物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张绍冷冷一笑 反正待会燕京卫就会入场 就算我们现在失手杀了你 也可以把这个罪责 安在燕京卫的头上 反正死无对证 兄弟们 亮真家伙 话音未落 张绍身边的几名保镖 立即亮出了真枪 对准了对面的孟周璇等人 一阵枪响过后 孟周璇周围之人 更是死伤大半 就连孟周璇自己 也腿上中枪 彻底失去了抵抗和行动的能力 张绍走向那一批货物 掀开箱子 露出了里面满满当当的宝物 上至天才地宝 下至古丸自画 各类奇珍 应有尽有 放眼望去 共有满满当当 十大箱子 这些都是离原的藏品吗 张绍见了 面露贪婪 那我们张绍 至少得分一箱 不过分吧 其实 对于现在一边倒的局面而言 张家无论夺走几箱 对面都已无抵抗能力 混账 孟周璇恶狠狠地道 如果我能活着离开这里 这件事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会让东海的大佬们 为我做主 提到东海的大佬 张绍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也顿时一寒 再看向孟周璇的眼神 充满了杀人灭口的意味 即便是他们奉天张家 对比东海的一些顶级大佬 还是稍逊一筹的 就在张绍正犹豫着 要不要杀人灭口的时候 哒哒哒 由远而近 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阿达 是你吗 孟周璇一下子来了精神 以为是自己的贴身保镖赶来了 孟周璇还未来紧扭头寻找 结果就见另一个方向 走过来一个陌生男子的身影 是你 张绍一见 大吃一惊 仿佛是见鬼了一般 你怎么还活着 因为在他的预想中 现在的叶峰 应该已经被蛇婆婆给弄死了才对 怎么不见蛇婆婆 反而先见到这小子了 原主大人 就是他 这时 拍卖会的主持人 指着走来的叶峰 大声吼道 就是他刚才 强行把千年的灵芝给夺走了 他登记的名字是叶昆仑 叶昆仑 见到来人 双方众人 同时一惊 臭小子 把千年灵芝还回来 孟周璇怒道 你怎么过来的 而张绍也大惊地质问道 蛇婆婆呢 叶峰扫了一眼现场众人 平静地道 你是说 那个耍蛇的老太婆吗 被他自己喂的蛇给吞了 什么 此话一出 张家众人接惊 要不是叶峰 还能活着出现在他们面前 任谁听到这话 都以为是在开国际玩笑 蛇婆婆可是奉天柳家之人 养了一辈子蛇 怎么可能被蛇给吞了 更何况 还是自己养蛇 不信的话 我叫他出来 跟你们见一面 叶峰平静地道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张绍怒急返笑 不过也无所谓了 既然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 那就把那株千年灵芝 一起乖乖奉上吧 免得我再去找你了 在张绍看来 自己已经掌控住了眼前的一切 无论是黎原的孟周璇 还是这个叶昆仑 自己想要什么 他们就得给什么 灵芝呢 张绍拔枪 对准了叶峰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马上把千年灵芝交出来 说着 张绍的嘴角 勾勒出一抹阴狠的笑 因为他已经打定主意 无论对方交不交灵芝 他都会开枪 孟周璇见了 也是遗憾的摇头 可惜那株千年灵芝 也要被张家给夺走了 就在这时 轰隆隆 地面传来了一阵巨颤 仿佛地震一般 地面开裂 众人站立不稳 啊 张绍惊呼一声 还未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脚下一空 紧接着 一颗硕大的舌头 拔地而起 将张绍等人 掀翻到半空 而后张开巨口 一口就将张绍等周围人 全部吞下了肚 现在信了吗 叶峰平静地开口 可惜无人能回答 第九十三章 石口宝箱 突然窜出的巨蟒 虽然只露出一颗硕大的舌头 探出地面 但这恐怖的一幕 顿时将周围众人 吓得半死 尤其是仅存的张家保镖们 全都看傻了眼 这 这不是蛇婆婆 师奉的蛇仙吗 怎么会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家少爷 竟然被蛇婆婆养得 那头巨蟒给吞掉 尸骨无存 我的妈呀 这是哪里来的巨蟒啊 另一边 黎原众人 也全都吓得瑟瑟发抖 孟周璇同样京剧地 看向叶峰 不知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叶昆伦 轻松摆平了张家宜众人 也算是杀鸡锦猴 令其余人等 都不敢再轻举妄动 叶峰不再理会被吓傻的众人 转而将目光 落在了那十口大木箱上 各式各样的奇珍一宝 看得叶峰都有些眼韵 心道 不愧是地下黑市 果然是应有尽有 这么多的宝物 要是光靠正常拍卖 以叶峰现在的财力 恐怕连百分之一都拿不下来 果然还是走劫进来的快呀 这些宝物 现在任凭叶峰挑选 上百年份的天才地宝 不下上百 叶峰都想要 可惜拿不了这么多 咦 这是 叶峰又先开一口大木箱 从里面发现了一个号角 上面有精美而诡异的纹路 龙之号角 相传 这是由特殊的材料打造而成 上面的龙纹 可以用来召唤龙和控制龙 叶峰曾在第十八位师傅 俘虏大师的口中 听说过龙之号角的传说 而上面的龙纹 叶峰一眼就能辨认得出 叶峰拿起号角 调动体内的真气 试着吹了几下 结果都没能发出声音 也不知是自己使用方式不当 还是这个世上已经没有龙了 所以无法奏响 算了 先留着慢慢研究吧 叶峰将这个号角 带在了身上 见叶峰在那么多宝物之中 禁止挑选了那个号角 孟周璇见状 也不禁心生好奇 那个号角 无人能够吹响 要不是上面的纹路 十分的奇特 曾吸引了不少钻研俘路方面的专家 而且又是从古墓中挖掘出的古董 还算有点价值 但一连拍卖了几次 都流派无人报价 孟周璇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那号角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那小子 知道号角的秘密 可是他刚才吹了吹 也没吹响啊 随即 叶峰又继续在木箱中翻找了一番 竟又找出了一件不错的宝贝 那是一面巴掌大的铜镜 只不过镜面 不会显像 叶峰用心感受了一下 发现这是一件空间内的宝物 里面竟别有洞天 是一个十平方大小的空间 叶峰施法 在用那铜镜照过的东西 立即消失不见 同时在铜镜上显香 也就意味着 被收入到了铜镜内部 原来这是一件藏宝镜 叶峰正愁那么多东西 无法携带 有了这件宝贝 别说随便挑选的宝物了 就算是将眼前这十箱宝物 全部带走 也不在话下 见叶峰利用那铜镜 一一照过 那些天才地宝 镜数消失不见 孟周璇在一旁 看的是木顿口呆 那面铜镜 竟有如此生效 哎呀 我之前竟没有发现 错失一件宝物啊 叶峰又继续开箱 一阵翻找后 从木箱的最底部 搬出了一个木匣 有半人之高 伸手一拍 木匣立即展开 成孔雀开瓶状 只不过木匣那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这是无尽剑匣 这时 孟周璇忍不住开口道 据说 这是曾经一位剑吃所造 用来收集天下名剑 你要是想要的话 这东西 你可以拿去 反正里面 一把剑都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吗 叶峰轻轻一拍 只见在剑匣中央 内藏玄机 随着叶峰真气涌入 顿时有三亩流光一彩 被逼了出来 那三把小剑 如飞火流星一般 徘徊在空中 一把红光大战 一把清光隐隐 一把白光如皱 叶峰一招手 三把小剑 落入在掌心之中 傅又回到了剑匣之内 这 孟周璇剑状 不经大惊 没想到这剑匣内 竟还有一漏 怎么自己从前没有发现呢 那小子是从哪里 弄出来的三把小剑 哈哈不错不错 叶峰对这三把剑 感到满意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叶峰又将无尽剑匣 收入藏宝镜中 孟周璇看后 暗暗后悔 当叶峰走到最后一口大箱子前 顿时也感觉到了里面 传出来的不凡之气 这个你别打开 孟周璇见状 立即出声 紧张地道 前面那九个箱子的东西 你随便挑 这个箱子 话还没有说完 叶峰就直接伸手 强行将木箱给掀开 顿时 里面真气涌动 光彩意义 法器 叶峰竟见到了一箱的法器 无比惊讶 难怪那离院的园主 不让自己动这一口箱子 这里面的 可都是无价之宝啊 当然 法器的价值 也有高有低 普通的法器 或安神助眠 或防身辟邪 都没问题 而厉害的法器 甚至能够千里之外 击杀目标 对于能修成法身的 强大修行者而言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对付这种强者 就只有利用法器 才能够将其击伤 所以 强大的法器 是强者必备之物 叶峰在木箱中感应了一下 大多数的法器 自己都看不上眼 最终 在压箱底的角落 叶峰翻出了一串手链 上面 共有十八颗金银剔透的珠子 不 这件宝卧 你不能拿走 孟周璇见到叶峰 拿出的那串珠子 彻底的慌了 第九十四章 满载而归 这是合法器 叶峰好奇地问道 我为何不能拿 这 这是我们黑市 专门为一位书法大佬准备的 孟周璇连忙解释道 我也只是代为保管 如果被你拿走了 我如何向上面交代啊 叶峰好奇地打量着这十八颗珠子 发现上面纹路繁复 而且 里面蕴含的力量 也十分不凡 果然是一件宝贝啊 说着 叶峰屈指一弹 顿时将其中一颗珠子 弹射出去 轰隆 顿时一声巨响 天崩地裂 眼前的地下通道 顿时被炸开了 更大的一个窝口 就像是这里遭受了 轰炸袭击一般 所到之处 一片疮疑 死 孟周璇见状 也惊得是目瞪口呆 没想到 这件定海珠的手串法器 到了叶峰的手里 竟有如此威能 小小的一颗珠子 竟如同射出的炮弹一般 令人惊恐 很快 那颗被自己射出去的珠子 又自动飞回到了手串之上 只不过 那颗珠子的表面 光泽暗淡了一些 就连上面的纹路 也变得模糊了 原来是消耗片 叶峰点了点头 这十八颗珠子 每用一次 就会消耗掉里面的部分力量 叶峰预估 大约能用三到五次 差不多就报废了 最终 在叶峰的威压之下 孟周璇和盘托出 道出这十八颗珠子 被炼制者 取名为定海珠 这十八颗定海珠 串成一串 同时使出 即便是一品宗师 也得立即粉身碎骨 威力不可想象 定海珠炼 叶峰满意地点头 将这串珠炼 也收了起来 这十大箱的宝物 挑挑拣拣 能够如叶峰眼的 也唯有龙之号角 藏宝镜 无尽剑侠 定海珠炼 以及诸多的天才地宝 叶峰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满载而归 叶昆仑 其他东西 你拿多少都行 把定海珠炼留下 叶昆仑 你给我回来 回来 孟周璇冲着叶峰远去的方向 苦苦哀求 面如死灰 此刻 地下通道的另一侧 金吕依也已经和阿达 交上了手 阿达手中的长枪 威猛无比 同样使出的是军中的枪法 一招一式 都有横扫千军之势 枪 乃是百兵之王 又有一寸长一寸强的优势 很快 阿达手中的长枪 就压制住了金吕依手中的刀势 如果是正常情况 以金吕依的实力 十个阿达这种也不是对手 但是现在 金吕依脑海 浑浑沉沉 实力自然是大打折扣 金大人 阿达手中长枪一抖 顿时将金吕依阵 推开十几步 束手就擒骂 他准备活捉了金吕依 然后拿他腰斜外面的烟筋卫 开一条路 金吕依以刀处地 眼前的一切 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那天仙醉的药效 似乎越来越猛烈了 甚至左手掌的疼痛感 都很快消失不见 让开 金吕依脱刀 继续前行 你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了 阿达手中的长枪 又重重往地上一阵 顿时 金吕依脚下一个踉枪 险些跌倒在地 我怎么可能败给你这种人 金吕依努力支撑自己 他知道 一旦自己昏迷过去 就将会成为他们手中的人质 自己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 可惜 疼痛感消失 困意以及迷醉 犹如大海一般 瞬间将自己包裹 令自己沉沦 金吕依再次抽刀 划伤了左臂 鲜血直流 仍没有痛感 再划一刀 仍是如此 怎么会这样 金吕依有些绝望 天仙醉的效果会越来越强的 阿达道 你在外打斗了这么久 药效早已经侵入 你的每一寸肌肤 普通的伤势 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知觉了 放弃吧 金吕依摇摇欲坠 感觉呼吸似乎都开始变得困难 眼前之人 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嘿嘿 真没想到 有朝一日 堂堂锦衣卫的女武神 也会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可惜啊 这要是在战场上 我能活捉了你 足够疯王疯猴的了 金吕依宁死 也绝不可能落入对方手中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金吕依脑海中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技 既然普通的伤势 已经无力回天 那么重伤呢 金吕依选择赌一把 再次挥刀 还要做无谓的抵抗吗 见金吕依再次动刀 阿达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但下一秒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金吕依挥刀 竟又是砍向他自己的 咔嚓 金吕依手起刀落 竟将自己的左手 直接斩下 这一幕 顿时也将阿达给惊呆了 说是时 那是快 这一瞬间 金吕依有一种如雷灌顶之感 剧痛惜便全身 力量也在这一刻彻底恢复 金吕依神情一领 下一秒 他形如鬼魅 冲到了阿达的身前 不及对方反应 金吕依的快刀 就已如闪电一般 将他拦腰斩断 风驰电撤 好快 阿达倒在地上 甚至还能看到 站立在原地的下半身 不愧是燕金卫 女武神 我不如也 金吕依一刀劈敌 但随即伤痛 疲倦 以及流血过多 三重打击 没走出几步远 也一个亮枪 倒了下去 在昏迷之前 他耳中隐约听到 附近有人不停地大吼一个名字 叶昆仑 你给我回来 叶昆仑 叶昆仑 金吕依喃喃自语 模糊的前方 隐约出现了一个人影 第九十五章 一锅端 咦 他怎么也在这里 叶峰正向外面走着 突然注意到 正前方躺着一名女子 断了一手 失血过多 走到镜前一看 竟然是金吕依 叶峰俯身 检查了一下 除了一只断手外 还伸中类似于麻醉药之类的毒剂 并扩散至全身 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他将在沉睡之中 流血过多致死 唉 叶峰轻叹一声 没想到金吕依性格如此刚烈 为了斩杀那人 竟不惜自断一手 不知要找自己报仇时 他是否也会如此 既然遇到了 叶峰自然不可能见死不救 幸好你遇到了我 不然这只手就废了 叶峰捡起那只断手 重新切回到金吕依的手腕上 然后指尖凝结一股真气 轻轻在切口上一抹 顿时皮肤光洁如新 没留下一点伤痕 除了金吕依本人外 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手掌刚才断掉过 最后 叶峰又一指 轻点金吕依的额头 以真气贯穿 驱散他体内的萌汗药 做完这一切后 叶峰再看向金吕依 见他脸色依然煞白 有些缺血外 已无大碍了 叶峰刚想要离开 但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 救人就到底吧 叶峰从千年灵之上 掰下来一小块 喂给了昏迷的金吕依 顿时 他惨白的脸庞 恢复了血色 就连平日里风吹日晒 有些粗糙的皮肤 也变得光嫩无比 吹弹可破 做完这些后 叶峰这才起身离开 来到外面 黎原已经被赶来的 燕金卫元军 彻底包围和控制 要求黎原内所有的人 都要配合问话和调查 叶峰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又不想与官兵起冲突 于是轻轻在脸上一抹 大不留心向外走去 站住 按上级指示 黎原内的人 一律不准离开 请 那名侍卫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眼睛一直 惊道 牙 牙内 你怎么也来了 我这不是听说 这边有答案吗 就过来看看 然后回去给我爹汇报一下 叶峰笑着 跟侍卫攀谈起来 那牙内你快去吧 侍卫忙让路 没错 叶峰暂时一融成华国栋的样子 很轻松地就蒙混过关了 等叶峰刚离开没多久 真的华国栋闻讯赶来 哎呀 没想到这里竟然发生了大案 刚才就不该离开的 华国栋见燕金卫抢先一步 控制了这里 懊悔不迭 咦 牙内 你怎么又回来了 刚刚给叶峰放行的那名侍卫 见华国栋急匆匆地往里走 连忙上前询问 这么快就向华大人汇报完了 华国栋听后一头雾水 心说我特么才刚来 什么叫又回来了 你谁啊你 认错人了吧 华国栋见着侍卫说话 编三倒四的也懒得搭理 侍卫同样有点猛 挠着头 喃喃道 这牙内真是喜怒无常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另一边 秘密通道没 大人 你没事吧 金吕一的副手英红装 及时带回来了援军 并一路追查到了这里 金吕一缓缓转醒 感觉头有些疼 除此之外 就再无大爱了 对了 我带来了解药 殷红装又拿出一个瓷瓶 想让金吕一秀一下 就能化解体内吸入的天仙罪 不用 我没事了 金吕一站起身 注意到了被自己掌为两极的阿达 猛然回想起刚才 两人交手时的凶险与血腥 金吕一沉重地闭上了眼 为此失去了一只手 不知是否值得 他不敢去看自己的左臂 害怕自己无法接受 红装 把我的手 捡起来给我 金吕一颤巍巍地说道 手 殷红装看了一眼金吕一 纳闷道 什么手 大人 你的手不是好好的吗 说着 殷红装竟牵起了金吕一的双手 按在了一起 啊 金吕一的双掌 触碰到一起后 骤然如同触电一般 又迅速分开 殷红装也被吓了一跳 大人 你怎么了 我的手 金吕一瞪大了眼睛 感觉不可思议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咦 对啊 你的手伤 竟然痊愈了 殷红装看到金吕一 恢复如心的手掌 同样也吃了一惊 刚才他们都中了天仙醉的谜药 所有人都用刀刺穿了手掌 殷红装的左手 还缠着纱布 不时地渗出血来 但是 金吕一的手掌 不仅没有一点伤痕 甚至连一点伤疤都没有留下 不只是手掌的伤 还有手腕 金吕一轻轻拂过 刚刚被自己一刀斩断的手腕处 并将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告知了副手 什么 你说你的手掌 刚才被斩下了 殷红装又大吃一惊 大人 你不会是记错了吧 眼前被自己斩为两截的尸体 以及完好无损的手掌 金吕一是不可能记错的 那么答案 就只有一个了 有人救了我 金吕一的脑海中 又不禁浮现出了昏迷前 出现的一个模糊人影 是他 谁 殷红装好奇地问 叶昆仑 不等金吕一开口 通道的另一侧 又隐隐约约传来了 孟周璇撕心裂肺的怒吼 你给我回来 把东西还给我 啊啊 金吕一和殷红装对视一眼 立即赶了过去 到了现场 一片血腥 令二人大吃一惊 张家的人 已经逃走 而孟周璇等人中枪 死的死 伤的伤 还被困在这里 殷红装立即叫来侍卫 将这里的人全部抓了出去 同时 还有十大箱的脏物 一同被搬运了回去 除此之外 金吕一还在孟周璇那里 搜到了一份名单 名单上的人 与这十大箱的宝物 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那些名字 上至达官贵胄 下至商骨巨富 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难怪 他们不惜对我们下手 也要将这里的一切都转移出去 金吕一拿着那份名单 自然明白这份名单的重要 一旦追查起来 恐怕会朝野震荡 人人自危 若换作他人 或许会忌惮 退缩 害怕引火上身 但金吕一既然经手 就会一查到底 至此 黎原黑市 被金吕一率领的燕金卫 一锅端掉 第九十六章 师父 叶峰离开梨园 收获颇风 又跟赵婉婷联系了一下 告诉他 已经弄到了 救治他爷爷的药材 两人约好 明天再去给赵老爷子治疗 刚放下电话 正要回去的时候 突然 又接到了苏珊打来的电话 这么晚了 他怎么会打来电话 难道发生什么事了 叶峰接通电话后 果然听到了苏珊 带有哭腔 向自己求助 怎么 叶峰盲问 苏珊哭哭啼啼的道 我姥姥 可能快要不行了 叶峰 你不是说 你帮过赵家老爷子 瞧过病吗 能不能也来帮我姥姥看看 好 你先别急 叶峰问清楚了医院后 我马上过去看看 很快 叶峰来到了第一人民医院 在一间普通的病房内 见到了苏珊一家人 嗯 你小子怎么来了 苏母见到叶峰 气不打一处来 是不是专门来看我们苏家笑话的 苏母一直反对女儿 和叶峰在一起 也一直对叶峰表现出敌意 现在 苏母的老母亲病危 苏母见到叶峰跑来 第一反应 误以为叶峰是来看自己笑话 幸灾乐祸的 妈 你说什么呢 苏珊连忙解释道 叶峰是我叫来的 她也懂些医术 我想让她给姥姥看病 什么 父母接惊 她又不是学医的 懂什么医术 苏父感到纳闷 是啊 苏母又惊又怒 她蹲了五年的牢 懂个屁的医术 我看她是学了一身 坑蒙拐骗的本事 把我女儿骗得团团转 面对苏珊父母无力的责难 要不是看在苏珊的面子上 叶峰早就扭头走人了 行了 都别吵了 这时 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不耐烦地说道 苏珊 你就别在这里添乱了 我已经脱关系 请了一位神医 马上就要来了 此人 是苏珊的大舅郭小山 大哥 你真请到神医了 苏母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请的是谁啊 郭小山得意地笑了笑 道 既然是神医 那当然是燕京赫赫有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刘一珍 刘神医了 刘神医 众人一听 立即转背为喜 难道是刘文景 刘神医吗 苏父有些不太相信地 确认道 哼 除了这位刘神医 还有谁能担得起 神医二子 郭小山傲然道 大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苏母一脸地崇拜 你竟然连刘神医 都能请得动 看到家人们 欢心雀跃的样子 苏珊仍是一脸的茫然 好奇地问道 爸 这个刘神医 很厉害吗 女儿 刘神医那何止是厉害 但是相当厉害啊 保证真道病除 因此又有刘一针的名号 燕金无人不知啊 还是你大就厉害啊 连这样的神医都能请得动 要是当年你爷爷 能让刘神医扎一针的话 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说到这里 苏父又想到了 自己去世的父亲 一脸的遗憾 苏母又继续问道 大哥 你是怎么认识刘神医的 能请得动这种神医 毕竟 他们一家子 都只是生斗小明 哪里能认识刘神医 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更别说请来看病了 想都不敢想 我哪里能认识这种神医啊 郭小山道 是通过我的一位老上司 又拖了好几层的关系 才联系上 正巧今晚 刘神医要来这边 给一位有钱人治病 说是可以顺便 来我们这边看看 我们耐心等着就是了 苏母一听 喜不自禁 盲念道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今晚咱妈是有救了 叶峰文言 也不禁苦笑 心想 不会这样巧吧 又要遇到刘文景了 这时 苏母又插着腰 继续驱赶到 珊珊听到没有 你大舅请来了刘神医 给你姥姥治病 这下 你可以放心了吧 快让你这同学走吧 看见他 我就心烦 见状 苏珊有些尴尬地夹在中间 不知该如何是好 毕竟 她实际上也不清楚 叶峰的医术 到底如何 而现在情况有变 大舅好像真的请来了 一位很厉害的神医 苏珊也不知 是该让叶峰继续给姥姥看病 还是送她离开 呵呵 这时 叶峰淡淡一笑 就算是你们口中的刘神医来了 只怕对老太太的病 也是无能为力 到时候 免不了还是得让我出手 因此 叶峰只看了一眼 病床上的老太太 对她的情况 就已经是了然于心 再加上对刘文锦的了解 断定她是治不了的 但叶峰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 都不禁勃然变色 小子 你好大的口气 郭小山瞪着叶峰 质问道 刘神医都治不好的病 难道你能治 你以为自己是谁 刘神医的师父吗 正说话间 病房的大门 推开 从外面走进来 一位白发老者 一身堂装 气质不凡 这里是郭老太太的病房吗 刘文锦进来后 淡淡地问道 刘神医 郭小山见状 立即迎了上来 对 就是这里 让刘神医 您费心了 嗯 刘文锦鼻孔朝天 淡淡地一点头 根本没有拿正眼 去瞧这一家人 不过是碍于一个人情 他才来此 顺便看上眼的 刘神医 快请进 郭小山一路相让 就差扫到相迎了 病房内狭小 但叶峰依然站在原地 一动没动 苏母一见叶峰 这么没眼力镜 神医来了 也不必让一旁 于是又忍不住训斥道 你愣在那里干嘛呢 还不快滚一边去 刘文锦走进来 正巧迎面看到了叶峰 顿时浑身一颤 瞪大了眼睛 惊道 师 师父 你怎么也在这里 第97章 老年痴呆 自从上次 亲眼见识了叶峰那一死人 肉白骨 神乎其身的医术后 在刘文锦的心目中 就已经将叶峰 当作是师父一般看待 毕竟 打者为师 就算叶峰没有同意 收他为徒 刘文锦也一直希望 能败入门下 并时时刻刻 心心念念 以师相称 今日再次见面 刘文锦惊喜不已 没想到 自己随口答应的一个病例 竟又能遇到师父本尊 师父 真的是你啊 刘文锦连忙上前 躬身下半 先前来时的一身傲慢 转而变成了 小心翼翼的谦卑 嗯 叶峰淡淡的一点头 同时开始在心中盘算 待会儿该怎么甩掉 他才好呢 而随着刘文锦的 一声声师父叫出口 病房内的所有人 都是目瞪口呆 惊愕不已 堂堂中医大国手 赫赫有名的刘一刀 竟然对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口称师父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真的是刘神医吗 要不是郭小山 之前见过刘文锦本人 眼前这一幕 恐怕都要怀疑 是不是叶峰 请来的群众演员 刚刚还嘲讽叶峰的 郭家众人 此刻都是 一副吃了苍蝇一般的 难受表情 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 尤其是郭小山 还说过 你以为自己是谁 刘神医的师父吗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还真是刘神医的师父 这他妈开什么国际玩笑 一时间 郭家众人面面相去 心中同时想到 刘神医不会是老糊涂了吧 毕竟 刘文锦也已经 七八十岁的年纪了 年老糊涂认错了人 也是很正常的 师父 你怎么也在这 紧接着 刘文锦又继续好奇地问道 这里的病人 是我一个同学的姥姥 叶峰淡淡地道 哦 刘文锦恍然 随即又是一症 咦 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心想 这家人怎么舍尽求远 明明有夜神医在 怎么还把自己叫来 这不是让自己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让自己出丑吗 叶峰又道 既然来了 你就先给老太太瞧瞧吧 看是否能治 是 刘文锦闻言 也不再多问 将这一切 当作是夜神医 对自己的考验 心想 说不定治好了这个病人 夜神医就肯受自己为徒了 旋即 刘文锦拿出了120分的镜头 走向病床 望闻问妾 使出浑身解数 这时 苏珊走到叶峰身边 狄声问道 叶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神医这么大一把年纪了 怎么叫你师父 叶峰如实道 他乱叫的 我可没收他为徒 嗯 闻言 现场众人 均是瞠目结舌 乖乖 这小子的口气 越来越大了 刘神医一句师父 还真是把他给叫飘了呀 苏母更是气得跺脚 心道 刘神医老糊涂 认错了人 叫了你一声师父 你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哎呀 不好 突然 刘文锦一声惊呼 又将众人的注意力 重新拉回到了老太太身上来 刘神医 怎么样 郭小山紧张地问道 刘文锦面色凝重 最终无奈地摇头 老太太年老体衰 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老夫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什么 郭家众人一听 脸色一变 有些心急的 又忍不住痛哭起来 刘神医 你再想想办法呀 郭小山急到 你不是有出神入化的针灸吗 也给我妈扎一针 文言 若是别人说这种不着调的话 刘文锦肯定会拂袖而去 针灸哪有乱扎的 这是 把他当神棍了 但 看在叶峰的面子上 刘文锦还是耐心地解释道 你母亲不是病了 而是老了 生老病死 本就是自然法则 我那针灸再厉害 也不可能对将死之人有效 除非 说到这里 刘文锦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除非什么 郭家众人盲问 仿佛抓到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刘文锦面色严肃地道 除非 是我师父动真 或许还能有救 刘文锦想到了那日 叶神医一死人肉白骨的出奇一幕 认为老太太也只有叶神医能救了 你师父 郭小山等人又盲问 你师父在哪呢 我师父不就在这里吗 刘文锦对着叶峰伸手一指 这 郭家众人 彻底无语 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这刘神医 果然是老年痴呆了 这可怎么办 让他来给老太太看病 他自己反而犯病了 苏母更是暗想 要让那小子动手 胡乱医治 那他宁可立即将母亲送往火葬场 免得再受罪受辱 师父 弟子无能 刘文锦来到叶峰面前 惭愧地道 老太太是自然死亡 我也无能为力了 嗯 这一点 叶峰早就知道了 所以刚才才能断言 刘神医来了也没用 叶峰 苏珊有些难以置信 你真的能救我姥姥吗 叶峰看得出来 苏珊跟姥姥的情感很深厚 放心 只要你开口了 我就不会让你姥姥死了 说着 叶峰一转身 悄悄从藏宝镜中 掰下了一点千年灵芝 交到了苏珊的手中 去给你姥姥吃了 她马上就能好了 叶峰道 苏珊拿着那一小节灵芝 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一点点的蘑菇一般的东西 真的能救活姥姥吗 你要给我骂为什么 郭小山等人十分小心 立即拦住苏珊 而刘文景用鼻子嗅了嗅 而后惊道 师父 你刚刚拿出来的 难道是千年份的灵芝 第九十八章 生死有命 千年灵芝啊 刘文景见叶峰拿出的那一小块药材 用鼻子轻轻一嗅 根据药香的浓厚 就大体判断出了具体的年份 毕竟 刘文景也是老中医了 经他手的中药材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甚至都不用看 光用鼻子一闻 就能分辨药材的优劣 你眼光倒是不错 叶峰赞许地笑道 不错 这正是千年灵芝 哎呀呀 真的是千年灵芝 我还以为我弄错了呢 刘文景惊献不已 不愧是叶神医 连这种罕见的灵药 都能弄到手 我记得古籍中有记载 这千年灵芝 可是有七死回生之孝啊 是真正的华阳草 不错 叶峰点了点头 又对苏珊道 你姥姥杨寿将近 再厉害的医术 也是无力回天 唯有凭借这千年灵芝 可严寿十年 千年灵芝 严寿十年 再听到叶峰和刘文景的一番对话 郭家众人更加认定 这个刘神医是糊涂的不清 错把一个年轻人当师父也就罢了 竟然还把人家随手不知 从哪里弄来的一块军箍状的东西 当作是千年灵芝 这简直是疯了 要不是碍于上司的面子 又是好不容易请来的神医 郭小山早就打算将其轰出去了 这哪是什么神医啊 倒像是那姓叶的小子 请来一唱一喝的骗子 至于要给老太太 服用什么千年灵芝 郭家众人更是说什么都不同意 还千年灵芝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子呢 苏母不屑地道 这要是把我妈吃出来的好歹 你们谁能负责 见白送的千年灵芝都不要 一旁的刘文景气得跺脚 岂有此理 你们竟敢置疑夜神医 不吃这千年灵芝 你母亲活不过今晚了 苏母一听 这所谓的神医 不仅治不好母亲的病 还出炎咒自己的母亲 也气得顿时破口大骂 你这个老骗子 我呸 我看你倒像是杏燕那小子请来的托 你俩不会是从前的育友吧 出于后又一起招摇撞骗 刘文景一听 这恶妇竟连自己都骂上了 更是气得半死 就连郭小山 此时也开始有些怀疑 心想 这位真的传说中的刘神医吗 不会是有人冒充的吧 她正想着 刚要打电话询问上司一声 就在这时 病床旁周围的仪器 全部发出警示 面板上显示 老太太呼吸停止 就连脑电波已归零 妈 苏母哭嚎一声 紧接着屋内 哭成一片 一群医生冲了进来 一番抢救后 无奈摇头放弃 请节哀 老太太已经去了 说着 医生随手 给老太太搁上了白布 留下一家人 围在老太太的病床前 失声痛哭 哼 活该 刘文景暗斐一声 觉得这一家人 是旧游自取 刚才要是给老太太服用千年灵芝 现在恐怕已经能出院了 就是不知道 人真的死后 再服用还来不来得及 走吧 叶峰对一旁的刘文景道 并迈不向病房外走去 冲着苏珊的面前 叶峰来了 也尽力而为了 至于其他 信我这生 逆我这死 他们不愿给老太太 服用千年灵芝 叶峰也不会抢求 叶峰 苏珊泪流满面 看着叶峰离开 手中捏着她给自己的那一小节药材 不知该相信谁 诚然 对苏珊来说 也很难相信 世间会有什么千年灵芝 但同时 她心中也有些后悔 侥幸心里告诉她 万一叶峰说的都是真的呢 他们一家拒绝了叶峰的好意 岂不是害了姥姥 我来给姥姥 擦拭身体吧 苏珊主动要求 哭了一阵 郭家众人开始商量老人的后事 同时 还需要将老人的遗体 收拾干净 再穿上准备好的兽衣 嗯 苏母应了一声 让女儿动手 然后她继续跟大哥他们一起试来 姥姥 呜呜 你从小把我带大 我没什么可以回报你的 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 呜呜 苏珊从小没有奶奶 所以是姥姥将她带大的 因此 对姥姥的感情很深 苏珊一边哭 一边用毛巾 轻轻擦拭老人的遗容 当擦过嘴角后 苏珊趁着无人注意 偷偷将叶峰给的那一小节药材 塞入姥姥口中 虽然现在做这一切 有些于事无补 但对苏珊而言 也算是一个心理安慰 接着 苏珊一边哭 一边继续擦拭姥姥的身体 珊珊 突然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耳盼想起 我还没死呢 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说着 一双手轻轻拂过了苏珊的秀法 并帮她失去了眼角的泪痕 哦 姥姥 苏珊浑身一僵 回过头来 见到姥姥正用慈祥 又有些困惑的眼神看着自己 顿时 病房内一片死寂 妈 苏母等人 也突然停止讨论 颤巍巍地转过头来 惊恐地发现 老人竟从病床上 缓缓地坐直了身子 又缓缓地扭过头来 冲着儿女们咧嘴一笑 妈呀 鬼呀 郭小山惨叫一声 顿时吓晕过去 紧接着 病房内乱作一团 第九十九章 命运的先后 叶神一 刚才那个老太太死了 要是再服用千年灵芝 还能复活过来吗 刘文景对这个问题 很是好奇 要不是那家人 太过于明顽不灵 她真想再劝几句 让他们给老人服下灵芝 看看情况 再苦也不迟 生死有命 叶峰对此 已不放在心上 她现在心里想着 是赶紧回家 再细细查看今日 从离园得来的那些宝物 于是不由地 加快了离开的脚步 叶神一 师父 请留步 刘文景急不跟了上来 又道 其实 我今天在这里 还治疗了一位重伤的病人 还请叶神一 能顺路过去看一眼 叶峰脚步放缓 道 你想让我出手救人 但你应该知道 我出手治病的规矩 救一人 杀一人 我懂我懂 刘文景忙道 我自然不敢劳烦 叶神一你出手 就是想让你看看 我治疗的手法如何 顺便能指点一下我 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说着 刘文景指着前面一间病房 病人就在那里 好吧 既然顺路 叶峰也就答应下来 很快 二人推门 进入病房 只见一个浑身插满了管子 四肢都插满了绷带 嘴上也带着呼吸机的病人 一动不动地 被固定在病床上 哎 这位病人可真是惨啊 四肢都被打断 又在河里抛了一夜 听说被送来的 差点就不活了 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下这么重的狠手 刘文景在一旁 摇头叹息 似有不忍之色 而叶峰见清床上的病人后 不由得似笑非笑 脸色微变 而躺在病床上的患者 在见到叶峰后 更是脸色大变 呼吸急促 心脏也不由得加速乱跳 要不是被固定在病床上 他恐怕都要正脱开束缚 滚落在床下了 许总 刘文景上前介绍道 这位是叶神医 也就是我的师父 我好不容易把我师父请来 让他看看你的伤身 说着 刘文景又对叶峰道 我以接骨之术 帮他接好了被废的四肢 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 恢复从前的样子 叶神医 你看 我这接骨的手法 还能入得了你的眼吧 刘文景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基本上已经复原了病人被废的四肢 至少他不会再成为残废了 但刘文景并没有注意到 叶峰和病人的神色变化 竟还沉浸在 想让叶神医夸赞自己的幻想之中 刘神医 你做得不错 叶峰平静地说道 但还差一点火候 你先出去吧 我再为他做最后一点治疗 刘文景一听 大喜过望 连忙对病人道 徐总 你听到了吗 叶神医竟然答应 为你治疗了 太好了 只要有叶神医出手 说不定你今晚就能出院 病人闻言 神色更加慌乱了 甚至也在用力挣扎着 刘文景将这一切 都当作是病人因激动而发抖 也没有多想 唯一遗憾的就是 叶神医让自己回避 没有机会在一旁学习了 那叶神医 我去外面等着 刘文景道 有什么事在叫我 待刘文景离开以后 病房内就剩下了叶峰 和躺在病床上的许如海 没错 此人正是叶峰继母 许如云的亲哥许如海 也就是叶峰名义上的大舅 大舅 别来无恙啊 叶峰似笑非笑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男人 那日 许如海在外面找人 想要打断叶峰的四肢 替自己的妹妹报仇 结果没想到 许如海派去的 竟是黑龙的手下 于是 叶峰以其人之道 还斥其人之身 反将许如海的腿脚给废掉 本来 此事已经告一段落 但万万没想到 命运就是如此之巧 许家请来了刘神医 来为许如海接骨 避免他落下残疾 而刘文景并不知道 叶峰与许家 还有这样一层关系 也是出于好心 又顺便叫来了叶峰 帮忙查看一下病情 就这样 叶峰和许如海 在命运的安排之下 竟又见面了 这也算是叶峰出狱后 第一次见到他 许如海在见到叶峰后 同样是惊讶无比 眼神之中充满了惊讶 困惑 愤怒 惧怕等一系列负面的反应 他的第一反应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 刚刚救治自己的刘神医 怎么一转眼 竟称叶峰那孽子叫师父 怎么不说话 哦 忘了 你还带着这个 叶峰摘掉了他脸上的呼吸罩 紧接着 叶峰又将许如海身上的插管 一一拔掉 再将他四肢的绷带 也全部吞去 痛得许如海死去活来 嗷嗷乱叫 混账 住手 啊 最后 许如海如同死鱼一般 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被叶峰这么一折腾 他仿佛从天堂跌入地狱 留神医的医术还不错啊 叶峰嘖嘖称奇 我要是来晚了 恐怕你过几天都能出院了 说着 叶峰亲自动手 让我彻底给你治愈吧 啊 许如海如坠地狱一般 感受到了平生 难以承受之痛苦 叶峰这一下 彻底废掉了他的四肢 不要说什么留神医 就算是留神仙下凡 也无能为力 混账 你有种就杀了我 哎呀呀 此时的许如海 感觉生不如死 杀你 叶峰冷冷一笑 那未免也太便宜你们兄妹了 我会让你们活着 但保证彼此更痛苦 更难受 许如海恨恨地目送叶峰 离开病房 恨得咬牙切齿 臭小子 我倒看你能嚣张到几时 我们许家 已经请来了更厉害的打手了 这一次 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 你给我等着吧 此时 等在外面的刘文景 听到病房内不时地传来惨叫声 也不禁有些生疑 为何这一次治疗 病人这么痛苦 看来治疗得够彻底啊 接着 病房门推开 叶峰走了出来 叶神医 怎么样了 刘文景关心地问道 治好了吗 一切顺利 叶峰平静得到 已经彻底治废了 啊 刘文景一正 随即哈哈大笑 叶神医 你还真是幽默 许总有你亲手救治 保证万无一失啊 说笑间 两人离开了医院 第100章 白子龙王 与此同时 燕京机场 一个窈窕妩媚的身影 身着一身紫色的连衣裙 显得高贵而典雅 他静静地站在后机室 绝美的容颜 和魔鬼一般的身材 吸引来了无数目光 而与他目光对视过的人 过不了多久 都会坐在大厅场以上 呼呼大睡起来 也不管航班是否迟了 不一会儿的时间 十几个昏迷不醒的男士 也引起了机场不小的混乱 此龙王 我一下飞机 就闻到你身上的魅惑气息了 那些昏迷的老色批 也都是你的杰作吧 不久 一个一身白衣 高大帅气的男子 走到了那名紫衣美女的身前 脸上挂着慵懒的笑容 白龙王 我就知道你会来 所以就在这里等了你一会儿 紫衣美女起身笑道 等你的时候 有些苍蝇 让我很烦 今天我心情好 没要他们的小命 放在平时 肯定让你们一睡不醒了 这一身白西装的男子 和一袭紫衣的美女 正是地下龙门中 分布在青州的白龙王 和扬州的紫龙王 什么事 让你这么高兴 白龙王跟在美女身旁 两人离开机场 一路上又引来了无数侧目 仿佛神仙眷侣一般 当然是马上就要见到星龙王了 紫龙王的魅眼之中 闪过一抹脚侠和贪婪 听老黑说 星龙王是个年轻帅气的小鲜肉 比白龙王你还要帅哦 白龙王轻蔑一笑 别听黑哥胡说八道 根本就没什么星龙王 说不定是黑哥在这边 遇到了什么麻烦 自己摆不平 就找我们来帮忙 那人可是有龙王令 紫龙王笑道 我们找了这么久的龙王令 竟然被外人 齐族先登了吗 还是先去龙门大厦 问个清楚吧 不急 白龙王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张照片 在去见什么星龙王之前 我得先替人 去解决一些麻烦 紫龙王瞥了一眼照片 喜道 又是一个小鲜肉啊 是我喜欢的类型 让给我 那可不行 白龙王看着照片上那人 冷冷地道 这小子今晚 必须得死 我说的 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 紫龙王笑道 看看你最近实力 有没有长进 不过 紫龙王又看了一眼照片 你确定没弄错人吗 这么年轻 能有多大本事 用得到你白龙王亲自出马吗 燕金可是卧虎藏龙之地啊 白龙王并没有轻敌的意思 黑哥不也说 新来的那个龙王 也很年轻吗 这个人叫什么 紫龙王又好奇地问 叶峰 白龙王轻轻秀了秀照片 然后又猛地深吸一口气 眼中仿佛有白芒一闪 最后呆呆地望向另一个方向 我已经找到他了 另一边 叶峰好不容易甩开了 又缠着自己 想要拜师的刘文景 刚走出去没多远 突然察觉到 自己又被人给跟踪了 起初 叶峰还以为是跟在自己身后 偷偷摸摸的刘文景 但很快 他就发现 这一次跟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 竟然是两个人 叶峰脚步放缓 带来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 干脆停下脚步 耐心等他们跟上来 还挺机敏 这么快就发现我们了 不简单啊 白龙王从阴影中 缓步走了出来 跟在他身后的 还有娇笑连连的紫龙王 比照片上的更鲜嫩 真想咬上一口 你们是什么人 叶峰冷声问道 为何要跟踪我 这两人是个生面孔 叶峰可以确信 从没有见过他们 小子 有人买了你的命 白龙王道 今年我是来执行 许你命的 哦 叶峰一正 随即想到 许家吗 没想到 刚跟许如海见过面 这么快就等来的 许家派来的更强的打手 果然如许如海所言 这两个人很不简单 至少 要比之前黑龙的手下 强出太多了 聪明 白龙王道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我老白出手 会替死者完成一个心愿 你当时还挺好心 叶峰哑然失笑 不过我很好奇 许家出了多少钱 来买我的命 一亿 白龙王直言 我的命 就值一个亿吗 叶峰无奈摇头 老白 子龙王突然出声 我给你一个半亿 你把他让给我吧 接着 子龙王冲着叶峰 娇媚一笑 小帅哥 只要你肯做我的男宠 我保你今晚不死 第101章 攻守一行 说话间 子龙王与叶峰 对视一眼 眼中竟泛起了双瞳 叶峰只觉得眼睛 猛然一通 仿佛被挣扎了一般 顿时警觉大阵 暗道 不好 一股诡诀的力量 好似游蛇一般 冲击着自己的大脑 锁死自己的精神 这一瞬间 叶峰的身体 微微一僵 就像是石化一般 一动不动了 子龙王娇笑出声 似乎对自己所作十分满意 这是我的目标 白龙王对子龙王的插手 感到很是不满 就算你出再多的钱 也绝不可能让给你 我不能为了这一点钱 就失信于人 更何况 我决定做这件事 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白龙王在青州 与许家多有生意往来 因此要卖许家这个面子 出手帮他们家族 解决这个麻烦 现在 子龙王从中作梗 让白龙王无法跟许家交代 我不管 子龙王凭借直觉 就想要得到眼前这个男人 你要不让我 那我们俩就打一架 决定归属 说着 子龙王连不轻移 来到叶峰的面前 伸手轻轻勾起了叶峰的下巴 魅惑地笑道 小帅哥 今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二人再一次四目相对 子龙王本想加身对叶峰的控制 让他对自己言听计从 但这一次 子龙王未能得逞 反而他的眼睛 也感受到了针扎一般的疼痛 嗯 怎么会 子龙王猛然一惊 瞪大了眼睛 还想要反抗 结果这短短一秒钟的对峙 令他的双眼 顿时流出两行血泪来 仿佛他直视的 不是一双眼睛 而是一对太阳 炙热 夺目 啊 子龙王惨叫一声 捂着脸颊 连连后退 雕虫小技 也想要控制我 叶峰的声音 如同在九幽地狱传来 我看你们俩 还是一起上吧 子龙王捂着自己的脸颊 惊怒交加 白龙王 替我杀他 我要这小子死 子龙王恼羞成怒 本来高高在上的他 是以拯救者的姿态 出现在叶峰面前 期待着他 成为自己的奴仆 结果却没有想到 他竟然不识好歹 还敢还手 现在 子龙王只想要看到这小子去死 不用你说 我也会的 白龙王又慎重地看了眼叶峰 有点不太一样了 能够轻松破解子龙王的魅术 可见对方绝非泛泛之辈 本以为是一场轻松的任务 但现在看来 似乎要费一番周折了 此时的子龙王 从方才的惊怒中 回过神来 也意识到了对方的厉害 可以轻松挣脱自己的魅术控制 甚至反制自己 难道这家伙的实力 在自己之上吗 子龙王经一过后 也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此人 并慎重地道 我们联手 一起上 一时间 两人从方才来时的从容和淡定 转而成为了现在的谨慎和不安 甚至不惜要拉下面子 联手对敌 仿佛攻守一行了 白龙王 叶峰听到这个称呼后 顿时恍然 再看向眼前这二人 一瞬间也明白了他们的身份 原来他们二人 就是七师傅麾下的白龙和子龙 只不过 随着老龙王失踪 这九人就都自立为王了 在弄清楚这二人身份后 叶峰不禁哑然失笑 心想着许家 为对付自己 竟然又倒霉地 找上了自己的手下 一个黑龙的教训还不够 这竟然又找来了一个白龙 还真是不信邪啊 用那一招吧 子龙王提议 好 白龙王点了点头 决定使出最强一击 速战速决 白龙王一个起手势 双拳振振 顿时有一股龙鸣之声 紧接着 山呼海啸一般的力量 汹涌而至 自头顶上空 微压而下 龙战于也 白龙王使出了龙拳九世中的龙战于也 血战八荒 与此同时 子龙王也出招了 同样的龙银声四起 威力不凡 陷龙在田 子龙王使出了龙拳中的陷龙在田 横扫乾坤 见到二人使出的龙拳 叶峰已经是一百二十分的确信 两人的身份 来得好 叶峰也准备 以同样的招式 迎接二人 刹时间 在叶峰的周身 隐隐有虎啸龙银 还未出手 就已有蛟龙出海 一般的气势 横扫一切 片刻的准备过后 叶峰一手龙占鱼也 一手陷龙在田 双拳齐出 仿佛双龙破空一般 回击而去 怎么可能 见到同样的招式 竟然被对方使出 而且还是一人分两室 白 子二人 不禁惊呼出声 说时时 那时快 在电光石火的一瞬 拳拳相撞 仿佛火星撞地球一般 巨大的威力相撞 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嗯 紧接着 白 子二人 闷哼一声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击飞出去 一连摔出几十米远 在起身时 口中鲜血狂喷 腹内犹如翻江倒海 久久不能平息 而更令二人一难平的是 叶峰竟然也会龙泉九世 你 两人仿佛忘记了身上的伤势 正正地望向叶峰 惊骇莫名 果然如老龙王所言 叶峰一步步走近 慢条思理地说道 他的九名义子 都是天赋一饼 每人都天生掌握一项秘术 白龙擅长追踪 子龙擅长魅术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见叶峰又一眼 道出了二人掌握的秘法 更加令二人震惊 因为这个秘密 可不是一般人能知晓的 老龙王也正是因为 他们先天 就掌握某种与众不同的力量 所以才受为义子 并悉心培养 就像白龙天生 拥有一余常人的五感 能够在茫茫人海之中 寻生变味 万里追踪 而子龙王天生魅骨 你到底是什么人 白龙王今生问道 叶峰拿出了龙王令 立声道 龙王令在此 既见龙王 还不速办 第102章 二龙俯首 龙王 你是新龙王 二人闻言 再次大惊 老白 你到底怎么搞的 子龙王大惊失色 他不是你要暗杀的目标吗 怎么会是新上任的龙王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令子龙王惊慌不已 不可能 白龙王也难以接受 闹出这么大的乌龙 可是 再冷静下来 又细细一想 拥有龙王令 同时还会龙泉九世 似乎除了龙王以外 再无他人 而且 此人也附和黑龙王来电视强调过的 新龙王十分年轻 这怎么可能 白龙王连忙拿出手机 打给了黑龙王 进行确信 新龙王 叫什么名字 电话一接通 白龙王就问道 哦 忘了告诉你了 新龙王名叫叶峰 老白 你是不是见到龙王大人了 黑龙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啪 骤然落地 整个人如遭五雷轰顶一般 竟然真的是他 自己接下的任务 暗杀的目标 竟然是新龙王 白龙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以这种方式 见到了新龙王 扑通 紧接着 白龙和子龙 单膝跪地 同时攻声道 参见龙王大人 其实来时 他们还有些不太服气 这个新上任的龙王 认为是黑龙太妃 竟被一个外人压制 但刚才 二人联手 仍被叶峰一拳震飞 双方实力差距之大 由于云泥之贬 此刻的二人 拜见龙王 心服口服 嗯 叶峰点了点头 念在你们及时来见 从前的一切 既往不救 你们回龙门大厦去吧 冷掉明天的安排 二人又起身硬道 是 当二人起身 眼前早已经没有了叶峰的身影 这位新龙王 真是神龙剑 手不见尾啊 白龙惊叹一声 默然发现 自己浑身 竟已被冷汗浸透 果然是 被我看中的男人 就是非同一般 子龙也窃窃地道 可惜太强了 我无福消瘦 走吧 回龙门 白龙叹了口气 咱们九个 斗了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要被一个外人 一捅龙门了 当叶峰回到云上 上楼敲门 山下的那个女邻居 又上来敲门求见 说要感谢你的救治之恩 嗯 叶峰刚将藏宝境内的宝物 全部拿出了 结果又遇到了 金吕一上门求见 不见 女人 哪有眼前这些宝物吸引人啊 叶峰对那副无尽剑侠 还有定海珠恋 爱不释手 再一次吃了闭门羹 金吕一和陈诗雅 只能无奈下山 依依 你说今天叶昆仑神医 也救了你一次 山下的路上 陈诗雅好奇地问道 不错 金吕一轻拂手腕 心有余悸的 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的这只手 已经没了 所以 金吕一在收队下班后 立即回到这里 想要当面 向神秘的叶昆仑道谢 顺便也见识一下 义父口中 不亚于她的年轻强者 只可惜 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无缘一剑 这位叶昆仑神医 明明是个大好人 救了你我两次 陈诗雅疑惑地道 为什么不肯见我们呢 难道是个社恐 哎 原本除了来向她道谢外 我还想要拜托这位叶昆仑 能顺便照顾你一下的 金吕一又叹了口气 照顾我 陈诗雅不解 我的腿已经快要好了 怎么能再麻烦叶神医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金吕一突然脚步一掷 情绪低落地道 我是想让她能暂时保护你 就像自己的义父 曾经保护过那栋别墅的主人 而如今 那栋别墅里有了更强的人作证 金吕一也希望她能暂时出手 保护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保护 我 陈诗雅一惊 更加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好友 自己最好的朋友 是燕金卫指挥使 怎么还用再去找别人保护 依依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陈诗雅疑惑地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我破了一桩大案 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 牵扯太广了 我害怕会连累身边的人 金吕一坦言道 我打算明天就去找义父 看看他老人家的意见 所以我走的这段时间 你要多加小心 如果遇到坏人的话 就马上往山上跑 找叶昆仑帮忙 如果他还不见你的话 你就待在山上不要离开 至少 在他家门口 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没这么严重吧 陈诗雅苦笑着道 对了 你的义父可是李战神 有他老人家在 谁敢动你啊 金吕一也不想让陈诗雅过于担心 于是也附和道 没错 我义父是幽州战神 不用太担心 我就是以防万一而已 你记住我说的了吗 嗯 陈诗雅点头笑道 有危险 就来找叶昆仑吗 我记住了 看着好友天真无邪的样子 金吕一也不由得笑了 如果自己刚入官场的话 或许也会像好友这般天真 但随着在都尉府当差的这段时间里 感受了太多的身不由己 也经历了很多不可明说 这一次 端掉了黎原黑市 金吕一事后才想明白 自己的确捅了个马蜂窝 尤其是自己手上 掌握着的那份名单 更是成为了烫手的山芋 现在不知有多少人 彻夜难眠 又不是有多少人 磨刀霍霍 想要自己的小命 只怕自己这一次 无法全身而退了 叶坤伦 金吕一回身 又看了一眼 那栋半山腰的别墅 喃喃低语道 我走以后 希望你能保护好陈诗雅 拜托了 金吕一将自己的声音 凝聚成一道真气 随着山风飘向远方 第103章 危机临近 此时 东海 一栋奢华的庭院内 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子 手里捏着一张照片 眼神如同猛兽一般 愈发凶狠 最后 男子将照片 狠狠地往桌上一拍 并用一把匕首 刺穿了照片之上的 那张绝美的容颜 照片之上 正是金吕一 燕京卫 金吕一 好大的胆子 我两进一十三地的场子 背景通天 谁人敢动 你竟然给我一锅端了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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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放过你的 失去了燕京的黑市 就仿佛失去了一臂 令男子的势力大损 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 他一脚踹翻了桌子 歇斯底里的大吼 孟周璇这个废物 还丢失了一份重要名单 你们俩都该死 这时 一旁的一名老者 公身道 大人 这个金吕一 可是幽州战神李玉白的义女 如果动她的话 恐怕 义女怎么了 男子再次咆哮 敢砸了我的场子 就算是李玉白的亲生女儿 她也保不了 你知不知道 这份名单 如果被公之于众 将会引发怎样的轰动 又会牵扯到多少人 到时候 上面那些大佬们怪罪下来 连我都担待不起 一个战神的义女 又算到了什么 像她这样的战神 全国还有十来个呢 她坏了规矩 就要付出代价 一旁的老者 吓得连连后退 不敢再多言 去 男人最后命令到 让天罚出动 不惜一切代价 让金吕一这个死丫头 再也开不了口 此时 凤天 张家 从黎原黑市 连夜逃回去的那些下人们 将张绍被巨蟒吞噬的一切 都转到了张绍的父亲 老年丧子的张文远 一连昏厥数次 悲痛不已 到底是什么人 敢与我张家作对 敢杀我张文远的儿子 他们张家 身为凤天的首富 何时受到过如此欺压 下人们吓得瑟瑟发抖 忙回道 此人名叫叶昆仑 张绍原本让蛇婆婆来对付她的 后来不知怎跌 蛇婆婆的那条巨蟒 反将张绍给吞了 蛇婆婆 也下落不明 张文远又连夜召集来了胡 黄 白 柳 灰 柳家一听 蛇婆婆八成是遇难了 也是悲愤不已 老爷 我们柳家 愿意再去一趟燕京 去除掉那小子 为少爷 还有婆婆报仇 柳家主动请鹰 闭嘴 张文远也冲着柳家众人 露出了憎恨的目光 你们家族养的那头巨蟒 吃了我的儿子 让你们养的那些畜生 反而害了我张家 我还能相信你们吗 柳家众人文言 漠然无语 既为蛇婆婆的死而愤恨 又对此事感到惭愧 胡 黄 白 灰 最后 张文远下令道 这一次 你们四家一起行动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务必要将叶昆仑那小子向上人头 给我带回来 我要拿那小子的头 来祭奠我的儿子 张文远的命令 唯独撇开了柳家 显然已经对他们家族 失去了信任 甚至还带有一丝怨恨 毕竟 张家一族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们家族的人 会丧命在自己人的手上 文言 四大神秘家族的族长 立即起身应道 遵命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张文远冷声道 我张家带你们五家不薄 希望你们不要再让我失望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的话 就不要回来见我了 第104章 仪器划三件 别墅顶层 露天房间内 叶峰先清点了一下 得来的天才地宝 都在百年以上 足有上百 这些药材 足够我日夜不停 炼制半年的丹药了 这一趟 光是获得的天才地宝 就不需此行 燕京卫查封梨园 可谓是在无形之中 帮了叶峰一个大忙 听说 像梨园这种黑市 全国还有十四处 叶峰在心中盘算着 等这一批药材用尽后 再去其他地方的黑市转一转 应该不缺炼丹制药的原材料了 啪 叶峰又伸手拍了一下 无尽剑侠 剑侠如孔雀开瓶一般 骤然展开 三枚留影小剑 暴视而出 仿佛是冲天的烟火一般 飞越了天花板 飞向了天空 叶峰剑撞 连忙招手 以气欲之 才勉强将那三把小剑 又给拉扯了回来 好险 差点让你们给跑了 看着环绕在周身的三剑 叶峰哑然失笑 同时也意识到了 这三把剑的不同寻常之处 若是实力薄弱者 不要说将其唤醒了 就算是操控起来 也会遗失 这也是为何 剑侠内的剑都被人盗走 而唯独这三把小剑 迟迟没有人能发现 与其说是人挑选剑 这三把剑 更像是在挑选主人似的 我能够掌控这三把剑吗 叶峰用全力 控制这三把剑 并试着用意念 去感应剑气 哇 煞时间 叶峰只感觉脑袋 一阵嗡鸣 十分通透 紧接着 关于这三把剑的前世惊声 仿佛在脑海之中 形成了一道灰红的画面 叶峰了解到 这三把剑的主人 乃是古时的大卫剑仙 剑名分别为 飞星 流彩 画艇 紧接着 三剑在半空中挥洒 仿佛曾经的大卫剑仙 在当空舞剑 潇洒飘逸 令人神往 一剑舞弊 叶峰若有所思 将大卫剑仙的那一套剑法 融合到了自己的理解 和掌控之中 片刻 叶峰神情一领 挥手之间 如挥毫泼墨 搅动乾坤 一股真气 斜三把剑 在周身急速流转 仿佛三只手臂持剑 又完美复刻了 刚才大卫剑仙的舞动身姿 剑气贯穿长红 气势丝毫不减 一气化三剑 叶峰已将自身的先天一气 与这三把剑 完美地融合 在继自己所掌控的 一气化金光 一气化雷霆外 如今又多了一招 一气化三剑 念头一动 叶峰同时使出先天一气 全身金光大战 双手掌控雷霆 周身三剑环绕 叶峰的实力 又更上一层楼 此刻 即便是面对一品宗师 叶峰也有信心 一剑斩之 登登登 紧接着 叶峰登天上 直接越过了房顶 继续向山顶而去 好 随着一声嘶吼 那头巨蟒 也在山巅 顿地而出 与叶峰面对面 在感受到叶峰周身 那恐怖的气势后 此刻那头巨蟒 也受到了震慑 畏惧的头 也低矮了一分 他似乎能够感受得到 以叶峰现在恐怖的未能 可一剑将其斩杀 今后 你就在这座山内修炼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随意出动 叶峰用舌语 与之交流 说着 叶峰伸手一扬 一念成阵 在山顶之上 制造了一座小型的法阵 供巨蟒在此折服修炼 此地山巅 得天独厚 即日月精华之地 再服以法阵的加持 在此修炼 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物 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只要你乖乖听我号令 每个月 我都会给你服用一颗丹药 助你修行 待时机成熟 我再助你化龙 好 巨蟒又是一声嘶吼 仿佛在回应着叶峰 紧接着 一个遁地 消失不见 由于这巨蟒 精通遁数 虽然身处在这座山内 但并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发现 叶峰也放心再次豢养 所谓的顿术 其实就是开辟了另外一层空间 随意出入 别看着巨蟒 顿入山中 但即便是有人 进入山洞内 只要巨蟒不主动现身的话 也没有人能发现他的踪迹 只不过机敏的人 能够感受到 他的存在 譬如 此时住在山下的金吕一 隐约也听到了 异兽的吼叫思鸣 他连忙起身查看 向窗外一望 顿时大惊失色 只见山巅之上 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了一头怪蟒 一跃上百米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 隐隐尽有画龙之响 眼睛内 怎么会有如此怪物 金吕一连忙拔出腰刀 跃窗而出 向着山上奔去 他很紧张 如此怪物 若是放任不管的话 肆虐凡间 不知会伤及多少无辜 但一路奔到山上之后 却不见了那怪物的踪影 奇怪 去哪了 金吕一在山顶 环顾一周 那么大一头巨蟒 能藏身在何处 怎么会突然又不见了 难道刚才那一幕 是海市蜃楼 或是我睡迷糊的幻觉 但 金吕一通过 自己敏锐的洞察力 很快就在山上 发现了蛛丝马迹 这里刚刚有人来过 金吕一趴在地上 看到草坪之上 有人的足迹 而且周围的杂草 还有些焦黑 就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似的 不过 金吕一无论怎样寻找 都没能找到 那巨蟒压过的痕迹 奇怪 那么大一头怪物 怎么会一点痕迹 都没留下 金吕一却不知 刚刚巨蟒所用盾法 因此不留痕迹 难道 这里的人 就是那头怪物 金吕一将二者联想到了一起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传说中的妖 不 不可能 这世间 怎么可能会有妖怪 想到这里 金吕一慌忙摇头 眼神又不自觉地 看向了那栋半山妖的别墅 他认为 刚刚来过山顶的人 很有可能是那栋别墅的主人 叶昆仑 但那头怪物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叶昆仑 是那头怪物 第105章 反攻的号角 金吕一下山的时候 很想要再敲门 去问得清楚 但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这么晚了 叶昆仑更不可能见自己 想到自己明天 还有要事去办 于是就先将这件事 放在一边 又下山回家睡下了 嗯 或许是我睡迷了 刚才那一切 都只是幻觉 此时的叶峰 又回到了房间 并取出了药王师傅 给自己的那个掌心 一般大小的炼丹炉 开始试着炼丹制药 从前在监狱里 虎语没有任何材料 所以所学炼丹制药之法 都是纸上谈兵 今天终于收集来了 这些天才地宝 可以施展一番了 虽然叶峰学成已久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 真正开始炼丹制药 先炼制一颗什么呢 叶峰的脑海中 死记硬背了上百的丹方 就先炼制一颗辟邪丹吧 叶峰想到 这段时间 总是遇到 防不胜防的下毒之事 虽然自己的法身 早已经是百毒不清 身边携带这么一颗辟邪丹 就能够让周身百米 甚至千米范围内 所有毒邪失效 即便是普通人 也能和自己一样 百毒百邪不清 当然 安全范围 也得看丹药的品质而定 丹药的品质越好 掌控的范围也就越大 如果是自己的师傅药王 炼制一颗辟邪丹的话 甚至能够覆盖一座城镇 不受影响 不过叶峰现在 还没有那么厉害的炼丹术 同时使用的丹炉 也达不到那种程度 眼前这座掌心 一般大小的微型炼丹炉 是师傅随身携带的 青炉小顶 一次只能炼制一颗丹药 而若是想要炼制 更强大的丹药 就必须得更换 更好的炼丹炉 譬如 有着当时最一炉之称的 就是位于药王谷中的 天地轰炉 不过那种级别的顶炉 叶峰暂时还用不到 先熟练一下自己所学再说 避邪丹 叶峰准备好炼丹用的材料 一一放入丹炉之中 以自身蒸汽引火 慢慢炼制 再放置三四个时辰 差不多就可以了 当然 品质越好的丹药 炼制的时间也就越久 叶峰第一次开始尝试炼丹 觉得能炼出三四个时辰的丹药 就算是成功了 只要不是一个时辰 就开炉的废丹即可 完成这些以后 叶峰暂时先不管丹炉 转而又拿起了那只龙之号角 试着再次吹了一下 结果仍然没有吹响 或许 这只是一个传说吧 叶峰对这只号角 暂时不抱太大的期望了 最后 叶峰拿起了那串定海珠链 这是一件品质不错的法器 算得上是黑市那十箱宝物之中 最有价值的一件 不过 似乎还可以再打磨一下 叶峰又以真气为刀 开始打磨起表面 令那一串定海珠 缩小了一圈 力量凝聚得也更大 仿佛一颗颗都是即将要喷发的火山 一点就着 在小了一圈之后 叶峰将那一串珠子 戴在了手腕上 随时可以取用 在复查完所有得来的物品后 又一一收回藏宝境内 叶峰合一而睡 静等第二天的丹炉结果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一早 嗡嗡嗡 伴随着一阵阵的轰隆声 青炉小鼎 就如同即将要烧开的开水一般 随时都快要溢出了 碰 最终 一声清响 炉盖被弹开 一股幽香的丹药气息传来 弥漫整个房间 叶峰定睛一看 只见一颗如龙眼 一般大小的丹药 呈现在了丹炉之内 伸手拿出细细一数 上面的丹纹 竟然有二十多条 二十三条 叶峰精神一阵 没想到第一次炼制 竟能炼出二十多条丹纹的丹药 丹药的好坏 最直观的判断依据 就是表面的丹纹 丹纹越多 纹路越复杂 丹药的效果也就越显著 像自己的师父药王 随手炼制的都是百纹仙丹 品质不凡 而一般的药师 顶多也就能炼制出十条丹纹 已经是顶天了 而自己第一次炼制 竟能炼出二十三条丹纹的辟邪丹 叶峰很是满意 随着丹药的清香飘散的范围 叶峰目测 此丹的效果可覆盖整座山头 叶先生 大新闻 就在这时 白微微突然敲门 向叶峰汇报 今早股市已开 由于受到这两日税务缠身的影响 叶氏集团的股价暴跌 让他们的资产 瞬间缩水了几十亿 叶峰一听 淡淡一笑 自己想要的效果 终于出现了 让赵家帮忙 调查叶家的税务问题 从而影响到他们公司的股价动荡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都在叶峰的预料之内 而这一切 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自己夺回叶家 反攻的号角 也就此打响 召集五大家族 叶峰起身道 让他们准备好钱 都来见我 第106章 困龙大镇 最终 叶峰与五大家族的会面 地点定在了曾经的白氏集团大厦 曾经白家 还在鼎盛之时 集团大厦 也算是燕京的地标建筑 但随着白家破产被清算 大厦也日益荒凉 显得破败不堪 如今 白家东山再起 又重新启动了大厦 并开始装潢布置 叶峰站在大厦外 并没有走进去 而是观察周围的布局 微微皱眉 怎么了 白微微从旁问道 这几栋大厦 是怎么回事 叶峰指着周围 几栋高楼 好奇地询问 哦 这是周家的公司 白微微指着其中一栋道 最初只有我们这两栋大楼 后来 周家又高架镜 拍下了附近几块地后 陆续盖起来了好几栋 说着 白微微也感到有些奇怪了 周家围着他们白家 一连盖了四栋大厦 虽然高度都矮于 白氏集团的大楼 但现在看起来 还是觉得有些 不太舒服的感觉 白微微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但又说不上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感到有些压抑 叶峰问 嗯 白微微点了点头 叶峰指着四周 这么四栋大楼 形成了困隆大镇的格局 不要说人被困在其中 感到压抑 你们家的这栋大厦 被困在里面 也已经形成了死局 难怪你们白家 最终衰落 跟着周家 应该是脱不了关系的 什么 此话一出 白微微大惊失色 她其实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白家衰败 到底有没有幕后的主使 今日一听叶峰的分析 白微微忽然也觉得有理 认为这个周家 还真的很可疑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 白微微神色不安 眼中露出了一丝悔恨 何事 叶峰好奇地问 这件事还真没听白手齐说过 周家曾经想要 与我们白家联姻 周家的大少想要娶我 白微微苦涩地道 但是被我哥哥拒绝了 或许就是因为此事 周家从此记恨 我们白家 并且在生意上 也多有作对 白微微突然想起 也正是从那以后 周家不惜动用重金 一连在白家的大厦周围 接二连三地盖起了 一座又一座的高楼 白微微有些后怕的心想 难道就是从那时起 周家就已经开始布局 陷害我们兄妹 举婚那点小事 或许只是个影子 叶峰平静地道 但布局害你们的 肯定有高人 那四栋大楼 虽然在高度上 多矮白世家的大楼一头 但环绕四周 正好形成了一个突撞 将白家牢牢地困在之中 只入出一头 如带在羔羊一般 但这困龙大阵 只能形成困局 而未能形成杀局 因此 白家虽然就此衰败 但白家兄妹二人 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怕 叶峰看着周围的大楼 皱眉道 早晚还是会下杀手啊 从困局到杀局 或许布局的风水大师 实力不及 不过一旦有高人坐镇 从四周顶楼施法 再起一座斩龙格局 那么白家 必将家破人亡 叶峰不相信 周家耗费心机 布下此阵 会没有斩龙的想法 那怎么办 白薇薇 有些担心地道 最近 你们开始收拾大厦 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 叶峰又问 怪事 白薇薇一正 随即道 昨天 有工人在里面施工时 受了工伤 而且人数还不少 这算不算 算 叶峰点头 此困龙大阵压制 你们白家 无论在里面做什么 都会诸事不顺 工人干活会受伤 员工工作也会出错 总之是处处不顺 处处都到压制 白薇薇越听越觉得有些心惊 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真如叶峰所言 那也太玄乎了吧 也就是这话 说之叶峰之口 若换做他人 白薇薇肯定认为 是在胡说八道 但即便如此 白薇薇心中 也是有些将信将疑 走吧 我们先进大厦里面看看 叶峰带着白薇薇 向大厦内走去 但两人 刚来到大厦附近 还未进门 突然头顶上空 一阵呼啸 伴随着周围人的惊呼声 白薇薇一抬头 只见一块硕大的玻璃窗 竟从天而降 他整个人顿时下的脸色惨白 瞪大了眼睛 呆立在当场 说是时 那时快 就在这危急之时 叶峰一手护住白薇薇 一手挥出 将那块落地玻璃窗 震飞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哗啦 随着一阵巨大的轰响 窗玻璃碎了一垫 死 白薇薇躲在叶峰的怀中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吓得瑟瑟发抖 刚才如果只有自己的话 自己岂不是 要葬身在此了 再回想起刚才 叶峰所说 困隆大阵之下 诸事不顺 果然如此啊 哎呀 好好的玻璃窗 怎么突然掉落下来了 幸好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 这也太危险了吧 这要是砸到了人身上 可就麻烦了 周围立即围上来的不少人 对此又惊又拘 同时 人们认出 险些被误伤之人 竟然是白薇薇 白董 你没事吧 上面干活的工人 也太不注意了 我马上就去 把他们全部开除 白薇薇听后 逐渐从惊吓中 缓过神来 又看了叶峰一眼 认定这一切 跟干活的工人无关 而是受到了风水的影响 不用了 白薇薇吩咐道 先给工人们放几天假 不用怪他们 昨天工人受伤 今天又发生如此事故 再继续干下去 还不知道会发生何事 索性先停止施工 以免再生事端 风哥 你有办法解决吗 随着对叶峰的信任加深 白薇薇对叶峰的称呼 也改口为风哥 嗯 叶峰也觉得 必须得先破了此局 不然白家 就算是东山再起一百次 也得失败一百次 第107章 釜底抽薪 与此同时 隔壁大厦 周家 狂大师 果然不出你所料 白家还想要东山再起 结果光是收拾公司 事故就接二连三 刚刚十楼的落地窗 还莫名其妙地被吹落 险些将白薇薇给砸死在楼下 一个穿着花里胡哨 二十多岁的顽裤青年 兴冲冲地跑进一间办公室内 眼中满是崇敬和得意之色 此人名叫周子昂 是周家的小少爷 周家同为燕京十大豪族 曾经白家崛起之时 周家就想要与之交好 正巧周子昂寄予白薇薇的美色 就想要与之联姻结盟 但白手齐言认为 自己的妹妹是要嫁于王侯将相 又岂能下嫁给周家不学无数的犬子 在被当面拒绝羞辱后 双方因此结怨生恨 后来白家得罪了更上层的一位大佬 开始被打压 而周家丹坐马前卒 以报当年聚婚之辱 坐在老板椅上的一名中年男子 淡淡一笑 傲然道 那是当然 我施不下的 这座困隆大阵 格局已成 神仙难犯 除非将这四座大楼 全部爆破拆除 只要有这四栋大楼 牢牢锁住他们白家的气运 不管他们想要站起来多少次 都会再次被打趴下的 说着 那名被称作匡大师的中年男子 指着办公桌上的一个 小巧玲珑的流水局道 五年了 这个流水局又动了 这也就意味着 白家的气运又将源源不断 向周家流入 周子昂点头笑道 我说呢 这几天感觉神清气爽 连昨晚赌博都赢了大钱 哈哈 二人正谈笑间 突然桌上的流水局 骤然一停 流动的气运 竟戛然而止 嗯 怎么回事 邝大师猛然起身 紧紧盯着那流水局 半场 都没能恢复正常 奇怪 这不应该啊 这一副精巧的流水局 是他师傅专门布置 监控白家气运的格局 邝大师又看了一眼窗外 见白家的大厦 已正常投入使用 那么流水局 应该源源不断地开始转动 不应该会有停止的意外发生 除非 邝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 周子昂也有些紧张地问道 难道白家的气数 已经耗尽 不对 邝大师摇头 白家正准备要东山再起 正是他们气运旺盛之际 这个时候 流水局停止不转 那么就只有一种情况 白家也请了高人 将困隆大阵的影响 暂时化解了 邝大师并不认为 有人能将师傅布下的困隆大阵 给破解 只能暂时化解影响 什么 化解了 但这个消息 对周子昂而言 也是无比震惊的 那怎么办 邝大师 你得想想办法呀 要不 给你师傅打电话 问问他老人家的意见 邝大师想了想 不屑道 此等小事 何须劳防我师傅 我亲自去白家的那栋大厦走一趟 先看看情况再说 好 我陪你去 周子昂连忙带路 就这样 二人结伴 一起来到了白家的办公大楼 此时 白氏集团内部 叶峰在一楼大厅 夺步一周 最终在正东方向 也就是代表声的方位停步 把那个东西搬来 叶峰指向一旁 一个落地玻璃柜 里面盛放着一件古董 等工作人员将玻璃柜搬过来后 叶峰直接将里面古董给拿出 然后拿出了辟邪单 摆放在里面 随着辟邪单一落位 整个大厦内的沉沉死气 全被一扫而空 就连那源源不断 被周家吸去的气鱼 也及时被打住了 嗯 这样就暂时可以了 叶峰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了这颗辟邪单 就能暂时抵挡住困龙大阵 对大厦以及周家的影响 当然 若想要彻底破阵的话 还想要重新布置新的格局 这就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做到的了 风哥 光放一个这东西 就可以了 白薇薇有些疑惑地看着 那颗黑色药丸状的东西 不光是白薇薇 其余工作人员也是一头雾水 放心吧 此单名为辟邪 白放在这里 正好可以趋及避凶 规避一切邪术法阵 叶峰说着 庆幸幸好今早炼制成的辟邪单 单纹足有二十多道 可以护住整栋大厦 当然 单药也并非万能 药效也会有消耗殆尽那一天 不过 以这颗辟邪单的品质 护住大厦十天半个月 不成问题 走吧 叶峰道 先开会去吧 来到会议室 五大家族的众人 早已等待多时 叶先生 恭喜叶先生 今日叶家的股票爆店 叶家听信禅言 将先生逐出家门 待当有此损失 也算是罪有应得 他们还不知 这一切都是叶峰 在幕后操盘 这只是一个开始 叶峰坐下后 立即问道 让你们准备的钱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众人忙道 不知叶先生 让我们筹集这么多钱 干什么用 叶峰淡然道 把你们的钱 全部买入叶氏集团的股票 你们每一家 都要买够5%的股份 因为按照股市举牌的规定 收购的股份 超过总股本的5% 就得举牌公告 换言之 每一次购买的股票 最多只能占重量的5% 叶峰记得 叶家集团的股权分散 大股东持股的比例比较少 整个叶家加起来 也不过占30%的股份 而叶峰联合五大家族 以及白家 趁着叶家股票暴跌之际 同时收购 合计也能占到30% 最后再通过股权转让协议 叶峰就能成为 叶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到时候 就能重组董事会成员 将继母他们 全部赶出董事会 一举执掌叶家 好一招腹底抽薪啊 苏九川突然反应过来 明白了叶峰此举的用意 其余家族的大佬们 也纷纷反应过来 叶峰所做的一切 并非要毁掉叶家 而是要以王者回归的姿态 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该是我的 谁也别想抢走 叶峰冷静地道 是时候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 文言 五大家族众人 纷纷表态 我等愿全力配合叶先生 夺回叶家 第108章 不打自招 这边会议 叶峰刚说完重点 忽然有秘书来报 白董 不好了 周家的大少周子昂来了 嗯 白微微一听 顿时一愣 他怎么突然来了 哼 应该是因为我 暂时化解了他们的困隆大阵 所以才跑来这边查看情况的 叶峰笑着起身 我陪你出去 看他们还能耍什么花招 接着 叶峰宣布会议结束 让五大家族 按自己吩咐行事即可 很快 两人来到一楼大厅 果然见到邝大师 手托一块锣盘 口中念念有词 正在大厅里四处检查 正东升门 西南修门 正北开门 不对啊 没任何反应啊 邝大师以为 白家请来了某位高人 在大厦内放置了某些厉害的法器 所以才暂时缓解了困隆大阵的影响 可是在大厦内走了一圈 并没有测出任何法器的影子 殊不知 邝大师心急如焚寻找到法器 就是他身旁摆放着的那颗丹药 只不过 他用手中的锣盘 来寻找丹药 岂不是南辕北辙 当然 他这属于不懂辩通 若是换作真正的大师 主要还是会以武感去寻找 一眼就能看出那颗辟邪丹 不同寻常 而手中的锣盘 不过是辅助的工具而已 剑白微微现身 周子昂立即问道 你们白家 是不是请了厉害的风水师傅 这一句话 相当于不打自招了 更加证实了叶峰所言 周家在大厦周围布局 困住了白家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白微微见他们没有发现 丹药的奥秘 当然不会轻易露出底牌 任凭他们像无头苍蝇一般 在大厅里乱撞 不找了 黄大师失去了耐心 索性停手 我不管你们白家 用了什么方法 我现在就要亲自施法 陷破你们的局 见黄大师要出手 白微微立即叫来了保安 把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 给我赶出去 白微微当然不会任由他们 在自己地盘上捣乱 慢着 这时 叶峰却站了出来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位匡大师 道 既然他们来了 就让他们随便来破好了 你们在外摆的困龙大阵 就是被我化解的 劝你们早点收手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什么 见困龙大阵的秘密 竟被对方知晓 周家和匡大师顿时一惊 心想 白家果然是请了高人 要来破局 只不过 看着叶峰如此年轻 匡大师狐疑 对方在说大话 毕竟 自己三十多岁 才勉强学的师父的一些皮毛 眼前这个二十多岁的小子 能懂个屁的风水 还敢妄谈 化解困龙大阵的格局 就算真有人能化解 芭城也应该是这小子的师父 匡大师刚想要追问 对方失诚何人 以免失被认识 伤了何气 但就在这时 周子昂却突然笑出声 你 你不是被赶出叶家的 那个叶峰吗 哈哈 我倒是谁呢 听说你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 就被逐出家门了 泽泽 真是可怜啊 周子昂一边细写地笑着 一边又来回 打量起白薇薇和叶峰 有些不可思议 真没想到啊 一个是早已覆灭的白家 一个是被逐出家门的气少 你们两个丧家之犬 竟然凑到一起了 你们不会妄想 还能东山再起吧 笑死人了 文言 白薇薇怒道 周子昂 原来一直以来 都是你们周家 在暗中布局 谋害我们白家 这笔账 我记下了 我会让你们周家 血债泄偿的 周子昂满不在乎地道 你们白家还没东山再起呢 就先学会说大话了 你哥都不在了 你一个小丫头 又能成什么气候 再说了 只要有困龙大阵在一日 你们白家 就一日别想再站起来 区区困龙大阵 想破解又有河南 叶峰副手道 今日我就已经化解了 困龙大阵的影响 你们应该也感应到了吧 还有什么本事 就一起用出来吧 周子昂看向邝大师 邝大师 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邝大师昂首道 小子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但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 我就会让你付出惨痛代价的 这困龙大阵的格局 就是我师父不下的 你敢扬言破局 就是不给我师父面子 知道我师父是何人吗 冥满阴京的风水大师 齐峰廷 齐大师 就是我师父 什么 齐大师 此名一出 周围看热闹的员工 和干活的工人 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眼前这姓框的 自然没人认识 他也是胡家虎为师父的名头 才混了的大师的名号 但是他师父的确是 燕京赫赫有名的风水大师 据说很多达官显贵 或选宅邸 或遇事不绝时 都会请这位齐大师出手相助 因此 齐峰平齐大师 在燕京诸多大佬圈子里 地位显赫 面子很大 而且还经常上电视 做一些相关的科普 久而久之 也已是家喻户晓 难怪这人这么狂 原来是齐大师的徒弟啊 他们说的什么困龙大阵 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白家上一次的负面 是和齐大师有关 众人议论纷纷 没想到竟还有如此隐情 而白薇薇 同样脸色煞白 他也听说过齐大师的名号 如果这一切 真的是 那位名满燕京的齐大师洞的手 那么无论是齐大师自身的能耐 还是他背后错综复杂的背景和关系 对眼前的白家而言 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白家现在别说东山再起 他们甚至还没有起步 就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横跟在了面前 但 白薇薇感觉高不可攀的存在 在叶峰的眼中 不过是一脚踢开的石子罢了 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叶峰沉声道 要不把你师父叫来 一起出手 在叶峰看来 区区铭满燕京的风水大师 就敢猖獗 殊不知叶峰的第十五位师父 乃是明镇天下的风水祖师爷 能行走阴阳 一念城镇 区区困隆大镇 又算得了什么 第109章 风声鹤唳 岂有此脸 荒大师搬出自己的师父 一下子唬住了在场所有人 但唯独叶峰 不仅没有任何反应 甚至还敢继续口出狂言 这令匡大师怒不可遏 并决心要让叶峰 尝点苦头 我师父是何等尊贵的人物 还用得到他出山 杀鸡烟用牛刀 我略施小法 就能让你求生不得 周子昂从旁笑道 今天我们周家就代替叶家 教训一下你这个丧家之犬 但话音未落 叶峰一个剑步 就来到了周子昂的面前 啪 一个耳光 重重地将他抽飞了出去 教训我 叶峰副手冷漠道 华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没人能够想到 叶峰竟敢直接动手 而且还把周家的小少爷给打了 峰哥 白薇薇同样惊讶无比 你你你 匡大师也被吓了一跳 你竟然敢打周少 你小子真是不要命了 周家不会放过你的 周家 叶峰不屑一笑 周家又算什么东西 我说了 你们识相的 就乖乖拆除困龙大阵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们周家 走上和曾经白家一样 家破人亡的老路 我会同样用风水阵法 让你们周家一点点走向灭亡的 此话一出 全场又是一阵大惊 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啊 姓叶的 你 周子昂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同样难以置信 不知叶峰到底是哪来的勇气 敢对自己动手 还说出那番狂妄的话来 难道蹲了五年的牢 把他的脑子给蹲坏了 你敢打我 我现在就要让你死 说着 气急败坏的周子昂 对匡大师求助道 匡大师 你快点施法 让那小子去死 匡大师点了点头 沉声道 原本只是想让你尝点苦头 但你竟敢动手打了周哨 那就别怪我出手不客气了 少废话 叶峰也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 再过躁 连你也打 闻言 匡大师的脸色 轻一阵白一阵 也逐渐流露出了很励志色 这可是你自找的 说着 匡大师从怀中 掏出了一个精美的匣子 轻轻一按上面的机关 顿时展开了一座掌中法阵 这是他师父齐峰平 送给他的出师礼 名为万象阵法 包罗万象 即可在短时间内 布局施法 也能够在瞬间破局脱困 匡大师轻易间 不肯随意动用 以免遭到小人惦记 但今日 短时间内布阵施法 让叶峰长一点苦头 并不难 难得是 周子彰说 要让叶峰去死 那么就得需要大的能耐了 于是乎 匡大师想到了 动用万象阵法中的某些秘书 来攻击叶峰 让他感受死亡一般的痛苦 随即 匡大师环顾四周 见大厅内悬挂有风铃 以及仙鹤的摆设 有了 匡大师咧嘴一笑 并开始操控掌中的万象阵 叶峰峰 一阵清脆的声响 由远而近地传来 风铃的撞击声中 隐隐还夹杂着仙鹤的长鸣 就在众人 不明所以之际 哎呀 突然 现场有人 感觉惶恐不安 精神也开始有些恍惚 叶峰峰 叶峰峰峰 风铃的声音 越来越大 渐渐地 如同一口大钟一般 仿佛悬在众人的头顶 震响声不断 匡大师 这是怎么回事 周子昂也捂着脑袋 躲到了匡大师的身后 周少 你快用这个 塞住自己的耳朵 匡大师将一块耳塞 交到了周子昂的手中 绵塞入耳 果然好多了 再看对面众人 一时间找不到耳塞 即便是用手来捂着耳朵 也无法削减其影响 有一种天旋地转质感 哈哈 匡大师得意地笑了笑 匡大师 你不得 这到底是什么局 好可怕啊 周子昂今生问道 我不吓得 乃是风声鹤唳局 匡大师傲然道 此局 能短时间内 冲击着人的精神 令其昏厥 甚至崩溃 如果现在在天台的话 大部分人误入棋局 甚至会跳楼轻盛 周子昂闻言 脸色煞白 没想到匡大师 随手布置的局面 竟如此凶险 这下 信夜的那小子 要有苦头吃了 周子昂幸灾乐祸地 看向叶峰 却不由得一正 只见叶峰静面沉如水 似乎并没受到任何影响 匡大师也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连连转动罗盘 将风声鹤唳局的焦点 都集中在了叶峰所站的方位 哼 看你小子 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待会儿就让你精神错乱 当场疯掉 一旦将布局 全部集中于一处 威力将大增 那么深陷此局者 将瞬间精神崩溃 第110章 雕虫小记 匡大师使出浑身解数 料定叶峰不死计风 但伴上过后 叶峰依然是云淡风轻 神色从容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匡大师大惊失色 怎么会没反应啊 这风声鹤立局 虽然不敢说是多厉害的风水格局 但是全部用在一人之身 还是十分凶险的 像刚才刚一使出 现场众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说明格局已成 但集中在叶峰一人身上后 反而没有任何效果 这不科学啊 小子 你身上是不是带有神秘法器 才免受影响的 匡大师今生问道 哼哼 区区风声鹤立局 何须用什么法器 叶峰淡淡一笑 我弹指可破 说着 叶峰伸手一指正东方位 摆放着的辟邪丹 一股真气 催动了丹药 生发出剧烈的药效 进而完全掩盖住了风铃声 以及鹤鸣声 其实 只要有辟邪丹在此 风声鹤立局虽然一惊使 暂时影响到了在场众人 但时间一久 还是会被自动化解 而随着叶峰使出真气 催动丹药 瞬间将那风声鹤立局 破解得干干净净 咦 我头疼好了 也听不到那诡异的声音了 难道真的被叶先生给破解了 天啊 真没想到 白董的朋友叶先生 竟然也是一位风水大师 公司的员工们 见叶峰跟随白薇薇我出入 只是将他当作是白薇薇的朋友 但没想到 今天面对齐大师的徒弟 上门找查布局 还能轻松破解 一时间 众人对叶峰 均投去了好奇和充满的目光 而白薇薇 同样震惊地望向叶峰 起初他以为 叶峰只是略懂风水一二 结果万万没想到 面对齐大师的弟子挑衅 也能轻松应对 白薇薇有些猜不透 哥哥给自己送来的这位靠山 到底是怎样的妖念 仿佛无所不通 邝大师 怎么回事 周子昂发觉 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对方别说当场发疯了 根本就没一点反应啊 嗯 邝大师薇薇一皱眉 也意识到风声鹤立局 竟真的被对方给破解了 看来 这小子是有点倒横 懂一点风水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邝大师甚至还没想明白 叶峰刚才到底是怎么破的局 难道这小子在风水上的倒横 在自己之上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邝大师出师名门 怎么可能被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 还是一个蹲过监狱的无名小卒给比下去 邝大师 那怎么办 周子昂揉着脸急道 总不能让他白打我一个耳光吧 要不叫你师父来 邝大师傲然一笑 周少 莫慌 刚才那风声鹤立局 只是我所掌握的诸多风水格局中 最普通的一个而已 既然这小子 也懂一些风水 但懂得倒也不多 我就用更厉害的风水格局 来对付他吧 周子昂听后大喜 对对对 早该拿出你看家本领 用最强的风水局 折磨死他 邝大师重新审视叶峰 然后脚踏八卦 在大厅内 夺步一周 正北 砍弓五黄千针 正西 对弓二黑巨门 正南 离弓四路闻曲 正东 正弓七次破军 中弓 九子右臂 待还场一周后 邝大师再次拨弄掌中万象阵 煞时间 众人只感觉周围 阴风阵阵 气温也陡然降低 见状 众人脸色微变 不知何过 无鬼凶煞局 邝大师大喝一声 并冷笑着望向夜风 充满挑衅 小子 看你这次 如何破解此局 话音未落 现场众人 脸色惨白 接受影响 嗨嗨客 我感觉喉咙好难受 糟了 我怎么突然发烧了 我喘不过气来了 谁帮我叫一下救护车 一时间 现场众人 仿佛病鬼缠身一般 一个个接连病倒 痛苦不已 风哥 我的头又痛起来了 白微微捂着额头 同样发起了高烧 头晕目眩 昏昏沉沉 见到对面众人 并来如山倒一般 周子昂得意的大笑出声 不愧是邝大师 果然厉害 周子昂躲在邝大师身旁 所以免受影响 幸灾乐祸 无鬼 叶峰摸了一下 白微微发烫的额头 顿时恍然 所谓无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鬼怪 而是一种方位 无鬼位 无鬼位又称之为病位 在风水学中 无鬼是四兄之一 吉温神又称为五温 这无鬼凶煞局主疾病 破财 一生事端与邪岁 虽然现场有辟邪丹庇佑 但病来如山倒 突如其来的无鬼凶煞局入内 大多数体质差的人 还是难免会中招 此时 但见叶峰依然无病无灾迹象 荒大师料定 叶峰的身上 一定是有某些法器保护自身 因此 他也不再将所有的病灾 集中一处 而是分散开来 令现场所有人都中招 如此一来 或许就能逼得叶峰 主动拿出身上的法器 来保护某个人 譬如白薇薇 到那时 自己再发起猛攻也不迟 哼 看你这一次 如何破局 荒大师声东击西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哼哼 依然是雕虫小技 叶峰神色从容 一步踏出 于半空之中 单手结印 一连献出青 红 非 白 黄五种不同的虚空符露 送无鬼 叶峰大喝一声 将五道符露 全部击出 煞世间 弥漫在大厅内的温煞之气 被席卷一空 被这五道符露 全部裹挟至一处 来而不往非离也 也让你身边之人 见识一下 这五鬼凶煞局的厉害吧 说着 叶峰将这五道符露 非也是的 射向了周子昂 第111章 六煞绝命 此时 周子昂正躲在后方 乐得看戏 结果没想到 最终竟会波及到自己 一时间 无鬼凶煞局的效果 全部作用在了周子昂一人身上 瞬间令他百病缠身 连连可血 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就病死过去了 周少 周少 匡大师连忙暴击倒地的周子昂 惊恐地发现 周子昂竟完全被 无鬼凶煞局的温煞之气侵蚀 已经是病入膏肓 怎么会这样 匡大师也彻底慌神 而这危急之时 他在想要驱散周子昂体内的温煞 和各类重症疾病 又谈何容易 周少 你振作一下 匡大师抱着周子昂 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所谓 有人欢喜 有人忧 随着周子昂重招病倒 在场众人忽然的病症 也随即自愈 并感到不可思议 咦 我的高烧 突然又退了 我的咳嗽也好了 这就是风水大师的能耐吗 简直是伤人于无形 太恐怖了 众人对这种防不胜防的风水术 大为忌惮和惊恐 而眼下 似乎叶峰又在这方面 胜了匡大师一筹 令人欣喜 这位叶先生 实在是太厉害了 已经连破了匡大师两局了 众人不禁又对叶峰 投去崇拜和敬畏的目光 等回过神来 匡大师愤怒地向叶峰大吼 看你干的好事 这可是周家的小少爷 你敢害他 周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面对匡大师的怒吼 叶峰不屑冷笑 周家害得白家 几乎家破人亡 现在轮到他们家开始倒霉 就受不了了 多行不亦必自闭 我就是让他们尝一尝 我说了周家再不收手 他们的下场 会比从前的白家更惨 匡大师有心带周子昂离开 去医院治疗 但又自知如此回去 无法向周家和师父交代 他必须得让这里的人 也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行 不然也没脸回去 信业的臭小子 这可是你逼我的 匡大师心一横 再次祭出掌中万象 脚踏七星 依次在罗盘中 拨弄到灵星 火星 地空 地结 秦阳和陀罗的方位 这也是俗称的六傻 最终 六傻位置 并咬破了自己的食指 以自身的精血 开启了这道风水格局 六傻绝命局 量你有天大的法器 也休想再轻易破局 我要让你们 统统给周少陪葬 随着匡大师 开启这道风水格局 煞时间 整个大厅 充满了一切肃杀 众人只觉得内心惶惶 有一种即将要上行场的压迫感 冷汗直冒 扑通 扑通 接二连三有人 神秘昏厥 更将现场诡谴 而压抑的气氛 推到了顶点 又是一声爆裂声 只见陈放辟邪丹的玻璃柜 在面对来势汹汹的六傻绝命局 也瞬间被压制 连玻璃都被压碎了 就连辟邪丹的色泽 也暗淡了三分 可见此局之凶险 不言而喻 风哥 这是怎么回事 白薇薇突然紧张兮兮地 抓住了叶峰的手臂 浑身颤抖 面色蜡黄 就连呼吸 也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六傻 绝命 叶峰脸色 也逐渐阴沉下来 已经对在场这么多普通人 使出如此歹毒的风水局 此局如果处置不当 这里的人 恐怕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才称之为绝命局 哼 这都是你们自找的 邝大师一副铁了新的架势 死不悔改 新业的 你不是也懂风水吗 有本事的 再破解一次啊 你敢让周绍 摆病缠身 我就让你们公司上上下下 所有员工都来尝命 完成这一切后 邝大师自认为回去 也好有了交代 当然 为了布局 他祭出了自己的一滴精血 对自身也有极大的损耗 既损阳寿 也损应得 但眼下局面 也顾不得这些了 周绍 我替你报仇了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让这里的所有人 都给你偿命 说着 邝大师抱起 昏死过去的周子昂 准备离开 站住 叶峰冷漠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邝大师脚步一掷 挑衅一笑 怎么 你还不死心 还敢与我作对 叶峰不答 而是一步踏前 双手有真气流动 一气化雷霆 震慑六煞 邝大师扭头 向后窥探了一眼 顿时脸色巨变 只见叶峰 如同鬼神一般 驱赶六煞 并将其集中于一处 邝大师见识过 各种破局之法门 但还从未见到过 如此蛮横的扭转之势 仿佛自身祭出的绝命局 在对方的手中 真的是弹指可破 这可是六煞绝命局啊 就算是自己的师父 齐大师 破解起来 恐怕也得费一番周折 说识识 干识快 从叶凡以一气化雷霆之势 聚集六煞 还于双掌之间 雷电仿佛结成了网罗 将六煞聚于其中 邝大师见状 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忙丢下昏迷的周子昂 夺露而逃 还给你 叶峰双掌 向前顺势一推 邝大师刚逃到大厦门口 紧接着就觉得一股阴寒之气 贯穿了自己的身体 他又下意识地右向前 走了几步 最终开始意识涣散 亮亮呛呛地来到大厦外 最后抬头 看了一眼外面的太阳 紧接着扑通一声 栽倒在了地上 暴毙身亡 第112章 叶家巨变 与此同时 叶家 看着今早的新闻 以及公司的财报 叶老爷子 仿佛一下子衰老了几十岁 就连头发也灰白了一片 真是一日之间 跌入谷底啊 自从公司被查 各种丑闻被爆出 并在网络上发酵 叶老爷子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知道周一的股市 对他们叶家 将是当头棒喝 但也没想到 静跌得这么惨 简直是一场灾难 一日之间 他们叶家 相当于凭空蒸发了几十亿 认谁会不心痛 叶家这次 元气大伤 恐怕一年半载 都还不回来了 这件事弄不好的话 甚至很有可能 就此被挤出十大豪族之猎 彻底沦为二线家族 族长 别太在意这些了 就当是经历了一场股灾 平常心对待吧 是啊 股票有涨有跌 多正常啊 等我们挺过这一劫 很快就会涨回来的 如果明天再跌 我们就去申请停牌 反正办法总比困难多 叶家众人 纷纷安慰老爷子 生怕老爷子一个气不顺 再被气晕过去 嗯 叶老爷子 好歹也是 经历过大风大浪之人 并且也经历过数次股灾 对此也勉强能够接受 幸好这么低的股价 没有人抄底 不然的话 还真是麻烦 叶老爷子苦笑一声 认为这也算是 不幸中的万幸了 是啊 这个时候 各大家族应该都会 给我们叶家一个面子 不会落井下石的 叶家其余众人 对此也很是乐观 毕竟 十大豪族 同气连枝 彼此间早就有过 不成文的许诺 有钱一起赚 不会落井下石 而至于一众二线家族 借给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在这个时候 跟叶家作对 但就在这时 秘书突然匆匆来报 不好了 老爷 就在刚才 苏家 崔家 吉家 谭家 常家的公司 疯狂买入 我们公司的股票 马上就要 增持到百分之五了 什么 叶老爷子一听 大吃一惊 叶家其余众人 也是一片惊恶 这不可能 这五家疯了吗 在这个时候 对我们叶家 落井下石 叶老爷子又忙问 赵家入局了吗 没有 秘书摇头 现在只有这五家 还有刚刚重组的白家 疯狂购买我们的股票 赵家并没有 买入的迹象 白家 众人文言 又是一惊 曾经的白首富吗 他那破公司刚成立 就敢对我们叶家下手 难道想要取代我们吗 叶老爷子皱眉思索 本来还担心 赵家会在今天有所行动 搞一些小动作 结果没想到 赵家没有动 反而引来其他五大家族 同时抄抵他们叶家的股票 说好的同气连支呢 先是赵家在暗中使半子 接着又是另外五家抄抵股票 仿佛一切都是计划好了似的 你方畅霸我登场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着实令叶家 有些难以招架 疲于应付 没事不慌 叶老爷子强装镇定 这五家只是想要趁机抄底 赚一笔罢了 只要他们不耍什么花招 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现在一个赵家 就够叶家头疼的了 实在不想再去和其余的五大家族 反目为敌了 他们想买想赚钱 就让他们买好了 没错 叶家其余众人也纷纷点头附和 反正我们叶家 还是最大的股东 而他们最多只能增持5% 只要他们不联合起来 是动摇不了我们叶家的地位的 待秘书离开不久 叶家正商议 下一步该如何应对之际 老爷 不好了 突然 秘书竟又去而复返 又怎么了 众人见状 内心不禁咯噔一下 现在一点风吹草动 都令他们心惊胆战 一家子仿佛都变成了惊弓之鸟 说 叶老爷子的心 也怦怦乱跳 忽然觉得 事情要比自己预想的更糟了 秘书气喘吁吁地道 刚刚这六家公司 同时增持 我们的股票达到了5% 然后举牌发布公告 成为了一致行动人 什么 一致行动人 听到这里 叶家彻底乱了 所谓一致行动人 就是指 投资者通过协议 或其他安排 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 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 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 或事实 用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 结盟 这六家公司 把股权叠加在了一起 六家 每家占5% 那么他们结盟加在一起 就是30%的股份了 叶家众人脸色大变 惊慌失措 他们这是 要成为最大的股东啊 一旦最大的股东 成为了外人 那么他们 就有权重组董事会 并将他们叶家 一脚踢出 叶老爷子也脸色惨白 跌走回老板以上 半天都没能缓过神来 怎么办 叶家上下 乱作一团 最糟糕的一种情况 竟然还是发生了 爸 叶元吉大吉道 我刚查看了一下 我们全族上下的股份加起来 也才占比29% 8% 我们一下子失去大股东之位了啊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老爷子身上 等他发号施令 哎 叶老爷子缓过神来后 预感到了他们家族 恐怕遇到了百年以来 最大的危机 一个不慎 不要说跌出十大家族之列 甚至整个家业 都要被人夺走 到底是谁 在暗中与我叶家作对 元吉 叶老爷子深吸一口气 必须得做点什么了 你马上去赵家 替我拜访一下赵老爷子 你无论如何 都要见到赵家的家主 直到此时 叶老爷子仍然怀疑 主谋就是赵家 所以 他要先与赵家谈何才行 元亨 叶老爷子又继续安排 你立即去找那五大家族谈判 问问他们到底 想要干什么 接着 叶老爷子又安排秘书 去申请停牌 不能再让外人 肆无忌惮地购买他们的股份了 最后 叶老爷子起身 准备换好衣服出门 去拜访朝中的一位大佬 也就是他们叶家 真正的靠山 如果这个时候 叶家还想要力挽狂澜的话 必须得靠背后的靠山发威 敲山震虎了 做出行动之时 白氏集团这边 也已经解决掉了周少这个麻烦 邝大师和周子昂 一死一伤 叶峰派人 将他们二人 丢回到了对面周家的大厦门口 没想到所谓的风水格局 看不见摸不着 但效果竟如此厉害 杀人于无形了 看来昨天工人受伤 还有刚才落地的玻璃窗 都是周家在暗中搞鬼 幸好有叶先生在 不然可就麻烦了 看来叶先生在风水学上的本事 不在其大师之下 我们也应该改口尊称一句 叶大师了 在亲眼目睹了 叶峰与邝大师的风水斗法 并且亲身经历了风水 对自身的影响后 白氏集团的一众员工们 对叶峰鼎礼膜拜 如尽神灵一般 叶峰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公司 但已无形之中拥有了威望 在众员工的心目中 地位不亚于白薇薇 峰哥 你过来一下 白薇薇将叶峰 叫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一声询问道 你说的那个困隆大阵 到底有没有办法 彻底解决呢 原本 白薇薇对风水之说 是将信将疑的 但是自从刚才 亲眼所见 亲身感受以后 也就不再怀疑叶峰所言的 真实性和严重性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快点解决这个困局 以免在公司 引起更多的麻烦和危险 放心吧 叶峰胸有成竹的孝道 已经基本解决了 啊 解决了 白薇薇惊道 什么时候解决的 就在刚才 叶峰道 不出一日 困隆大阵自解 刚才的斗法 令周子昂受到了 无鬼杀的影响 叶峰就已看出 周家不日 将有火光之灾 听叶峰这么一说 白薇薇虽心存疑惑 但暂时还是放下心来 静观其变 就在这时 赵婉婷打来了电话 询问现在是否有空 可以来家中为爷爷继续治病 虽然上一次在医院 叶峰及时出手 挽救了赵老爷子的性命 但由于中毒太深 叶峰断言 赵老爷子最多 也就只能活一个月 除非能收集到足够的天才地宝 炼制出增寿的丹药来 而经历了黎原一行 叶峰收获颇丰 赵家自然也因此受益 好 你快接我吧 叶峰见这边事情 已基本解决 于是准备轻去赵家走一趟 大约半小时左右 赵婉婷亲自开车来接 叶先生 你这么快就把增寿的丹药 给炼制好了 真是辛苦你了 一上车 赵婉婷就真诚地表示感谢 我没有炼药 叶峰如实相告 昨天黎原一行 得到了效果更好的神药 千年灵芝 可比任何增寿的丹药 效果都更好 很快 车子行驶 进入一片高档的别墅区 像赵家这种 曾经既有权又有钱的大家族 别墅位置自然也是最好 一山傍水 光是后花园 就占地好几亩 就在进门之际 赵小姐 赵小姐 请带我们进去 拜见一下老爷子吧 我们有要事求见 还请通融一下 此时 被派往赵家前来求和 结果却被拒之门外的 叶元级夫妇二人 见到赵婉婷的车 连忙上前拦截 赵婉婷本不想理会 因为爷爷早已下令 叶家来人 一律不见 但 赵婉婷在看清楚 拦车之人后 顿时一愣 叶先生 要停车吗 赵婉婷询问叶峰的意见 因为外面那两人 正是叶峰的父亲叶元级 和继母许如云 这还是叶峰出狱后 第一次见到父亲 他还是老样子 只不过并肩多了一些白发 由于家族遇到危急 令他显得有些焦急 失去了往日的自信与从容 叶峰不知道 自己坐牢的这些年 父亲是否也向这般交集过 应该是没有 不然的话 五年的时间 也不至于一次都没有 来看望过自己 甚至还不如自己高中同学苏珊 或许 从自己入狱的那一刻 在他心中 就已经没有这个儿子吧 整个叶家 都视自己为家族耻辱 走吧 叶峰不再犹豫 让赵婉婷继续开车 相见不如不见 这个时候再见面 又有什么意义呢 用亲情来绑架自己 让自己收手吗 开宫没有回头见 当他们父子 再次见面的时候 必然是叶峰重掌家族之日 哎 等等 别走啊 看着赵婉婷的车 旁若无人地开进了别墅 气得后面的许如云 暴跳如雷 这个死丫头 真是没大没小 见了我也赶不停车 当做没看见 真是气死我了 这些年 一向高高在上的许如云 哪里受过这种跌驱 有一种虎落平阳 被犬气的感觉 咦 奇怪 这时 叶元吉望着远去的轿车 喃喃自语 我怎么看着车里的 另外一个男子 有点像范儿啊 虽然五年未见 但叶元吉一眼 还是认出了儿子的侧脸 做什么白人梦呢 一旁的许如云吃笑道 那个小畜生 被逐出家门 连给赵家开车的资格都没有 还想坐进赵家 大小姐的车里 他也配 一提起叶峰 许如云就一肚子火 甚至被他打得脸颊 还有些隐隐作痛 而且不知怎跌 他感觉 自从叶峰出狱以后 就诸事不顺 没运连连 甚至昨晚 连他们许家 都莫名其妙地失火 烧毁了半栋别墅 这个小畜生 等我忙完这些 再好好收拾你 许如云恨恨地道 见小老婆左一句小畜生 右一句小畜生地叫着 叶元吉听着 也感觉有些刺耳 够了 叶元吉打断了妻子的话 再怎么说 芬儿也是我的儿子 你叫他小畜生 我又算什么 以后说话注意点 许如云冷哼一声 叶元吉 你最好给我记住了 我们的儿子 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叶泽 叶峰那个小畜生 还不知是那个女人 在哪里生的野种吗 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文言 叶元吉的脸色 轻一阵白一阵 不再多言 第114章 生命检测仪 叶峰跟随着赵婉婷 进入赵家别墅大厅 西瑶姐 赵婉婷刚一走近 立即见到了一个意外之人 大伯父的女儿赵西瑶 婉婷 你也回来了 赵西瑶也起身 笑着跟唐妹打招呼 西瑶姐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赵婉婷连忙上前 嘘寒问暖 这不是听说 爷爷突然病倒了 所以我才从国外赶回来看看 赵西瑶大学毕业后 就去海外留学 由于学业繁忙 平时一年也就能回来一两次 一番寒暄后 赵婉婷注意到 跟在西瑶姐身旁的 竟然还有一位外国人 长得刀大帅气 有着西方硬汉的形象 要不是看起来年纪不小的 赵婉婷还真要怀疑 是不是唐姐在国外的男友了 这位是彼得医生 赵西瑶大方地介绍道 是我大学的导师 两人相互握手问号 赵西瑶又继续骄傲地介绍道 这次我叫我导师来 顺便还将我们实验室里的 最新科研成果 也一并带了来 给爷爷试用了一下 科研成果 是什么 赵婉婷好奇地询问 心想 难道能救爷爷的命吗 就是这个 赵西瑶指着一旁的一台仪器道 这台生命检测仪 是我们实验室最新的研究成果 它根据人体各项指标 能够准确地检测出 一个人的生命时长 什么 此话一出 不要说赵婉婷 就连叶峰 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那台仪器 也就是说 这台仪器 能够准确地检测出 一个人还能活多久 是吗 赵婉婷惊讶地问道 不错 赵西瑶点头 而且年纪越大 准确率也就越高 现在 已经可以广泛地 运用到医学领域 备受好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将会由我的导师 彼得先生获得 这台生命检测仪 在西方医学 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彼得的团队 也是今年诺贝尔医学奖 呼声最高之人 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彼得谦逊地道 到时候 我们整个实验室里的所有成员 都享受这份殊荣 当然也包括你 赵小姐 赵西瑶文言 激动又骄傲 对自己的导师 充满了崇敬之感 那已经给爷爷用过了吗 赵婉婷对什么诺奖 根本不感兴趣 他只想要知道结果 此话一出 就连赵西瑶的脸色 也一下子暗淡了几分 很遗憾 赵西瑶摇头道 根据仪器显示 爷爷的生命 也就剩下最后二十多天了 啊 赵婉婷文言 微微一惊 不由地瞥了一眼叶峰 心惊道 果然和叶先生判断的一样 不过幸好 还有叶先生在 这下 有了这台生命检测 已给出的答案 赵婉婷对叶峰 也就更加深信不疑了 不过也不必悲观 赵西瑶又乐观地笑道 我准备带爷爷去海外求医 那里有最好的医生 和最先进的设备 说不定能创造奇迹 而且我的导师也答应 会帮忙找最好的专家团队 彼得点头道 我有不少同学 都已经成为了各领域的医学专家 到时候 我会拜托他们帮忙的 文言 就连赵婉婷的内心 也不由得心动 毕竟 西医还是在西方世界 更加先进一些 如果不是有叶峰在的话 他肯定会陪着爷爷走上一趟 去碰碰运气 不用了 西瑶姐 赵婉婷笑着指向叶峰 差点忘了 给你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叶神医 前些天 就是他救了爷爷一命 而且今天来 他还带来了严寿的神药 至少可以让爷爷严寿十年 此话一出 赵西瑶和导师彼得 同时看向叶峰 眼中充满了狐疑和不信任 相比于赵婉婷 对唐姐带来的客人那般客气 此时赵西瑶 对唐妹带回来的这位贵客 就显得语气过于冷漠 甚至带有一丝排挤 你就是叶峰 赵西瑶面色冷淡地道 你的事 我已经听爷爷 他们说过了 但我并不认为 你能救我爷爷的命 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的话 最好现在就乖乖承认 因为我就是学医的 而且 我的导师 更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要让我们戳穿你 赵婉婷文言大惊 忙阻止道 西瑶姐 你别乱说 叶先生 真的很厉害 他不是骗子 赵老爷子也站在叶峰这边 如果没有叶先生 我恐怕已经不再认识了 但 赵西瑶对他们描述的备旧经历 仍心存怀疑 爷爷 你们不懂医学 不要被他给诃骗了 或许他当时只是凑巧就醒了你而已 见对方 直持医学者的身份 总是摆出了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仿佛在他们眼中 非西医君是骗子似的 于是 叶峰也有些愤愤 忍不住出声道 你们这么懂医学 甚至都快拿诺奖了 难道有办法救治赵老爷子 能让他哪怕再活个一年半载吗 此话一出 赵西瑶和彼得二人 均是语色 他们这次来 只能用检测仪来看一看 老爷子还能活多久 延缓寿命之事 自然是没那个本事了 我们正是懂医学 所以才更科学理性 赵西瑶不服气的道 生老病死 本就是自然反则 没有人能够改变 谁说不能 叶峰淡然道 你们做不到的事情 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 我就能 这时 赵婉婷也从旁复合道 对啊对啊 叶先生这次来 可是带来了能够严寿的神药 西瑶姐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严寿 赵西瑶对此 嗤之以鼻 更加坚定叶峰是骗子了 世间药真有这种神药 那今年的诺奖 给颁发给你了 彼得也笑道 朋友 能不能把你的药 拿出来 让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小组研发的这台生命检测仪 不仅能检查人体 而且还能检查各类药物 赵西瑶也道 对啊 你的药 若是真能管用 就拿出来让我们检查一下 让仪器给出答案 第115章 检测结果 对于叶峰带来的所谓的神药 其实在场大多数人都心存怀疑 随着彼得说出 他那生命检测仪 竟然也能检测药品 赵家众人 也纷纷来了精神 认为正好先用仪器艳药 保证万无一失 既然有这么好的仪器 而且还是大老远从海外带回来的 那就顺便检查一下吧 赵西瑶的父亲赵天聪 也出生富和 叶神医 你觉得呢 人贴意和怀疑 今日正好借着女儿带回来的这台仪器 来验一验对方的虚实 而赵天明和赵婉婷妇女二人 对此却有些迟疑 如果真要验药的话 反而显得对叶峰的不信任 不用这么麻烦了 赵老爷子爽朗一笑 叶神医 把你准备的药拿来吧 不用验了 我相信你 不管别人怎么说 赵老爷子对叶峰 还是比较信任的 毕竟 这可是连留一刀留神医都心服口服 想要拜师的神医 又岂能是什么骗子 再说了 自己也就剩下最后二十多天了 就算是毒药 也不怕 哼 赵夕瑶却挑衅地道 你不敢拿出来验药 就是心中有鬼 真理越辨越明 你到底在怕什么 彼得也继续道 用不了多少时间 而且也不会毁坏你的药效 这台仪器 只是分析药物的成分而已 面对二人的多多知识 叶峰却显得从容而不惧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想验药 那就给你们验好了 不过 说着 叶峰又瞥了眼那台仪器 我并不认为 你们这台仪器 能够辨别出我的药来 毕竟 仪器终究只是个机器而已 哈哈 彼得傲然道 我们这台仪器 输入世上所有的药品 不存在验不出来这种情况 叶峰也不再多言 干脆利落地 拿出了一小块千年灵芝 这是什么 赵夕瑶见状 猛然一皱没到 这就是你说的神药 不光赵夕瑶起疑心 就连赵婉停见了 也不免有些失望 因为这和他想象中的神药 似乎不太一样 哼哼 赵天聪都认不出孝初生 要说这么普通的东西 就能让老爷子 严寿十年 怕是连心理安慰都起不到效果 造假也用一点心啊 这是千年灵芝 叶峰无须多言 递了过去 让你们的仪器检测一下吧 看是否认识 彼得一听 这点东西 也敢号称千年 这下 叶峰在他心中 几乎已经可以 和骗子化等号了 于是 彼得默不作声 接过所谓的千年灵芝 放入仪器之内 开始做药物检测 检测仪启动后 开始扫描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众人的目光 齐聚那台仪器 闭闭闭 突然 仪器发出刺耳的警告声 一串外语 从屏幕上显示出来 翻译过来的意思 就是说 未能识别的药物 请慎用 哈哈 赵夕瑶见状 更加胸有成竹 指着屏幕道 还用我给你翻译一下 是什么意思吗 但 叶峰的神色 是认不出来的 毕竟 这可是千年灵芝 事所罕见 那台仪器 就算是输入 全世界所有的药物 只要没有被输入 千年灵芝的成分 第一次辨识 自然无法识别 这就好比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螃蟹的人 第一次见到螃蟹的话 也不会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人 或许还能通过经验来推断 而机器没有生命和智慧 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少给你的假药贴金了 赵夕瑶认为 叶峰就是在狡辩 你拿来的那东西 在药库里根本就不存在 更别说救人了 彼得也对赵老爷子道 老先生 结果 你也已经看到了 既然仪器得出的结论是慎用 所以为了你的健康 还是不要冒险了吧 是啊 爸 赵天聪也道 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 万一你吃了那怪药 连最后二十天都活不到了呢 文言 就连赵老爷子 也有些迟疑起来 叶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婉婷也不知该相信 唐姐带来的仪器 还是该相信叶神医了 一时间 赵家大厅 疑云重生 一边 是有望拿下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的 最先进的医学仪器 而另一边 是号称能够 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 到底该相信哪一方呢 药卫已经送到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叶峰健壮 也不愿浪费口舌 反正 自己已经人至异尽 问心无愧 若是赵家怀疑自己 从此双方 也就恩怨两清 不必来往救世 你站住 赵夕瑶却不依不饶 你拿假药来糊弄我爷爷 骗到我赵家头上了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第116章 出人意料 叶峰忽然觉得 眼前这一幕 似乎有点似曾相识 昨晚在救苏珊的外婆时 他们一家 同样也不相信 有千年灵芝 只不过眼前的赵家 似乎更加霸道一些 不仅不幸 似乎还不准备放过自己 西遥 不得对夜神医无礼 赵老爷子见叶峰脸色微变 似有不悦 于是连忙起身 一边呵斥孙女的无礼言行 一边又对叶峰道歉道 我这孙女 刚刚从国外回来 还什么都不知道 顶撞了夜神医 还请见谅 说着 赵老爷子 竟对叶峰 身识一礼 态度恭敬 见状 赵夕瑶十分惊讶 甚至有些难以接受 毕竟 爷爷在他的心目中 那可是高高在上的一家之主 曾经年轻时 未及人臣 官居一品 如今隐退下来 还能创建偌大的家业 这样一位跺一跺脚 都能让燕京阵三阵的大佬 竟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小辈 如此客气 还替自己赔礼道歉 赵夕瑶无法理解 爷爷 你跟他道什么歉啊 赵夕瑶真不明白 这小子 到底给爷爷灌了什么迷魂药 你给我闭嘴 赵老爷子又呵斥一声 别人或许不知 认为叶峰只是医术厉害 但赵老爷子 却从王教头口中得知 叶峰的舞蹈 同样出类拔萃 拥有媲美战神的实力 只不过碍于王教头的面子 他落败在叶峰手上一事 赵老爷子并没有声张 但赵老爷子不说 却心如明镜 在他看来 像叶峰这种人 即便是没有机会交吼 也万万不能得罪的 更何况 叶峰还救过自己的命呢 更要平背论交 不为自己 也为了家族的未来 叶神医 多谢你的神药 说着 赵老爷子也不再犹豫 竟直接拿起那块千年灵芝 一口吞了下去 现状 赵家众人皆惊 没想到 老爷子吃得如此干脆利落 都来不及阻止 爷爷 赵熙尧惊呼 老爷子 快吐掉 彼得也忙劝道 爸 你感觉如何 赵天聪和赵天明兄弟二人 也连忙上前搀扶 关切父亲的一举一动 赵老爷子定了定神 凯然一笑 道 没事 感觉好多了 但 赵熙尧还是忧心忡忡地道 要不去医院 做个检查吧 不用这么麻烦 这时 彼得傲慢地说道 你们大厦的医疗设备 远远落后我们西方 恐怕还不如我这台生命检测仪的效果 对啊 赵熙尧一拍脑门 自己关心则乱 忘了 还有这台仪器 爷爷 我们就给你再测试一遍吧 刚才 已经测过一次 老爷子的生命 只剩下最后27天了 如果再测一遍 生命日期减少的话 那就正好说明 刚才吃的那有问题 这个就不必了吧 赵老爷子一口拒绝 同时看向叶峰 毕竟 刚服用了叶峰的神药 接着就去做检查 这对任何医生来说 未免都有些不太尊重 那就测一下吧 不料 叶峰却主动要求 正好 我也想要看一看 这一器是否真的管用 毕竟 叶峰可以肯定 赵老爷子服用下千年灵之后 可延寿十年 而如果那台仪器 检测不出这些的话 那么就说明 是一台故弄玄虚的造假仪器 哼 竟敢怀疑我的一切 李德威威有些动怒 一个东方的江湖骗子 有什么资格怀疑自己 如果我爷爷的寿命 少于二十七天的话 再找你算账 赵夕瑶也气鼓鼓地道 就这样 在叶峰的点头同意后 赵老爷子也欣然接受 他也想要看一看 是否真的有奇迹发生 仪器连接上赵老爷子的手脚 以及大脑后 开始正常运转起来 很快 屏幕上显示出了生命日期 因为老爷子的阳寿 只剩下三十天不到 李德解释 所以 我调整好了显示的时间 以天来计数 仪器可以随意以年 月 日计数 精确到每一天 而正常测试都是以年来计数的 一天 两天 三天 屏幕不停地刷新着 当时间来到二十七天时 赵家众人悬着的心 终于可以放了下来 和刚才一样 看来老爷子服用了那药 并没有受到影响 咦 怎么回事 你们快看 仪器上的数字 还在跳动 二十八天 当时间刷新到了二十八天时 现场顿时一静 紧接着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台仪器 并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继续向后 飞速刷新 二十九天 三十天 三十一天 哦 上帝啊 彼得本来都要准备结束测试 结果却见到 这令他震惊的一幕 一百天 一百零一天 一百零二天 当屏幕上的数字 来到三位数的时候 现场顿时哗然一片 所有人都从惊恶中 回过神来 继而又是震惊 再到狂喜 难道夜神医的神药 真的起作用吗 刚才测试是二十七天 现在竟然已经来到一百多天了 这如果是真的 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世上竟然真的有 颜念一寿的神药 此时 赵希瑶的脸色 也是一片愕然 原本 他还想等着 如果爷爷寿命因此而缩短 再找叶峰 这个骗子算账 结果万万没想到 爷爷的寿命 不仅没有减守 反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飞速增加 屏幕上跳动的那一串数字 就好似疯狂抽打着赵希瑶的脸 将他方才的所有质疑 撵得粉碎 不 不可能 赵希瑶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老师 仪器是不是坏了 坏 彼得木讷的摇头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屏幕 难难道 来时 我还专门带了一台新的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坏掉 不过 待会儿我会检查一下的 说话间 上面的数字 已经飞速刷新到了365天 华 赵家众人 又是一片惊呼 一年 整整一年啊 老爷子一下 多了一年多的阳寿 赵婉婷也忍不住喜极而泣 替爷爷感到高兴 而赵老爷子躺在沙发上 虽然看不见屏幕 和一生生的数数 也忍不住浑身激动之发抖 那是一种如获新生之感 第117章 十年奇迹 1091天 1092天 1093天 当屏幕上的数字 来到四位数以后 现场众人的情绪 逐渐从先前的狂热 转而平淡 再到兴趣缺缺 甚至内心深处 有点想要早点结束 但是看样子 老爷子的命运得很 数字还在继续跳动 老师 这时 赵夕遥忍不住提醒到 可以把技术单位 换成年了 毕竟 现在的情况 继续按天来算 实在是太慢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个头 哦 对啊 彼得也猛然从震惊中 回过神来 忙开始调整仪器 当技术单位 从天变成年以后 屏幕一黑 紧接着继续刷新 三年 四年 五年 顿时 现场的平静 再一次被打破 众人的心 一下子又高悬起来 毕竟 天数看起来遥遥无期 但一旦转换成年 恐怕很快就要见底了 数字每跳动一次 赵家众人的心 也跟着扑通一下 八年 九年 十年 最终 屏幕上的数字 停止在了十年 避避 仪器发出提醒 显示检测结束 十年 天哪 老爷子的生命 竟然还有十年 这不是在做梦吧 赵家众人 既惊又喜 嗯 叶峰暗暗点头 心想这台生命检测仪 还真是不赖 结果是分毫不差 先前叶峰救了赵老一命 但仅能再活一月 遗器准确地检测出了 现在 服用了千年灵芝 严寿十年 遗器又精准地检测出来了 爷爷 太好了 赵婉婷忍不住 扑到了爷爷的怀中 喜极而泣 你还有十年阳寿 真是太好了 哈哈 赵老爷子也是心情大好 笑着抚摸孙女的秀法 我还没看到你家人 怎么舍得这么快离开呢 而此时 赵细瑶的心情 就有些复杂了 虽然他也高兴 爷爷一下子又多了十年的阳寿 但同时他又担心 会不会是遗器出错了 西瑶 彼得道 你再来试一次 看遗器是否有误 彼得同样也有些生疑 决定让学生再来试用一次 看遗器是否正常 好 赵细瑶连接上遗器 平静地躺了下来 又过了一分多钟 78年 79年 80年 和上一次的结果一样 赵细瑶起身看了一眼遗器 眼中写满了不可思议 按照遗器检测 自己可以活到80岁 先后两次检测 都分毫不差 这也就意味着 遗器并没有坏 爷爷的十年增寿 没有任何问题 遗器没有问题 彼得坦言道 恭喜你 老爷子 你还有十年的阳寿 随着彼得 一锤定音 众人悬着的心 终于彻底落下 生怕遗器出错 空欢喜一场 这下 有人欢喜 有人愁 赵细瑶就彻底尴尬了 回想起刚才 自己频频质疑 结果没想到 爷爷服用了神药 还真的延寿了十年 而且还是用了 他们带来的 最先进的生命检测仪 检测出来的结果 赵细瑶在看向叶峰 感觉无地自容 上帝啊 这简直是个奇迹啊 彼得也不由得惊叹连连 而后又向叶峰道歉 这位先生 我为刚才的失礼 向你郑重地道歉 顺便问一句 你的那份神药 还有没有 能让我再好好看一下吗 刚才亲自接手千年灵芝时 彼得根本没当一回事 现在回想起来 后悔不及 没了 叶峰虽然还有一大块的灵芝 但才不露白 当然不可能随便拿出来展示 唉 真是可惜 彼得摇头道 我本来 还想将那神药的成分 也输入到这台仪器中 免得下次再闹乌龙 这时 赵老爷子再次来到叶峰的面前 身居一躬 表示感谢 叶神医 你又救了我一次 而且给予了我十年的阳寿 救命大恩 无以为报 今后叶神医有什么要求 尽管吩咐 我们赵家 定会鼎力相助 赵天明和赵婉婷父女二人 同样也对叶峰 做出郑重的承诺 今后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我们赵家的一切资源 也都随叶神医你取用 叶峰淡淡一笑 道 举手之劳而已 而且 之前我要求的那件事 你们完成得很好 希望今后 我们也能合作愉快 赵老爷子点了点头 瞄懂叶峰的意思 指的是动用户部的关系 对叶家的税务调查 进而导致了今天 叶家的股票崩盘 接着 赵老爷子又对赵熙瑶道 熙瑶 你过来 还不快向叶神医道歉 刚才你一再质疑叶神医 现在还有何话说 闻言 赵熙瑶脸色尴尬又羞愧 低着头来到叶峰面前 仿佛是一只斗败的攻击 先前的傲气 彻底消散 对不起 叶神医 是我有眼无珠 冒犯了你 赵熙瑶喃喃低声道歉 细弱闻声 算了 叶峰也懒得跟他们计较这点小事 不知者不怪 叶神医 这时 彼得再次上前 笑道 相比于我的这台仪器 你能够让一位将死之人 增售十年 才更有资格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我会向诺奖的组委会 推荐你的 叶峰对诺奖兴趣缺缺 他好不容易弄来的这些天才地宝 还是要以自身的修炼为主 就算是获得一百个诺奖 又怎能彼得了自身变强 随即 赵家众人都聚拢在叶峰身旁 仿佛众心捧月 反而显得 彼得和赵希瑶这两个人 有些多余了 看出赵希瑶的尴尬 赵婉婷忙上前笑着打圆场 插开话题 哇 希瑶姐 原来你能活到八十岁眼 赵婉婷有些羡慕地道 你要是想知道 自己还有多少寿命 也可以试一下 赵希瑶道 这个就算了 赵婉婷摆了摆手 知道这些 人生岂不是会变得很无趣 随后 赵家又设宴 隆重款待了叶峰 酒足饭饱以后 赵老爷子又让赵婉婷 送叶峰离开 看着小孙女和叶峰走得很近 赵老爷子也大为宽慰 天明 赵老爷子又低声对小儿子道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打算将婉婷 许配给叶神医 你意下如何 第118章 不会独行 按照叶峰的要求 赵婉婷直接开车 将叶峰送回了家 叶峰打算 继续炼制一些丹药 以备不时之需 与此同时 幽州 中军大仗 亦复 金吕一的到来 而当听闻一女 讲述自己离开燕京后 才发生的事情 更加令李玉白震惊 你说 你带队把鸢给端了 李玉白脸色微变 是 接着 金吕一拿出了一份名单 呈现给了义父 而且还得到了这个 李玉白接过名单 扫了一眼 脸色更是大变 他自然明白 这份名单意味着什么 这份名单 你递交上去了吗 还有何人看过 李玉白盲问 这是我私自留下 没有上交 也没有任何人看过 金吕一也不是傻子 当然明白这份名单 不能轻易示人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一旦自己递交上去 不仅会引起轩然大波 而且还会连累相关人员 嗯 你做得很好 对于这种违规之事 李玉白反而称赞了一句 紧接着 李玉白也没多想 竟直接将那份名单 放在了火烛之上 烧了起来 义父 金吕一见状 连忙上前 夺了下来 但饶是如此 仍有三分之一的名字被烧掉了 怎么 李玉白问 你还想要继续查下去吗 你应该明白 这上面有些名字 即便是我 也得退让三分 我不知道 金吕一年轻时前 第一次遇到这种牵扯之广的大案 所以我想来请教一下 义父的意见 我的意见 李玉白笑了笑 道 那你就留在我这军营中吧 虽然你这次 捅了个大篓子 但是在我这里 他们谁也动不了你 在李玉白看来 既然名单没有外转 那么金吕一留在这里 是最安全的 先在我这里 避一避风头吧 文言 金吕一沉默不语 他不想逃避 我不可能在这里躲一辈子 金吕一倔强的道 义父 你也不可能保护我一辈子吧 看着义女脸上的一抹决然 李玉白反而开怀大笑 你我虽然没有血缘 但你 却有我年轻时的 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 反倒是我 老了 遇到这件事 第一念头 竟然是逃避 唉 真是英雄极端啊 李玉白溃然长叹 没想到自己一代战神 竟然也有害怕的时候 要是放在十年前 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也得顺便捅个大窟窿 说到这里 李玉白拍了拍义女的肩膀 古惊道 回去吧 既然你心中 已有了答案 又何须再来问我 你就放手去做吧 义父永远支持你 再得到了义父的支持 金吕一最后的一道心理负担 也彻底放下 之所以前来 金吕一并非怕事 而是担心连累影响义父 但现在 既然义父也已表态 金吕一终于可以回去 直面一切风暴 义父 保重 说着 金吕一头也不回地 走出了大仗 记住 这时 李玉白的声音 又从账内传来 在面对强大的敌人 不光要用蛮力 还要动脑子 虽然这次你面对的敌人有点多 但你身边的朋友 同样也不少 你永远不会独行的 金吕一离开军营后 乘坐直升机 立即往燕京赶去 刚飞回到燕郊 飞机刚已落地 金吕一就接到了 副手英红装的电话 大人 不好了 就在刚才 被关押的李玥远主孟周璇 被人给暗杀了 第119章 天罚来袭 别墅内 突然闯入的一众刺客 虽然触发了警报系统 但他们仍肆无忌惮 像是回到自己家似的 堂而皇之地入内 并粗暴地翻找一番 既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也没见到一个人 没人 到处都搜过了 数名黑衣人 像站在大厅内的 一位黑袍老者汇报 老人在大厅内 夺步一周 最后看向窗外 眼睛微眯 这里 还残留人体的清香 有人刚从这里离开不久 是后山 追 老人隐约间 已经看到了 后山有一个人影 亮亮呛呛往山上跑去 一声令下 周围一众黑衣刺客 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在下一秒 已经出现在了后院 直奔山上 旋即 老人的身影 也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大厅 这群人 就是来自于东海的天罚刺客组织 是黑市专门豢养的顶尖杀手 黑市 之所以能够立足两金一石三地 黑白两地通吃 没人敢找他们的麻烦 除了拥有强大的背景和关系往外 还有他们自身拥有的庞大势力 而天罚 就是黑市的一张王牌 专门用来对付 敢与黑市为敌之人 凡是被天罚盯上的目标 不死不休 跑 跑 跑 陈诗雅竭尽全力 脑海中就只有一个字 跑 只要跑到半山腰别墅 自己就安全了 不过 陈诗雅的腿还未完全康复 所以跑起路来 也就比走着快那么一点点 但 陈诗雅突然放缓了脚步 心道 我逃到叶昆仑神医那边 万一叶神医不是那些人的对手 怎么办 那我岂不是连累了叶神医 对此 陈诗雅隐隐有些担忧 就在这分神的功夫 陈诗雅突然脚下一个亮枪 被一块石头绊倒 好痛 陈诗雅想要起身 发现膝盖已经磕破 流出血来 但下一秒 眼前翘无声息的 出现了树道黑影 如同鬼魅一般 翘无声息 令人惊计 陈诗雅惊讶地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那群人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陈诗雅可以肯定 他们就是刚才闯入别墅的人 果不其然 只听其中一人 冷声问道 你是金吕一什么人 金吕一逃到哪里去了 说 男人的声音 凶残且霸道 不容置疑 陈诗雅吓得步步后退 反身想要往回跑 结果刚一起来 没逃出两步 迎面竟被一个老人 像是提小鸡仔一般 给抓住了后衣领 陈诗雅被惊吓了一跳 从没有想过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竟有如此大的力气 小姑娘 别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我们是来找金吕一 拿回一样东西 告诉我们 她在哪 陈诗雅吓得大气不敢出 她想要矢口否认 自己不认识金吕一 可并不擅长撒谎的她 表情一下子也出卖了自己 我 我不知道 陈诗雅只能摇头 坚持不说 这样就不乖了 老人粗糙的手掌 缓缓划过女孩的脸颊 如同刀割一般 瞬间竟划出了血来 我 我真不知道 巨大的恐惧 以及脸上的刺痛 令陈诗雅泪眼婆娑 真是遗憾 我们本不想牵连无辜 既然你知道一些事情 又不肯说 那么我们也只好 说着 老人轻轻一推 陈诗雅顿时向后跌倒 摔在了那群黑衣人的脚边 灭口吧 老人背过身权 仿佛这一切 都与她无关似的 黑衣众人 如同行刑的死神一般 俯视着脚边的陈诗雅 眼神冰冷 杀意弥漫全场 不 不要 陈诗雅惊恐交加 没想到 事情竟如此严重 昨天还以为 金履一在开玩笑 而今日 自己竟兵临死亡 蔡老给了你活命的机会 可惜你不珍惜啊 其中一名黑衣人 缓缓抬起手 掌中亮出一把 明晃晃的匕首 陈诗雅面色惨白 心也在这一刻 沉入了谷底 难道我 真的要死了吗 我还不想死 谁能来救救我 就在匕首 即将要刺下的危机时刻 突然间 一道破空长鸣之声 仿佛是无声无息的子弹 瞬间穿透了 那名黑衣男子的手腕 啊 男子惨叫一声 手中的匕首 也滑落到了地上 嗯 什么人 老人猛然间转过身来 感受到了一股 无与伦比的威压 从山上飞驰而下 仿佛天神下凡一般 给在场众人 带来了沉重的压迫感 第120章 剑血封喉 叶峰本在别墅顶楼 炼丹制药 收获泼风 但突然间 感受到了好几股强大的气息 自山脚下而来 嗯 叶峰微微一震 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 但刚跃上房顶 向山下一看 竟发现了陈诗雅 亮亮呛呛的身影 咦 叶峰又是轻易一声 感到奇怪 陈诗雅只是个普通人 怎么会被那么多的高手追杀 这又是什么情况 不过很快 叶峰想到 这八成应该是金履一惹来的麻烦 只是这附近 并没有金履一的气息 看来她这朋友 就快要遭殃了 叶峰注视着山下的一切 陈诗雅 虽然也是当年那场车祸的受害者之一 但叶峰也治好了她的双腿 双方也算是恩怨两清了 因此 叶峰并不想要插手这件事 但刚一转身 隐约间又听到了陈诗雅的尖叫声 又有些于心不忍 哎 打扰我恋丹 叶峰被山下的那些人 吵得有些分神 于是一个闪身 转瞬间来到了山脚下 随脚踢起了一颗小石子 顿时贯穿了那名刺客的手腕 及时就下了陈诗雅 什么人 老人转过身来又惊又惧 没想到这山上 竟还居住着如此高手 叶峰缓步走了过去 并顺手一抹自己的脸颊 及时地将容貌 变换成先前 第一次见陈诗雅时的样子 以叶昆仑之名 再一次现身 叶昆仑神医 陈诗雅再次见到 那张熟悉的面孔 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 仿佛每一次 在自己最无助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总是能够及时出现 拯救自己于水火 叶昆仑 老者喃喃重复了一遍 这个陌生的名字 而后又恍然一惊 原来你就是叶昆仑 正巧 叶峰在梨园 也是用了叶昆仑这个名字 哦 你知道我的名字 叶峰是一郑 自己这个名字 知道的人并不多 这一瞬间 叶峰隐约也猜出了对方的来历 阁下参加梨园的拍卖 一分钱没交 反拿走了不少的宝物 这件事 你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老人冷冷一笑 没想到此行竟这妖巧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竟见到了神秘的叶昆仑 原来 天法此行的目标 不光有金履一 同样也有叶昆仑 只不过 关于叶昆仑的信息 几乎没有 毕竟那是化名 所以 天法一行人来到燕京 一边对身在名处的金履一动手 一边调查暗处的叶昆仑 原来他就是叶昆仑 真是让我们好爪 竟躲在这里 看来咱们此行 还有意外收获啊 黑衣刺客们 一下子变得斗志昂扬 准备在这里 速战速决 解决这个目标 你们是黑市的人 叶昆恍然 不错 老人冷声道 离元一世 阁下若是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就别怪我们 对你不客气了 不错 东西是我拿的 那又怎样 叶昆也不狡辩 坦然承认 再说了 你们黑市的东西 本就是脏物 拿了也不犯法吧 老人一听 脸色顿时一变 没想到 竟然有人胆敢 觊觎他们黑市的宝物 而且还如此理智气壮 简直是不知死活 拿了黑市的东西 确实不犯法 但是却要命 而我们天罚的职责 就是处决你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 说着 老人一声令下 动手 话音未落 那群黑衣人 虎屈一身 立即围了上来 都想要先拿下叶峰的向上人头 获得头彩中奖 叶大哥 小心啊 陈诗雅见对方七八个人 一瞬间就将叶峰 团团围住 不禁替他担忧起来 毕竟对方人多势众 而叶峰孤身一人 连陈诗雅都看得出来 这些人可比上一次 欺负自己的那群小混混们 厉害太多了 但下一秒 那群人刚举起手中的匕首 还未来即落下 就见他们一个个 捂着自己的咽喉 接连倒地 而在叶峰手中 不知何时 竟也出现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在间歇以后 更加地耀眼夺目 好厉害 此刻 老人也被叶峰 那干脆利落的身手给惊呆了 如此悄无声息 刚才那一刻 仿佛是死神瞬间降临一般 令人防不胜防 你 你也是一名杀手 老人看着叶峰手中的匕首 以及那件写封猴的招式 显然是顶尖的杀手 才能拥有的 差不多吧 毕竟 叶峰的九师傅 乃是世界最顶尖的杀手 自己在他那里 学到了各种暗杀之术 要不是 为了帮九师傅 喂养他的这把匕首 叶峰甚至都不需要现身 就能秒杀全场 看来 今天是遇到同行了 老人不怒返校 竟也来了精神和斗志 并缓缓吞去了身上的长袍 就让我来领教一下 你的暗杀招数 第121章 谁说 我伤不了你 这名老者 在世界杀手榜中 排名前100 自从加入黑市天罚 率领一支小队 执行各种任务 从未失手过 而像今天这般 几乎是全军覆没 就剩下他一个光感司令 还是从未有过的 原本 老者以为 只有在对付金履一的时候 或许会麻烦一些 毕竟对方乃是燕精卫指挥使 又有着军中女武神的称号 实力超群 不容小觑 但老子自以为 能凭借着自己的丰富经验 找准时机 将对方斩杀 只是没想到 半路上遇到了叶昆仑 也十分棘手 已经很少有人 能让我动用这把匕首了 老者也缓缓亮出了自己的匕首 一尺三寸 犹如冰锥 老人轻拂笋刃 仿佛对待自己的爱人一般 显得小心翼翼 因为对杀手来说 匕首就是他们的信仰 这一招 我原本是为金履一准备的 就拿你先练练手吧 为了对付金履一 老者甚至还模拟出了一套暗杀的手法 确保万无一失 因为对于金履一这种强者来说 如果一击未能得手 那么接下来就将要面临 他那珊瑚海啸一般的恐怖攻势 就算是最顶尖的杀手 恐怕也会吃不消的 话音未落 老人就已赫然出手 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老人的身形 竟已来到了叶峰的身后 与此同时 叶峰也动了 既然对方要以暗杀秘书 与自己过招 那么叶峰也没在犹豫 同样动用手中的匕首迎击 煞时间 两人仿佛交叉换位一般 彼此身形一晃 都来到了对方的位置上 只是无人能看到 方才两人 错身的一瞬间 已动了十余招 招招毕命 叶峰的匕首 切中了对方的咽喉 小腹和心脏 而老人的匕首 同样也命中了叶峰的心脏 及两位 好快 错身落地后的一瞬间 就连老者也忍不住惊叹 此子的速度 竟不在自己之下 甚至招招先于自己 老人身上的衣服 尤其是小腹和心脏部分 全部被划破 若是正常的切磋 老人现在已经败了 但 你的暗杀能力 已经是世界级的了 但可惜啊 你今天遇到了我 老人缓缓转过身来 身上的衣服 虽然被匕首撕扯开来 但露出的皮肤 竟没有一丝一毫的伤痕 老者咧嘴一笑 露出了戏血的表情 因为我 还是一位横练宗师 老者一身横练功夫 已入了化境 刀枪不入 寻常的兵刃 根本就伤不了他分毫 这 才是老人 最大的底牌 哪怕暗杀失败 也能够全身而退 呵呵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老者端向着叶峰 以为他现在已经是命悬一线了 毕竟 心脏和两肋 中了三招 足以毙命 叶大哥 陈诗雅见到老人 完好无损的样子 心一下子又沉入谷底 心想 糟了 难道叶大哥败了吗 当下 陈诗雅心中打定了主意 若是叶坤伦为救自己而亡 那么自己也绝不不活 但下一秒 叶峰同样也缓缓 转过身来 不要说受伤 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 竟都完好无损 嗯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老人如同见鬼一般 瞪视着叶峰 又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匕首 自己刚才 明明击中了对方 怎么对方竟也毫发无损 甚至连衣服都没能划破 老人又用力揉了揉眼睛 满脸的惊骇神色 原来是横练宗师 叶峰本也以为 刚才一招 足以让对方毙命 没想到 对方一身横练 已经是刀枪不入 哪怕是九师傅的这把匕首 都没能伤到对方 看来此人 藏得很深啊 难道 你也是横练宗师 老人惊呼出声 没想到竟如此倒霉 不仅遇到了同行 甚至连底牌都一样 这样一来 岂不是谁都不能奈何谁了 横练 呵呵 叶峰掌控仪器化金光 周身固若金汤 无懈可击 不要说区区一把破匕首 即便是面对术法神通 也能全身而退 岂让我们谁都伤不了对方 这时 老者竟主动抱拳道 我们不如把手言和吧 反正 你我都是一身横练 再高明地暗杀秘书 也失去了作用 一边说着 老者竟悄然后退 准备先离开这里 因为他觉得 眼前这个年轻人 也太邪门了 说不定对方的底牌 不只是横练功夫这么简单 谁说我伤不了你 叶峰收回了匕首 眼角的余光 落在了手腕上的那串定海珠链上 这件法器 能够轻易地击破法身 即便是横练宗师 也能轻而易举地击毙 叶峰打算 动用这件法器 试一试效果 不好 老人似乎预感到了不妙 以及危机的来临 前所有为的恐惧感 充斥全身 仿佛死亡降临的前兆 告辞 老人话音未落 身体竟已经飘然 退出了百米开外 除了拥有一身横练的功夫 老人脚底下的轻功步伐 同样了得 呵呵 想跑 叶峰屈指一弹 射出了手腕上的一颗珠子 煞时间 珠子破空而去 如同一颗犀利的子弹一般 竟直接击中了老人的后背 紧接着 砰的一声巨响 老人发生一声惨叫 以及惊呼 这怎么可能 我的身体 严尘散去 再看那名逃跑的老者 半截身子 竟然已经被炸没了 绕视他一身横练 刀枪不入 又能如何 面对一剑顶尖的法器 还是轻而易举的 将他那引以为傲的防御 撕得粉碎 哦 打偏了 由于第一次使用 而且距离过远 再加上对方有意为之的蛇形步伐 因此 叶峰这一击竟偏了一寸 只是击溃了他半边身子 放过我 老者倒在地上 苦苦哀求 求求你放我一马 求饶的话 还没有说完 这时地面竟又传来轰隆隆的声响 有一种山崩地裂之感 老人又是悚然易惊 怎么回事 难道地震了 再下一秒 好 一声怒吓 只见一条巨蟒 在老人倒地的方位 拔地而起 将老人先飞出去 硕大的身躯 再向半空一窜 竟直接将老人吞入口中 第122章 善意地提醒 叶峰一击 未能击杀掉对方 本想再捕一颗珠子 彻底将其轰杀 结果没想到 巨蟒竟从地下钻出 一口将那老者给吞噬 叶峰见他现身 是帮自己忙 因此也没说什么 而后 那条巨蟒 又一头扎进地里 如同推土机一般 直接向着叶峰这边 飞速袭来 当他再次现身之时 又将刚才那群 被叶峰杀掉的 那群黑衣刺客的尸体 先飞到半空 如法炮制地 一跃而起 统统吞入腹中 陈诗雅如此近距离地 见到这头巨蟒 接连将人给吞掉 吓得目瞪口呆 刚才巨蟒出次现身之时 在百米开外 陈诗雅还以为是幻觉 但当巨蟒 电光石火的一瞬 竟从自己眼前 一米不到的地方 再次破地而出 如同瞬间喷发的火山一般 震慑周遭一切 在吞噬掉那些尸体后 巨蟒驻足一般 俯看左右 似乎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最终 巨蟒血红的双眸 与陈诗雅的眼睛对视上了 陈诗雅仰头 看着光浮出半截身子的巨蟒 就足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被对方看了一眼后 更是吓得心脏骤停 全身血液仿佛都在倒流 哪怕是刚才 在遇到那群刺客时 陈诗雅都没有如此紧张和害怕过 毕竟 刺客也只是人 也在认知范围内 而眼前的这头怪物 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认知 令人不敢想象 啊 在急剧的惊吓过后 陈诗雅尖叫一声 顿时被吓晕了过去 是自己人 不要动他 叶峰连忙制止巨蟒的进一步动作 巨蟒那硕大奸细的脑袋 轻轻在陈诗雅的身上 嗅了嗅 似乎想要记住他的气味似的 而后转身 正要顿地离去 但就在这时 远方传来了悠扬的笛声 大蛇寻声望去 仿佛化身 成为了望夫石一般 呆笔在当场 一动不动 嗯 叶峰也听到这诡异的笛声 十分的刺耳且尖锐 反倒是与晦涩的蛇鱼有相似之处 说为笛声 更像是在与大蛇交流 笛声由远而近 吹笛之人 很快也陷了身 叶峰放眼望去 见那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 一身朴素的衣衫 素面朝天 扎着马尾 与都市立人不同 反而有一种纯真与自然的美 仙儿 少女放下弟子 站在山脚下 冲着大蛇呼唤 巨蟒原地犹豫了一下 而后一个顿队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少女的面前 仙儿 你真的要离开我们柳家了吗 少女仰头望向大蛇 并用蛇语与之交涉 巨蟒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少女没有再多说什么 顿了顿 又问道 姥姥呢 难道你把姥姥也给吞了 巨蟒再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这次 少女的脸色 微微一惊 恐怕没想到 供奉的大蛇 竟有一天 会被反咬一口 我知道了 少女没有继续跟大蛇在争辩什么 毕竟蛇仙要做的事情 不是他们一家能够干涉或改变的 好 巨蟒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 再与少女做最后的道别 而后再次俯身 顿地而去 少女在原地 迟出了片刻 然后抬起头 看向了叶峰 你是柳家的人 叶峰好奇地问道 是 少女点了点头 然后反问道 你就是叶昆仑吧 不错 叶峰也点了点头 双方都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你是来找我报仇的 叶峰又问 毕竟 蛇婆婆也算是间接丧命在自己手上 既然少女是柳家人 那老太婆 八成是少女的外婆 不 不料 少女竟摇了摇头 坚定地道 你杀了张家那恶手 我还要感谢你呢 又怎么会找你报仇 再说了 你身边还有仙相助 我也打不过你 随后 少女做自我介绍 名叫柳如烟 被杀的蛇婆婆 的确是她的外婆 而她与张家的大少 自幼定有婚约 奉天张家 雨狐 黄 白 柳 挥舞大神秘家族 名为合作 实为主仆关系 为了加强对这五大家族的控制 张家的第123章 新的线索 不以为然 因为这段时间 自己得罪的 又何止是奉天这一家 他们要来送死 自己等着他们便是 好 我知道了 叶峰淡定地点了点头 完全没有将此事 放在心上 见叶峰如此镇定 柳如烟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你身边有仙相助 而且听说你的实力也很强 应该没问题的 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 奉天张家 一次就动用了四大家族的全部力量 要不是柳家务事 甚至会让胡 黄 白 柳 挥舞大家族其出 这种大阵仗 是柳如烟长这么大以来 从未见过的 可见对手实力之强 即便是奉天的张家 也是有所忌惮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柳如烟眨眨了眨好奇的大眼睛 问道 你是怎么降伏仙 留在你身边呢 这头数百年的大蛇 即便是柳家三代众人的努力 也无法完全将其降伏 供奉为先 不可谓不敬 但最终 大蛇还是势主 一走了之 不光是柳如烟 整个柳家上下 对此都十分费解 难道世间 还有什么人 能比他们柳家 还懂蛇的吗 我答应他 能够助他画龙 叶峰见柳如烟坦诚一代 所以也没必要瞒他 画龙 柳如烟听后 顿时大惊失色 这是他从未想到的一种理由 但对大蛇而言 又有着绝对的诱惑 甚至无法拒绝 不过 柳如烟随即面露忧色 淡淡地道 如果你欺骗的仙 后果恐怕无法想象 在柳如烟看来 所谓画龙 太过于虚幻 仿佛是一个噱头 又像是在跟仙儿画大饼 总有漏线的那一天 到了那时 又如何跟大蛇交代 哈哈 叶峰笑了笑 道 这就不必你多虑了 我既然说了 就一定能做到的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就请回了 多谢你来通风报信 叶峰也道了一声谢 转身抱起昏迷的陈诗雅 缓步离去 看着叶峰远去的背影 柳如烟的眼中 闪动着巨大的好奇 一定能做到吗 我也很期待 仙儿能画龙的那一天 将昏迷的陈诗雅 送回到山脚的那栋别墅中 安顿好她以后 叶峰再返回家中 继续专心炼制丹药 不久 金吕一姗姗来迟 是啊 金吕一进屋 见到好友躺在沙发上 顿时重重地松了口气 还好 自己来得及时 好友没有出事 但金吕一刚一进屋 敏锐的他就察觉到 这里有外人闯入的迹象 紧接着 金吕一调取了家中的监控 果然见到破门而入的黑衣刺客 金吕一见状大惊 是啊 你没事吧 金吕一一下子又变得紧张起来 担心躺在沙发上的好友 会不会已经遇害了 还好 只是昏过去了 金吕一急不来到沙发前 检查一番 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奇怪 那些刺客 竟然放过施雅了 金吕一再次检查监控 发现刺客闯入的时候 陈施雅已经提前逃跑了 而后 就是刺客们先后追出去的画面 线索就此中断 接下来 又发生了些什么 金吕一无从得知 但是看着昏迷的好友 显然是有人出手相助 逃过一劫 会是谁呢 金吕一看向窗外 第一个想到的 自然是山上的邻居 是叶昆仑吗 就在这时 陈施雅在昏迷中 尖叫一声 猛然惊醒 并大呼道 叶大哥 快跑 有大蛇 陈施雅竟坐起 心脏仍砰砰乱跳 未能从刚才那恐怖的一幕 缓过神来 施雅 不要害怕 没事了 我回来了 金吕一连忙握住好友的手 给予她安慰 蛇 蛇 陈施雅仍是魂不守舍 口中一直说着有蛇 显然是那巨猛 在她心中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 没有蛇 有我在 不要怕 金吕一急忙抱住了 害怕之发抖的陈施雅 轻抚她的后背 这是家里 没有蛇 渐渐的 陈施雅这才从惊恐中 缓过神来 见到金吕一回来了 又趴在好友的肩头 痛哭一阵 彻底发现了心中的恐惧 而后 等陈施雅彻底冷静下来 并讲述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你是说 山上有头巨猛 金吕一也猛然一惊 因为 她一下子也想起 前些天半夜听到的那声怪叫 以及那恐怖如山的身影 难道这风化山附近 真的有什么巨猛 那条大蛇 把那些人都给生吞了 回忆起这些 陈施雅仍止不住的发抖 一一 叶大哥 叶大哥会不会演 陈施雅担心 大蛇会不分青红皂白 将现场一切活物 全部吞掉 应该不会的 金吕一连忙安慰道 如果叶坤仑也被吞掉的话 为什么你没事 总不可能是那条大蛇 送你回的别墅吧 而且金吕一怀疑 那条巨猛 说不定跟那叶坤仑 也有些关系 金吕一再次心生狐疑 这个从未见面的神秘邻居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虽然金吕一分析的合情合理 但陈施雅还是放心不下 甚至执意要去山上别墅看看 但陈施雅刚一下沙发 就跌倒在地 原来他的双腿 因害怕而发软 最后还是金吕一向他保证 待会儿会提他去一趟山上的别墅 看叶坤仑是否安全 你再睡一觉吧 金吕一安顿好友上床 剩下的就交给我 从好友的房间出来 金吕一刚要去山上调查一番 看是否真有什么巨猛的出入迹象 这时 副官殷红庄的电话打来 什么事 金吕一接通电话 大人 黎原那边的线索虽然断了 但是另一桩案子又有了新的进展 殷红庄忙向金吕一汇报道 上次你让调查的那两颗粉钻 终于找到了买主源头 那粉钻的主人 曾经是叶家的媳妇许如云 也就是叶峰的继母 而且 经过调查 那七名死者的身份 也跟许如云关心密切 似乎是为他办事的打受 许如云 金吕一文言一惊 难道五年前的那桩车祸 跟他也有关系 第124章 叶家的抵御 就在金吕一又追查到了当年那起车祸 竟有了新的线索 此时 叶家的老爷子已经动身 前往了一处秘密据点 这里是位于燕京的权贵中心 也是整个城市的核心区域 能够居住在这里的人 皆为公亲贵胄 全是滔天 这里 也是一般人禁足的地方 哪怕是叶家 身为燕京十大豪族的行列 想要进入这里 也得提前通报 这里随便的一名侍卫 叶老爷子都要陪笑 有讨好之意 生怕被他们拒之门外 正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不外乎如是也 片刻在得道允许后 叶老爷子进入一栋别致的小院 我们家老爷 正在会客 你在这里等着吧 一名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 撂下这句话 就扬长而去 甚至连多余的一句解释都没有 是 多谢 叶老爷子反要起身道谢 不敢怠慢 而后 就再也没有人来搭理叶老爷子 甚至连一杯茶水 都没有准备 待客之傲慢 以及无事 可见一般 但 叶老爷子却没有半点怨言 而是耐心等待着 这一等 就是一整个下午 到了傍晚 来到了饭点 叶老爷子 开始有些坐立不安 不知该继续等下去 还是告辞 老爷让你进来用餐 这时 那名管家 再一次出现 冷漠地说了一句 叶老爷子一听 能与那位大人 一起用餐 顿时受宠若惊 连忙起身跟上 很快 二人穿过一条亭台楼阁 进入后堂 在一座奢华的餐厅内 居中摆放着一张四方小桌 一众庸人 分裂两旁伺候着 而桌前 并无其他客人 只有一名堂庄老者 缓缓喝着汤 神态安详 享受着美食 叶老爷子见状 连忙上前下拜 礼毕 堂庄老者 这才缓缓放下碗 点了点头道 吃了吗 一起来吃点吧 叶老爷子清楚 此人说一不二 无需客套 千让什么的 这位大佬 让你坐下吃饭 乖乖照做就是了 随即 叶老爷子道了一声 是 连忙上前落座 只是内心激动又紧张 同时 在大佬的面前 又极度谦卑 屁股也只敢坐在椅子的边缘 小心翼翼 叶家遇到的麻烦 我已知晓 堂庄老者 亲自给叶老爷子 加了一个菜 惊得叶老爷子 连忙起身道谢 连称不敢 堂庄老者点了点头 示意他先坐下 叶老爷子再次落座 连忙将那老者赏赐的一口饭 扒拉进嘴里 根本来不及品 什么味道 只是感觉满身的荣幸 白家当年被打压下去 如今竟又要东山再起 此事也却有蹊跷 我会派人去调查一下的 说着 堂庄老者又喝了一口汤 喃喃道 你放心 有我在 白家吃不下叶家 有了大佬的这句话 叶老爷子的心 终于可以彻底放下 他今日来此 就是等着这句话 堂庄老者又继续道 白家刚起步 哪来的这么多钱 大肆收购你们叶家的股票 明日我就让保监会和银监局 去调查他们的资金来源 不管他们的资金是否合法 我都会让他们 乖乖把你们的股票给吐出来了 老人的话 说得轻描淡写 但叶老爷子深知 能够做到这些的 整个大厦 屈之可数 叶老爷子又连忙起身道谢 就差跪下磕头了 但找准时机 叶老爷子又小心翼翼地开口提醒 还有赵家 一直在查我们家公司的税务问题 唉 我也不知 什么时候得罪的赵老 提到赵家的赵老 唐庄老者波澜不惊的脸上 终于闪过了一丝利色 赵财什么 哼 他都已经退下去了 手还赶伸得这么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户部仍是他说了算 说着 唐庄老者猛然起身 傲然道 我会让他们赵家知道 现在的户部到底是谁说了算 老人的脸上写满了不可一世 藐视苍生 那是一人之下 慰及人臣的霸气 不容置疑 经得一旁的叶老爷子 连忙起身附和 当离开小院的时候 叶老爷子发现 自己的后背早已经被冷汗尽透 单单陪着那位大佬 吃了这一顿晚饭 对叶老爷子而言 是既荣幸又煎熬的过程 如同上了刑场一般 终于活着下来了 不过 有了那位大佬的许诺 叶老爷子回家的步伐 都变得轻快了不少 我不管是谁 在暗中对付我们叶家 管你是赵家还是白家 这次我会让你们知道 我叶家的底蕴和能耐 不容动摇 第125章 胡黄白辉 当晚 胡黄白辉四大神秘家族 已经奉命来到了燕京 在一处无人的旷野 四大家族的族长 率先碰了个头 从没有见张爷 发这么大的火 一下子把我们四个家族的人 都派了出来 还真是兴师动众啊 一个身形瘦削的老人 一身华服 下额留着一小撮山羊狐 眼睛微眯轻笑 此人乃是胡家的族长 人称胡大仙 胡家供奉的 乃是狐狸 嘿嘿 你要是死了儿子 恐怕比他还疯狂 一旁 另一位脸色蜡黄的老者 出生冷笑 此人乃是黄家的族长 人称黄三爷 黄家供奉的 乃是黄鼠狼 又称黄皮子 没那个机会了 胡大仙摇头苦笑 我的两个儿子 早就被我克死了 下一步 准备再克死个孙子 再多活几年 可惜 张绍被柳家养的 那条大青芒给吞了 尸骨无存 不然 即便是重伤被带回来 说不定我还能救活他 另一边 一身白衣 一头银发的老玉 遗憾地摇头 此人乃是白家的家主 人称白奶奶 擅长乌衣之术 白家供奉的 乃是刺猬 那头大青芒 好像被那小子给降服了 可笑柳家 连自家养的畜生都管不好 可真是够废物的 也难怪张爷 这次把他们柳家给撇了出去 免得他们来了 爱手爱脚的 阴暗中 一个武短身材 一身灰袍 尖嘴猴塞的小老头 阴侧侧地笑道 此人乃是灰家的族长 人称灰老 灰耗子 灰家供奉的 乃是老鼠 再加上没来的柳家 供奉的乃是蛇 奉天五大神秘家族 胡黄白柳灰 又分别代表了 胡 幼 喂 蛇 鼠 每一大神秘家族 都擅长一项秘术 譬如柳家 擅长训养 有灵性有道横的蛇 而黄家 能够请得到的 黄大仙上身 借用其力量 那人降服了柳家的蛇仙 若是反用来对付我们 也是挺棘手的 白奶奶有些担忧地道 以防万一 该让柳家人一起来的 那我们就合力 将那头畜生 宰了炖汤盒 灰老露出垂涎之色 好久没有品尝过蛇羹了 而且还是一头上百年的巨蟒 黄三爷也开始流口水了 吃了肯定大补的吧 五家商议片刻 决定休息一晚 明天再动手不迟 而后各自散去 但 灰老走出没多远 见其他三人 都已不见了踪影 于是吹了一声口哨 煞世间 周围嘻嘻嘻嘻 人影重重 只见十几个身披灰袍的男女老少 迅速聚拢在了灰老的身边 他们都是灰家此行 带来的族内高手 这次张家派 我们四大家 来对付信业的那小子 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事成以后 张家肯定不会亏待我们的 所以我决定 今晚我们家族 提前行动 独占这份大功 族人们一听 顿时大惊 族长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是啊 柳家都在那小子手上了 还是和其他三家 一起行动 免得再生意外 灰老一听 露出不屑的表情 肖骂道 我们灰家虽然兴奉老鼠 可没让你们一个个都胆小如鼠啊 这有什么好怕的 柳家栽了 是因为柳家只来了一个人 而我们这次来了这么多人 难道还斗不过那小子一人吗 再说了 这一次是我们在暗处 那小子在明处 今晚我们就来个突然袭击 在睡梦中就解决掉那小子 族人们听后 还是有些犹豫 似不愿冒险 富贵 险中求 灰老又继续补动到 功劳被我们独占 可只拿四分之一 差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而且 明天一旦一起动手 说不定我们都差不上手 但 如果我们这次立下独工 很有可能就此取代失宠的柳家 成为五大家的杭四 再也不用垫底了 难道 你们想要一辈子 都被其他四家 骑在头上吗 这番话 一下子激起了族人们的血性 因为这五大家族 论资排辈 每一次灰家都是垫底 被其他四大族嘲弄 就连张家也不待见他们 明里暗里都称他们为鼠辈 如果能借此机会 立下大功 往上爬一步 确实可以冒险一事 就算是老鼠 也要争一口气 我们都听族长你的 见众人答应 灰老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好 这一次 就展露一下 咱们灰家真正的实力吧 都跟我来 说着 灰老身形一晃 四肢着地 迅速融入进了黑暗 其他族人们 也随着灰老 前行在黑暗中 直奔风华山庄而去 此时 凤华山下 金吕一正在现场 实地勘察 应该就是这里 金吕一拿出行针的手法 仔细勘察现场 发现了这里的确有人 打斗过的痕迹 甚至还有残留的血子 只不过 金吕一并没有找到 有什么大型怪物存在的迹象 因为如果按照陈诗雅所言 巨蟒生吞了所有刺客 可是那么大一头畜生 怎么可能一点痕迹 都没留下 至少附近的草坪 以及山林间 得留下巨蟒碾压过的痕迹才对 况且 听陈诗雅亲口所言 那巨蟒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但那么大一条蛇 钻出地面 至少也得留下一个深坑才对 金吕一寻山一周 一无所获 什么都没有发现 仿佛那头怪物 是凭空出现 并未着地时的 就在金吕一准备放弃 打算上山 去找叶坤伦问个清楚时 嘻嘻缩缩 周围风声鹤唳 黑暗中 有道道残影掠过 金吕一剑状 立即屏息名神 行道 难道那头巨蟒 又要出没了吗 想到这里 金吕一也不敢怠慢 缓缓将背上的一把弓 给摘了下来 为了应对那头巨蟒 金吕一此行 还专门把军中所用的虎奔弓 一并带了出来 张弓被剑 嫌疑拉满 此弓能开出数百多斤的狐力 威力十足 金吕一将弓箭 瞄准了黑暗深处 什么人 装神弄鬼 给我滚出来 金吕一声呵斥 并向黑暗中射去一箭 第126章 风景扯呼 Soul 一只穿云箭 瞬间射入黑暗之中 数百米外 旋即传回来 一道惨叫之声 啊 他骂的 谁在偷放猛箭 老六 你怎么样 那群鬼祟的身影 在一人中箭后 终于停下了脚步 滚出来 金吕一的箭矢 这一次瞄准了 为首的一人头颅 刚才那一箭 不过是警告 不然也不会只射中肩膀 难道是星夜的小子的人 上 先杀了他 免得他去通风报信 一声令下 这群人将目标 先锁定在了金吕一的身上 没错 金吕一在山脚下 遇到的这群夜行者 正是趁夜飞风高 想要来对夜风 实施暗杀的灰家众人 而灰老等人也高度怀疑 在山脚下埋伏着的金吕一 是叶昆仑的手下 不然谁大半夜不休息 还随身带着弓箭 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打猎吗 说是时 那时快 随着金吕一那一箭射出 仿佛瞬间引爆了炸药桶一般 双方的冲突 一触即发 灰老话音未落 就见远处的黑影 顿于无形 嗯 金吕一见状 不由得猛然一正 眼前这群人 竟然全部凭空 消失不见了 无论是他们的身影 还是他们的气息 怎么回事 金吕一不解 感觉像是见鬼了一般 但转瞬之间 不等金吕一反应 就觉脚下地面 似乎有异动 哄 下一秒 以金吕一为中心 前后左右 地面像是被引爆的炸弹一般 一连串的窜出了十几道人影 他们每人都身披灰衣 仿佛彻底融入了周遭的黑暗 身材矮小的他们 行动却十分敏捷 一线身 立即亮出了手中的利爪 向金吕一扑来 金吕一再次大惊 没想到这群人 竟能顿地而行 这一瞬间 金吕一仿佛想通了一些事情 难道那头巨蟒 也是和这群人一样 用了某种我不知的秘书 顿地而行 金吕一又想到 曾跟随义父练武的时候 闲暇听义父随口 提起过一些江湖旁门 像什么拘魂射破 飞杀顿地等 但义父对此评价很低 认为不过都是些旁门左道 上的的台面 更成不了主流 至少 身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是绝不可能学什么顿地之术的 不然到了战场上 一旦陷入烈史 首先想到的 怎么顿走逃跑 那不完蛋了 而对整个燕金卫而言 只有战死的将士 没有逃跑的懦夫 燕金卫 是整个城市的守护者 是最后的一道钢铁长城 谁都可以临阵脱逃 唯独燕金卫不可以 旁门左道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金吕一爆喝一声 随手抽出了妖间的宝刀 虽然回家这群人 刚才着实打了金吕一 一个措手不及 但 金吕一能够同领整个燕金卫 也绝非泛泛之辈 手中的刀 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飞速流转 回家人来得快 但 金吕一手中的刀更快 迎面 距离金吕一 仅有咫尺之人 手中的利爪 还会碰到金吕一 就被金吕一反手一刀 砍翻在地 旋即 金吕一横刀立 霸气外露 令周身草木 都闻风而动 回家众人 顿时被金吕一这一招 给彻底震慑住了 不敢上前 生怕自己会是下一个重招之人 死 灰老健壮 不由得大吸一口凉气 正所谓 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金吕一这一刀 气势如虹 压迫改十足 令人仿佛一瞬间 置身在战场 心有余悸 灰老立即变出 此乃军中大开大合的刀法 不要说 他们十几个人联手为攻 即便是千军万马 也将被横扫 继续上也是白给 想到这里 灰老的冷汗 顿时冒了出来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此行竟遇到了 如此棘手的变故 杏烟那小子身边 怎么可能 有这么厉害的刀手 你是什么人 灰老精声问道 为何会用军中的刀法 燕精卫 金吕一 金吕一冷冷地道 你们又是何人 受何人指使的 说 现在 金吕一高度怀疑 这些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和暗杀了 黎原原主的那些刺客 或许有些关系 什么 燕精卫 听到燕精卫的名号 和一家众人 顿时下的大惊失色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执行暗杀的半路上 竟倒霉地遇到了燕精卫 而且还是燕精卫 最高层的指挥使大人 你 你就是外界传言的那个 女武神 灰老瞪大了眼睛 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紧紧盯着金吕一的侧颜 透过昏暗的月光 依稀可以辨认出 的确和在电视上见到过的 那个又美又撒的 新任燕精卫指挥使 一模一样 虽然是一件女流 但是在千万军中 力压一众同龄的男性强者 接手了燕精卫 在军中 更有女武神的响亮称号 竟然真的是他 灰老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想到自己刚才 竟然指挥着族人 联手袭击了一位燕精卫指挥使 这种荒唐事 若是说出去 肯定会被人骂一句 疯了 而眼下 却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可是燕精卫的指挥使啊 不要说他们小小的灰家 即便是他们五族联手 都不一定能是人家的对手 灰老现在很想到网上去问问 袭击了燕精卫指挥使 如果被抓 会判几年 封警 扯呼 灰老来不及多想 立即下令撤退 现在哪还有心去暗杀什么叶昆仑啊 能侥幸逃跑再说吧 煞时间 灰老话音未落 他自己就已经率先身形一晃 顿入地下 使出了吃奶的劲 夺命狂奔 其他族人也先后反应过来 纷纷转身 眨眼间顿入地下 四散逃去 想跑 金吕一脸色一寒 再一次拉起了手中的虎奔弓 我让你们走了吗 这一次 金吕一不再留守 手中剑无需法 第127章 杀你的人 煞时间 金吕一手中的剑矢 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暴射而出 四面开花 虽然灰家众人皆是遁地而逃 但 紧随而至的剑矢 也顿时射入地底 直墨见语 每一剑射入地下 都伴随着一声惨叫 以及如喷泉一般的血组 听着族人们的惨叫声 络绎不绝 灰老的心中大害 面如土灰 下意识地逃得更快了 但 他毕竟是煞家的一家之主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 族人一个接着一个 惨死在地下 而只顾自己 更何况 这一次跟他来的这一批人 还都是族内的鼎梁高手 若是都折损在此地 煞家将元气大伤 再无出头之日了 想到此行 本打算立下其功 率领族人 翻身立命 结果天不遂人愿 遭此惨败 令灰老心下欺然 对家族的责任 最终迫使他放缓了逃命的速度 并一跃跳回地面 大声求饶道 金大人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给我们一条活路 放我们走吧 我们此行 本想来对付 一个叫叶昆仑的人 绝不敢跟金大人宁为敌 冲撞了天威 还望恕罪 面对燕金卫的女武神 灰老不敢有丝毫隐瞒 将一切都和盘托出 金吕一听 这些人竟然是冲着叶昆仑来的 虽然与自己无关 但又不完全无关 毕竟 叶昆仑可是先后两次出手 救了自己好友陈诗雅 就连义父 都要让自己与之亲近交好 金吕一今晚出来 本也打算上山 替好友陈诗雅 去向叶昆仑道谢 既然这群人 是冲着叶昆仑而来 金吕一不可能坐视不理 况且 自己身为燕金卫的指挥使 面对如此神秘的凶徒 更不可能不管了 那你们更不能走了 说着 金吕一瞄准了灰老鼠的这一件 也暴舍而出 叶昆仑的敌人 就是我敌人 你们胆敢在燕金放肆 我岂能容你 什么 听到这番话 灰老顿时心如死灰 要知道 叶昆仑竟然跟燕金卫 有这么一层关系 那么给他们十个胆子 也绝不敢接这一趟任务 与叶昆仑为敌 就要成为燕金卫指挥使的敌人 这样一来 恐怕奉天的张甲 也得掂量掂量 敢不敢再来报沙子之仇了 死 面对如同子弹一般 飞尸而来的箭矢 灰老几乎已经绝望地 闭上眼灯死了 但是 内心强大的求生欲 还是让他下意识地 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转身 展开身后的灰袍 裹挟住全身 继续逃 说时迟 那时快 剑矢眨眼而至 顿时命中了灰老的后背 嗯 灰老闷哼一声 脚下一个踉跄 但还是勉强撑住 没有倒地 接住了 灰老健壮 心中一阵庆幸 身上的灰袍 救了自己一命 要知道 灰老身上披着的这件灰袍 也非凡物 乃是他们灰家祖祖辈 被真传的宝衣 内涵特殊金丝 可抵挡一切伤势 刀枪不入 但 金履一这一剑 重弱千斤 还是冲破了灰袍 只不过被卸掉了 大半的力量后 没有给他造成致命伤 灰老侥幸逃得一命 不敢怠慢 继续拔腿再逃 嗯 没死 金履一见状 也十分诧异 自己这一剑 竟没能射穿对方 不过金履一也没有多想 继续张弓搭剑 他遇到正前方站有一人 他一头撞在了对方的胸膛 感觉就像是撞在了墙壁上一般 反正的他头晕目眩 什么人 灰老抱头鼠窜 急得跺脚 再抬起头 只见一个高个青年人 见眉朗目 气宇不凡 给人一股如山一般的压迫 你 你是 灰老脸色一僵 觉得眼前这人 跟此行要来对付的叶昆仑 有相似之处 但又不太一样 毕竟 叶昆仑的容貌 是经过乔装易容的 而眼前拦路之人 不是别人 正是叶峰 听说你是来找我的 叶峰冷静地问道 既然都到我家门口了 为何又要走 你 你真是叶昆仑 灰老大惊 不认识我吗 哦 叶峰恍然又伸手一抹脸庞 这样呢 认识了吗 叶昆仑的容貌 再一次浮现 与灰老他们所见照片 一模一样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灰老震惊失色 没想到叶昆仑的面容 竟还能随意变动的 那么叶昆仑 就很有可能是化名 其真实身份 又是何方神圣 叶峰伸出手 就像是提起小鸡仔一般 钳支住灰老的咽喉 将他整个人给提了起来 我是杀你的人